欢迎收听由悠然有声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西游求求你出关取经吧 第一章 开局闭关 取经谁爱去谁去 自盘古开天辟地化身万物后 洪荒亮节不断 先有龙凤初节又有巫妖亮节 最终风神一战通天打碎了洪荒 洪军愉怒欲赐下云圣丹 禁足三清又将洪荒生灵送到地仙界 此后亿万年三清不出 道门示威 佛门大兴 西方二圣未还大宏愿因果 布局西游 南善布州 唐国 唐王李世民因经和龙王所命 郁郁而终 魂归地府 谁知人官曹卫征偷偷塞了张小纸条 通过唐王交到了判官崔爵手中 崔爵一看 哎 是熟人 所以将唐王继位后一十三年的阳寿 加了两笔 改成了三十三年 哎 唐王再生还魂 那个乐呵呵 赶紧按照阎王的指点召开水陆大会 度化冤魂 还雀因果 此刻 长安城华生寺 水陆法会道场 玄奘法师坐在三米高的法坛上 庄严诵经 周围坐满文武百官 皇亲国妻 数千民进军将道场围住 守卫森严 围观的百姓组有十万多人 熙熙攘攘 每个人都神色虔诚 我说 西游开局的水陆法会 我穿越成了唐三藏 法坛上的诵经声突然停住 众僧和唐王都疑惑不解地看着玄奘法师 他们不知 此时的玄奘法师已经不是本人 而是突然穿越来的地球青年唐三 诶 所以 我给刚捡到的三桑手机充个电 就把自己给炸死了 唐三懵逼了 错 穿越就穿越吧 穿越成孙悟空不香吗 怎么就成了被无数妖怪 寄予肉身的小白脸唐僧了 诶 话说 吃一口唐僧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我要不要试试 哎呀 唐三看了眼脚上的老皮 想想还是算了 谁知就在这时 唐三眼前突然出现了一道道玄奥的字符 检测到西游量节即将开始 你有以下选择 一 奉命西游取得真金 修成正果 可获得一滴盘古金穴 二 拒绝西游 立即闭关 努力修炼 可获得九转天功 我错 这什么玩意儿 金手指吗 唐三毫不犹豫选择了第二条 西游取经 傻子才去啊 他那三个徒弟 简直就是摆设 取经路上 唐僧几乎是每一难都被抓 惨遭各路妖怪 花式捆绑的滋味 唐三绝对拒绝 他可不是受虐狂 唐三心里刚刚做出选择 眼前玄奥的文字再次变幻 恭喜宿主 获得九转天功 下一刻 一股玄妙的记忆涌入唐三的脑海 九转天功 盘古大神在混沌中领悟的最强功法 道教的九转玄功和佛教的八九玄功 都是从九天玄功中参悟 但奥妙不及其万一 尽管如此 也造就了袁洪 杨俭 孙悟空 牛魔王等法力无边的高手 圣僧怎么停下了 唐三正满心欢喜的参悟九转天功 突然被台下一名身穿龙袍 长相威严的中年男子 开口惊扰 你身上怨魂太多 我无能为力了 不讲了 唐三没好气的扫了中年男子一眼 无粗 中年男子文言 吓得直接从龙眼上摔下来 脸色都变了 成黄成孔的道 圣僧 你不能放弃啊 朕信任你 唐三翻了翻白眼 本想潇洒地从高台上跳下 看了眼三米的高度 然后潇洒地爬了下来 走到李世民身边 神色凝重 贫僧对陛下的信任 让贫僧深感惭愧 所以贫僧准备闭关几日 经研佛法 等修为高了 再来为陛下度化冤魂 哦 原来如此 唐王恍然大悟 连连点头 为玄奘法师的 弃而不舍的佛心感动了 玄机 他又叹息一声 哎 没想到 寡人竟然招惹到 如此难缠的冤魂 圣僧 你且去闭关 寡人等你 唐三后退两步 行一佛礼 然后撩起袈裟 撒腿就跑远了 无许 无论文武百官三千僧众 还是为官百姓 全都是一脸懵逼啊 这这是去闭关吗 怎么感觉 像是在逃跑啊 唐王不以为意 微微汗手 赞道 圣僧闭关心切 当为无等楷模 唐三自然不知道 唐王的想法 他只想赶紧回去闭关 水陆法会已经快结束了 算算时间 观音和木扎 要来拿两件破佛宝 来忽悠他取经了 观音这位佛门的外交部长 可没这么好糊弄 金山寺 两位小僧迷正在清扫 青石台阶 突然看到一道身影 疯一样的跑了上来 本想拦住 定睛细看 原来是玄奘师兄 师兄 你不是在长安主持水陆法 法 法会吗 小僧迷话还没说完 唐三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寺门之后 顿时愣在那里 寺内 唐僧恩师法明长老正在闭关参禅 突然听到轰的一声巨响 法明长老吓个半死啊 直接从蝉床上摔了下来 险些走火入魔呀 那 哪位施主来找平僧寻 寻仇 无量那个寿佛 原来是玄奘徒儿 你这般急早 莫非是 毒死了唐王 法明长老看清来人 刚刚站稳 又被心中想法下个半死 脸色都绿了 这 玄奘自小稳重 竟然踹门而入 绝对是出了大事了 唐三翻了翻白眼 直接把法明长老扛出来 放到门外 行礼道 师父 唐王身上怨气太重 徒儿化解不了 准备闭关钻研佛法 咱这破庙只有这一处闭关的禅房 就先让给弟子吧 说吧 唐三也不管法明有什么疑问 哐当把门一拴 静了静又喊道 师父 记得一日三餐让师弟送饭 发明长老在禅房外一脸懵逼啊 圆魂太多 度化不了 徒儿 你能度化个鬼呀 咱们金山寺 都是一群肉体繁台的俗世僧人 什么时候 真的能度化圆魂了 水炉法会 不就是走个过场 给金山寺度一层经吗 谁知下一刻 法明长老听到禅房里 突然传出沉重的呼吸声 和牙齿打颤的声音 这好像实在害怕 发明长老额头顿时布满黑线呢 招来附近的一个年轻和尚 玄星 你速速去长安城 大听大听你大师兄 犯了什么事 咱们金山寺 怕是要关门了 本集播讲完毕 订阅加关注 下集更精彩 第二章 弱不无敌 绝不出关 陈房内 唐三在系统的帮助下 快速领悟了九转天宫的奥妙 开始了修行之路 唐三体内气息 仅仅按照九转天宫的路径 运行了一周 就感到体内天地仿佛炸开 无穷的灵气 如同肆虐洪水 轰然涌入 冲刷着他的肉身 我错 竟然这么强 唐三吓个半死 幸亏他是金蝉子转世身 有十世善人的功德 和洪荒异兽 六尺天蝉的根底在 不然仅仅运行一周天 就已经炸成了人渣了 唐三根脚不凡 此刻却也是没有修为的凡人 被这道灵力冲击的呼吸沉重 四肢百害的骨骼 发出一响 炼精化气 炼气化神 炼神粉须 炼虚合道 唐三摒弃宁神 努力压制住体内暴动的灵力 修为就像吃了仙丹 蹭蹭蹭的直往上窜 七日之后 唐三体内仿佛有雷霆 在混沌中响起 他道心通透 周身光芒闪烁不定 旋之又旋 虚余间 一切神光一向连去 唐三睁开双眼 双眸中神光阴晕 仙气自生 不愧是九转天宫啊 仅仅七日就突破了人仙桎 踏足人仙境界 这一日 法明和尚正在讲经 金山寺上空 瞬间风起云涌 虚余间汇聚万里降云 唐三闭关陈房的正上方 天上云海中 仿佛有一道光芒倾泻而下 整个金山寺都被笼罩在异象中 这 这是 得到成仙 法明老和尚顿时愣了 我这矮徒 竟然真的在闭关修行 七日前 玄心从长安打探消息回来之后 法明和尚依然不信 玄葬会突然闭关修行 此时终于信了 莫非 我这徒儿 在水路法会上得了心愿 等等 法明震惊的脸色顿时沉默如水 玄葬的悟性 他是知道的 千经万点无所不通 佛号仙音无般不讳 所以 为什么是得到成仙 而不是顿悟成佛呀 徒儿 咱们是和尚呀 法明长老要不是担心 自己的一把老骨头 拎着沐鱼就想冲进去了 周围闻名而来的僧人 脸色古怪 法明师兄 法明抬头看了看天色 正色道 和弥陀佛 平僧看这天色 怕是要下大雨了 今日讲法到此结束 诸位师兄快回吧 你众僧无语啊 这晴空万里下个屁的雨啊 我们眼睛不瞎呀 这分明是天降异象 祥云万里 得到成仙的征兆啊 人间界数万年来 虽然成仙者寥寥无几 却也不是没有 书上都有记载 法明师兄 众僧再一抬头 发现法明和尚已经不在了 一群小沙迷面带微笑的过来赶人 众僧疑惑的离开了金山寺 表情十分古怪 哎呀 这道教道观内有弟子得到成仙 那是道观的荣耀 不过佛寺内有人得到成仙 这就成了笑话了 听闻 法明师兄得意弟子玄奘 七日前突然中断了唐王的水陆法会 回到金山寺闭关了 莫非是那玄奘师旨成仙了 玄奘师旨佛法悟性 无人能及 没想到竟然得到成仙了 金山寺内 法明老和尚听到众僧的议论声 老脸剧烈抽搐 心里叹息一声 这次金山寺的名声怕是回了 不过如今玄奘得到成仙 和他已经是仙凡之别了 师徒名分或许也该断了 法明老和尚目光看着异象散去的陈房 脸上露出慈祥的神色 玄奘啊 成仙成佛 都是你的机缘 你说你不能找个神山老龄闭关吗 非要回这金山寺做神 禅房内 唐三并不知道金山寺面临的危机 他的眼前再次浮现出玄奥的文字 检测到宿主修为已达到人仙境界 你有以下选择 一 前往长安继续主持水陆法会 等待观音到来 西游取经可获得两滴盘古精穴 二 继续闭关努力修炼 远离西游 不为圣人棋子 可获得咫尺鸿蒙神通 还用选择吗 肯定是继续闭关的 西游路上大多是背景深厚的大妖怪 手中法宝一个比一个强 人仙境界算个屁 天鹏和卷帘神通广大 一二三天两头被抓 用鱼网捆着掉在空中挣扎不得 被捆绑绝对是不可接受的耻辱 唐三知道自己是硬洁之人 很难躲掉西游 所以必须闭关提高修为 若不能横扫西游路 绝不出关 唐三心里刚刚做出选择 一道玄奥的神通 瞬间融会贯通 直尺鸿蒙乃是从空间法则中领悟的强大神通 相隔直尺如同横更鸿蒙世界 哪怕圣人亲至也难摸到你的衣角 同时系统出品的神通不受修为限制 唐三仅仅是人心境界 也能发挥出直尺鸿蒙的最高境界 强太强了 不愧是空间法则中领悟的神通 唐三心中大喜 直尺鸿蒙简直是专门为闭关打造的无上力气 如今他掌握了此神通 更加坚定了闭关的道心 不 佛心 嗯 继续修炼 转眼又是粤鱼 蒋经堂 法明脸上布满苦瓜色 对着笑容送走两位皇宫侍卫 两位皇宫侍卫脸色不悦 冷声道 大师 这已经是你第五次推托了 若不是陛下宽厚 你们这金山寺 早就给你拆了 不过 陛下耐心已尽 你们好自为之 法明堆起笑容 连连保证 两名皇宫侍卫这才离开 侍卫离开后 法明脸上的笑容顿时大了下来 轩心啊 你师兄还在闭关吗 是的 师父 送的斋饭哪 还是没吃 法明沉吟片刻 轩心啊 禅房里有没有尸臭味飘出来啊 师父 师兄已经得到成仙了 饿不死 法明恍然大悟 他总是忘了这一茬 然后脸色又是一黑 徒儿 以后莫要提得到成仙四个字 你师兄 那是成佛了 是 师父 法明在蒋经堂夺来夺去 最后跺脚道 唐王已经多次来请 这一次 怕是真的推脱不掉了 你随我去禅房 我去请你师兄出关 第三章 唐王极了 呸 借口 都是借口 金山寺陈房 唐三正在修炼九转天宫 他突破仙人桎梏之后 再次破镜需要的灵气极其庞大 哪怕有九转天宫吞吐天地灵气 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突破到地仙境 检测到唐王五次来请宿主出关无果 如今耐心已尽 未报金山寺 恩施法明 决定亲自来串门了 现在 你有以下选择 一 答应唐王请求 出关主持水陆法会 可获得盘果精血十滴 二 继续逼关 努力修炼 远离西游 可获得鸿蒙巨灵阵 唐王耐心已尽 尽就尽吧 唐三道了声佛号 跟师父说了句对不起 阿弥陀佛 师父 你继续去应付唐王吧 有我在 金山寺不会有事 唐三修为再低 也是仙人了 区区凡人士兵 来多少打多少啊 随即唐三运转 直尺鸿蒙神通 将禅房笼罩在目 一道玄妙的法则流转 将禅房和西游世界隔开 同时唐三领悟了鸿蒙巨灵阵的阵法奥妙 他抬手一挥 一道旋至右旋的阵纹 出现在金山寺周围数百里的空间 下一刻 周围的灵气仿佛被无穷的引力吸引 虚余间汇聚灵气长河 直接灌入金山寺的闭关禅房之中 嗯 爽 太爽了 唐三感觉到浓郁数千倍的灵气 再次坚定了修炼的决心 一个时辰后 禅房外 发明长老脸黑如铁 汗如雨下 一屁股坐在台阶上 玄心啊 我们走了多久了 是 师父 我们走了快一个时辰了 这 这大白天的见鬼了 玄心也累得不行 僧袍都湿透了 发明长老怒斥道 你这臣才 佛寺里怎么会有鬼 这是你大师兄不想出关 才捉弄为师 一个时辰 皮僧又连滚 都滚下山了 发明长老气喘如牛 半晌后平息心境道 罢了罢了 玄奘托儿 既然你不愿出关 为师就不逼你了 接着 发明示意悬心扶起他来 叹道 玄心 你去召回 寺内所有僧众 明日起 我们金山子 全死闭关 玄心一正 心中震惊无比 佛刹闭门 那是将香火拒之门外 是大事啊 看来这次 看来这次师父也没办法应付唐王陛下了 师兄啊 好歹主持完水路法会在闭关呢 玄心叹 这次师父也没办法应付唐王陛下了 这次师父也没办法应付唐王陛下了 觉得自己又快要死了 欲知公猶豫片刻道 陛下 最近长安有留言 说玄奘法师得道成仙了 我们 你没脑子吗 陈玄奘一个和尚 怎么得道成仙 借口 都是借口 明天带不回玄奘法师 你也别回来了 天子一怒 顿时长安动荡 玉池公当即率领一万禁军 直接往金山寺奔去 一个时辰后 金山寺山门 玉池公看着闭门谢客的告示 眼角暴跳不已 哼 一群秃驴 竟敢戏弄陛下 给我把门撞开 当即 有一对身材魁梧 一看体力十足的军士 走上前来 撞门 谁知啊 禁军举着竖装 冲着四门冲了一个时辰 竟然连门都没碰到 跑着跑着 禁军脸色就变了 腿也软了 双目瞪大 仿佛见鬼一样啊 一个时辰后 剑壮如牛的撞门禁军 死狗一样贪软在地上 大口喘气 几乎要脱水 家 将军 这四庙 有鬼 放你的屁 这是佛寺 鬼躲还来不及 玉池公嘴上怒骂 心里也是直跳啊 这佛寺太诡异了 距离四门明明只有一步远 却无论如何都跨不过去 将军 是不是 我们惹怒了佛祖了 此外顿时安静下来 玉池公想到唐王的死令 摇摇牙道 我们找玄奏法师 是为了救陛下性命 救人的事 怎么能触弄佛祖 玉池公急躁无比 想到玄奏法师得到成仙的传言 莫非法师真的成仙了 不行啊 这要请不回去 我大老黑的脑袋就保不住了 玉池公咬咬牙 硬的不行 只能来软的了 你们快把金山寺围住 全部给我扯嗓子喊 求玄奏法师出关 谁的声音小 老子就劈了他 于是一万禁军扯着嗓子 高声大喊 唐王陛下 请玄奏法师出关 每个人都中气十足 生怕声音小了 金山寺陈房 唐三吓了一跳啊 无粗 系统声音早变这么大了 不对 这是外面有人在喊 啊 喊吧喊吧 喊破喉咙也没用 还是要闭关 唐三用法力隔绝声音 继续修炼 下一刻他突然停了下来 唐王被判官催绝加了二十年阳寿 暂时也死不了 唐三不担心 不过金山寺一直闭关也不是个事 早晚饿死一刺的河上啊 唐三心念一动 移到神魂神游天地 须余间来到长安城 在唐王梦中大放光明 陛下贫僧一时不得出关 我有师弟玄心法师精通佛法更胜于我 可请他替我主持水陆法会 唐王醒来以为是梦 谁知 谁知猛然空中有金光凝聚 隐约可见玄心二字 顿时心中惊骇啊 这 这 这 玄葬法师当真成仙了 不 成佛了 罪过罪过 寡人险些得罪了仙人 陆成 老成 成瑶记 速速带兵前往金山寺 不 带李前往金山寺 拦住玉池宫 然后把玄心法师请来长安 金山寺 众僧被禁军为寺 原本以为必死无疑 全都面若死灰 口称阿弥陀佛 谁知啊 这些禁军在外面黑忧黑忧半天 你还不知搞什么也不进来 最后啊 竟然喊起口号了 法明眼观鼻鼻关心 自然知道这是玄葬的手段 叹道 罪过呀 如此三浮天际 怕是要集体中枢呀 师父 师父 门外又有手持板斧的黑脸将军冲上来了 这时一位小僧迷焦急跑来道 啊 手持板斧 哎呀 陈国公竟然也来了 法明又叹息一声 反正也进不来 爱谁来谁来吧 师父师父 不得了了 四门自己打开了 黑脸将军冲进来了 下一刻又来了一个小僧迷 法明吓得直接从蒲团上摔下来 老脸剧烈抽搐 刚刚站起来就见一队士兵抬着金银佛宝 树箱子直接扔在地上 照得他眼睛都睁不开了 嘿嘿 见过法明风障 老夫奉命前来请玄心法师 前往长安主持那水陆大会 不知玄心法师现在何处啊 程耀金走上前来 行佛礼开口道 啊 法明的目光从金光上移开 深深叹息一声道 郑施主 玄心他正在闭关 只怕无法主持水陆大会了 等等 玄心 法明一愣 看着身边同样一脸懵逼的玄心 第四章 观音懵逼 哎 取经人 闭关啦 半赏后 法明终于确认程耀金所请之人 不是玄葬 而是玄心了 老和尚美嘎嘎的收下了皇帝的香火钱 将寺中最好的袈裟缠杖都丢给了玄心 然后将他推出了四门 阿弥陀佛 玄心啊 我早说过 你的悟性 不在你师兄之下 这次长安水陆法会一定要好好主持啊 玄心持续一脸懵逼的被抬走了 师父 天可怜见 佛祖保佑 玄心 才刚入门三年啊 弟子会主持个屁的水陆法会 玄心脸上愁容遍布 心神恍惚地被抬到了水陆法会法坛之上 化生寺 化生寺水陆法会道场 三千得道高僧 等候已久 玄心坐定之后 周围顿时响起佛音阵阵 完了 玄心心里哭啊 师父 师兄 这是得玩我呀 等等 玄心一愣 为何贵人们 一脸欣赏敬佩之色 阿弥陀佛 玄心法师果然佛法高深 嘴唇未动 我便听到了佛音绕耳 唐王赞赏的声音传来 玄心无语啊 卧槽 这都行 这些贵人 怕不是傻子吧 于是玄心眼观鼻鼻 关心 一动不动 默默计算那几箱子金银佛宝 有多重 金山寺 因 检测的宿主忽悠师弟党灾 主动闭关成功 获得意外奖励 寂灭佛雷 啊 还有意外奖励 系统提示音响起 唐三心中一喜 闭关果然是正确的选择 系统的态度和他一样很明确 让唐三心里很欣慰 唐三目光慈悲 哦 玄心啊 师兄这是为你好 主持水陆法会是你的荣耀 师兄在给你未来接替方丈之位铺路啊 于是唐三闭目继续修行 此刻 禅房周围的灵气滚滚如海 将整个金山寺所在的整座金山都笼罩在内 最后汹涌的没入闭关尘房 浓郁的灵气弥漫金山 山上的诸多生灵也因此得了福泽 鸿蒙巨灵阵不仅能聚集灵气 更能提升灵气品质 此等品质灵气稍微泄露一丝 就让这些生灵获得极大的提升了 就连金山寺的和尚都发现 自己变得孔武有力了 金山山谷深处 一条洁白如霞的小白蛇 吸收着天地间的灵气 灵智初开便寻着灵气的浓郁 缓缓地爬到了金山寺外 最后大胆地爬进寺内 来到闭关禅房之外 让我灵智初开的恩公就在此处了 白蛇一双美丽的蛇眸盯着禅房 猜到恩公可能在闭关 于是守在了门外 准备等恩公出关 检测到大气运者白素珍 灵智初开即将化行 前来报恩 你有以下选择 一 出关接受白素珍报恩 可获得人水盘桃合一颗 二 继续闭关 无视白素珍 任由白素珍等候宿主出关 可获得水系法则入门 禅房内 唐三忽然睁开眼 啊 白娘子 不对啊 白娘子不应该数百年后才化行吗 唐三的神识探出 果然发现一条小白蛇 守在禅房外的树荫中 小白蛇身上鲜光阴晕 偶尾可见人形出现 正是化行的前兆 哎 这 小萝莉 唐三瞪大眼 目瞪口呆啊 禅房外 小白蛇 若隐若现的人形 和唐三记忆中的白素珍 完全不同 而是一位 十来岁的小萝莉 哎呀 造孽呀 唐三叹息一声 小白蛇 你就安心等着吧 禅房周围 灵气浓郁无比 也算是你的造化 待我无敌之日 你再报恩也不迟 不过一条蛇腰 在佛寺里待着 真的好吗 唐三一挥手 直尺鸿蒙神通 将白素珍笼罩在内 与西游世界隔开 正在修行的白素珍 突然睁开眼 他察觉到周围环境 莫名的变化了 却说不出哪里变了 于是小白蛇继续修炼 天真的等着唐三出关 灵山大雷音寺 如来佛端坐连台 佛光万丈 他掐指一算 便露出肖像 观音大事 西游将起 你该启程 去长安了 观音露出一模一样的笑容 上前一步道 弟子必不如使命 如来点了点头 扔下三个金光灿灿的小姑子 此乃金姑 禁姑 禁姑 可用来收服那三个 天定的 护京人 观音接过三个姑子 坐礼而退 带着会暗行者 一路东来 先后点化了 八戒 沙僧和猴王 最后来到水路法会会场 化作两个赤脚光头的 赖和尚 菩萨化作一老和尚 手持九膝禅杖 一步一轿卖 别处不去 专往唐王架前走去 会暗行者化作一年轻和尚 手捧其貌不扬的袈裟 跟在身后 可恶 寡人刚刚请来玄心法师做法 什么人竟敢来此高声喧哗 玉池弓 给我撵出去 唐王刚把法师请来就被打扰 彻底怒了 哎 观音菩萨和慧暗行者都懵了 无粗 本尊前往三界各地都要备受礼遇 今天竟然被轰了 观音见黑压压的禁军 面色不善地围过来 脸色顿时变了 他眉头微皱 掐指一算 察觉到了不对 随后猛地抬眼望去 嘶 倒吸了一口凉气 目瞪口呆地看着法坛上 打招呼的小和尚 这是何人 金蝉子呢 难道 平森迷路了 乌纳和尚 快些离去 眼见西游开场 没有按照剧本走 观音顿时急了 于是道了声佛号 身上瞬间放出佛光万道 献出了救苦救难 菩萨真身 观音身后 跪暗行者化身 木扎原身 菩萨 观音菩萨显灵了 来和尚是菩萨下凡 众人见观音献出法身 吓得连忙跪倒在地上 高呼参见救苦救难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看到跪在地上的众人 直接开口说道 离上大唐君 西方有庙文 城图十万八千里 大臣竟殷勤 此今回上国 能抄鬼出群 若有肯去者 求证果今生 唐王看向三千得道高僧 问道 谁肯灵阵旨意 上西天拜佛求经 没人回答 于是观音继续说道 我听闻唐国有一位 玄奘法师 佛法高身 可去西天求取大臣 佛法三藏 不知他身在何处 唐王无语 菩萨 玄奘法师他闭关了 闭关了 观音身形一晃 险些没从云端摔下来 西游即将开始 取经人 去闭关了 与此同时 正在闭关的唐三眼前 出现了三行字 检测到观音到了长安 寻找取经人 你有以下选择 一 前往长安 迎接观音菩萨 同意西游取经 可获得一件先天灵宝 二 继续闭关 无视观音 努力修炼 可获得百倍修行加速卡 第五章 观音很慌 这问题 他不敢回答 喂 观音来了 居然加码 居然加码到了先天灵宝 这还用选吗 当然是继续狗了 却 先天灵宝 哪有百倍修行加速卡箱啊 西游路上 那些妖怪手里 哪个没一两件 厉害的法宝啊 先天灵宝 算个屁啊 唐三选择继续闭关 立刻就见一张精美华丽的卡片 在眼前凝聚出来 然后犹如飞沙流逝一般消散 顿时 唐三就觉得自己进入了一种 相当奇异的状态 连周围的灵气似乎都瞬间暴涨了百倍一般 喂 这才叫爽嘛 唐三闭目继续闭关 观音听闻 玄奘闭关 立刻就法驾金山寺 师父 师父 来 来了 来了 一个小僧迷连滚带爬的 跑进了法明的禅房 法明睁开双眼 满脸平静凝合 你修行的定力去哪里了 哪怕是佛菩萨来了 也不要忘记本心 你要多学学你的玄奘师兄 就算学不了你玄奘师兄 学习一下玄星也很好嘛 在法明捏花一笑的定力前 小僧迷也终于安静下来 说吧 到底是谁来了 难道是堂皇情之 法明很是无奈呀 这不是已经让玄心去开水路法会了吗 怎么堂皇还要来寺里啊 这也要是和玄奘徒儿起了冲突 如何是好啊 小僧迷向外一指道 是观音菩萨来了 呸 呸 法明双腿一软直接就趴在地上 你 你说谁来了 小僧迷行了个佛礼 观音菩萨来了 就在门外 法明豁然起身 一道皇光直奔四门 同时不忘责骂 你这个普通实力的悖懒之徒 观音菩萨来了 你怎么不早说 来到四门口 就见观音脚踏祥云 手持仰指玉镜瓶 目露慈祥地看着他 见过观音菩萨 法明哆嗦的话都说不清楚了 观音满意地微笑起来 这个态度才对嘛 法明 我闻玄奘正在闭关 特来唤他出关 前去西天求取真经 法明趴在地上不敢抬头 回观音菩萨 玄奘正在闭关 我等都无法靠近他的禅房呀 无妨 本座亲自去换他 说着观音按下云头 信不来到唐三的禅房之外 半个时辰之后 哎 观音脸上的微笑 僵硬得像是石头一样啊 我去 这什么情况 本座已经是准胜实力 怎么无法靠近这禅房 更古怪的是 本座居然完全看不出来 这禅房之处有什么名堂 观音的余光 看到金山寺的一干河上 都用古怪的眼神看着自己 哎 顿时觉得面子挂不住啊 玄奘 本尊乃是观世音 奉我佛如来之令 召你去西天取经 本尊都已经开口了 你玄奘敢不回答吗 禅房之中 正在享受百倍修行 带来的爽快感的唐三 眼前又出现了一行字 检测到观音就在你的门外 你有以下选择 一 离开禅房 迎接观音菩萨 踏上取经之路 可获得两件先天灵宝 二 继续闭关 无视观音 可获得后天灵宝一件 三 弃走观音 可获得紫纹盘桃一枚 唐三抬头看了一眼 禅房外面 这是家大筹码 让我出观呢 不出 现在这个室里 出去送死吗 不过直接不理的话 收获太小 寺里的和尚 怕也没有好下场 于是唐三开口了 弟子见过观音菩萨 哎呀 门外的观音那个激动啊 这个金铲子终于开口了 只要开口就好 看本尊让他老实听话 但观音还没有开口 就听到唐三继续道 菩萨 弟子心中有三个疑惑 无法得解 弟子以佛祖的名义起过誓 不解惑 绝不出观 观音心中哼了一声 居然拿佛祖来当挡箭牌吗 也罢 让本尊听听 你能有什么问题 观音拿出慈悲的模样 拈花一笑 玄奘大可说出来 本尊当是为你解惑 佛说我们不可以杀生 佛又说一滴水有十万八千虫 那五等还能饮水吗 若是不能饮 五等不是要死吗 哎 观音蒙蔽了 木渣蒙蔽了 法明也蒙蔽了 不错 这是什么问题啊 唐三还没停下 继续问道 佛说众生平等 却又说 马分四种 人分四等 若是平等 何以分四等 若分四等 那又如何平等啊 哎呀 观音身后的佛光 哆嗦了一下 乌粗 你这个金蝉子 想要干什么呀 唐三的最后一个问题 抛了出来 佛说 人人皆可成佛 那为何还需拜佛 既然人人皆可成佛 那我为何要去西天取经啊 我去 观音身后的佛光 直接就没了 木扎捧着袈裟和西杖的手 哆嗦的都出现残影了 法明使劲咽了一口唾沫 仔细思考 冷静分析 然后决定 哎 晕过去吧 观音菩萨 带弟子想明白这三个问题 就出关 菩萨请回吧 观音深深地看了禅房一眼 铁青着脸走开了 唐三的问题 他不是不会回答 而是不敢解答 这是佛门的根本 是信仰的基础 若是全都说得明白 那佛门就不活了 这金蝉子转世之前 就曾经问过类似的问题 结果被佛祖法医转世 让其在西游节之中重新得机缘 可没想到啊 这个家伙居然 哼 观音哼了一声 踏云而去 木扎犹豫了一下 还是捧着袈裟和西杖离开了 法明一咕噜爬起来 连连向观音行礼 然后他抬起头对陈房怒目而视 徒儿啊 你这是把全司上下的性命 拿到刀口上滚啊 陈房之中 唐三的面前出现了一个硕大的桃子 桃子上面紫纹密布 香气四溢 唐三抱起盘桃一口咬下 顿时觉得一股灵气落入丹田 七翘入灵 三魂七魄得以升华 肉身杂质 瞬间少了一成 迅速地把盘桃吃完 唐三打了个宝格 呃 好东西 居然让我的境界直接提升了一阶 直接让我成就地仙了 检测到宿主修为 已经达到地仙境界 你有以下选择 一 前往长安 面见观音 开启西游取经 可获得佛光精神神通 继续闭关 努力修炼 可获得仙丹一枚 唐三眼皮都没抬一下 直接就继续闭关 第六章 跑步真的好爽啊 九魂金丹一枚 唐三看了一眼手中得到的仙丹 然后直接把这仙丹给吞了下去 嗯 这仙丹虽然不能直接提升实力 但却可以巩固灵魂强壮元神 嗯 不错 灵魂元神当然是要越强越好 以后有机会多弄点这种仙丹来吃 唐三扎磨了一下嘴 然后继续闭关 百倍修行卡的效果是一个月 他要抓紧这一个月才行 一个月的时间匆匆而过 唐三百倍修行卡效果结束 他自观了一番 发现自己刚才达到地仙境中期 唐三一脸不满呢 不错 才达到地仙境中期 那不是连那头黑熊精都打不过 不行 还必须要闭关 这个实力出却太危险了 唐三打定主意继续闭关 但刚要回去修炼 却突然发现周围的灵气越来越少 渐渐的就消失了 不错 怎么回事 不会是我把周围灵气吸干了吧 不可能啊 我之前就设置好了 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神念一扫寺内 什么事都没发生 灵气要是真的干枯了 那寺里的和尚怕是都活不了了 哦 有人在搞破坏 唐三立刻就明白过来 果然他眼前跳出几个字 检测到观音凝固百里范围内灵气流动 破坏你的修行效果 一 出关与观音大打出手 将其打退之后 可获得先天灵宝 扬之欲进瓶 二 出关同意观音前去西游 得到一滴佛血 三 继续闭关 并且保证室内安全 熬到观音解除凝固之后 可获得小千世界神通 唐三面皮抽了抽 哎呀 这观音还真是狠呢 居然凝固周围的灵气 灵气凝固 虽不会立刻造成凡人死亡 但时间一久就会引起凡人的虚弱 嘿 菩萨果然也不是什么善良之辈 唐三想了想 用指尺鸿蒙重新规划了整个寺庙 让寺庙本身与外界相连 但内外灵气却被隔离 然后再把鸿蒙巨灵阵逆转 再次连接到大地地脉之上 瞬间整个金山寺里的灵气 再一次流转起来 并且比之前还要活跃几分 哼 观音 我就不信你敢把地脉也封了 寺内法明移了一声 平僧怎么突然觉得耳聪目鸣 整个都精神了 错觉一定是错觉 一定是之前观音菩萨 也被玄奘的徒儿气走产生的错觉 平僧定不能动摇佛心啊 老方丈深吸一口气 继续念经 念了不到一刻钟 就听到外面传来了喧嚣声 忍了一会儿 外面的喧嚣声音越来越大 法明终于忍不住 走出了自己的尘房 出门一看 过去 法明当时就一口血喷出来 寺里的和尚 一个个儿光着膀子 在院里跑圈呢 一边跑一边大呼小叫 成何体统 成何体统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法明气得脸都红了 师父 我们也不想啊 我们是不得不跑啊 玄奘大声道 扛着一个一百斤重的大石头 法明眼珠子差点掉地上 玄奘从小身体凝弱 走路久了都要喘上半天 现在居然可以扛着百十斤的石头 平僧不是眼花了吧 师父 快来一起跑吧 好快活呀 僧迷道 嘘 法明老血喷出三米远 这些孽图 孽图 不对 平僧怎么觉得有些怪怪的 半个时辰后 好不 真的好爽呀 法明很没出息地发出痛快的 迷之喘息 法明带着寺里所有的和尚跑圈打拳 此时已是初冬天寒地冻 但一干和尚却是一个个浑身大汗 唐三借来的地脉之灵中带有正阳灵气 凡人沾了正阳灵气就会活力无限 要是太多 那就必然变成金山寺这样了 一条消息在长安疯传 你听说了吗 玄奘法师那真的是有大神通啊 连菩萨都讨论佛法呢 听说了 听说了 就是因为有玄奘法师的加持 内心光色现在已经神了 只要还有一口气的人去了 出来都能三拳打死一头老虎 老虎算个屁 东间那个废老鬼去了寺里 出来之后 去山里把作乱的熊瞎子 一家都挖出来煮了 玄奘法师果然牛叉 我们也去寺里拜拜吧 听说菩萨想让玄奘去西天取经 我看呀 根本不用取什么经嘛 就是就是 伪装成凡人的观音和木渣 木档口呆啊 菩萨 我们现在当时如何 木渣一脸懵逼的问 这些剧情发展的 怎么和计划它不一样啊 观音凝固金山寺周围 百里方圆的灵气流动 到时候金山寺的和尚就会病倒 来金山寺进乡的人也会病倒 到时候金蝉子就再坚持不下去了 只要他答应去取经 立刻就恢复灵气 既可以惩戒金蝉子一番 又可以显出佛法高深 一举多得呀 观音觉得自己的计划完美无缺 美滋滋 结果金山寺的灵气刚刚凝固 地脉就莫名其妙的以金山寺为中心喷涌出来 而且那地脉之灵还含有正阳灵气 这下好了 长安所有的医馆快要倒闭了 所有人都往金山寺跑 寺里的香火好的不得不限制人流了 也不知是谁传闻这都是金蝉子的佛法高深 这一下所有人都不想金蝉子离开了 木扎把自己打探来的消息说了出来 一脸苦涩 之前弟子去桃黄那里打探了一下 他准备另外派个和尚去取经 观音沉着脸 另外派个和尚 西游大计只有金蝉子应得 其他任何人都无用 木扎一摊双手 弟子知道 但桃黄不知道 这长安城的百姓不知道啊 观音沉吟片刻 木扎 你且去放开金山寺周围的禁锢场 本尊要看看 那金山寺到底是怎么回事 木扎领命去了 与此同时 唐三的陈房内 成功让观音解除灵气凝固 奖励小千世界神通 唐三的身前出现了一个光轮 光轮之中 一个美轮美奂的小世界 隐映出来 青山秀水 灵气充盈 众生兴盛 一片繁荣 唐三满意的一笑 不错 有了小千世界 灵气的凝聚就强了十倍不止 继续闭关 继续闭关 双眼一闭 世界与我无关 第七章 大师正感觉空虚寂寞冷 观音再一次来到了金山寺 这一次隐身前来 整个寺庙的和尚相克 无一人看到他 观音化身为一个年轻公子的形象 来到禅房之前 他发现 地脉之灵就是从禅房里面流血出来的 开始怀疑 玄奘是不是已经恢复了金蝉子的记忆 所以才抗拒西游 禅房里的唐三睁开双眼 看见眼前浮现出几个字 检测到观音化形 前来与你讨论佛法 试图调查 你是否恢复金蝉子的记忆 你有以下选择 一 与观音辩论佛法 让他认为 你已经恢复金蝉子的记忆 奖励百步神通 二 与观音辩论佛法 打消他认为 你已经恢复金蝉子记忆的想法 奖励后天领宝一剑 三 不言不语 保持神秘 继续闭关 奖励金蝉子神通 金蝉脱鞘 唐三重新闭上双眼 继续闭关 这还有什么好选的 不理 绝对不理 观音等了一会儿 发现没有回答 于是又开口道 继续闭关 学葬法师 萧可 前来求教 这是什么反应啊 观音眉头竖起 这也从来不曾有人敢如此无视自己啊 但他又靠近不了禅房 只能在外面干着急 好 本尊倒要看看 你能多久不出关 丢下一句狠话之后 观音转身而去 唐三睁开双眼 我现在出去 一个喷嚏就可以杀死我八百回 我才不出去呢 他的身体之中一阵金光闪动 一个一模一样的他从身体里走了出来 金蝉脱鞘神通 可以分出一个如假包换的分身 除了圣人 无人可以看透真伪 分身可以存在的最长时间是十二个时辰 同时分身出现之后 本体可以立刻以分身为中心 直接出现在三千里范围内的任何地方 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重新再瞬间回到分身身边 我操 这神通简直是六号陶克 保命逃生的大神通啊 爽 等等 分身存在的时候 所发生的一切都会在消失后传递到本体 本体可以选择接受与否 这么说来 我要是利用这段时间让分身修炼 那么等收回的时候 不就是双倍快乐了 唐三大喜 立刻让分身开始修炼 一天之后 他把分身收回 发现果然修炼的效果是双倍的 唐三乐得几乎要抽过去啊 嘿嘿嘿 逃什么声 拖什么窍啊 这简直是加速修炼的超级神通啊 要知道 有了小千世界提供灵气 他闭关修炼的速度就大幅提升 虽然远不如百倍修炼卡 但比之以前快出二十倍还是有的 现在有了金蝉脱窍神通 他等于是可以把这个修炼效果再翻一翻 四十倍 虽然还是不及百倍修炼卡 但也让唐三高兴坏了 闭关 继续闭关 就这么过了三日 唐皇来了 唐皇带着程咬金 御池公 三亲进位 一大帮子人来到金山寺 一进门 唐皇还没看到人 就先朗声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法明大师 朕有理了 此次前来是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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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大师 唐皇话说到一半 终于看到来迎接的法明一行 这后半句话硬生生给吓成结巴 出现在唐皇面前的是三十多个身体强壮 全身肌肉弱 刚打同柱 一个个比程咬金和御池公还要强壮的和尚 站在最前面的那个 依稀还有法明的模样 但却貌似已经年轻三十岁一样 法明本身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 满脸勾壑 背都无法直起来 但现在的法明身高八尺 腰杆比直 双眼有神 那拳头捏起来 沙包般大呀 法明见过陛下 唐皇懵逼了 程咬金懵逼了 御池公也懵逼了 三千禁卫 全都懵逼了 大师 你这话锋不对呀 说好的六七十岁老和尚呢 你这三拳打得死一头熊的模样 真的没问题吗 法明大师 你怎么变得如此 难道是佛法融会贯通 所以翻了环童了 堂皇不愧是堂皇 第一个冷静下来 法明双手合十 口宣佛号 回陛下 最近金山寺香火好 平曾吃得多 又甜甜跑步 所以才变成这般 堂皇后面的程咬金 直接就喷了 嘿嘿 吃得好 运动量大 我老程哪一天不这样 金山寺吃得比成国功夫还好 合上跑步的运动量 那比我老程每日操练 兵俗还大 佛法 绝对是佛法 堂皇显然也是和程咬金 想到了一起 他双眼放光地看着法明 法明大师 朕是来拜见玄奘法师的 说着 他就拉着法明向唐三的陈房走去 很快 一行人来到陈房之前 堂皇在陈房外朗声道 朕今日前来 是想劝玄奘法师出关 去西天取经的 前些日子 朕每日做梦 梦见佛光万里 长安百姓幸福美满 当是百年盛世之景 然而每日醒来 却又空虚寂寞冷 无处着落 想来 定是有姻缘还没有完成 那日观音菩萨说过 需要玄奘法师 前往西天取经 想来 这就是姻缘了吧 这就是观音的手段 他夜夜给堂皇托梦 让堂皇来说服唐三 陈房内 传出了唐三的声音 陛下 你感觉到空虚寂寞冷 是天气转凉了 你多盖两层被子就好了 这次换玉奘公喷了 哎呀 玄奘法师说得好有道理啊 玉奘公是个大老粗 根本不信佛的 刚才堂皇说的时候 他就想翻白眼了 堂皇脸皮抽了抽 玄奘法师 朕打算与你结拜为兄弟 奉你为御帝 只要你前往西天取经 造福大唐百姓即可 唐三的声音再次传来 陛下 西行取经也不是不可以 但要等等 等贫僧稳定了 自己的佛心之后 才能出发 若贫僧佛心不稳 半途而废 甚至眷恋了西方极乐净土 不再回长安 那可就不好了 卧槽 大师你说得好有道理 真的好喜欢 堂皇双眼放光啊 大师 那你稳定佛心 大概需要多久 唐三一笑 哈哈哈哈 不久 区区百年而已 禅房外的所有人 一起喷了 第八章 诸佛震惊 谁抢了贫僧的买卖 唐王欲哭无泪啊 玄奥大师 莫要开玩笑了 观音菩萨都亲自点名 你若不去 就是对佛祖的大不敬啊 大师 你要不去西游 万一菩萨不高兴 拿我出去怎么办 陛下多虑了 观音菩萨救苦救难 大慈大悲 又岂会因为这样的小事怪罪啊 菩萨若是强迫为难陛下 那不是和土匪恶贼一般无二吗 万万不会 陛下放心吧 哎呀 隐藏在人群之中的观音 当时脚就是一歪呀 这个可恶的金蝉子 是想说本尊是土匪恶贼吗 堂皇又在门口说了整整半个时辰 堂三给出的结论都是一样的 不去 开什么玩笑 闭关修炼在最爽的时候 怎么能出去 绝对不出去 堂皇无奈 有心发火 但一想到那日 玄奘给自己托梦的情景 他就知道自己得罪不起玄奘 只能作罢 既然如此 朕也就不再多劝 告辞了 堂皇一走 隐藏在人群之中的观音 也只能跟着走了 哎呀 实在是没了办法了 观音只能回了大雷音寺 佛祖 那金蝉子也不知道 哪里学了神通 死活不出来 弟子不敢用强 当如何是好 观音决定 把自己的问题 变成如来的问题 如来淡淡一笑 此事容易 让天庭 将长安城的守护撤掉 到时候 金蝉子 自然 就要出关西行 长安城日有守护 夜有游神 不受痴魅亡两伤害 就是天庭守护之功 若是天庭将守护 暂时撤掉 长安城必定会大乱 等到长安城的 妖邪之事 不可收拾的时候 观音就再一次 现身降妖除魔 到时候说是民间 不修功德 以至于 妖邪作祟 而凡人无知 不知如何修功德 只能悉行 取经方可 到时候 全长安城的人 一起到金山寺 让金蝉子 去取经 那金蝉子 还能不出关吗 哦呀 观音大喜 但又有些担心的道 佛祖 那天庭会接受吗 如来一脸自信 天庭受我西方因果 自然会答应 于是观音转身 去了天庭 唐皇走了之后的十日 唐三安心闭关 无人打扰 他以为观音放弃了 乐得自在 但很快就发现 情况不对了 来到金山寺的乡客之中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伤患 更有越来越多的乡客 前来烧香拜佛 以求平安 唐三只是运功一扫 就听到了 所有乡客的声音 原来是长安城这几日 越发的不太平起来 痴妹王俩 出现的越来越多 哎 奇怪啊 长安城有守护 哪怕是大妖 都不敢轻易靠近 那些痴妹王俩 又是怎么冒出来的 唐三正这么想着 却见有几个乡民 抬着一个全身是血的人进来 哭声震天 好不悲惨 检测到天庭 因观音要求 撤销长安城守护 以至于痴妹王俩横行 妖魔鬼怪作祟 妞以下选择 一 立即出关 消灭恒星妖魔 守护长安 奖励 净化佛光神通 二 继续闭关 不中观音算计 奖励 雷灵珠 唐三眉头一皱 好一个观音啊 居然用此毒计 把长安城的百姓 都当成人质 若不闻不问 就会倒心不稳 到时候闭关 也无法进行 好狠的计呀 沉吟片刻 唐三却是咧嘴 笑了起来 嘿嘿 观音 既然你要玩手段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让你知道 什么叫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他当即就选择了 继续闭关 手中立刻多出一物 雷灵珠 混沌阴阳五灵珠之一 这雷灵珠 专思破袭匡症 对付痴魅亡两 最是合适 唐三将地脉之中的 天阳灵气放大几分 加强治疗效果 以保太平 当夜 唐皇在太极宫 与各位大臣武将商讨城中 多要挟作祟之事 突然就见两个黄门 惊恐闯了进来 陛下 大事不好 话没说完 就见一个巨大的头颅 从外面冲了进来 一口把那两个黄门吞了下去 却是一个恶妖 长安城撤销守护的消息 已经在妖邪之中传开 一开始只是痴魅亡两前来 现在已经有各路怨魂恶鬼 邪妖怒灵前来闹事 欲吃宫和承咬间一见有恶妖出现 大喝一声将堂皇护在身后 只是他们吃手空拳又如何与恶妖相斗啊 就在这时 一道雷霆空在恶妖身上 痛得那恶妖大叫起来 然后就见到数十道惊雷落下 眨眼之间将那恶妖劈死 待得雷光消散 却见太极宫前 再无恶妖之影 唯有地面之上 有雷霆之痕 留下无量天尊四字 一意生辉 同样的事情 在长安城各地发生 只要有妖邪作祟 立刻就会有天雷降下 灭妖除灵 之后就会留有 无量天尊四字 一夜过去 这要挟伤人之事骤降 第二天 全城都在谈论这件事情 本来在等好消息的观音 当时就懵逼了 我去 是谁抢了我佛的买卖 木扎把自己探来的消息一说 观音就傻眼了 是何方人物 居然敢坏我佛功德 正经的悬门 是不可能做出 留字无量天尊这种事情的 但凡人确实不知啊 这一手自然就会让 长安城那些 担惊受怕的百姓觉得 是玄门道士 降妖除魔 这时间一久了 谁还信佛呀 菩萨 你可知 那雷霆 从何而来 木扎小心翼翼地问道 观音的脸更黑了 他要知道 还在这里懵逼干嘛呀 直接过去把对方打死不就好了 木扎一剑说错了话 立刻转移话题 莫不是天庭表面答应 暗地里使坏 不会如此 五方接地 在天庭外面盯着 一旦天庭有任何动静 都可立刻汇报过来 观音摇头 观音呢 其实还有一句话没说 昨夜雷霆出现的时候 他其实就开始追踪了 只是一直没找到任何线索 但是毕竟是准圣 还是发现一些端倪的 那雷霆之中 带有寂灭佛雷的力量 这可是佛家大神通者 才能掌握的力量 哎 观音现在很懵逼啊 此刻他心中生起了一种 抓狂的无力感 真的很想回到大雷霆寺 对如来哭诉 佛祖 弟子做不到啊 第九章 观音 你的花样可真多 唐三拿着手中的雷霆珠 满脸是笑 哼 这雷霆珠 不愧是女娲制造出来的好宝贝 可以寄托我一丝原神 神行无影 千里之内发动破斜雷霆 再加上寄灭佛雷 长安城有再多妖魔斜碎也没用啊 我每次灭妖都留个假号在那里 到时候全城人都觉得是悬门道法除魔 哼 我看观音你怎么办 检测的宿主破坏佛教算计 主动闭关成功 获得意外奖励 后天至宝 空无八剑 八把灵光溢溢的宝剑出现在唐三的面前 从左到右 分别是眼日 断水 转破 全剑 精泥 灭魂 雀邪 真刚 呜呀 唐三当即双眼亮的几乎放出光了呀 这昆吾八剑是洪荒妖神昆吾 采先天精金 祭练十万余年 练成元胎 只要将其练化入元神之中 就可凭空增加一个元神的法力 更可抵御劫难 虽然只是后天至宝 但对于现在急需提升实力的唐三而言 来的正是时候啊 唐三立刻将昆吾八剑寄入元神之中 开始拼命练化 而他的分身则继续按照正常方式修炼 这叫两相不悟 然而修炼了三日 唐三就听到白素贞的呼救声 啊 怪了 那个小萝莉不是被我保护在咫尺鸿蒙之中了吗 怎么突然就遇到危险了 白素贞呢 一开始就在禅房外的树音之下 被咫尺鸿蒙保护起来 安心修炼 但观音封闭灵气 唐三引动地脉之灵的时候 就把这小萝莉给搬到金山寺后山了 其实就是在唐三禅房的正后方 相隔不过百米 这是因为地脉之灵的正阳之气 对于刚刚化形的白素贞是有害的 小萝莉也是乖巧 而且刚刚化形蒙懂无知 完全没有发现周围环境变化 就蒙头修行 等着自己恩人出现 但这一日 他心血来潮 想要看看恩公的情况 于是就跑出了保护他的咫尺鸿蒙 唐三当初设置咫尺鸿蒙的时候 只是保证不让外界打扰到小萝莉 但小萝莉要自己跑出来作死 那就没得办法了 结果白素贞一出来就遇到了危险 检测的白素贞受到六尔弥猴攻击 你有以下选择 一 出关打败六尔弥猴 可获得行天干气 二 继续闭关 可获得共攻断玉钩 唐三把神念一扫 发现一只六尔弥猴正在与小萝莉撕打在一起 小萝莉不是对方的对手 被打的是遍体鳞伤 但奇怪的是 那六尔弥猴居然也就三尺来高 比小萝莉白素贞都还要矮上一头 虽然凶恶 但其实法力也就比白素贞高点有限 唐三心头万般思绪闪过 哎呀 如果不管 那小萝莉怕不是真的会被六尔弥猴给打死 但要出关的话 一旦被观音发现了 后面就麻烦了 哎 等等 貌似继续闭关也没说 我不能救小萝莉吧 唐三立刻选择了继续闭关 但把雷灵珠放了出去 两道雷霆就把六尔弥猴给劈晕过去 然后他又给小白蛇一点灵力 让其恢复伤势 恩公 白素贞一下子抬起头 看向四周 唐三很是无奈呀 哎 继续修炼 不要乱跑 说着法力一卷 就把小萝莉送回到原处 重新用直尺鸿蒙保护起来 这一次他做了个双向限制 哪怕是白素贞想出来 也得唐三同意才行 恩公让我修炼 那我便修炼 小萝莉很乖 加上之前也被吓了个不轻 于是乖乖开始修炼 唐三看着昏过去的六尔弥猴犯难了 这莫名其妙出现的猴子是怎么回事啊 六尔弥猴啊 其实出事得极早 在红军紫霄宫传道的时候 就已经诞生了 借自己的六尔神通 偷听红军讲道 结果被小气的红军 一句法不传六尔 给打回原形 之后更是无人敢收留这猴子 按理说 这猴子应该是被佛门收留 成为西行上一劫难的 怎么现在就出现了 而且还是这个错样啊 正在唐三莫名其妙的时候 那六尔弥猴突然就醒了过来 这猴子眼珠子咕噜一转 似乎回忆起发生了什么 立刻向着缠房的方向使劲磕头 庆大师救我一命 庆大师救我一命 唐三静静地看着六尔弥猴 不知对方到底是什么情况 决定不开口 检测到气韵者六尔弥猴有难 你有以下选择 一 出关与六尔弥猴交谈 结善缘 但会被观音盯上 可获得后天至宝 金角茧 二 雷灭妖猴 破坏观音算计 但会让观音产生怀疑 可获得赶山边 三 不暴露身份 收留六尔弥猴 不引起观音注意 可获得土顿术 唐三顿时明白过来 这六尔弥猴 确实是被佛门收留了 但现在却是被观音给拿出来 当成试探自己的棋子了 啊 这观音的花样还真是多呀 这第一条肯定不能选呢 第二条选了好坏各一半 哎 这第三条看起来不错 但要做到也不容易啊 六尔弥猴在外面囚了半个时辰 磕了不知几百个头 但却什么动静也没发生 他叹了口气 一脸绝望地转身离开了 就在此时 长安城传来轰隆雷霆之声 哼 看来啊 又有哪个不长脑子的要挟伤人 被雷霆给灭了 六尔弥猴拖着之前被雷霆弄出来的爆炸头 失望地离开了 当他走出十里地后 却看到前方极为不起眼的地方 有一颗隐隐泛着雷光的珠子 在闪烁光芒 他没有任何犹豫地就走了过去 立刻感觉周围的环境发生微妙的变化 六尔弥猴二话不说就跪拜余地大声道 求大师救我一命 我要干脑徒弟 一报答案 唐三的声音隔了一会儿才传来 猴子你挺聪明的吗 知道我的意思 我听闻那雷声在东方响起 一闻凡人说脾气太来 所以想到往西方来 这就是唐三给六尔弥猴的暗号了 只有六尔弥猴可以听到的暗号 说吧 你找我有何用意啊 六尔弥猴连连磕头道 大师 我只是想活下去 救大师 救我一命 欢迎收听 由悠然有声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西游求求你出关取经吧 第十章 师傅 你下手轻点 六尔弥猴把自己的经历说了 当年红军一句法不传六尔 彻底地让六尔弥猴得不到传承 没了修炼之法 还要小心翼翼躲过各路人马追杀 这一路站着兢兢地熬过了乌妖大战 熬过了风神节 六尔弥猴的实力 一直也就在太乙金仙左右徘徊 然而 让他没想到的是 风神节之后没多久 他就被佛门给抓住了 然后就一直关在一个暗无天日之处 半昏半醒 这段时间 他的实力境界也被佛门用大法力封禁 成为一个小废猴 等到六尔再清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五百年后 但我醒来的时候就听到有菩萨在说 要让我成为成为悉性八十一难中的一难 让我被那叫做宋悟空的猴子打死 六尔说到这里大哭起来 我招谁惹谁了 这么多年 活得小心翼翼 不曾 不曾害过一个人 好不容易熬过了大劫 结果就被抓 再醒来的时候 就说 要把我弄去 给另一个猴子打死 大家都是做猴的 为什么猴与猴之间 差距就这么大呢 六尔猕猴越说越伤心 最后哭得气不成声啊 看来这些委屈早就憋了许久 终于有机会发泄出来了 唐僧沉默了片刻 最终还是忍不住 对眼前这猴子提出一个 发自灵魂的疑问 猴子 你有没有发现 我也是佛门的 而且我就是准备 去西行的那个 哎 六尔猕猴的哭声 戛然而止 他抬头 愣愣地看着眼前的雷灵珠 片刻之后 哇的一声再哭出来 那大师 你现在就杀了我吧 我就是死也不参加那西行 成为西行一难 我连进入轮回的资格都没有 死了还要继续被抓去 到时候又不知道被安排到哪 去当攻击猴 我 我 我招是惹谁了 唐三还是第一次见到一只猴子哭成这样的 觉得这三官都被刷新了 现在就算我杀了你 你也一样入不了轮回 地藏菩萨就在地狱守着 你又忘记了吗 啊 六二猕猴彻底傻了 像是石画一样浪在原地 大师 难道我就只能当个工具猴 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帮你 但能不能成功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六二猕猴双眼一亮 大师你说 只有你愿意听我说这些 只有你愿意说帮我 就算你只是骗我的 也请也请多骗我一些日子 唐三有些意外地看了六二猕猴眼 然后笑了 猴子 我有一个办法 你需要和我演绎出戏 当下 唐三把自己的计划说了 为了安猴子的心 他又把自己从九转天宫中学到的皮毛基础 交给对方 六二猕猴从来没有真正的修炼过 熬了那么多年 熬到了太乙金仙境 却被佛门直接打压 削弱成现在这样 未来哪怕是被佛门拿去当工具猴 也是直接功力灌顶 用完就丢 这是第一次有人真正的传承功法于他 哎呀猴子感动的是稀里哗啦的 六二猕猴善灵听能查理 之前后万物皆明 这猴子的天赋就是如此 万事万法只说一次便可知其前后懂其原理 单从学习能力上来说 六二猕猴是混世四猴中最强的一个 这也就是为何当年红军法不传六二的原因 怕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吗 不过呀唐三不担心这个 六二猕猴听了一遍就把九转天宫的基础给学会了 虽然只是基础 但已经是和九转玄宫八九玄宫一般无二了 接下来就要吃点苦了 等你回去之后好好修炼 任何事情都要你自己的实力够硬才行 明白吗 六二猕猴咚咚咚的给唐三刻了九个响头 师父在上 六二历世永远听你的话 若有为事身死盗销 冤神湮灭 魂飞魄散 哎呀你看这可怜的猴子 没人教没人要 发个誓都说得干巴巴的 但他的诚意与决心却是真的 嗯好 记住你的誓言 更要记住我的话 六二猕猴站起来 一脸的视死如归 哎下一秒 又抽了抽脸皮 哦 师父 你轻点 雷霆珠周围的咫尺鸿蒙一撤 六二猕猴哇呀呀一声吼 转身就跑啊 这八道雷霆就在后面追着 一道接一道的劈在六二猕猴的身上 那雷霆一道比一道重 当真是要置六二猕猴于死地 正因为找不到猴子而心急的观音 一下子就发现了快被劈死的猴子 一个闪身就来到猴子面前 身后佛光一照 就将六二猕猴给保护起来 雷霆珠转身就要跑 终于出现了 现在想跑 哎呀 观音恨得是咬牙切齿啊 伸手就去抓 佛光万万里 须弥画苍穹 时间与空间也在这一抓之下 尽数落入观音之手 虽然不是如来佛祖的掌中佛国 但也相差无几了 观音嘴角勾起一点得意 本尊略是小技 就把你给勾了出来 待被本尊抓住 且看看你到底是何嘴脸 然而啊 观音这覆盖万万里的一抓 却只抓了个寂寞 佛光再强 也照不透那鸿蒙之阁 神通再蒙 也穿不过那咫尺之巨 咫尺鸿蒙 圣人也不可到达 观音想要抓住 被咫尺鸿蒙保护起来的雷灵珠 那又怎么可能呢 嘿嘿 雷灵珠穿手而过 摇摇晃晃的在半空画了个八字圈 然后雷光涌动 凝聚出一只雷电手掌 被雷电手掌收回四指 只露出一根中指 一指晴天 然后啪的一声 消失无踪 好胆 观音看不懂中指 但也知道那是在嘲笑自己 双眼一张 双眼一张 顿时佛光照天下 亿万里普照众生 在千万妖魔痛苦挣扎 天下间亿万生灵 是咚咚咚咚磕头不止 佛光如废滚滚而落 向着长安城压了过去 观音 如来佛祖的声音 如同惊雷一般 在观音耳边炸响 我佛慈悲 佛音从灵山滚滚而下 抵挡整个时空 刹那间 三界众尽是滚滚 佛音普度众生 疏的 佛音一收 所有因果也跟着收回 众生忘记了观音之怒 也忘记了佛祖之音 唯有普度众生四字 久久不曾散去 弟子着相了 观音向着灵山的方向一礼 然后低头看了一眼 半死不活的六尔弥猴 废 他一卷六尔弥猴 先回灵山去了 本集播讲完毕 订阅加关注 下集更精彩 第十一章 大师 你是道门的卧底 唐三试了试自己新得到的土盾术 发现可以配合雷灵珠使用 于是万分满意 本体使用可以一顿万里 粘土就顿 无影无形 只是雷灵珠多少与土盾术有些冲突 以至于不能发挥全功 只能是一顿八千里 唐三收回雷灵珠继续开始修炼 本体继续炼化昆吾八剑 金蝉脱壳的分身却是全力修炼 日子很快就到了三月三 草长应非柳绿花繁 长安经历了冬月的妖邪作祟事件 又经历了雷灭群妖宝平安事件 终于又太平了下来 唯一不太平的是堂皇 爱卿 你快快想个办法 再这样下去 朕命不久矣 唐皇一脸苍白地看着魏征 长安城的妖魔没有了 但唐皇每天的梦里却是群腰晦翠 这些梦里的妖精也不直接伤害唐皇 只是使劲闹腾 时间一久 唐皇睡不好 吃不香 连造小人都没了兴趣了 哎呀 人生是索然无味啊 魏征道 陛下 此乃佛祖告诫 非得有取经人悉行方可破 唐皇更绝望了 你当朕不知 但那玄奘法师就是不出关 朕能如何 菩萨点名要玄奘法师去西行取经 难不成朕还要换一个不成 魏征双眼一翻 既然如此 那陛下只有心无杂念 方可安定 耻美王两不敢伤害陛下 陛下只需无视便可 唐皇直接就扑上去抱住魏征的大腿 爱情 朕做不到啊 陛下 还请体面一些 放手 陛下 快快放手 陛下 堂堂天子 往臣的官跑上吐口水 这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魏征好不容易把堂皇甩开 无可奈何的道 既然如此 那 臣就去与玄奘大师说说 当天下午 魏征独自一人来到唐三的陈房外面 没带一个亲兵 不带随从 魏征 向玄奘大师 见礼了 唉 唐三在陈房之中睁开眼 长长地叹了口气 玄奘法师 魏征 有礼了 魏征见陈房里面什么动静也没有 于是再一次开口 唐三念头一转 把雷灵珠给弄到了魏征脚下 招呼了三声都没听到唐三的回应 魏征不由的上前一步 就这么一步 魏征就觉得眼前一画 一阵天旋地转涌上心头 等到稳定之后 再定眼一看 呃 魏征当时就傻眼了 他发现自己居然在唐皇的寝宫当中 这个不是重点 这寝宫他也来过多次 并不奇怪 重点是唐皇正在和妃子 哎 造小人 这 陛下 你不是说人生索然无畏 连造小人都没了兴趣 所以不想上朝了吗 来人啊 呃 唐皇那高八度的尖叫 吓得未争就是一个哆嗦呀 陛下 还请体面一些 陈长文 君王临危不乱 泰山崩于前 而面不改 哎哎哎 陛下 吐口水就是你的不对了 哎呀 等到魏征好不容易狼狈地逃出唐皇寝宫 整个人都是狮的 定是这玄奘法师捉弄我 不行 我还得去找他理论 说完魏征回家换了衣服 又来到金山寺 这一次他保持与禅房的距离 大声道 大师 魏征诚心前来求教 你不理也就罢了 为何还要捉弄魏征 以唐三现在的实力 沈念一扫就知道魏征经历了什么 当时也就喷了 不错魏征大人 你刚才玩的这么刺激啊 就在此时 唐三的眼前又出现几行字 检测到魏征 有强拆金山寺 逼宿主出关的念头 你有以下选择 一 不理会魏征 让其强拆金山寺 之后答应西游取经 可获得 久久红云散红葫芦 二 说服魏征 让其打消强拆金山寺的念头 可获得一件先天灵宝 唐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项 魏征大人 西行取经 贫僧其实早就应允了 只是现在还不到时候 哎呀 魏征一听唐三开口了 也是激动得眼泪都要落下来了 玄奘大师 那你认为何时方是时候 唐三想了想 做出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嗯 十年 喂 魏征无语啊 玄奘大师 魏征是认真的 唐三心道 说我也是认真的 十年已经是冒了极大的风险了 魏征大人 你是打算拆了金山寺 从而逼贫僧西行吗 嘶 魏征心头一惊 不知唐三是怎么知道自己心头所想的 唐三继续道 魏征大人 你若强拆金山寺 贫僧确实只能西行 但如此一来 贫僧势必记恨 大人想过这样的结果吗 嘶 魏征心头又是一惊啊 但又马上到 哈 大师是高僧 定不会如此 贫僧只是僧 而非佛 况且佛也会发怒 否则为何唐皇会被妖魔滋扰梦境啊 嘶 魏征无语啊 不错 这和尚说的好有道理啊 唐三这才道 魏征大人 若贫僧可以让唐皇梦境不再被滋扰 你可否再给贫僧一些时日啊 魏征想了想 也不愿意和唐三撕破脸 只能点头 如果真是这样 也不是不可以 话说完 就见一张符纸从陈房之中飞出 落到魏征手中 魏征一看 发现那符纸之上金光溢溢 温暖 却在手中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安心感 虽然还不知道效果 但魏征已经感叹起来 啊 那是果然是高僧 自奈何等标普 魏征好回复陛下 九九悬心符可破九九八十一种妖灵邪碎 当可保陛下安心 魏征 我去 这位高僧你等会儿 你是和尚啊 你是高僧啊 你给我这样一张道士符 真的没问题吗 魏征大人 相信贫僧 这符有效 大师 你实话告诉我 你是道门派的佛教中的卧底吗 别唐三无语啊 魏征大人 你放心 这符纸一定是有效的 最终 魏征还是把那九九悬心符 给贴到了堂皇的寝宫之中 当天夜里 堂皇睡得非常的香 之后的所有夜里 他都睡得很香甜 根据事后一大群痴魅王俩的回忆 那一夜 他们遇到了相当可怕的经历 但所有经历都不愿详细提起 懂得都懂 不懂得我也不能说 不要乱问 自从观音连着催促唐僧的计划失败之后 佛门暂时收了起来 他们准备来一波大的 观音在得到如来的允许之后 准备直接动手了 之前都是小打小闹 现在菩萨要来詹阁的了 菩萨来到陈房之外 金蝉子 既然你已经恢复记忆神通 那么是时候出来接受天术 悉行取经了 唐三早就知道 自己这样来回折腾 佛门定会把自己 往金蝉子恢复记忆方面去想 想了想 他很干脆地回答 不 哎呀 观音脚下一歪 强忍怒气 为何 金蝉子 你想要背叛佛门吗 这个罪名绝对不能坐实了 唐三自然是立刻反驳 当然不是 贫僧又怎么会背叛师门呢 佛说人人皆是佛 何为背叛一说啊 观音知道金蝉子的佛力 比自己还高 也不和唐三争辩 直切话题 那你为何不去取经 唐三道 佛曰我有法一葬谈天 论一葬说地 经一葬杜鬼 三葬共计三十五部 一共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 乃是修真之经 正善之门 可对呀 观音傲然笑道 那是当然 三葬真经可渡天下 广大佛光 普渡众生 金蝉子 佛祖将这个任务交给你 就是送你一场大造化 正是如此 贫僧自然就要认真对待 若是没有准备好就去取经 岂不是心不成 心若不成 还如何取经啊 菩萨 待贫僧实力恢复 再前往西天取经 这才显得对三葬真经的重视 难道不是吗 哎 观音顿时哑口无言 心里却是已经在咆哮了 都知道西行取经就是一场秀 八十一难是天术考验 但我们可以在里面做手脚吗 就算你肉体繁胎 也不会真有危险 你怕什么 但观音不能把这话说出来啊 不然到时候天术变化 搅乱因果 这个罪过观音可担不起 观音终于放弃说服 冷哼一声 既然如此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菩萨转身就走 不带走一片云彩 等观音一走 唐三又继续开始修炼 他的面前摆着一盏小灯 那灯盏是个金乌暴日的模样 灯口处有一点翠绿火苗 但这小灯却并没有给 陈房内带来任何光明 相反 陈房中本来的光线 却似乎要被这小灯 给吸进去一般 小灯有规律地律动着 每一次律动都会把房间中的灵气给改变 化为两仪 加速唐三的修炼速度 这就是之前忽悠走了魏征之后 得到的先天灵宝 翠光两仪灯 此宝是上古天庭 东黄寝宫之物 这灯照之下 入得其中 一念画万念 光影一照 认识法力多强 人也要迷迷糊糊 一不小心就被两仪灯炼化了 而这灯更是能将灵气转化两仪 灯的主人如尽其中修行 异常迅速 还有不少说不出的好处 唐三自有小千世界之后 就可以不依赖金山寺周围的灵气 配合鸿蒙巨灵阵就有二十倍的修行效果 再有了金蝉脱鞘的神通之处 本体和分身同时修炼 两不相误 这就等于有了四十倍的修炼效果 现在又有了翠光两仪灯 再次翻两倍 这下子就有了一百六十倍的修炼速度 比之前使用百倍修炼卡还要快 更妙的是那翠光两仪灯的妙用 还可以让唐三加快炼化元神之中的昆无八剑 一旦炼化那就是一元会的法力啊 唐三心无旁骛继续修炼 却说观音和唐三最后的谈判失败 这就准备出手了 唐三继续在金山寺内修行了一个月 却突然感应到了陈房外面的情况 有些不对 检测到佛门正式对宿主展开逼迫 金山寺已经被放入佛国空间 你有以下选择 一就此出关 参加西游 可获得掌中佛国 二坚持一月不出关 并且不暴露自身实力 可获得后天至宝 五光石 啊 这佛门要开始动真格的了 不过至少还记得把我拉到佛国 我还以为他们真的要当着凡人的面下手呢 佛国是佛门大能都有的能力 一种空间系的神通 主要用于攻击和困人 最高级的就是如来的掌中佛国 不过也有另类发展的 比如燃灯古佛的二十四诸天 唐三不知道这困住自己的佛国到底是谁的手笔 反正他也不打算出去 我就不信 你们的佛国能比咫尺鸿蒙还要厉害 唐三心念一动 就重新排列了陈房之外的咫尺鸿蒙 眨眼之间就有数百道悬傲莫名 迷迷蒙蒙的微光在陈房外面一闪而过 然后消弥于无形 正在陈房外面看着这一切的观音弥勒 各方罗汉全都是脸色一冷 果然是空间里的神通 弥勒拍了拍自己胖乎乎的肚子 我已确定 金蝉子已经恢复记忆神通了 金蝉子身为如来的二弟子 不但佛法高深 因为本身是六尺天蝉 所以极为擅长空间类神通 观音在一旁心中吐槽 本尊都已经确定了 你们还非得再来确认一次 肚子一举 但面皮上却是一脸恭敬 弥勒佛祖说得对 那我们可以开始了 周围的众罗汉立刻就一拥而上 开始念经 既然金蝉子你不出来 那我们就把你强行度化了再出来 变佛法这种事情 不可能做的 一辈子都不可能做 这灵山上比金蝉子佛法高深的有几个 总不能什么事都让如来佛祖亲自出马吧 既然如此 那就强行度化 众罗汉摆出佛光大阵 口诵佛经 身要佛光 只见佛光蔓延亿万里 形成佛国妙像 又见地永金河 合开佛连 再有八部天龙绕行陈房 观音向弥勒一点头 也加入其中 就听得谈波罗蜜音 波罗波罗蜜音 慈悲音 智慧音等妙音升起 层层叠叠向那陈房压去 管你金蝉子有什么神通 全都要臣服在这佛门妙音之下 下一夕 轰隆隆的轰鸣之音 还未到陈房 就彻底消失了 好像被时空长河吞噬 没有半点声息 一时间 众罗汉全都瞪大双眼 满脸的不可置信 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乌醋 见鬼了 可以度化大罗金仙 瞬间传遍三界的佛门妙音 竟然连禅房都传不进去吗 莫非他们早上都忘记吃饭了 哦呀 尼勒大惊啊 从来不停的摸肚子的动作 都停了下来 第十三章 如来大惊 难道道祖插手了 咫尺鸿蒙最顶级的空间类防御神通 正所谓相隔咫尺 如同横根鸿蒙世界 哪怕圣人亲至 也难以摸到你的衣角 凭你佛光亿万里 妙音万万重 也穿不透那鸿蒙之隔 道不了咫尺之暗 哦呀 弥勒佛祖无语 观音无语 众罗汉也无语 什么情况 弥勒张大了嘴 观音 这就是金铲子的神通 观音无奈地点头 正是如此 弥勒双眼之中 佛光一闪 这佛光大阵只是一个统称 就和佛国一样 佛门中的佛祖菩萨都会一两手 刚才观音主持的也算是一种佛光大阵 现在弥勒准备亲自上场了 观音点头退下 但在退下之前道 弥勒佛祖 还请留力 若真的把金铲子彻底度化 这取经之位 就要起变数 要是彻底度化 以金铲子的跟脚 那就直接成佛了 接下来的西行还怎么玩啊 弥勒自信一笑 这是小义成见 这个顽图知晓过错便是 不过涌出虔诚法力之一二 不等啥 观音不再说什么 退到一边 众罗汉打起精神 再一次凝聚其法力 弥勒拍着肚子 口称一声佛号 煞时之间 亿万道佛光绽放出来 佛光如流 汹涌无尽 但没个卵用 任佛光再胜 妙音再强 那禅房之外的咫尺鸿蒙 就是窥然不动 弥勒和众佛忙碌了七日七夜 什么效果也没有 观音在一旁犹豫了七日 最后还是忍不住道 弥勒佛祖 不如你用上百成法力之一二试试 弥勒抽了抽嘴角啊 他早就用上十成功力之一二了 这观音是来气自己的吗 不动气不动气 本佛祖手段还堵止呢 这禁禅子在顽骨 又能逃得出本佛祖手段不长 弥勒双眼之中 佛光涌动 化为万字真言 又升佛国众像 于是那禅房之外 幻生幻灭 来往反复 这正是弥勒佛祖度人之心咒 若有闻此咒一字者 亦不落三恶道 亦不入胞胎而生莲花中 众罗汉一见弥勒佛把弥勒心咒都拿出来了 又岂会不用力 立刻用出全身解数 越来越多的佛光化为细丝 心咒化为心锁 层层叠叠 无穷无尽 整个禅房已经被围得 滴水不入 豪光不屑 观音大惊啊 弥勒佛祖 如此会伤了金蝉子 弥勒佛祖却是哼了一声 万佛祖啊 似有分寸 他拍着肚子的手停了下来 翻手一盖 梦隆隆 整个佛国都震动了起来 陈房之中的唐三睁开双眼 原来这里就是弥勒的佛国呀 弥勒心咒都用出来了 也是拼命了 唐三把禅房外的咫尺鸿蒙 再一次做出微调 嗡音 就听得一声低沉的轰鸣 并非禅房发出 也非咫尺鸿蒙发出 而是那弥勒心咒和亿万佛光 瞬间失衡发出的轰响 下一刻 心咒佛光妙音 全都消失得干干净净 什么都没有 就如同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众罗汉口喷筋血 跟下饺子一样的落了下来 刚才那一下让他们体内的佛法沸腾反噬 若不是大部分反噬被弥勒佛祖给承担下来 众罗汉还会更惨 吃了六成反噬的弥勒佛祖 现在是真的笑不出了一张脸如同金纸一般 全身的肥肉不停地颤抖 要不是观音在一旁 弥勒现在就打算躺下了 观音犹豫了一下 最后摆出了一个公事公办的表情 弥勒佛祖 你可看出那空间神通到底是什么跟角 弥勒双眼突出啊 喘了半天才到 不是锦缠子 绝对不是锦缠子 此事大有蹊跷 我们回去与如来佛作讨论一番 观音心道 来的时候你不是说这就是一件小事吗 你不是说千尘法力之一二就可以搞定吗 弥勒佛祖说得对 弟子也觉得当事如此 观音继续一脸公事公办 弥勒把佛国一收 然后带着众罗汉和观音 一起回灵山去了 谈访里的唐三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嘿嘿嘿 又呼又走一次 你们最好多讨论一些时间 直接拖足一个月 我就又有收获了 天上一日地上一年 你们一定要多多讨论啊 唐三继续开始修炼 弥勒和观音回到灵山 把情况说了 把锦缠子就是全城时期 也挡不住我的心者 怎么现在就如此之强 定是有人在后面做了手脚 弥勒拒绝承认自己的失败 那失败那是不可能的 一定是有人使用了奸计 如来佛祖坐在连台之上 掐着一算 却发现什么也算不出来 卫士一般手脚 天际不曾有异动 众佛众菩萨都是面面相去 这天际不曾有异动啊 这怎么可能啊 金蝉子现在明摆着不听话 要是没有异常怎么行啊 但要是天际被屏蔽了呢 谁能做到呢 屏蔽天机还能让弥勒心咒 无法发挥任何作用 真相只有一个 圣人 文殊菩萨道 难道是女娲圣人 金蝉子与女娲圣人有些联系 也就是说女娲圣人最有嫌疑 普贤菩萨道 也不尽然 也有可能是三清圣人 他们当年 收口 如来佛祖一声喝 立刻让众菩萨住嘴了 有些话是不能直接说出来的 欢迎 你且去继续盯着金蝉子 不要轻举妄动 等我变明之后 再行动 如来佛祖最后决定 还是求教场外观众 不不对 是去问问自家的两个圣人 如果真的是三清圣人 或者是女娲圣人出手 那也就只有接引准提两位圣人 可以对付了 等到其他菩萨离开 如来佛祖立刻前往 接引准提的道场 修行中的接引准提睁开双眼 眼中佛光涌动 圣人之意 是哪位圣人 如来摇头 弟子不知 正是前来请教两位老师 接引和准提眉头一皱 最近三清圣人 和女娲圣人 都不曾有半分异动 如来一惊啊 不错 若不是三清圣人 和女娲圣人 那还能有谁呀 若不是圣人 难道是道祖吗 第十四章 被耍了的三个菩萨 准提摇摇头 敬声 老祖并不会如此 红君并非天道 但天道即是红君 而天道不会如此做 如来低下头 两位老师所言即是 那弟子先回灵山了 准提诞声道 梵青圣人和女娲圣人 我会盯着的 哎 如来等的就是这句话 行一个吉礼之后 如来转身而去 准提这才看向接引 师兄 难道真的是三清 或者女娲在做手脚 吉隐眼中闪过一丝阴霾 自从三清被道祖服下允圣丹 就再无作为 但不可大意 至于女娲圣人 金蝉子与她有些渊源 也有可能 所以也不可放松警惕 准提道 明白 如来回到灵山 下令由观音 文书 普贤三个菩萨一起出马 自从把弥勒佛祖给坑跑之后 唐三安心修炼了一个月 哎呀 这仙人和凡人的时间差 此时显得是如此可爱啊 唐三睁开双眼 右手掌心之中 多出一块五彩宝石 此时 非金非月 非铁非木 更非鸟兽所属 乃是灵气凝聚而成 正是后天至宝 五光石 这五光石 是风神节时期 邓禅玉的宝贝 一出手 百发百中 砖打人脸 快如闪电 无法躲避 现在我的境界 也提升到了地仙巅峰 只差一步 就可以成为天仙了 唐三满意地点点头 但又立刻燃烧起 新的斗志来 哎 天仙也不过就是 刚刚起步而已 还需要继续努力啊 时间又过去一旬 唐三体内的灵气法力 凝聚到了极点 然后 那与天地之间的间隔 就被捅破 强大的灵气冲销而起 化为白光 笼罩整个金山寺 地脉之灵随之鼓动 形成层层叠叠的光运 向四面八方刷去 就在此时 突然间那白光发生变化 眨眼之间化作 佛光千万里 金花涌现 妙音连连 长安城中的阴霾之气 被佛光一扫而空 暗处的痴魅王两 不是被超渡 就是被烧成了飞灰 百姓恶然四顾 却发现自己体内的旧疾 在迅速的好转 腰不酸了 腿不疼了 一口气打倒 隔壁老王也不费力气了 再看向金山寺的方向 却是佛光普照 佛影重重 有一座大佛端坐其中 左右菩萨微笑 四周罗汉低吟 佛祖显灵啊 是玄奏大师显灵才对 玄奏大师 就是佛祖的弟子嘛 没事 没事 于是全城欢呼 百姓叩拜 半空中 观音文书普贤三位菩萨 哎呀 齐齐地抹了一把冷汗呢 这个金蝉子好身大胆 恢复记忆神通 却居然修行玄门道术 还把佛门放在眼里吗 观音是双眼横煞 文书轻壳一声 观音 金蝉子本是妖族 修行之初 必然是以玄门道术为先 绕不过去的 哎呀 观音脚一歪 差点掉下云端呢 他忧愿地看了文书一眼 道 保护金蝉子的那道空间神通极为怪异 居然连他近身突破时的灵压都改变 我没有看出来他在什么境界 二位如何 文书和普贤也是摇头 他们刚到没多久 正在商量如何下手的问题呢 就突然见到一道灵光打过来 我当场就把普贤菩萨冲了个跟头啊 要不是立刻就发现那灵光是近身突破时的现象 普贤都要大喊抓刺客了 一见唐三突破 三个菩萨立刻化灵光为佛光 不惜损耗法力来展现佛技 也算是为佛门做了一波宣传吧 观音道 二位 我们先把金蝉子抓到佛国来 再行手段如何 文书道 当是如此 否则在凡间耽误时间太久 错过天数变化 那可就不妙了 说着三位菩萨一起发力 将彼此的佛国联合在一起 再一次把唐三的禅房给拉入到佛国之中 禅房中 唐三眼前再一次出现几行字 检测到宿主修为已达到天仙境界 你有以下选择 一 出关开始西游 可获得先天灵宝 魂元锤 二 继续闭关 努力修炼 可获得枯木逢春神通 唐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种 立刻一道神念入了元神之中 稍一思量 唐三就笑了起来 嘿嘿 枯木逢春神通 原来是当年木之祖 乌俱芒的神通 拥有极为强大的在生能力 哪怕是枯木也可以逢春再活 唐三的神念又探出禅房 发现又被拉到佛国之中 叹了口气 哎呀 这三位菩萨也真是阴魂不散啊 说话间 三位菩萨已经开始了 当年封神节的时候 佛门可是捞到了不少好东西 只见文殊菩萨寄出一个葫芦 那葫芦飞到禅房上空 一到就见无边的大火 向禅房烧了过来 唐三仔细一看 有些愕然呢 哎 太阳真火 这葫芦是什么来头啊 难道佛门当年把地君和太医的残灵 给收藏起来了 不对呀 应该是路鸭 路鸭是第十金屋 又是现在的大日光明佛 屋朝禅师 定是他的手段 唐三没有猜错 这葫芦里面装的正是路鸭的太阳真火 太阳真火形成了一片万里火海 从四面八方向陈房烧过去 这太阳真火无物不烧 就是空间也可以烧破 三个菩萨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要用太阳真火把唐三逼出来 太阳真火越烧越近 似乎已经烧到了陈房之上 观音一看大喜 有用 金蝉子这空间神通虽然神妙 但却无法阻挡太阳真火 普贤微微一笑 这样就可以让金蝉子出来了 观音一声佛号放声道 金蝉子 开门出来吧 要不然被这太阳真火烧到 那可就不好看了 陈房外的灰蒙保护似乎终于挡不住 整个蝉房都烧了起来 金蝉子 这一次不信你还不出来 观音得意地冷笑一声 普贤提醒道 莫要真的伤到金蝉子 让他吃些苦头才知道我佛厉害 观音却有不同意见 文书点点头 催动葫芦 就准备好好教训一下唐三 而下一戏 连葫芦带太阳真火 全都没了 无错 三个菩萨愣了一下 然后三张脸同时涨得通红啊 被耍了 金蝉子的神通根本不怕太阳真火 之所以佯装不敌 完全就是为了让文书控制着葫芦靠近 然后借机把葫芦也给抢去啊 第十五章 菩萨都是好人呐 禅房之中 唐三看着手里的葫芦是乐不可知啊 真正的法宝肯定没有办法这样抢过来 但这葫芦并不是文书的法宝 只是一个临时的装备 鲁鸦不可能把自己的太阳真火随便给谁 这葫芦里的太阳真火也就能用一两次而已 如此一个葫芦与文书并没有原神连接 所以唐三只需要把直尺鸿蒙的笼罩范围扩大一点 就可以抢过来了 隔着鸿蒙 文书就算有圣人的法力 也不可能把这与原神没有联系的葫芦给叫回去 这三个菩萨气得脸红啊 对视一眼 又同时各自拿出一样东西 观音拿出的是一个和自己的羊脂玉镜瓶相似的瓶子 文书拿出的却是一把紫光闪烁的小方锤 土贤则是拿出一面八宝琉璃色的镜子 哎呀 观音是银牙暗咬啊 金蝉子 既然你冥顽不灵 那就不要怪我们了 蝉房里一点动静都没有 唐三很清楚 这个时候什么都不说 日后才有台阶下 所以他继续沉默 观音见唐三没有回答 发出一声赤 手中的瓶子就倾倒下来 就见无数九天弱水从瓶子之中落下 化为万里海潮 怎起千丈巨浪向着蝉房拍去 红龙 红龙 文书手中的小方锤一举就有数百到百米粗的紫色雷霆披向了蝉房 那紫色雷霆撞上弱水之韬的时候居然直接融入其中 变成无边无尽的电网笼罩下来 观音手中的瓶子与之前的葫芦一样 只不过是个暂时装东西的玩意儿 甚至算不得法宝 但瓶子里装的却是鼎鼎大名的九天弱水 那九天弱水处之则腐蚀肉身毁灭真灵啊 大罗金先沾上一滴也难逃化为飞灰的下场 然而九天弱水却并非主力 主力是文书手中那个小方锤 紫电锤 先天灵宝 这先天灵宝啊曾经是通天教主自用的法器 当年通天教主在布置万仙镇的时候 用了大量的宝贝当成阵眼 在万仙镇被迫之后呢 这些宝贝大多被接引准提卷了去 这紫电锤就是其中之一 紫电锤所发出的紫色雷霆有一个特色 那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东西 只要对方没有反抗 就可以与之融合 然后发出更加可怕的威力 于是就有了那弱水雷霆亿万里 无边电网落九天的可怕一幕 弱水也好紫电也罢 全都是针对空间的攻击 至于普贤手中拿的镜子 名为佛式金光镜 是如来炼制出来的一个宝贝 镜光一照就可以度化一人 只要禅房露出任何一点破绽 普贤就会出手 金蝉子 我看你出不出来 观音的声音盖过了雷霆的轰鸣 文书道 金蝉子 你就出来吧 你的神通虽然厉害 但法力消耗肯定巨大 现在弱水之海 已经封闭了你的蝉房 让你无法再吸收灵气 恢复法力 你又能坚持多久呢 只要你出来 之前的事情既往不咎 该是你的果位 还是你的 蝉房里面一点动静也没有 观音眉头倒数 法力催动 让那弱水惊涛再卷起万丈之高 然后轰隆隆地重重落下 我们可以在佛国之中恢复法力 三者轮番出手 难道还把他逼不出来 不用再多费口车 逼他出来 文书和普贤对视一眼 点头同意了 三个菩萨的法力自然是浩如烟海 催动法力轮番攻击 弱水三千无尽处 雷霆万道 金光线 这一轰就是整整十年 没日没夜无休无止 然而蝉房就是窥然不动 终于在三位菩萨都有些累了 准备停下来看看情况的时候 那蝉房之中有了新的动静 一道灵光冲出化为天音神庙 阴云玄傲 呜 观音差点一头栽到弱水之中啊 我去 我们封闭灵气 封闭四方八荒 弱水轰了十年 雷霆炸了三千六百日 我们身为菩萨都勒个半死 金蝉子你没个动静也就罢了 你你你居然晋升了 哎呦 文殊菩萨手里的小方锤 直接就砸脚面上 当时脸就绿了 普贤菩萨抱着金光镜全身哆嗦呀 一副见鬼的模样 金蝉子啊 知道你天赋极高 但你要不要高到这种程度啊 你居然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晋升啊 佛祖在上啊 这还能不能好好玩耍了 尘房内唐三睁开双眼 舒服地伸了个懒腰 哎呦啊 终于到了真仙境 九转天宫也已经完成第一转了 喵啊 有直尺鸿蒙保护 禅房之中根本不会受到任何打扰 至于说灵气 嘿 小千世界了解一下 鸿蒙巨灵阵了解一下 哎呀 菩萨真是好人呢 就这么让我安心闭关了十年 唐三满意地点点头 吐出一口浊气 伸手一招就把雷灵珠给招到了手中 发现其上果然多了一丝紫芒 虽然极淡 但确实有 在紫电攻击的同时 唐三就把雷灵珠给寄出 藏于陈房高空 让雷灵珠吸收紫电锤中的紫电精华 现在这雷灵珠之中 已经染上紫电的一点精华 虽然不多 但也为日后进化打下了基础 检测到宿主 静身针仙境 且成功无视三位菩萨的干扰十年 主动闭关成功 可获得水灵珠 呜呀 唐三立刻就笑开了花了 水灵珠记起 立刻就开始过滤九天弱水之中的精华 将这些精华汇聚起来 在继练入之前得到的 贡弓断玉钩中 这就可以加速炼化贡弓断玉钩了 唐三再一次发出感叹 哎呀 三个菩萨都是好人哪 陈房外 唐三晋升之后 那陈房就重新没了动静 安静的就像是什么事情 都没发生过一样 你三个菩萨是面面相去啊 一时之间都没了办法 最后普贤菩萨一声长叹 哎 回去禀告佛祖 我们又失败了 观音不甘心地道 若是能真出手 这精华子 文书苦笑一声 嗨 且不说是否真的出手有效 就算是有用 观音你也不能真的出手啊 这金蝉子要是要是给死了 当如何是好啊 普贤小声道 观音没有忘记了 西行结束之后 金蝉子是要归佛位的 观音面皮一紧 只能把弱水一收 然后把蝉房放回原位 跟着文书普贤回灵山去了 唐三发现蝉房回归原位 一算时间 发现仅仅过去十天 心中大乐呀 哎呀 三个菩萨都是好人哪 唐三又安静了一个月 安心修炼 现在他已经是真仙初阶了 修为越高 小千世界发展越好 提供的灵气也就越多 哎 可惜了 要是菩萨再把我 关到那上佛国里面几百年 那就好了 哎呀 这在人间修行的速度 就是慢了些啊 自从发现在佛国修炼十年 人间界却只过去十天之后 唐三就天天念想啊 可惜啊 目前他不会这门神通 哎呀 佛门的好菩萨 你们什么时候再来呀 唐三从一开始不想佛门出现 到现在盼着菩萨过来 这心态变化也是相当微妙的 时间过得飞快 春去东来 一年时间眨眼就过去了 佛门没了半点动静 这让唐三有点意外了 难不成佛门这是放弃了 也好 管他的呢 继续吧 唐三以指齿鸿蒙 护住整个禅房 继续闭关 修行无岁月 唐三再一次睁眼的时候 却震惊地发现 时间已经过去了五百年 我去 这情况不对呀 虽说修行无岁月 但他现在仅仅是针鲜 一次闭关不可能长达五百年呢 更何况他还每隔一日 需要使用一次金蝉脱鞘啊 以便可以用分身加速修行 这一次修炼周期 他只用了三次金蝉脱鞘而已啊 再推算外面的时间 却已经是五百年过去了 唐三用神念扫过陈房之外 惊讶地发现 金山寺早就没了 只有一间孤零零的陈房 立在山头 十里之内一片荒芜 唐三再把神念寄托在雷灵珠上 一个土盾来到长安城 却发现这里早已经是一座废墟了 雷灵珠在咫尺鸿蒙的保护下隐身起来 在长安城废墟之中转了三圈 一直到夜幕落下时 这才终于发现一点活物 啊 大概是活物 一些干瘪如枯骨的人 行如枯骨骨步履蹒跚 双眼绿光盈盈 四人非人十人 这些东西在长安城的大街 小巷徘徊 互相攻击互相吞食 雷灵珠来到长安城的皇宫处 在那残垣断壁之间 发现有无数带有黑褐色的印记的刻字 那是指甲在石头上抓出来的 曾经也被鲜血染红 但此刻鲜血已然褪去 无人前往西天取经 民不休得要挟作祟 无佛庇护 无光普照 民不休得要挟作祟 玄奘不取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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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房之中 唐三眯起双眼 嘴角慢慢地勾起一个讥讽的弧度 他把雷灵珠收回禅房 双眼一闭继续修炼 这一次他用咫尺鸿蒙 把外面所有的信息都暂时隔离 时间由自己计算 佛门果然是玩心理战的高手啊 之前差点被他们骗了 唐三慢慢地梳理起来 还好有小千世界作为时间对比 元神之中还有昆吾八剑 金蝉脱鞘也可以辅助计算时间 不然就上当了 唐三把所有的幻象全都甩开 继续开始修炼 佛都是很有耐心的 但是你们的法力有吗 尘房之外一片荒芜 说的在万里之外 弥勒佛祖出现在云头 金蝉子 这一次看你出来还是不出来 这一次的毒计正是他想的 在观音三位菩萨失败之后 弥勒认为需要一点很辣的手段 哪怕是坏了金蝉子的佛心 只要能把这个家伙逼出关 那也是好的 最多以后多加补救就是了 其实这个点子不光弥勒能想到 如来自然也能想到 观音等菩萨也能想到 只是能说出来的只有弥勒罢了 当时弥勒就用佛国 把整个金山寺给围了起来 但却又将佛国与外面同步 表现出什么异样都没有的样子 唐三专心修炼 自然就没有发现 等到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弥勒的毒计就施展出来 金山寺凋敝 长安城化为废墟 凡人成为鬼怪 万里废土荒野无边 这一切都是没有取经的错 若禅房里的真是金蝉子 那定是会受到影响 惊慌之下直接冲出禅房 也是有可能的 只是禅房里面的是唐三 而且唐三有太多可以效对时间的手段了 哪里会上当啊 还用人 那就让你知道本佛的厉害 弥勒眼中闪过一丝绿色 心念一动就见长安城那些石人的怪物 全都向陈房涌了过来 在那金山寺的废土之中 更是爬出了无数和尚打扮的干尸 当前一人正式发明 玄子 玄子 都是你不取取经 你害了我们 你害了我们 一群干尸和尚用沙哑的嗓子大声吼叫着 就见禅房之外 鬼影重重阴风阵阵 怪物越来越多 只是行走之时发出的摩擦声 就害人至极 禅房内 唐三无聊地打了个哈去 这弥勒还真是一个三流导演呢 这么垃圾的片子也拍得出来啊 在佛国之中弄出这样的东西来 压力一定不小了 弥勒导演 你努力吧 弥勒发现 禅房里依然没有半点动静 这让他的脸色极为难看 佛国之中弄出痴媚亡粮 要挟鬼怪 地狱圣景 这远比正常使用佛国的压力大多了 禅禅子 汉干如此久啊 本佛饶不了你 弥勒心中暗恨 念头一转 开始加速佛国之中的时间 既然你想闭关 那本佛就让你闭关个故 疯了一样的怪物扑来 在禅房外面形成一个巨大的人壳 也不靠近直尺鸿蒙 只是围了个水泻不通 所有的怪物全都在碎碎念 发出恐怖的干嚎 这是打定主意 要把唐三从禅房里反出来 只可惜啊 咫尺鸿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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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鸿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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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加速了 如今已经是真仙的唐三 已经可以感觉到时间流速的变化了 哎呀 弥勒导演也是个好同志啊 继续加速 不要停啊 这一次是十年还是百年呢 最好是个百年 唐三几乎要乐死了 佛门的人使用佛国的时候 往往会习惯性地使用时间加速 因为这样可以把困于佛国中的目标的心智 以最快时间打掉 但是若是目标就是想多点时间修炼呢 若目标本身根本不缺灵气 而且还能完全不受佛国之中所有变化的影响呢 弥勒从最简单的心象换生 变成了最粗暴的折磨 那总之就是和唐三叫上了劲了 唐三看了一眼万里云端之上的弥勒 笑了 弥勒导演加油啊 你行的 第十七章 金蝉子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弥勒终于发现 自己又失败了 虽然心头不甘 但他只能把佛国给收了 这弥勒实在是太小气了 居然只给了三年时间 堂堂一个佛居然还没菩萨给力 嘘 鄙 鄙视你 唐三对弥勒充满了鄙视 检测到宿主 成功破解弥勒幻想 主动闭关成功 可获得神通七十二变 啊 唐三很满意这个收获 弥勒的再一次失败 让佛门有些坐不住了 定是有人做了手脚 弥勒的胖脸已经完全扭曲起来了 我已经将整个禅房的灵器 感知空间时间完全的封锁 警察子却完全没有反应 那禅房中人 定有什么法宝可以支撑他 弥勒拒绝失败 能打败他的只能是圣人 定是圣人 看着弥勒那咬牙切齿的模样 观音沉默了片刻后道 也许正是某件法宝 把禅房给保护起来 同时也可以给金蝉子提供灵器 如来心中叹了口气 再一次去见了接引和准提 有些事情还是需要 两个圣人批示才可以的 把事情一说 如来道 能挡住 弥勒的幻境 还能 护起一丝波澜 哪怕是全圣时期的金蝉子 也做不到 准提眉头微起 看向一旁的鸡银 自封神节后 原始在与徐公闭关 其弟子损失严重 向来不是他 通天 则被盗族带走 更加不可能 唯一可能的 就只有老子和女娃了 尤其是女娃 最是有可能 师弟 你去盯着女娃 但莫要直接动手 我去看着老子 现在证据不足 一定要有耐心 师兄放心 我知道怎么做 接引这才对如来道 悉行之计 缺一不可 现在 离约定的时间 只有两年 你必须想办法 把金蝉子 从蝉房里逼出来 若是有些伤害 也不重要 此丹你拿去 定可保住金蝉子 说完 接引就将一枚丹药 给了如来 如来一看 顿时羡慕起来了 七巧 伏心丹 凡人伏一丹 可以立正 罗汉果位 金蝉子 哪怕伤得更重 只要定住魂魄 这一丹下去 也会立刻生龙活虎起来 更重要的是 此丹一伏 业力全消 修炼到准圣之前 再无阻碍 以金蝉子的天赋 日后成就 不可限量啊 如来心中的羡慕 只是一闪而过 立刻就将佛丹收起 行了个佛礼 转身而去 回到灵山之后 如来沉声道 摆下千佛阵 日夜度化 观音神色一宁 弥勒则是面露痛快的喜色 其余菩萨则面不改色 这千佛阵呢 当然不是一千名佛部阵 而是以佛为核心 以菩萨为阵眼 赴以数千罗汉成阵 此阵一出 可度天地万物 哪怕孔轩和金蝉大鹏鸟 也是挡不住 千佛阵的日夜度化 如来当下就点了 弥勒 路鸭 孔轩 观音 文书 普贤等等 带了三千罗汉 前往长安 检测到佛门会使用千佛阵 前来度化宿主 你有以下选择 一 出关开始西游 可获得女娲金穴一滴 二 继续闭关 努力修炼 可获得四海瓶 三 瓦解佛门千佛阵 可获得炼妖狐 唐三睁开双眼 眉头跳了一下 啊 千佛阵 听起来就好厉害的样子 女娲金穴一滴 哎呀 真是大手笔啊 不过出关肯定是不会出关的 直接不理 貌似最为简单 而且这个四海瓶 应该是龙脊公主 那个吧 哎 还是选第三个吧 打定了主意 唐三就立刻开始布置一番 佛门每次商量要花费的时间会很长 但真的决定之后 行动起来却是雷厉风行 由露鸭带头 很快就来到禅房之外 照例把禅房往佛国里面一装 然后就开始摆阵了 这一次 露鸭和弥勒的佛国联合在一起 保证不会出现后继无力的情况 佛门有耐心 他们不信花上几百上千年 还把金蝉子搞不定 金蝉子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露鸭的声音带着滚滚的热浪 冲向了禅房 禅房一点动静也没有 露鸭也不生气 一招手 三千罗汉已经摆好千佛阵 各路菩萨入得阵眼 露鸭弥勒孔宣 则立于大阵核心 也就是陈房正上方 露鸭一声佛号 大阵立时启动 就见露鸭的身上 燃烧起了太阳真火 火焰之中 一个接一个的燕光佛纹跳出 形成密密麻麻的经纹 覆盖在陈房之上 这个位置把握得很妙 正是之前已经测试出来的 直尺鸿蒙的距离 还会留有一定余量 孔轩身上则亮起了五色神光 光芒如梦如幻 与露鸭的燕光佛纹交相辉映 威力大涨 弥勒狠狠地看了陈房一眼 然后表情瞬间变得笑容满面 憨态可居 他拍着肚皮 发出哈哈大笑声 就见其口中 跳出一串又一串的佛纹 在陈房外面 形成一层又一层的禁锢 几位菩萨健壮立刻放出菩萨金身 光照亿万里 佛音如雷又似雨 似远又似近 三千罗汉盘腿坐于外围 法力连接在一起 形成一张天罗地网 如同一个巨大的反射穹顶 将所有溢散的佛光妙音 又全都反射回来 千佛阵 无不可度化者 十日之后 那保护着禅房的咫尺鸿蒙 所形成的隐约之物 开始出现一丝丝连依 又过了一个月 那连依已经扩大到肉眼可见的地步 哎 有门 路亚满意地露出笑容 身上的佛光佛纹变得更多 更腻 一年过去 连依已经变成细浪 十年过去 细浪化为波涛 一百年过去 波涛变成海啸 两百年过去 海啸沸腾 寸寸瓦解 居然燃烧了起来 哈哈 井蝉子 你终还是要出来的 弥勒大笑 更卖力地拍着肚子 笑声更大了几分 三百年过去 整个禅房之中已经开始瓦解 似乎下一刻就会彻底地瓦解 隐隐约约可以看见 那瓦解的禅房缝隙里面 有一个僧人正在苦苦支撑 第四百年 第四百年 禅房已经彻底消失 只有一轮摇摇晃晃的灰光 保护着唐三 第五百年 哼 一声 巨响 第十八章 路亚被自己打脸了 巨大的爆炸声掀起害人的冲击 就见佛光化为怒涛倒卷而至 首当其冲的路亚弥勒孔宣自然无事 远一点的观音等几位菩萨也可挡住这冲击 然而那最外围全身心维持千佛阵的罗汉们 顿时是人仰马翻 轻则鼻青脸肿 重则吐血三生 那冲击之中有太阳真火的力量 还有孔宣的五行神光 哪里是这些罗汉可以轻易挡住的 不好 难道金蝉子那家伙自爆了 路亚心头一惊 虽说让金蝉子受点伤也无所谓 但要是炸得尸骨无存 元神消散 那乐子就大了 路亚立刻用法力将周围躁动的能量 全部镇压下来 同时深吸了一口气 把所有的燥热都给吸住 孔宣也招来一阵狂风 把那蝉房位置的烟尘吹散 再一看 路亚当时就一口热气全都喷了出来 形成了百丈烈焰 熊熊燃烧 金蝉子 你竟敢细弄本服 出现在路亚面前的是一间完好无损 没有丝毫变化的蝉房 而路亚可以百分之一万的确定 之前这蝉房已经烧成灰了 恢复一间凡人居所并不难 地先以上的实力就可以做到 但只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只有在一开始 就完全挡住所有的攻击 才有可能把那蝉房给恢复 否则被路亚的艳光佛文烧掉的蝉房 除非路亚愿意 否则就是如来亲至也恢复不了啊 这意味着唐三一开始就挡住了 所有的度化攻击 所有的步步后退 所有的寸寸瓦解 全都不过是假象而已 嘿 逗你玩呢 堂堂大日光明佛带着孔雀大明王 弥勒佛祖 十几个菩萨三千罗汉 被唐三耍惨了 蝉房之中 唐三微微一笑 呵呵 看来我的演技也不差嘛 你们继续 不要泄气 半空中的大日光明佛 显出怒目金刚像 右手一抬 佛国之中生起一轮新日 新日出生 虽不过千里之大 却聚集了太阳真火的精华 哪怕是大罗金仙在此 也会须迷之间被烧成飞灰 孔宣本也在气头上 一剑路亚居然直接掏出一轮新日 立刻大叫一声 到日光明佛 快快住手 远一点的观音 普贤 文书三位菩萨 也是第一时间冲过来 几乎 大日光明佛 快快住手 路亚才不理这些家伙呢 右手向下一压 就把新日向禅房砸去 新日落下 带着焚天竹海的毁灭气息 路亚这才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 对一旁的孔宣道 孔雀大明王 不用担心 本佛对太阳真火的控制 你还信不过吗 只要把这禅房给烧掉 立刻就会收回 绝不会伤到金禅子 话是这样说 路亚想的 确实要好好教训一下唐三 至少烧掉一层皮 反正如来都拿来蹊跷佛心丹了 怕什么呀 观音三位菩萨这个时候终于赶到 听到路亚的话 观音犹豫了一下 还是开口道 大日光明佛 这禅房不怕太阳真火 什么 路亚抬了抬眼皮 完全不信的样子 文书道 大日光明佛难道忘了 之前你已经借给我们太阳真火 但却并没有烧开那层防御 路亚哑然失笑 那皮毛之火 又怎么可以和本佛亲自控制的太阳真火相比 你们且看 那防御不是已瓦解了吗 新日之下 禅房岌岌可危 灰蒙蒙的防御迅速的蒸发 化为虚无 只需一时三刻 此间防御必然被破 路亚说的无比斩钉截铁 而下一刹 他喷的声音显得更加的斩钉截铁 咫尺鸿蒙只是微微颤动了一下 巨大的新日就消失不见了 鹿鸦直接就喷了 这不可能 鹿鸦的眼珠子差点瞪出来 我操 我那日呢 不对 我那太阳呢 我那么大一个太阳呢 那么大一个太阳 那么多太阳真火 还是我原神直接控制的 就是准圣来了 要是不跑也会被烧死啊 大罗金仙来了 沾上就死 沾着就亡啊 怎么说没就没了 鹿鸦再三确认 发现那一轮新日 确实是消失不见了 彻底的与他的原神断了联系 绝对不可能 鹿鸦切得僧袍都烧了起来啊 但就算是有什么法宝 可以挡住他的太阳真火 也不可能让太阳真火 和他的原神失去联系啊 如来都做不到啊 难道是圣人 鹿鸦睁大双眼 双眼之中映出禅房的 每一丝细节 想要从那禅房中 看出一丝端倪来 但他什么也看不透 鸿蒙之隔 圣人来了都没用 观音的心中叹了口气 出声道 大日光明佛 此事定有蹊跷 我佛如来已经告诫五等 有可能是出手 所以遇到任何情况 五等都不用震惊 那故意的留白部分 自然就是大家都懂 不用说出来 鹿鸦身吸两口气 先把僧袍上的火焰给收了 再烧下去 就要露出来了 观音 你们去把那些罗汉治好 本佛另有办法 观音几位菩萨领命 转身去了 孔轩开口道 大日光明佛 你有何办法 鹿鸦的脸上 已经重新挂起了 看似淡定的微笑 此事还要落在 弥勒佛祖的身上 弥勒在一旁看热闹 看得正高兴呢 也没想到 事情突然就砸到自己身上了 弥勒一愣 大日光明佛 本佛当如何做 鹿鸦微笑道 之前我们想错了路子 是以本佛的太阳精火为主 虽然攻击性更强 但比起度化效果 反而不如弥勒佛 你的度人心咒 弥勒古怪地看了鹿鸦一眼 苦笑一声 大日光明佛 你之前潜行修行 想来是没有注意到 本佛之前就用过心咒了 也是一点效果也没有 哎 鹿鸦脸上的笑容凝固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弥勒一脸真诚 就在之前 本佛先一步来 心咒无效 换生之香也无效 这才请出大日光明佛的 为何本佛完全不知道 鹿鸦脸上的笑容更僵硬了几分了 孔轩在一旁小心翼翼地道 大日光明佛 初来佛祖说明情况的时候 你根本没听 直接就来了 鹿鸦愣在原地 一动不动 孔轩和弥勒对视一眼 等了片刻之后 同时开口 大日光明佛 鹿鸦又喷了 第十九章 天庭 出来干活了 鹿鸦听闻如来安排他逼金蝉子出关 一开始他是拒绝的 区区一个金蝉子 居然也要动用他这尊大佛吗 后来是听观音说 自己给对方的太阳真火葫芦无效 这才来此 为的就是给自己的太阳真火证明 区区一个金蝉子 也敢挡住本尊的太阳真火吗 很显然 傲气十足的大日光明佛 根本就没有认真听之前的汇报 完全不知道弥勒已经失败过一次的消息 不怪 大日光明佛就是大日光明佛 虽然刚才自己打自己脸 打的那叫一个响 但转瞬之间 却又有新的点子 看来是本尊一时不长 让诸位见笑了 孔宣和弥勒自然是连声称不敢了 路牙这才又道 其实此事也不能 弥勒道 大日光明佛 还请有教育我 弥勒佛祖 其实你我要是全力出手 定可把金蝉子逼出来 那是自然 是不是真的不重要 反正面子不能落下 路牙微微一笑 无等不方便全力出手 否则若是出了什么乱子 就不好处置 但若是交给天庭就可以了 孔宣双眼一亮 正是如此 于是路牙就把观音叫来 你且去天庭告诉玉帝 让玉帝派手下来办此事 观音点头硬了 很快诸佛与菩萨带着罗汉离开了 啊 这么轻易放弃了 唐僧发现佛门的人又走了 于是手一伸 就见一个青铜色古朴的壶出现在手中 那壶像壶又像塔 造型极为奇妙 神念探入其中 就发现有无尽广阔空间 更有炼化造就万物的威能 这就是炼妖弧 唐三先把炼妖弧祭炼一番 让其认主 然后又取出自己的小千世界 将其整个放入到炼妖弧之中 那弧中空间无限大 自然可以把小千世界装入其中 更能不断地提纯进小千世界 最终说不定可以把小千世界 慢慢地进化成中千世界 哎呀 好宝贝啊 唐三发现小千世界放入到炼妖弧之中 其灵气不但没有任何损失 反而又充盈了几分 于是露出愉快的微笑 嘿嘿 继续修炼 实力才是硬道理 正准备去修炼的时候 唐三突然想起一件事 或者说想起一个小萝莉 于是他把神念探出陈房 来到后山 果然发现那个白蛇小萝莉 正老老实实地在修炼 因为有支持鸿蒙的保护 之前所有的动静 都没有惊动到他 现在我已经把金山寺的鸿蒙巨灵阵放到小千世界里了 这里只有地脉之灵 这个小萝莉的修炼速度很明显降下来了 哎 既然有了炼妖弧 那不如让他进去试试 白素贞立刻就感应到了唐三的气息 从修炼之中清醒过来 恭敬地一拜 恩公有何吩咐 这里已经不适合你修炼了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你进到这珠子里来 这一次 唐三用的是水灵珠 可以让白素贞暂时住在里面 白素贞根本没有任何犹豫地 就钻进了水灵珠内 唐三把水灵珠收回 把小萝莉给放到了炼妖弧的小千世界中 白素贞从水灵珠中一出来 就被迎面而来的灵气给冲了个跟头 如此充盈而且活性十足的灵气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激动得全身颤抖啊 好好修炼 不要偷懒 唐三的声音传来 小萝莉立刻道 白素贞并不会辜负恩公大恩 磕了九个头之后 白素贞就坐下来 开始认真修炼 唐三很满意这个乖巧听话的小萝莉 嗯 回头教他一些正经的修行之法吧 安顿好白素贞之后 唐三又想起了另一个家伙 嘿嘿 六耳迷猴那家伙 现在应该开始了吧 等到佛门把他放出来的时候 一定会非常意外吧 唐三黑黑一笑 然后美滋滋地开始修炼 天庭 灵霄宝殿 观音脚踏佛连 佛光普照 落在众仙身前 平僧见过大天尊 观音进入灵霄宝殿 向玉帝建立 目光一扫 发现整个灵霄宝殿 只有玉帝的心腹 却是不见其他不相干的人 很显然 玉帝其实早就关注着长安的事 见到自己到来 就已经有所准备了 观音大事不必多礼 不知大事来天庭找镇 所谓何事 玉帝是一脸严肃 就跟他什么都不知道一样 观音神色淡然 号教大天尊知晓 西游之计将要开始 此事事关佛门与天庭因果弃云 必须谨慎对待 只是现在出了一些岔子 那金蝉子拒绝西行 忍日躲在金山寺的禅房之中不出来 金蝉子拒绝西游 这是为何 难不成金蝉子提前恢复了记忆 呀 玉帝是一脸的求知欲啊 虽然知道金蝉子那里出了问题 但是每一次佛门的行动 都是在佛国之中进行的 天庭是不可能看到的 所以具体发生了什么 玉帝还真不知道 观音当然不会把实情全都说出来 脸色一冷 此事贫僧正要问大天尊 金蝉子脱身于长安 由天庭看护 为何出了乱子 结果记忆出现了问题 他现在记忆混乱 拒绝离开金山寺去西游 以至于西游无法开启 玉帝几乎就要一个白眼砸过去 你们佛门不过就是在我天庭的地盘 借了一块地 然后就天天由各路接地和罗汉 守着金蝉子 我天庭就算要做手脚 也做不到好嘛 现在出了问题了 居然把责任推到我头上 玉帝脸色沉下来 原来大事是来追查责任的嘛 观音当然不会点头了 他轻轻摇头道 非也 只是需要大天尊派人相助 要之西行一直拖下去 对谁都没有好处 没有好处 这四个字观音咬得特别地重 大天尊莫要忘了 你帐下卷帘大将 也是西行者之一 分佛门一丝气韵 若西行一直不起 卷帘只能在流沙河当个妖怪 西游不起 天庭窃佛门的封神因果 便还不清 对天庭气韵始终是有影响 玉帝的脸色肃穆起来 大士说的是 西行乃是大士 天庭自然会出一份力的 不知大士希望天庭做到哪一步 观音眼底闪过一丝寒光 只要不死就行 欢迎收听由悠然有声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西游求求你出关去京吧 第二十章 距灵神 麻了 扶我一下 玉帝差点从玉座上掉下来 这什么情况 你们佛门不是重视的金蝉子的狠吗 这次要自己人打自己人 大士请回 朕知道怎么做了 玉帝摆摆手道 观音见了一礼 然后转身离开了 等到观音一走 玉帝就对着自己的心腹太白金星道 太白 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太白金星道 臣以为陛下所言极是 我去 玉帝有点无语啊 太白 建议 此事 臣以为对陛下力大于弊 应当答应观音的请求 玉帝点了点头 玉帝准备先让聚灵神去试试水 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 聚灵神也不宜有他 老老实实的点了自己的麾下几百个天兵 出了南天门 就见聚灵神 戴金盔披金甲 手持喧哗大斧 脚踏吞云快靴 腰缠猛兽云妖 背挂一棋 棋上书 聚灵二字 再看左右 数百天兵是持兵待人 举棒拿起 喊声如雷是鹤声如鼓啊 那是浩浩荡荡 威风八面的来到了金山寺上 因为玉帝事先交代 要秘密行事 所以聚灵神让天兵把天庭门旗 往金山寺四方一插 将凡人的感知给屏蔽起来 做妥之后 聚灵神按下云头来到陈房之前 这金山寺因为之前给堂皇坐水路道场 又因地脉之灵一事 香火急望 所以全寺都重新翻修过 却独独少了堂三这一间陈房 靠近都靠近不了 如何翻修啊 于是在金碧辉煌的金山寺中 却有这么一间扎眼无比的陈旧禅房 看上去是相当怪异啊 聚灵神一看那栋陈旧禅房 脸上就露出不屑来 小小禅房 露几破镜 也当得陛下叫我来 聚灵神不以为意 但还是来到门前 玄奏大师 请出来吧 禅房之中 当然是一点动静也没有了 聚灵神当即把脸一垮 双眼含电 虚发鸡张 里面的人听着 快快出来 不然 不要怪本神不客气 还是没动静 聚灵神又喝一声 里面的人听着 我乃高尚神霄 和他李天王部下先锋 聚灵天将 尖锋御帝圣旨前来 你快快离开那蝉房 否则 本将 让你轻刻之间 变成积坟 一旁的天兵立刻到 将军大人 这金蝉子杀不得 嗯 那应当如何 把这房子毁了 把里面的人抓出来便是 天兵提醒到 聚灵神立刻到 听到没有 你再不出来 本将就把你这房子给毁了 还是没有动静 哎呀聚灵神顿时火了 哇呀呀一声叫 给我把这破房子给砸了 左右天兵立刻是 一拥而上 举棒拿兵就砸下去 就听得 叮叮咚咚咚 一阵乱响啊 这是天兵手中的兵刃 全都砸到了 身边之人的兵器上 一通乱砸 尘房屁事没有 天兵一个个手肿了 哎呀这是什么情况啊 天兵们是面面相去啊 聚灵神眉头紧锁 喝开天兵 上前挥起手中喧哗大腐 却发现根本就碰不到 那尘房分毫 每一次似乎都只差 那么一点点 但就是这一点点 却是永远也够不到一般 将军大人 似乎是空间系的神通 一个心腹天兵 小声提醒道 聚灵神哼了一声 哼 本将当然看得出来 不过是区区咫尺之术 且看本将军 破了它 咫尺之术啊 其实很多仙人都会 只是各有手段 高下不同罢了 聚灵神 永利无双 却是个粗心性子 完全看不出 咫尺鸿蒙的精妙之处 只觉得和一般的 咫尺之术一样 那种级别的咫尺之术啊 它用聚力都可以生生捏碎 聚灵神将手中 鲜花聚斧交给手下 当下一提腰带 大喝一声 便成万丈聚灵金身 双手一合 就要把整个禅房抓碎 然而 他的手掌 却在禅房之间停下了 明明感觉到 自己一直在用力握下 但那个握的动作 却像是没有尽头一样 永远也握不拢一般 聚灵神又试了几次 发现无用 重新把身体缩小一些 换个姿势 双掌并拢 向禅房缓缓推去 他这一招 连山岳都可以轻易推得动 就算有直尺之术 区区一间禅房 又能挡得住它吗 聚灵神在禅房外面 从日出努力到日落 又从日落努力到日出 于是那双手前推的姿势 摆了整整七天 但聚灵神最后 连禅房外面的墙灰 都没有摸到 将军 看来这地方直尺之术 非同小可 定是有古怪 我们还是先退吧 心腹天兵犹豫了好久 还是提醒到 聚灵神力量极大 但并不擅长其他神通 这禅房之外的直尺之术 一看就不是用力气 可以搞定的 继续留在这里 只是丢脸而已啊 聚灵神也不动 也不答话 只是继续做出一个 很给力的样子 天兵知道 聚灵神很固执 一向不怎么听劝 于是只好闭嘴了 两久之后 聚灵神终于开口了 麻了 扶我一下 天兵直接就一头栽在地上 卧槽 天兵大人 你麻了 你早说呀 聚灵神呢 之前太过给力了 但是一身俱力 却按了个寂寞 又死要面子的硬撑 结果呀 愣是把自己给弄得 动弹不了了 这实在是憋不住了 才开口 快 你来个人 把天兵大人给扶一下 立刻就有三个天兵上前来 和第一个天兵把聚灵神 小心翼翼地扶到一边 回 回天庭 哎呀 聚灵神觉得呀 自己一千年都没脸见人了 决定回去之后 就找个地方 挖个洞 钻里面不出来了 聚灵神灰头土脸地 带着麾下天兵离开了 等他们一走 禅房里面的唐三 却突然睁开双眼 呃 刚才貌似有些动静 佛门的人又来了吗 他把神念探出去 却是什么都没有发现 只有一些残留的法力 但却是什么也看不出来 奇怪呀 没人呢 难道是错觉 不至于 我都真仙了 还会产生错觉吗 唐三一脸的莫名其妙 实在是聚灵神 不通空间神通 费了七天七夜的功夫 却连唐三布置在 禅房外面的警戒 都没有触发 啊 算了 继续修炼吧 等下一次 有谁来的时候再说 唐三抓了抓头 继续闭关 本集播讲完毕 订阅加关注 下集更精彩 第二十一章 杨简 是谁在阴我 哎呀 玉帝很是烦心的 把巨灵神给打发了 然后问向太白 太白 现在该派谁去啊 太白 抚着长须道 臣以为 当请险胜二郎真君 二郎真君与金蝉子是 至交好友 当可劝的 玉帝大写 立刻传讯杨简 杨简与玉帝之间的关系很僵 大部分时间都是听调不听宣 不过听到自己老朋友有些问题 杨简还是立刻就来到了金山寺 想到是会见老友 杨简也没有打算引去身形 他化为一位穿着锦绣长衫 面向气宇轩昂的公子 就这么进了金山寺 问清楚了唐三的禅房在哪里 杨简就信步而入 后面的和尚开始嘀嘀咕咕起来 快看 有一个 要去看玄奘师兄的 不管他 反正他给足了香油钱 上次那个香客 也是非得看玄奘师兄 结果是躺着出来的 那我们去把架子准备好 一会儿方便抬人 哎呀 杨简把一干和尚们的议论 听了个全 脚下差点就是一歪呀 姐姐这些和尚实在是太失礼了 二郎真君来到陈房之间 左右看了看 然后朗生笑道 哈哈 老友 可还记得灌江口的杨二郎啊 听闻金蝉子已经恢复了部分记忆 那就先看看对方是否还记得自己 蝉房中的唐三听到动静 睁开双眼来 就见眼前跳出几行字 检测到杨简前来说服宿主 你有以下选择 一 接受杨简的游说 出关西游 可获得先天领宝一件 二 继续闭关 弃走杨简 可获得火系法则入门 唐三没考虑的就选择了第二种 哎呀 弃走杨简 听起来很有难度的样子 但出关是绝对不会出关的 门外施主是何人 为何叫人修行 唐三缓缓开口 一股得道高僧的味道 脱口而出 门外的杨简也是一愣啊 感觉这说话的方式非常陌生 哪里像自己的老友啊 老友这是没有恢复记忆 听门老友记忆只是恢复了一些 而且还非常的混乱 想来是如此了 杨简给自己找了个相当适当的理由 看来老友并没有恢复记忆 那我再自我介绍一下 无奈灌江口 杨二郎 既然金蝉子没有恢复对自己的记忆 杨简也就不打算亮出真身 先套一下话 看看金蝉子到底为何不想西游再说 唐三在禅房里翻了个白眼 继续摆出得道高僧的嘴脸 这位施主 贫僧从来不曾失忆 何来恢复记忆一说呀 看来是我误信了传言 失礼了 我在这里向大师赔个礼 既然如此 施主请回吧 莫要扰人清修 扰人清修是要被天雷砸的 杨简差点喷出来 这老友的嘴怎么变得这么多了 大师说笑了 我并非只是打扰大师清修 而是有疑惑前来请教 施主 贫僧正在清修 你来找贫僧就是打扰贫僧 天下和尚这么多 你找谁解惑都可以 为何一定要找贫僧啊 谁都不找 却非得来打扰贫僧 还说不是扰人清修吗 施主 说狂语是要被雷劈的 你还是快回去吧 不然雷真的批起来就不好了 这杨简的面皮使劲地抽了抽啊 老友这不是记忆混乱 这根本就是换了个人吧 佛门不会是让老友转世的时候出了什么岔子吧 杨简眉头紧锁 然后又慢慢地放开了 哈哈 大师说笑了 青天白日朗朗乾坤 哪里会有打 一道惊雷突兀乍响 就见匹炼一般的雷霆 像是九天之上投下来的长矛一般 奔着杨简的头顶就来了 乌醋 杨简哪里会想到有这么一出啊 雷霆劈到眼前 这才激起法力护身 轰隆 缠房之前是一阵烟雾鸟绕啊 等到烟雾散去之时 杨简所占的地面碎了一片砖石 连地面都有烧焦的痕迹 杨简自然是没事 但却被这一道雷霆给惊住了 那雷霆之中含有破邪匡正的力量 是雷神正神才能发出的 雷神那小子在阴我 杨简第一个就想到这个 毕竟雷神是玉帝直属 而杨简与玉帝关系不好啊 雷神要是找到机会 说不得真会阴自己一两下 施主 你看已经打雷了 再不走的话 那就真不好了 唐三的声音再一次悠悠响起 杨简那也是一身傲气的主 听到唐三这么一说 反而哈哈一笑 多谢大师关心 本人并不担心雷霆 施主误会了 贫僧的意思是 再这么打雷下去 施主你不怕 但伤到别人就不好了 就算伤不到别人 伤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嘛 施主请回吧 我觉得杨简有点懵啊 二郎真君是双眼一瞪 金蝉子 金蝉子 你当真不认得我 唐三吃了一声 施主 贫僧是玄奘 不知那金蝉子是何人 你在这里再三打扰 当贫僧好欺负吗 杨简怒极返笑 今日还真就要欺负你了 你当如何 唐三叹了口气 哎 贫僧不过就是一个和尚 当然不能把施主如和 但施主如此 是要被上天责罚的 话音刚落 又有七道雷霆乍响 一道快过一道 一道猛过一道 轰隆隆的落下 倒倒直披杨简的天灵盖 杨简要躲开这些雷霆 当然是没问题 但是他偏偏不躲 七七破鞋之雷 还能伤得我险胜二郎真君 最后一道雷霆落下 把杨简给炸了个脸黑一破 头发都根根竖了起来 物测 寂灭佛雷 佛门的家伙也来阴我 杨简吐出一口黑烟 寂灭佛雷和破邪神雷的防御手段 是不一样的 杨简一心想着防御破邪神雷 哪能想到最后一道 会是寂灭佛雷 虽然没有受伤 但还是被坑得不轻 到底是谁敢阴我 二郎真君是怒目直视苍穹 第三天眼睁开 扫视六合八荒亿万里天穹大地 然而并没个卵用 被指尺鸿蒙隐藏起来的雷灵珠 谁也发现不了 哇 好大的雷啊 师兄快看 那里有个人被雷劈了 被雷劈的都不是好人 长什么呀 快让我看看 听到动静的和尚跑了过来 杨简一见再没脸留下了 卷起一阵狂风 远顿而去 第二十二章 雷公殿魔 去把真凶找出来 寂灭佛雷 已确定 玉帝听到杨简的回报 直接就从玉座上跳了起来 他虽然是问句 但玉帝很清楚 杨简不会说谎 尤其不屑于在自己面前说谎 杨简此时 已经换上了 玉袍金冠紫腰带 金甲银尖飞云靴 手持三尖两刃刀 身边跟着啸天拳 自然确定 那寂灭佛雷 与雷部正雷相差极远 我自然是不会感觉错 寂灭佛雷是只有佛门才掌握的神通 掌握高身者 一念可灭肉身元神 一念可消人 贪嗔痴质 将人度化 所以之前攻击杨简之人 只能是佛门 然而 佛门为何要这样做呀 让天庭出马的是他们 攻击杨简的又是他们 玉帝脸色阴沉下来 贺声道 来啊 传雷部正神 雷弓 殿墓前来 然后 他又对杨简道 袭击你的 你确定是雷部正雷 杨简知道 玉帝这是要把 寂灭佛雷暂时放下的意思 心中虽然不满 但还是只能点头 可以肯定 不消片刻 就见雷弓和殿母 来到灵霄宝殿 那雷弓一身正气 威风堂堂 双眼含雷带电 很是威武 殿母则 着青衣树仙带 身材苗条曼妙 姿态婀娜 容貌美丽 见过陛下 雷弓殿母完全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祝德灵霄宝殿 就立刻向玉帝见礼 玉帝冷眼看着雷弓喝道 先圣二郎真君 前往金山寺攻拜 却被雷部正雷攻击 雷弓 你可知此事啊 雷弓本以为是叫自己来执行什么任务呢 哪知 却是这么一句话 当时整个神都是懵逼的 直到玉帝又说了一次 雷弓才一个机灵反应过来 几乎 属下不知何事 但肯定不是属下的行为 殿母的思绪赚得快些 立刻道 回陛下 若是我与雷弓私用雷霆 雷部金策必然会有记录 玉帝恩了一声 让人取来雷部金策 各部金策就是记录天庭各部行动之用 像是雷弓殿母呢 平时想去哪里随意 只要不思凡下界 天庭也不多加过问 但要用到雷部正雷 那必然会被记录下来 玉帝翻看了雷部金策 果然发现并没有雷弓殿母 私下攻击的记录 他又把经测给杨检看 以证明雷弓殿母确实是冤枉的 杨检道 那具体的事情就要由大天尊调查了 说完转身就走 玉帝对杨检不给面子的行为相当不爽 但还是只能忍了 他看向雷弓殿母 那你们觉得此事事为何故 雷弓心里暗恨那冤枉自己的家伙 立刻道 陛下 上属下去 以雷引雷 若是那用雷弓击日郎真军的家伙再出现 属下必然会将其抓拿来 玩雷的话 雷弓还没怕过谁呢 玉帝想了想 也是 不管那用雷弓击杨检的家伙是什么身份 其保护金蝉子的目的很显然 既然如此 那就让雷弓殿母去以雷智雷以殿汇殿呢 好 你们且去金山寺 以雷结 以金蝉子出关 雷弓殿母应了一声就出了灵霄宝殿 雷弓殿母领了玉帝圣旨 火速勤往金山寺 杨检则是偷偷地暗中跟上 想要看看能不能从中得到线索 要是看到那个使雷的家伙 就当场斩了 金山寺内 法明老和尚刚刚主持完一场小法会 一抬头就见到乌云盖顶 金山寺眨眼之间如同黑夜一般 又听得雷声轰隆 狂风大作 于是立刻冲着一杆和尚大叫 大雷拉 下雨收衣服了 玄心在一旁道 师父 不一定会下雨 前两天不就有一个怪人 在玄奘师兄的禅房前面被雷劈了吗 法明瞪眼看了玄心一眼 那被雷劈的并不是什么安善良明 说不得是妖魔化心而成 还好佛祖金刚明目 变成那妖魔 这才让雷公做法降魔 用天雷轰的 但我们各个成心向佛 怎么可能是雷公降魔 所以定是要下雨了 哎呀 玄心觉得师父说得好有道理啊 但是很认真地想了想之后 他又提出一个相当有辩证性的问题 师父 雷公好像不归佛祖馆的吧 哎 法明无语啊 老和尚举起那砂锅般的拳头 我打你个不孝徒 还不快快去收衣服啊 玄心扭头就跑啊 杨检在半空听的这些和尚的对话 气得差点吐血啊 雷公殿母自然也听到了 那雷公的脸皮抽得就跟杨巅峰一样 这要传出去 二郎真君还不恨死自己啊 不行 一会儿一定要吓唬一下这个和尚 开始吧 雷公的心头记了法明一记 然后右手倾起神雷锤 左手稳住引雷气 就是狠狠一砸 轰隆 就见一道水刚出的雷电 从云端是极落而下 那雷电甩出一道蕴含天理的轨迹 狠狠抽在城房之上 暴虐的闪光瞬间将整个金山寺照得透亮 吕啪 不好了 师父 师兄被雷劈了 正在收衣服的玄心大呼小叫起来 法明也是吓了一跳 立刻跑来 正好又见三道雷霆落下 抽打在蝉房之上 发出震耳欲聋的动静 师父 怎么天雷连玄奘师兄也劈啊 难道玄奘师兄是妖魔 玄心扯着嗓子大声道 这法明瞪眼看着这个憨惑 胡说八道 你玄奘师兄佛心稳固 连菩萨都点名证他去西行取经 有机会是妖魔 这是他在赌劫 一定是在赌劫 呀 玄心再一次觉得师父说得好有道理啊 然后他又再一次提出了一个相当有辩证性的问题 师父 弟子听说杜杰是仙人才做的事情 我们 我们是和尚啊 玄奘师兄他 也是和尚啊 发明这一次直接就跳起来 抡起拳头就向玄心砸了过去 玄心被打的是乌挖乱叫 连声求饶啊 天上的雷公又把法明给记了一笔 决定一会儿啊 一定要假装劈歪一道雷 吓唬一下这个肌肉比屠夫还多的和尚 陈房之中 唐三在雷公殿母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 一开始他还想着完全不理呢 不过现在他有了另一个主意 雷灵珠记起放在尘房顶上 让我看看 你的雷能不能把雷灵珠 劈出什么变化来 雷公连批十八道惊雷 一道比一道重 一道比一道快 一道比一道狠 但别说轰碎尘房 就是那尘房的房顶上 一株小小的野草 也没有伤到分毫 我感觉 雷电是被那尘房吸收了 店母观察仔细 看个真切 每一道雷霆劈下 尘房外面就会闪过一道 极不明显的光运 光运形成漩涡 将雷霆吸收个干净 连一点余波都没有露出来 雷光吐出一口浊气 双眸之中的雷光涌动不休 气沉如此 那就让本神看看 这个破屋可以吸收多少 电母 你且来助我一臂之力 电母虽然怀疑这里面有什么猫腻 但还是举起了手中的电镜 准备配合 雷光深吸一口气 体内法力运转 武器形藏 手中雷神锤高高举起 引电蝎 牢牢握住 好呀 电母同步举起电镜 放出亿万细电 配合那惊雷 化作苍茫万里 足有千丈的暴虐雷龙向着那小小的蝉房劈去 金山寺乃至整个长安城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 所有在这一刻抬头的人全都被晃得暂时失去了视力 痛苦地捂住双眼大叫 整个长安城就像是同时点亮了亿万火炬 把整个城市每一处都照得分毫必现 雷霆要长安撕碎无尽长空 镇死无数邪碎 炸裂了万丈空间 一雷露四华惊起 金山寺的和尚吓得脸色发白呀 一个个口念佛经 只有法明瞪眼看着陈房的方向 心中惊道 徒弟呀 你不会真的是在堵截吧 你这一想 可是要把为师坑死了呀 咯咯咯 神雷落于陈房 发出万丈火光 璀璨夺目 就似那陈房之上出现了一轮太阳一般 然而鹿鸦亲自出手的新日都没有半点作用 这一轮雷火出扬又有效吗 在那恐怖的雷鸣声中 突然多出一阵似轻微 却听得清清楚楚的怪响 无尽雷霆万丈火光 却像是一锅热汤一样被陈房给吸溜了进去 那吸溜声越来越响 最后啊 甚至盖过了雷鸣 然后肉眼可见的 一切都风平浪静下去 陈房还是那个陈房 连陈房上那棵小草 也依然好端端的迎风而动 摇曳摇摆 这是怎么回事 雷公是目瞪口呆呀 手里的锤子都差点砸脚面上 看来这陈房非同小可 若是不用真本事 怕是破不开这陈房 更是无法回去向陛下交代 那陈房的的确确是在吸收雷霆 暗处的杨检观察得无比仔细 是谁 又或者是何等法宝 雷公殿母来此的首要目的是 把金蝉子逼出关 若是可以以雷制雷 把之前偷袭杨检的家伙给找出来 但现在两个任务没有一个完成的 你这回去之后该如何交代呀 至少要做成一件任务方可呀 雷公殿母对视一眼 同时运起体内法力 沟通天地雷霆闪电 雷公殿母雷步正神 掌控天雷破邪之力 法力涌出 顿时与天地契合 不知多少亿万里内的雷霆之力 全都向他们汇聚而来 隐藏之中的杨检没头力气 雷公殿母好大的胆子 难道真的想打杀了金蝉子 不行 我要护住老友 金山寺上空的雷云 已经形成万万丈山岳一般 厚重黑尘 连整个长安也被其笼罩了起来 无数细密如蛇的雷电 在云层之中翻滚汇聚 积累着越来越恐怖的力量 金山寺在颤抖 长安城在颤抖 整个大唐疆域都在颤抖 百万民匍匐祈祷 亿万灵畏惧祷告 雷公殿母对视一眼 同时举起了手中的法宝 鸡 就见一道百丈粗的雷亭先行 后面跟着一千到千丈粗的雷亭 然后是一道万丈粗的雷亭 最后是十万到十万丈粗的雷亭 无尽的雷云唤醒了无尽的雷海 雷落如雨 乍声不绝 前雷开路 后雷先至 万万雷齐出 同时汇聚出回天灭地的威能狠狠砸下 杨锦额前天目怒张 好歹 枉杀生灵 当真不怕天条吗 这万雷奔腾雷海星波的一幕 仅仅仅仅仅是雷鸣就会把整个长安城千里地界的一切生灵活活震死 这要多少因果呀 雷灵珠全力连雷灵珠也票 雷灵珠全力运转将雷弓殿的雷亭尽数吞吸 雷灵珠是阴阳五行灵珠之一 乃是圣人女娲娘娘的手笔 万雷皆须听从其号令 陈房之中的唐三笑得无比开心啊 嘿嘿嘿 真是好手段啊 哈哈 来得正好啊 越多越好 就见到雷灵珠悬浮在唐三头顶 一边用投影在陈房之外吸收天之雷霆 一边又用本体释放雷霆精华 帮唐三淬炼肉身 此时唐三全身爬满了耀眼的雷霆 肉身在不断地天雷淬炼之下 不断地变强 天空中的雷弓电母很快就震惊地发现 他们的全力一击 居然还是能被陈房给吸收 这简直说不过去呀 很快他们就发现一件更让他们震惊的事 不 是让他们惊骇之事 陈房之上那虚幻之影和他们体内的雷霆法力 建立了某种神秘的联系 哪怕现在他们已经停止了攻击 法力也依然源源不绝地涌出 却原来雷弓电母刚才以自身法力引动天地雷霆 就等于是完全不设防 结果正好被雷灵珠抓个正着 雷弓电母成为了法力电池 强行维持着千万雷霆的运转 很快雷弓电母的法力就快要被抽干了 再这么抽下去 怕是能当场死在这里 雷弓大急 挥动神雷锤就准备切断这道联系 哪知道刚一动手 神雷锤居然炸了 雷弓喷出一口血来 但好歹呀 这一下总算是切断了与雷灵珠之间的联系 雷灵珠轻轻一颤回到唐三体内 一切重归风平浪静 电母拧了一声 晕了过去 雷弓颤抖着捧起神雷锤的碎片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我的锤子 雷弓和电母最后是被杨简给带回去的 全身法力被吸走八成 最后神雷锤破碎的时候 反冲更是伤到了元神 雷弓唯一值得称道的是 最后的冲击时 他用自己的元神帮电母挡住了 因此电母的伤比他轻很多 全无能辜负陛下的嘱托 请陛下责罚 雷弓电母脸色苍白地跪在玉帝面前 玉帝其实有些不满 雷弓电母出手没个轻重 不管是砸死长安城的百姓 还是砸死了金蝉子 这结果都不是天庭可以承受的 但是一看到雷弓电母的样子 他最后只能叹口气 哎 此事不怪你们 退下吧 雷弓电母于是告罪离开 杨简一声不吭的也走了 哎呀 玉帝很无奈呀 但是他早就习惯了 于是看向一旁的太白金星 太白你怎么看 天庭啊不是没有人手了 但到底派谁是个问题 你别以为派去的人失败了 丢面子的只是当事人而已 丢脸的是整个天庭 是他浩天玉帝 太白虽然打架的本事一般 但是在口才管理人事方面 却是玉帝不可或缺的帮手 稍一思量之后 太白道 陛下 当下不如明面上做准备 暗地里却放话下去 若是逼金蝉子出关 可当大赏 说完之后 太白把声音压得更低 低道只有他和玉帝才能听到 臣会撕射一堵局 去吧 太白的计策甚至不能算计策 只是一个小小的手段罢了 既然玉帝直接下令 一旦失败就会有失天庭体面 那就让天庭中的各路神仙 以个人名义私自行动便是了 赢了是天庭有脸面 输了是个人损失 当然了 只是这样 不会有哪个傻瓜去 那么就撕射一局 胜者大赏 自然就会有去的 当然了 太白就私下把消息传了出去 而且还刻意弄成了 不小心失言说出去的样子 很快 天庭上下 在职的不在职的全都知道了 很快就有这么一位动了心了 正是北方水德星君 因为四海龙王的存在 本来管水空羽的水德星君 被分去了大部分的权利 这让他心有不甘呢 听到消息后 水德星君就觉得这是个机会 要是能凭了此事 说不得可以拿回一些实权呢 当下水德星君就来到金山寺 详细地调查起环境来 一番调查之后 水德星君发现 金山寺所在的山头之下 正好就是渭水 更妙的是 长安城位于北面的高度 而金山寺位于西南角的低处 而渭水呢 就正好从金山寺下穿过 此河当可为本星君所用 当夜水德星君就做起法来 一夜之间渭水暴涨 眨眼之间就已经淹到了金山寺 诶 师父 不好了 不好了 水淹过来了 玄心大呼小叫地 跑向法明的禅房 法明刚刚结束打坐 就听到玄心的大呼小叫 差点吓得心率都不起了 叫什么 什么水淹过来了 我们在山上 哪儿来的水 翻身下榻 枝牙一声打开门 哇 齐兮的水 当即把法明给冲了个跟头 阿弥陀佛 这这是怎么回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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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里来的水啊 法明是目瞪口呆的 看着没过膝盖的水 玄心此时早已经全身湿透 一脸无辜 弟子不知 但私里到处都是水啊 我刚刚晒好的豆子 全都给泡了 切啊 法明是气不打一处来啊 现在还管什么豆子 你玄藏师兄哪 快去他哪里看看 法明知道自己大弟子本事大 这个时候找玄藏准没错 事实上唐三也是刚刚知道外面的动静 啊 水淹金山寺 小萝莉不是在我的炼妖湖里吗 唐三一脸莫名其妙啊 神念探初 立刻就看到了那站在水源顶端的水德星君 这 这么嚣张 那我也不客气了 唐三运转初级水系法则 又寄出了贡公断玉沟 引于洪水之中 向着水德星君杀了过去 水德星君大摇大摆地站在水头之上 周围布满了由他控制的无形精水 看似空无一物 但有任何风吹草动 他就可以知道 洪水越来越高 已经淹到房顶 法明等一干河上全都跑到了房顶之上 只有唐三的陈房 没有任何变化 洪水进不了陈房一丈范围 只能在一丈之外越堆越高 水德星君看着毫无变化的陈房 眼中省过一丝冷芒 既然你没有动静 那就让所有的和尚去死吧 水德星君法力一转 洪水中开始出现无数水刀水剑水晶级 兜头盖脸的就向着法明等人杀去 佛祖 救命啊 玄心第一个叫起来 法明也是吓得头皮发麻呀 哦哟 几时见过这样的场景啊 也跟着大叫起来 徒弟 救命啊 唐三差点笑出来啊 师父 我是三藏 我不是猴子 心念一动所有的攻击全都划于无形 就在刚才他已经控制住了金山寺所有的水 咦 既然可以化解本星君的攻击 好 让你知道本星君的厉害 哼 水德星君冷笑一声 他调动法力准备把洪水升到更高的位置 然后再砸下来 把整个金山寺都砸烂 看金蝉子你还有什么办法 然而水德星君却发现周围的水已经不受他的控制了 一个更强大的控制者悄然而至 抢过了周围所有洪水的控制权 是谁 水德星君头皮一紧 大声道 我乃北方水德星君 你是 他亮出身份来 但已经晚了 共攻断玉沟带着一抹水气杀到 水德星君立刻调动自己直接控制的精华之水 想要挡住这一次攻击 然而他的精华之水也不受控制了 喊 寒淋淋的水光闪过 水德星君的身子一分两半 周围的精华之水就像是疯狂的洪荒兽群一样 扑了上来 把水德星君撕成了粉末 等到精华之水散去 再也没有什么水德星君了 喂 就这本事 你也好意思玩水炎金山寺 抢我家小萝莉的成就 真不要脸 呸 唐三呸呸了两口 对水德星君表示了鄙视 公公断玉钩一挥 洪水就开始有序地退去 检测到宿主打退水的新君 可获得强梁雷神锤 第25章 嫦娥龙节 你们要赔钱 啊 运气不错呀 正好雷灵珠已经饱和了 我正想换一个雷系法宝 这就来了 唐三收了共公断玉钩 再一翻手 一把古朴的圆木锤就出现在手中 这强梁神雷锤和共公断玉钩一样 只要不看其中所蕴含的法则 那真是朴实无华到了几乎会将其忽视的地步 挥舞了两下强梁神雷锤 发现在系统的帮助下相当地得心应手 唐三这就满意地收了起来 继续闭关 一夜就这么过去了 法明他们战战兢兢地下了屋顶 发现整个寺里居然没有半点被水淹的痕迹 昨夜发生的一切就像是一场梦一样 身为凡人的他们当然看不到那一场 隐于洪水之中的战斗了 师父 我们是不是全都在做梦啊 玄心使劲地咽了一口唾沫 法明看了一眼这个不争气的徒弟 什么也没说 把所有徒弟都赶回原处之后 他才来到玄葬的陈房门口 徒弟呀 你到底什么时候出关呢 陈房里没有动静 法明叹了口气 你不想出关就不出关吧 好好清修也是福分啊 说完 法明就走了 他知道自己的徒弟已经走向了一条自己不懂的路了 他不应该去过问 水得星君的死引起了天庭的震动 一时间各路仙官纷纷议论起来 他们都看到了水得星君干了什么 但最后那最关键的一部分 却谁也没看到 谁杀了水得星君 怎么杀的也没看到 先离眼和顺风尔用尽了手段 最后却是什么也没发现 在想想之前雷公殿母失败时的情况 众仙官们很快得出一个结论 逼金产子出关不能伤到无辜 雷公殿母虽然没有主动伤害凡人之心 但却也无视可能造成的凡人伤亡 于是法力被抽走大半 法宝还被毁了 水得星君直接攻击了金山寺里的和尚 于是就死了 南天门前四大天王也聚在一起 大哥 我们出手不 魔力海低声问魔力红 魔力红一摆手 哎 继续观望 此事非同小可 再等等 其他三个天王于是点头称事 同样的情况几乎发生在天庭各处 哪里都能看到三三两两凑在一起 讨论的仙官天将 甚至一些仙女也加入到了讨论之中 玉帝对于这样的情况也不阻止 就这么过了几日 又到了深夜之时 就见周天之上一颗星辰闪过微光 然后却有两位仙子来到金山寺之中 这两位仙子一味着红衣长沙流心裙 眉如洗发带翘 一味白衣淡素宫装 仙韵无双滋容绝世 两位仙子 两位仙子一个看似清冷高傲 一个看似热情温和 但两位仙子的眼底都藏着同样的一丝忧愁 这两位正是在天庭之中鼎鼎有名的两位仙子 清冷者乃是有天庭第一美人之称的月宫仙子 嫦娥 热情者却是红鸾星龙吉公主 龙吉 风神中天庭的牺牲品 本就是仙 却被其父浩天玉皇大帝推出来当作棋子 被贬青鸾斗雀 这两位仙子是互相那极少的交际圈中的好友 只因他们都有着类似的经历成为了牺牲品 哪怕是现在 嫦娥也依然被身所越宫 龙吉也只能每日面对龙德兴君 金蝉子的事情 两个仙子一开始并不关心 毕竟他们要是真把金蝉子叫出来 到了最后啊 怕是不但得不到半分好处 还要吃一番刮闹 只是天庭议论这件事情的越来越多 于是两位仙子也就来了兴趣 他们并没有打算来劝唐三出关 只是好奇来看看 只可惜啊 他们能看到的只是一间老旧的禅房而已 姐姐走吧 龙吉轻声道 嫦娥点点头 两位仙子正要离开 却突然一个声音悠悠传来 两位女施主 你们这样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轻扰了佛门清净地 不好吧 嫦娥和龙吉都是一愣 齐齐回头看向禅房 却见禅房门上 印出一个极淡极淡的影子 正是一个双手和佛里的和尚模样 龙吉吃得笑了起来 玄奘大师说笑了 我与姐姐前来不曾惊动任何人 更没有说过一个字 没有打扰到大师 若不是大师把我们姐妹二人叫住 我们已经离开了 说来却是大师打扰了我们呢 哎呀 这龙吉公主还挺有嘴顿天赋的嘛 不过要和我比这个 我就有精神了 阿弥陀佛 两位仙子可知自己天资卓绝 风华无双 别说这凡间 就是仙家也不曾有过吧 哎 仙子也会喜欢有人夸自己 更何况还是一个和尚啊 连嫦娥那云淡风轻的性子 也不由地微微翘起了嘴角 龙吉嘻嘻一笑 大师夸奖人的方式也真直白 不过大师你不会是说我姐妹二人乱了你的佛心吧 嫦娥立刻按住龙吉的手 让她慎言 龙吉也觉得自己说错了话 闭上了嘴 唐三再一次宣了一声佛号 阿弥陀佛 两位仙子误会了 贫僧佛心坚定 无外物可扰乱贫僧佛心 但贫僧的那些师弟们 却是差了些 两位仙子碧月羞花 沉鱼落雁 只是来此一趟 留下香风倩影 就已经足够扰乱贫僧 那些师弟的佛心了 龙吉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眼着小嘴笑道 大师真是嘴利 我说不过你 那你打算如何 唐三的声音里 透着几分严肃 赔钱 我觉得龙吉和嫦娥都懵逼了 等等 刚才是大师你产生幻觉 所以说错话了 还是我产生幻觉 所以听错了 唐三的声音依然带着严肃 赔钱 或者任何其他东西代替就可以了 龙吉这次确定不是幻觉了 气急返效 大师真是说笑 我姐妹二人身上没有钱 而且也不打算赔 就此告辞 两位仙子都相当失望 早知道不来的 然而两位仙子才要离开 却发现自己根本就是站在原地不动 两位仙子 你们这是不对的 扰人修行乱人佛心 这是因 赔钱恕罪 这是果 因果不偿 又岂是好相遇的 唐三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嫦娥和龙吉对视一眼 异口同声道 若我们不给 大师就一直困住我们 困 贫僧何时困住二位仙子 只是二位仙子自己的心困住了自己而已 固不自封 孤芳自省 不过如是 嫦娥龙吉同时双眼瞪大 第二十六章 龙德兴君快来尝尝这碗茶 唐三的话让嫦娥和龙吉同时瞪大了双眼 大师是想暗示我们什么吗 龙吉看着禅房 双眼之中出现一丝异色 嫦娥也是绣眉青醋 唐三的声音带着几分淡然的笑意 仙子说笑了 贫僧并没有暗示 龙吉并不是一个性子柔弱的仙子 听到唐三这样说 当即火气上涌 和尚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这里装神弄鬼很有趣吗 唐三的声音里笑意更浓了几分 两位仙子这么急着离开的话 赔钱之后就可以了 龙吉隐谋带霜 今日我还就是不给了 说着就记起了自己的摇驰白光剑向禅房斩去 妹妹不要 嫦娥连忙阻止却已经来不及了 那摇驰白光剑一靠近禅房三尺之内就消失不见了 龙吉隐隐还能够感应到白光剑的存在 却觉得那剑离自己已经遥远的无法计量 只能隐隐感觉到一丝联系 龙吉心中大惊啊 自封神一战之后 他本身的法宝丢失了大半 现在手中最好的也就是这把摇驰白光剑了 和尚 快点把我的白光剑还给我 龙吉大吉 唐三那气人的声音悠悠响起 既然仙子已经赔了一件宝贝 那就请回吧 若是下一次还来打扰贫僧与师弟们的修行 可是还得赔钱的哟 龙吉一愣这才明白唐三的意思 气得原地转了个圈啊 这才指着禅房道 好你个无耻的和尚 你敢抢我的法宝 唐三那里一点反应都没有 就像是没有听到似的 龙吉气急败坏地冲向禅房 却又被嫦娥拉住 妹妹不要冲动 这禅房非同小可 万一你靠近之后出了什么危险 当如何是好 龙吉气得几乎要哭出来 姐姐 我拿法宝 现在是放下 之后再来讨要 我们本来就是偷偷而来 若是事情闹大 被别人知晓可就不好了 龙吉狠狠地盯了陈房一眼 臭和尚 你给我等着 我会回来的 唐三声音里的笑意 这下就更不加掩饰了 献子若是还想来 那就准备好赔偿 连要不是嫦娥拉得快 龙吉就又要冲上去了 在嫦娥好说歹说把气得直掉眼泪的龙吉给拉走时 唐三眼前终于跳出来新的提示 检测的宿主成功气窟龙吉 可获得混沌恶果 唐三手一摊 就见手中多了一颗性子一般大小的果子 这就是混沌恶果 其效果是相当微妙 吃下去之后就会感觉到恶心 不管是什么种族 不管是什么实力 只要吃下这个混沌恶果 就会头晕恶心 止不住地呕吐 若是实力不够 而且品行不佳者 直接吐到死 死都是有可能的 唐三扎摸了一下嘴 把这个忽悠给谁吃呢 嗯 决定了 下一个谁敢来打扰我 就给谁吃 唐三美滋滋地收了混沌恶果 然后继续修炼 两位仙子偷偷下凡的事情 并没有多少人知道 但也并非没有人知道 龙德星君作为红鸾星龙脊公主的丈夫 自然就是第一时间知道了 这龙德星君呢 原名叫做红锦 封神时期是三山关总兵 使得一手奇门遁甲之内起五行道术 本领一般却是个自视甚高的主 龙德星君很清楚 龙脊一点都不喜欢自己 当年嫁给他完全就是逼不得已之下 没有选择的结果 现在啊 一直到龙脊跑去了金山寺 龙德星君就吃味儿起来了 于是他也下凡来到了金山寺 化身为当年模样 一身武士服 身材高大威武 剑眉兴目 腰胯一把龙拳剑 虎不龙形地进了金山寺 这金山寺乃是寺庙 按理是不能带兵刃的 就连堂皇来了 身边的侍卫也是把兵刃藏在袍中 给足了面子 玄心等几个和尚一见龙德星君 这跨着宝剑就进了庙里 立刻就上前阻止 这位施主请了 金山寺为佛门清静之地 还请施主在门前解兵 交易门房看管 玄心也算是见过大场面的 现在说这些场面话 已经是头头是道了 龙德星君却是鼻子朝天 哼了一声 哼 不知死活的和尚 也敢挡我的路 滚开 说着伸手一拨 距离送出 就把玄心打到 身后几个跟来的和尚身上 顿时就是一阵人仰马翻呢 龙德星君看也不看玄心等人 来到了陈房前 本人红锦 听闻玄奘法师佛法高深 特来请教 唐三在龙德星君来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了这个家伙 现在一听对方自曝家门 就知道这是那个占了龙脊 便宜的那个 啊 居然敢打金山寺的人 真是不给贫僧面子 唐三的眼中 寒光闪过 但语气却是变得无比的温和 红施主请了 贫僧还在闭关中 不便见客 这么说来 宣藏法师这是要赶我走了 龙德星君双眼 寒光闪烁 但同时他已经做好了 随时撤的准备 之前水德星君的遭遇 他也是知道的 龙德星君自己一番分析 认为啊 肯定就是有高人护着唐三 而且极不喜欢有人因为 劝唐三出关 而对凡人弄出伤亡来 既然如此 只要不死不伤 那就可以了 所以啊 他刚才虽然对玄心等人出手 却把力道拿捏得相当精妙 让玄心他们吃足了苦头 却又不会真的受伤 龙德星君当年也是个擅长旁门左道的家伙 他自信有的是办法 弄得金山寺里的和尚生不如死 却又不会犯了高人的忌讳 那不过就是一个和尚而已 能有多难呢 唐三的声音缓缓传出 红施主先萧萧无名之火 不如品尝一下金山寺的克茶 贫桑虽然不能出来 但和施主聊两句还是可以的 嗯 龙德星君心头满意起来 嗯 这样也好 于是玄心他们立刻搬来座椅 又连忙去泡茶 只是没人发现在玄心泡茶的时候 一颗小小的果子飞到了那茶碗之中 那果子有性子般大小 但入水急化 不见半点痕迹 更妙的是 没有在茶水之中留下任何迹象 龙德星君得意无比地接过茶水 法力检查一番 发现没有问题之后 这才饮了一口 嗯 不过就是一些凡水裂茶 他一口茶全喷到玄心脸上 指着陈房道 玄葬大师 我看你还是先出来吧 不然金山寺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说不清楚了 第27章 玉帝 灵霄宝殿 我不要了 唐三 贫僧不出关呢 唐三冷笑一声 龙德星君也是冷笑 是 大师有高人相护 自然不会有事 但这金山寺里的其他人呢 来到这金山寺里的乡客呢 本乡君有一万种办法 让那些凡人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高人护得住你 难道还能护住这长安百万百姓 玄葬大师 你想让本星君现在就给你展示一下 唐三眼中杀意一审而过 这龙德星君主逢凶化吉 得欲贵人 掌控凡人运势 若是他要使坏 当真是有一万种办法 让凡人倒霉无比 哼 看来是等不到混沌恶果 发挥效果了 先干死这个小人再说 唐三记起神雷锤 就准备把这个龙德星君 当场给劈死 刚要动手 唐三却突然把神雷锤 给收了起来 脸上也露出愉快的笑容 龙德星君 你在这里干什么 杨锦的声音突然响起 龙德星君心头一惊 扭过头去时 脸上却是绽放出 一个笑容来 原来是显身日狼真君 你也是来劝玄奘大师 出关的吗 杨锦冷冷地看着龙德星君 你刚才说了什么 龙德星君微笑回答 什么也没说 是吗 你的意思是说 我听错了 杨锦是司法天神 管的就是龙德星君 这种恶劣相关 龙德星君 当然不会承认 一口咬定 想来是狼真君听差了 本乡君只是在这里 和大师闲聊 你看 大师还给本乡君 准备了座椅 奉上客察 杨锦对陈房那道 玄奘大师 他说的可是真的 其实杨锦把龙德星君的话 听了个全 此时出场 就是为了给唐三撑场子的 只要唐三点个头 杨锦就能把龙德星君 当场按在地上摩擦 但唐三悠悠的声音飘来 红施主说得对 说得很对 陈房里的唐三一脸的笑 龙德星君已经吃下混沌恶果 接下来根本不用他动手了 杨锦以为唐三这是要稀释宁人 于是也不强劝 只是冷然地对龙德星君道 若我发现你做了什么不该做的 定斩你 龙德星君脸皮跳了一下 然后抱拳而去 本星君告辞了 他决定了 回去之后就开始行动 只要不被抓到把柄 杨锦又能把自己怎样啊 龙德星君很快就回到了天庭 想到杨锦的态度 是越想越气 气得是头晕眼花 直犯恶心呢 他并不知道 这是混沌恶果 开始发挥效果的原因 左思右想 于是决定去找玉帝 打杨锦的小报告 台词他都想好了 很快龙德星君来到灵霄宝殿 下属龙德星君见过陛下 来此特有要事禀报 玉帝淡然地看着龙德星君 龙德星君有何事禀报啊 你向来忠诚有加 想来要禀报的事情 定是极为重要的吧 其实玉帝也不喜欢这个总是打小报告的家伙 但是这样的小人用得好了也是一个眼线呢 所以心中虽然不喜 但表面上却是一副看重的样子 此时已经头昏脑胀的龙德星君 完全没听出来玉帝话中的深意 是让他不要拿小事来烦人 还觉得自己深得玉帝的器重呢 于是龙德星君深吸一口气 强压下心头越来越强烈的呕吐感 大声道 他说着就要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 开始造谣 哪知道这才刚要开口 那恶心反胃的感觉再也忍不住了 别想 就见龙德星君刚一开口 哇的一声就吐出一大口会物来 然后就是如大江之水连绵不绝 又似天河泛滥是一发不可收拾 玉帝整个都傻在玉座上面了 我猜这龙德星君什么意思 看到朕已经恶心到会吐的地步了吗 玉帝大怒一拍玉座扶手 大胆龙德星君你敢 话还没说完就见龙德星君哇的又是一口 哎呀这下更是完全止不住了 哦哟哟 顿时整个灵霄宝殿之中是恶臭冲天 臭不可闻呢 一股股肉眼可见的臭气开始在灵霄宝殿中扩散开来 当场就晕了四个仙女两个侍卫六个文臣三个武将 一时间灵霄宝殿上面是鸡飞狗跳啊 一群神仙摒弃急走夺路而逃 哎呀玉帝此时也是急忙蒙头盖脸的就逃了出去 等离开灵霄宝殿时 玉帝依然是一脸懵逼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但懵逼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愤怒 啊这个龙德兴君往日仗着龙级丈夫的身份 到处惹是生非又小肚鸡肠 三天两头来打小报告 为了大局玉帝都忍了他 没想到今日居然敢在灵霄宝殿上面大吐特吐 啊何等失忆啊 左右 把龙德兴君给我抓起来 打入天牢 朕要贬塌下凡 入那畜生道时室 立刻就有英勇的天兵侍卫冲进了灵霄宝殿 但过了两刻依然没有人出来 有胆子大的天将却看了一眼 哎呀回来的时候脸色煞白 脸色凄苦啊 来到玉帝面前是抱头痛哭啊 陛下 这文字的天兵侦卫冲啊 这几天兵侍卫冲啊 这臭气如此可怕吗 一众天官神仙当然不知道这吃了混沌恶果后吐出来的可都是极世之恶 越是像龙德兴君这样的卑鄙小人 吐出来的惠物就越是臭不可言 玉帝脸抽抽的看向灵霄宝殿 就见到一股黄绿之气 如同烟雾一般 慢慢的从灵霄宝殿里面飘散出来 还能扩散 玉帝傻眼了 身边的仙官们也都傻眼了 这要是扩散到整个天庭 那不知要熏死多少仙官 熏丑多少天将啊 快快去 快去把那恶气给我挡住 一定要挡住 玉帝大声叫道 一千仙官天将立刻奋起神通 隔绝空气 锁定空间 收束器械 破邪框正 能想到的 想不到的 能用的 不能用的 全都用上了 嘿 玉帝看着已经被恶气熏的 开始变色的灵霄宝殿 脸都是绿的 这灵霄宝殿 真不要了 第28章 瑶池 哎 南天门 怎么没了 龙德兴君吐了一天一夜 要不是最后原神崩溃而亡 怕是还会继续吐下去 陛下 陛下 灵霄宝殿中的会物 当如何处置 执手的天官全身颤抖啊 这要是玉帝让他去处理 他都有心直接撞死在灵霄宝殿前了 哎呀 你没见那里面的会物已经没套膝盖了吗 没见会物把整个灵霄宝殿都给染成黄绿色了吗 你没见之前云里面的天兵已经没了吗 我错 那个龙德兴君怎么就死了 本将还想亲手杀他一百遍呢 一百遍 有这样想法的肯定不止止守天官一个 玉帝气得心尖疼啊 捂着胸口道 让雷布和火布前来 烧了整个灵霄宝殿 哪怕是接下来战南天门处理天庭事务 玉帝也绝不去灵霄宝殿里面了 这灵霄宝殿必须重建 嗯 必须的 只守天官一听玉帝这么说 立刻就松了口气啊 连忙去叫人了 天庭乱成了一团 凡间安静了下来 唐三又得到了一个月的安心修炼时间 嗯 终于把实力提升到了 真先高阶了吗 嗯 不错 还要继续努力 唐三睁开双眼 眼中光滑涌动 就似有一万星辰闪烁 又似有万里漫云翻滚 呼吸之间雷声隆隆 一抬手 火气声一翻掌水气降 配合已经彻底掌握的初级水系和火系法则 再加上一身法宝 还有直尺鸿蒙这样的神通 真心之中已经无人是他的对手了 哎呀 也不知道龙德兴君那个小人死了没有 以他那实力 想来应该是扛不住的吧 唐三决定下一次要是有谁来 自己打听一下算了 要是那个小人没死 那再想办法弄死他 结果当天晚上消息就来了 来的正是红鸾龙脊 喂 大和尚 那个红井是不是你干掉的 唐三一听这个就知道龙德兴君完了 但还是装出不解的样子 仙子说的是什么话呀 贫僧乃是出家人 扫地恐伤楼已命 又怎么可能杀生啊 仙子 不要以为你长得漂亮就可以乱说 贫僧可以告你诽谤的 嘿嘿 龙吉抽了抽嘴角 大和尚 真不是你杀的红井 唐三回答的斩钉截铁 说不是就不是 佛祖在上可以为贫僧作证的 混沌恶果是越恶劣的人 吃下去之后越容易死 所以龙德兴君要是吃死了 那肯定不是贫僧的错 嗯没毛病 唐三相当的理直气壮 龙吉有些失望的呕了一声 不过很快又高兴起来 反正那个家伙 是来你这里之后才死的 我就当是你杀的了 仙子 你很想那位红施主死吗 当然 狠之入骨 日日想念 龙吉说得咬牙切齿 唐三轻叹一口气 哎 仙子 仙子 仇恨在心 是很累的 龙吉也叹了口气 大师你说得对 仇恨在心是很累的 但我又能怎么办呢 大师 你有仇人吗 没有 唐三回答得相当干脆 贫僧有仇都是当场就报了 这龙吉无语 他觉得自己又跟不上这个大和尚的思路了 算了 我走了 然而他刚转身 就发现自己又走不出陈房三丈之外了 仙子要来 贫僧自然阻止不了你 但来了是要赔钱的 唐三的声音很淡定 龙吉气得眼泪打转啊 臭和尚 你太可恶了 哭也是要赔钱的 而且仙子你声音太大 贫僧是要加倍的 唐三的态度相当坚决 龙吉公主哇的一声 当真哭了出来 从身上取下一件东西砸向蝉膛 臭和尚 以后我绝对不会再来了 就算我从天庭跳下来 死在外面 我也绝不会再来了 唐三看着手里那被龙吉丢过来的东西 啊 乾坤真 这东西是个发簪呢 这龙吉公主是在嘲笑贫僧 没有头发吗 嘿嘿嘿 唐三又一次成功地把龙吉给气哭了 又过了三日 这一日的晚上 一颗小小的珠子 奋力地飞向九天 南天门 雷公刚刚恢复元气 不过呀 因为之前金山寺的事情 被雷部派去清理灵霄宝殿 把他给恶心的不惊 此刻他站在南天门前 也不为别的 就是想静静 静了没一会儿 就看到一颗珠子 摇摇晃晃地往南天门跑 偷偷摸摸的 就像一个准备溜进南天门的贼一样 雷公当时神情就是一速 神目一宁 就发现那珠子上面 居然带着雷部的正雷气息 这让他想到了金山寺的经历 哪里跑 雷公大喝一声 声若惊雷炸 阴似狂电闪啊 一个飞扑冲上去 就把那珠子给抓在手中 珠子奋力地挣扎起来 却怎么也逃不出雷公的掌心 于是珠子开始放电 试图从雷公的手中挣脱出来 你以为这样对我有效 正好用你来补充我失去的法力 雷公已经认出来了 这颗珠子上的气息 就是那日在金山寺 差点把自己和店母吸干 还把自己锤子炸了的东西 这算是仇人见面了 分外眼红啊 现在珠子自己跑来 哪儿还能放过你啊 你的雷霆之力 是从我这里吸走的 你以为这样的手段 就可以伤得了我吗 雷公得意的一笑 加大力度开始抽取 珠子里面的雷霆之力 但是他那得意的笑 突然就凝固了下来 那颗珠子里的雷霆之力 在刹那间变得无比狂暴 不好 雷公大惊失色 把珠子使劲地丢了出去 然而晚了 就听得一声闷响 一万雷蛇从珠子里面噴出 形成了一个密密麻麻的电球 有百万丈直径 光芒映亮了整个天庭 下一刹那 电球把雷公南天门 靠近南天门的数间宫殿 全都给吞噬了下去 轰隆隆 直到此时才有巨响传出 只这一声乍响 就又不知毁了多少天庭宫殿 吓晕了多少仙女近视 整个天庭都在这样的爆炸之中摇晃起来 正在和姚池王母商量着 怎么重建灵霄宝殿的御地 眼睁睁地就看着 刚起了个架子的灵霄宝殿 又塌了下去 等到冲击好不容易过去 玉帝从护卫的人墙之中探出头来 一看 撤 当场就晕了 姚池王母也看过去 尖叫起来 南天门哪 怎么没了 第二十九章 这金尘子好生凶残 作为天庭门户的南天门没了 连带着南天门周围一大片区域的宫殿也没了 雷布正雷加寂灭佛雷混合后的威力极大 虽然爆发起来的速度不快 除了在核心的雷宫挂了以外 剩下的天兵天将全跑到了安全区 但跑不了的建筑全没了 玉帝接到报告之后 差点气得再晕过去 灵霄宝殿刚刚没了 现在南天门也没了 天庭颜面大师啊 真是让诸天神佛都看足了笑话 给朕查一定要查出来 玉帝发出了愤怒的咆哮 然而注定什么都查不出来 玉帝也只能是满肚子委屈的无能狂怒了 唐三这么一闹啊 就让他又安闲下来大半年 无人打扰安心修炼 那叫一个痛快啊 但佛门也好天庭也罢 都不可能忘记 他这么一个西游的关键人物 又到了入冬之时 金山寺突然就来了一个云游僧人 平僧法号定光 是一阶云游僧人 云游四海四处讨教佛法 听闻金山寺有高僧特来请教 这云游僧人当着一千相克的面教阵 立刻就引来了诸多的目光 法明暗道一声不好啊 于是一边招呼这个定光僧 一边让玄心去通知唐三 师兄 玄的师兄 不好的呀 寺里来了个和尚砸场子呀 玄心来到唐三的陈房前 一脸慌张 唐三睁开双眼 师弟莫慌 发生了和事 玄心就把情况说了 然后道 师兄啊 你说怎么办呢 那定光僧 好像比师父还厉害的样子 唐三眉头一皱 正要说话 却见眼前跳出新的提示 检测到定光欢喜佛 试图以羞辱金山寺 和大唐三人名誉的方式 逼迫宿主出关 你有以下选择 一 承认失败 出关西游 可获得先天灵宝 是月珠 二 无视定光欢喜佛 已忍不出 可获得先天灵宝 四项塔 三 与定光欢喜佛 变法并且胜利 可获得 出级雷系法则 唐三嘴角露出一丝讥讽 哼 我说怎么就突然 有谁跑来挑衅金山寺呢 原来是那个兔子 这有什么好说的 变法不能输 兔子也必须死 玄心啊 你让师父把那个定光僧 带到师兄这里来 玄心一听 大喜 好嘞 自家师兄的佛法 那就一个高身啊 已经伸到菩萨都让师兄去西行取经了 区区一个云游僧人 又算得了什么呀 很快 法明就带着定光欢喜佛 还有一大票香客 来到了唐三的禅房外了 玄奘法师之名早就明冻长安 所有乡客一听玄奘大师 要和云游僧人变佛法 立刻全都来了精神 我听说玄奘大师已经修道成仙了 之前金山寺不是打雷吗 那便是大师在渡劫 我呸 大师是和尚 怎么会成仙 那是成佛了 那为啥打雷 打雷有什么奇怪的 没见识 之前长安城道妖怪的时候 不也有很多雷吗 那肯定就是佛祖 降下的降妖雷 那你解释一下 为啥那些佛祖降下的降妖雷 会留下道士的无量天尊佛号 你这人 怎么就那么喜欢抬杠呢 香客们 你一言我一语 把禅房之外给炒得跟菜市场一样 阿弥陀佛 一声佛号响起 虽轻 但在每一个人的耳边响起 清晰无比 所有的香客都是一愣 然后齐齐看向陈房的方向 佛门清静地 诸位施主还请小声些 唐三的声音悠悠传来 于是上百香客 全都安静了下来 欢喜定光佛眼眸之中 闪过一丝红光 低声笑道 玄奘大师 果然道法高深 平僧顶光 前来讨教 佛法不是讨教出来的 而是悟出来的 正所谓 佛经迁诵 心中自明 心中有佛 万事通明 又何须变 变来的佛 也是别人的佛 而不是心中的佛 定光法师心中难道不明吗 定光欢喜佛脸上的表情 当时就是一僵 唐三不等对方开口 继续道 定光法师远道而来 可在寺内多休息 跟随贫僧师父日夜诵经 早晚功课 自然也就明了 哎呀 定光欢喜佛抽了抽嘴角 张了张嘴 却愣是说不出一个字来 唐三一开始就拿话 僵了他一军 他只要开口说变 那就是心中不明 若是心中不明 那一开始就输了 还变什么呀 卧槽 锦蝉子号称 灵山佛法第二 竟此于如来 果然不止虚的呀 定光欢喜佛 顿时额头见汗呢 思绪转得飞快 然后一笑 玄奘大师 果然佛法高深 定光僧自然心中是明的 但是人吃鱼 却是需要之明 方可明佛理 理佛心 得佛物 无知便 非为自己 而为世人 啊 这一番话说的 那叫一个大义凛然 那叫一个浩然正气 感觉不和他变法 那就是对不起 天下百姓一样 唐三淡然一笑 声音传出禅房 呵呵 定光法师说笑了 来到金山寺的施主 又哪有吃鱼者 那吃鱼者又如何听得变法呢 定光欢喜佛的话正义凛然 唐三的话也不差 而且直接就挖了个陷阱 摆在那里 把所有的香客都给框了进去 哎 想听变法吗 那你就是吃鱼者 这一群香客 怎么可能承认自己是吃鱼者啊 立刻就有人嘲讽起来 哼 别犹的和尚 金山寺乃是佛门兴盛之地 这里可没有你所说的吃鱼者 你要变 就去别说变吧 就是就是啊 大家每日来到金山寺 尽乡礼佛 虔诚有礼 却被你说成吃鱼之辈 云游的和尚 你是看不起长安城的老少爷们 群情汹涌啊 当时就让定光欢喜佛懵逼了 我操 这金蝉子好生凶残啊 这一手民心玩得厉害啊 唐三的声音这时才再度传来 定光大师 那么你想在本寺多休息几日吗 多休息几日 一定要多休息几日 让法明大师和玄奘大师 好好教教你 什么是佛法 就是啊 一个和尚还到处踢馆 和一个武士一样 也好意思说自己是和尚 看这家伙白白嫩嫩的 哪里像什么云游僧人嘛 肯定有问题 啊 乡客们你一言我一语 完全忘记了一开始听说 定光欢喜佛要变法时 第一个起哄的 就是他们 欢迎收听 由悠然有声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西游求求你出关去京吧 第三十章 欢喜佛 我血流满地啊 定光欢喜佛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本身就是个小心眼的兔子成精 当年就因为结教有人无意得罪他 他最终直接叛教 现在他已经贵为定光欢喜佛 堂堂金仙巅峰的实力 结教残存的那些仙人都不敢拿他怎样 这些凡人居然给他难堪 这真是不知死活呀 当即定光欢喜佛哼了一声 直接放出了万道佛光 陷了金身 整个金山寺顿时就被一片佛光笼罩 所有的乡客瞬间是跪得整整齐齐 咚咚磕头啊 谢灵了 谢灵烈啊 乡客们此时其实并非是自发 而是被定光欢喜佛的佛光所影响的结果 唐三没想到这兔子经居然这么小气 如此佛光对于凡人的影响极大 时间一长会把凡人洗成只知道礼佛祈祷 别的什么也不会的傀儡 唐三当即就用指尺鸿蒙保护住整个金山寺 同时祭出了自己的法宝 贡公断玉钩裹着一片水汽就冲了上去 祥梁神锤在后面一晃就劈出了一道雷法 昆吾八剑则隐于那雷法之中 寒光闪闪是杀气腾腾 定光欢喜佛正在享受惩戒凡人的爽快之中 却不料杀鸡立宪 唐三所有的攻击都被咫尺鸿蒙包裹起来 圣人看不透天机侧不准 定光欢喜佛一直到雷法劈到脸上才发现 啪 祥梁神锤的雷法化为一个巨大的巴掌 重重地抽在定光欢喜佛的脸上 这一巴掌直接就把定光欢喜佛给抽得懵逼了 不等这兔子精反应过来 隐藏在雷光巴掌之中的昆吾八剑立刻窜出 斩在定光欢喜佛的身上 就听到叮叮当当一阵密集的响动 定光欢喜佛的金身上面 顿时就炸开了一连串的火光 警察子 你敢对本尊动手 定光欢喜佛心中是又惊又怒 抬眼看到一把妖气森森的长剑向自己刺来 当时就是一愣啊 等等如果是金蝉子下手的话 为什么这把剑这么重的妖气 而且这把剑的样子一看就是典型的妖族样式 金蝉子怎么会有 难道不是金蝉子懂得手 万般念头在心中一闪而过 然后化为不屑 区区妖邪之物也敢在本尊面前放肆 定光欢喜佛全身佛光更胜一倍 万里方圆尽是佛光普照 看本尊手段 定光欢喜佛伸手就抓向那把妖剑 只要控制住这把剑就可以把袭击者给抓出来 然而就在定光欢喜佛手指碰到剑尖的瞬间 那把妖剑变成了一把完全由太阳真火凝聚成的炎剑 不错 定光欢喜佛整个都震惊了 太阳真火 怎么会是太阳真火 难道是大日光明佛要杀了本尊 不对呀 本尊与那路牙放置无仇近日无冤的 为什么要对本尊下啥手 定光欢喜佛画掌维权 佛光涌动 一拳轰在那把炎剑上面 轰 那炎剑居然直接就爆炸了 太阳真火暴虐扫过 当场就把定光欢喜佛给烧了个大黑脸 然而真正的危机在后面 隐藏在那暴虐的太阳真火后面的 是一道带有致命气息的寒光水器 一直到那寒光水器杀到根前 定光欢喜佛这才反应过来 但已经来不及了 公公断玉钩吹毛断发 就此没有任何阻力地划过定光欢喜佛的肩膀 金色的佛血顿时喷洒在万里大地 无数的草精虫怪要么直接被佛血烧死 要么借佛血晋升得了大机缘 本尊的胳膊呀 定光欢喜佛惨叫一声再也不敢停留 收了金身化作一道红光向着灵山撤退去了 同一时间所有的攻击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似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陈房之中的唐三哼了一声 把所有的法宝给收了 同时撤掉了金山寺的咫尺鸿蒙 寺中的凡人一个机灵清醒过来 一脸懵逼地看向四周 我刚才好像啊 是看到佛祖显灵了 我好像也看到了 有吗 我怎么不记得 一群香客莫名其妙 一干河上满头雾水 检测到宿主 成功斩下定光欢喜佛一条手臂 打乱了定光欢喜佛的佛心 可获得意外奖励 太阳神轮 唐三的手中立刻多了一把精巧无比的法宝 这太阳神轮是帝君的随身法宝 与天后西合的太阴神轮是一对 太阴神轮是太阳金经所化 蕴含太阳之力 可以完美操控太阳真火 唐三把之前收到的装有太阳真火的葫芦拿出来 让太阳神轮把里面所有的太阳真火给吸收了 这才又把太阳神轮放入元神之中 以火系法则慢慢济炼 简说定光欢喜佛跑回了灵山 跪在如来面前就哭了起来 佛祖你要为我做主呀 我血流满地呀 如来在定光欢喜佛被攻击的时候就知道了 但他却完全没有看到是什么在袭击定光欢喜佛 于是问道 定光欢喜佛到底是什么袭击了你 定光欢喜佛张嘴就要说出实情 但画到嘴边却是心头一跳 如来都看不清楚真相吗 而且袭击自己的又是雷法 又是水气之刃 更不好理解的还有妖邪之剑和太阳真火 这种属性完全不同的攻击混杂在一起 又多又乱 明明是不能配合的力量 却又完美地配合在了一起 该不会是护着金蝉子的圣人出手了吧 定光欢喜佛脑子转得飞快 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说出来的话却是变了 弟子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只觉当时水火相交 杀意腾腾 说不得是好几个埋伏起来偷袭呀 如来沉声道 看来袭击你的定飞寻常 你先去智商 此事我们从长计议 唉 定光欢喜佛于是哭丧着脸走了 至于从长计议 哪不存在的 定光欢喜佛这一次出去 本来是要去东海办事 为西游做安排的 结果这家伙中途跑去金山寺了 你被金蝉子落了面子也就罢了 居然还直接对周围的凡人下手 你不知道那些对凡人下手的家伙 全都被保护金蝉子的大能给干掉了吗 如来直接就把这件事情给丢到了脑后 降龙扶虎 你们去东海把事情办了吧 不要节外圣之 遵礼 降龙扶虎尊者立刻行了一礼 然后向着东海去聊 本集播讲完毕 订阅加关注 下集更精彩 第三十一章 师父 师兄长草了 定光欢喜佛 血洒万里 也不知起了多少因果 更意外的是 定光欢喜佛这一次 还无意间破坏了 佛门正在准备的疑难 是时候 去金山寺 看看了 夜色下的渭水之中 一条金鱼浮头于水面 然后慢慢化形 化为了一个七尺红脸大汉 向着金山寺 慢慢走去 这金鱼并非凡物 而是观音菩萨道场内的 莲花池中的金鱼 他每日扶头听经 修成手段 一日海巢范掌 这金鱼精就离开了莲花池 这金鱼精自然不知道 从他扶头听经开始 一切都不过是佛门的算计 为了西游八十难做准备 这金鱼精来到渭水的时候 正好就是水德星君 水淹金山寺的时候 水德星君被磨碎在洪水之中 虽然大部分精华被唐三收了去 但还是有一部分泄露出来 正好就被这金鱼精给得到了 好巧不巧 这一点精华让金鱼精开始怀疑起那内心之中的声音了 不过呀 那只是有一点动摇而已 于是金鱼精打算在渭水之中多住些日子 然后再去通天河 可哪想到啊 定光欢喜佛就在他脑袋上断臂了 一大滴佛血直接就砸头上了 哦呀 当场就把张着大嘴 看着空中大战的金鱼精给砸翻了 那一滴佛血算是一步到位 结果金鱼精一下子就冲破了观音下在他原神之中的所有禁制 一下子就让他知道了所有的前因后果 金鱼精趁着夜色来到唐三的禅房前 在下受大师打恩 无以为报 此刻将要离开此处 特来向大师告别 金鱼精觉得自己能摆脱桎 要多谢唐三不出关引出的那猪般之事 现在自己要走了 自然要来败谢一番 继续 未来该去哪里又该做什么 金鱼精却是不知道的 但肯定是不会再前往通天河了 他犹豫了一下又道 在下对于未来非常的迷茫 请大师指点 检测金鱼精灵感大王 在你的帮助下摆脱观音质骨 起了反心 你有以下选择 一 玻璃金鱼精 任其自生自灭 可获得祖龙金血精华十滴 二 帮助金鱼精 摆脱西游因果 收其为弟子 可获得先天灵根葫芦藤 缠房之中的唐三有些意外地轻移了一声 咦 灵感大王 就是通天河那个鲤鱼精吧 这么早就跑出来了 不过在我的帮助下是个什么鬼啊 我什么时候帮助过那个金鱼老了 金鱼精发现缠房里没有动静 心中有些失望 但还是恭敬地向缠房行了一礼 大师 在下就此告辞 日后若是相遇 定会相报 说完 金鱼精就准备离开了 然而刚一转身 身后就传来一股巨大的犀利 金鱼精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那犀利给犀了过去 眼前就是一黑 等到金鱼精再一次恢复感知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居然是在一处仙境之地里 灵气充沛如实 先锋轻浮 齐花一草遍地皆是 精怪小兽于草丛之中奔走 仙鹤飞鸟在空中飞舞 哎呀 好一派仙家景色呀 做够 不会是被观音菩萨抓过去了吧 金鱼精看到四周的仙家阴晕 却是心头一惊 你是安公大进来的吗 突然就有一个声音 在金鱼精身后响起 金鱼精扭头一看 发现是一个白嫩嫩的小萝莉 你是谁 金鱼精立刻警惕道 我是白素贞 玄奘大师是我的恩公 恩公让我在这里修炼 小萝莉先是自我介绍一番 然后指着金鱼精道 刚才恩公传音给我 说是你要来 玄奘大师也是我的恩人 小萝莉立刻就笑了 既然如此 那么你就跟我来吧 这里是恩公的修炼之处 你若听话 就可以得大机缘 金鱼精此时刚摆脱桎梏不久 脑子还很乱 听到白素贞的话 也没多想就跟着去了 唐三的神念看到这里 于是满意地点点头 嗯 不错 这金鱼精目前还算老实 明明实力比小萝莉高 但也还算听话 除开六耳迷猴 这算是第一个真正被破坏的八十一难之一了 唐三得意地笑了笑 然后把刚刚得到的先天葫芦藤 给种到蝉房外面 这先天葫芦藤种下去 眨眼之间就爬满了蝉房外墙 茂密的藤蔓把蝉房各处给遮了个岩式 然后在那藤蔓之间出现了七个只有指头般大小 颜色各异的葫芦 到了这一步 先天葫芦藤就再也没有了动静 安安静静地吸收着天地灵气 不慌不忙地成长起来 先天灵根出世 本应惊动天地 但在咫尺鸿蒙的遮蔽之下 这一切谁都不知道 第二天 玄心来给唐三送饭 看到那完全变了样子的蝉房 愣了足足半颗钟 然后他哇的一声 丢下手里的东西就跑 师父 不好了 师兄找草了 唐三无语啊 不错 这豆壁师弟 还能不能好好地玩耍了 同一时间的灵山 观音的心头一动 眉头不由地皱了起来 如来也在同一时间看过来 哦 八十一难 有变数 观音道 弟子与那金鱼精失去了联系 他最后一次出现 是在金山寺附近 去查一下 是怎么回事 观音行了个礼 就又来到了金山寺 先是在渭水里调查一番 把河神叫出来是一通问 问出来的最大结论 就是金鱼精化形上了岸 然后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看方向应该是金山寺那里 观音又叫来守着金山寺的接地 结果也是一问三不知 自从金蝉子出了问题 金山寺里的因果天际就是算不准看不出了 所以观音也只能无奈 听说了吧 玄奘大师的禅房 又有佛法奇迹发生了 是吗 是什么 说来听听 一夜之间就长满了葫芦藤 这也叫奇迹 那你给我一夜之间 种出能把整个屋子盖起来的葫芦来 我不信 我要去看看 葫芦藤 这金蝉子又要干什么 观音呢 一开始是不遇进金山寺内的 免得看到金蝉子的禅房就生气 但现在呀 他的好奇心起来了 于是化为一个乡客 跟着人群来到了唐三的禅房前 第三十二章 没脸的俯虎罗汉 这是何物 为何看起来有些熟悉 观音跟着人群来到唐三的禅房外面 一看去就觉得那葫芦藤相当的眼熟 凡人无法在帐外距离看到那隐藏在藤叶之中的小葫芦 但观音却可以 就见赤橙黄绿青蓝紫 七个拇指大小的葫芦藏在藤蔓与叶片中 散发着异样的光芒 观音仔细分辨一番 然后双眼越睁越大 先天葫芦藤 这是先天葫芦 怎么可能 哎呀 观音脚一歪 直接就坐在了地上 这形态 这稻纹 还有葫芦上面那神秘的纹路 就是先天葫芦 先天葫芦 又称混沌葫芦 乃是一株生长在当年布州山西面的鸿蒙灵根 其上结有七个葫芦 每一个都是极品先天灵宝 最后啊 这七个葫芦分别被老子 原始 通天 女娲 红云 太一 浩天 分别得到 观音以前是产教弟子 曾经多次见到过先天葫芦 更是从原始的画册之中 看到过那先天葫芦藤的模样 她可以肯定 唐三禅房外面那葫芦藤 眼前的都与自己记忆中的先天葫芦 是一样的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先天之物之所以珍贵 就是因为他们孕育于天地开辟之前 成长于洪荒之初 若是没有被发现的先天之物 也就罢了 但是已经被发现 而且炼制成了法宝的先天之物 怎么可能再一次出现呢 现在可是封神之后 大地破碎为四大布州的西游时代 灵气大不如前了 怎么可能再孕育出先天之物啊 观音呢 于是再三观察 最后啊 找到了不知是不是算是证据的证据 那七个葫芦的颜色 不对 观音记忆里的七个葫芦分别是 紫金 紫青 紫红 紫白 紫黄 紫绿 紫黑 七种颜色 但他现在看到的葫芦 却是很纯正的彩虹七色 可恶 这葫芦在那蝉房之上 分辨不出气息来 观音想了想 转身离去 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灵山 佛祖 弟子在金蝉子的蝉房外面 发现一奇异之物 一时拿不准 特来向佛祖求教 如来有些意外地看着观音 作为他手下最得力的菩萨 同时也几乎是灵山对外的 头号外交官 可以说是灵山之中 见识最多的菩萨了 能让他也不知道的奇异之物 会是什么呢 观音 理切说来 如来一脸自信地开口了 天下无他不知之物 佛目一扫 就可以前之五百年 后之五百年 观音吸了一口气 弟子在金蝉子的蝉房外面 看到一粥葫芦藤 看起来与先天葫芦一般模样 作为佛门的老大 如来没喷 一旁的弥勒喷了 观音 你在开玩笑吧 弥勒瞪大了眼珠子 脸上的笑容换成了震惊啊 观音淡然地看着弥勒 并没有说话 弥勒的眼睛越睁越大 最后化为一阵苦笑 看来大师并没有开玩笑啊 但这怎么可能 如来此时也刚刚把凌乱的心情给整理好 还好刚才没有露出什么破绽来 不然这佛门老大的威严就要崩了 观音具体说说 观音于是把情况具体说了 包括自己的分析 如来思量了片刻之后 说道 看来此事非同小可 既然暂时无法感应到那葫芦的气息 我们且做观望 若那真是先天葫芦 又在金禅子的禅房外 那自然是与我佛门有缘 言下之意啊 这葫芦要是真的 那就必须必然 必定是佛门的 一干佛陀菩萨罗汉也是纷纷点头 只是这葫芦就摆在禅房外面 谁都能看到 若是被天庭或者其他哪路散仙给看到 那佛门就要落空了 于是如来让降龙俯虎前往金山寺 暗中做准备 若是有哪个不开眼的敢和佛门抢宝贝 那就不要客气 把葫芦的事情交代完了 观音才说起金鱼精的事情 却是全无头绪 如来并不在意 那八十一难中除了特定的几个节点之外 其他的就算是更换一个人选也是没问题的 如来心中现在已经肯定就是哪个圣人出手在干扰西游 只是没有证据 只能先隐忍了 金山寺 唐三炼化的昆吾八剑终于有了成果 第一把眼日剑终于被炼化入元神之中 昆吾八剑完全炼化 可得一元慧的法力 分为八柄 每一柄则是一万六千载的法力 如此多的法力炼化入体 而且是直接加诸元神 唐三的实力立刻就向上拔高一大截 强大的法力从元神反捕肉身 化为精华流入到四肢百骸 容金断骨洗随法脉 针仙巅峰 玄仙初阶 玄仙中阶 玄仙高阶 最后唐三的实力在玄仙巅峰停了下来 然后慢慢地稳定 唐三睁开双眼 眼中一丝妖异的流光一闪而过 最后又重归平静 带出一丝佛光明星 哎呀 这种从元神提升的方式果然爽 一口气直接跳了一大截 唐三伸出手一握 就见一丝空间在手中捏个粉碎 再一挥手 那已经彻底炼化的眼日剑 出现在手中 昆吾八剑只有彻底炼化之后 才能发挥出真正的威力来 太阳真火慢慢爬上眼日剑锋 把整个宝剑装点的 就如同纯粹由太阳真火形成的一般 嗯不错 唐三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向前挥剑斩击 就见那剑锋上的太阳真火化为无形剑气 刷消失在一片连漪之中 眼日剑的能力是将火系剑气给引于无形 若是掌握了火系法则之后再使用 其剑气不但无形更是无影 金山寺外的高空之中 俯虎罗汉刚刚来到这里 正在好奇地打量那蝉房外的葫芦藤呢 却不料啊 突然他就捂着右脸大声惨叫起来 我的脸啊 却是刚才啊 唐三甩出的无形剑气 擦着俯虎罗汉的脸皮飞过 直接将其半边脸给斩了下来 那剑气以太阳真火为机 火系法则为原 在俯虎罗汉全无防备之下 直接就破了俯虎罗汉大罗金仙的防御 第三十三章 李静 你这换汤不换药啊 俯虎罗汉捂着右脸惨叫一声 然后就化为一道红光 躲到了渭水之中 瞬间被偷袭 而且无形无影 俯虎罗汉还以为 是有人在埋伏着要杀他呢 于是选了一处最可能的躲藏路线 渭水之中 然而 等俯虎罗汉在渭水里躲了片刻后 却发现根本没有任何后续的攻击 他再次从渭水之中出来 来到云端 撑起今生 怒目扫向万里八荒 要把那偷袭者找出来 然而 什么也没看到 到底谁敢偷袭贫僧 哎呀 俯虎罗汉那个气呀 他本应该和降龙罗汉一起前来 但临出发的时候 降龙罗汉又被如来叫去 有事吩咐 俯虎罗汉没当回事 就先来到了金山寺 哪知道刚站稳就被偷袭了 俯虎罗汉一边抽着气 一边想要再生半边脸皮 可哪知道法力运转了三圈 却发现肉身无法再生 对于降龙俯虎罗汉这样级别的存在 等闲肉身的伤害 眨眼之间就可以再生啊 然而 被太阳针火加火系法则烧掉的脸皮 却是不可能再生的 因为从元神层面就已经把脸皮给烧掉了 肉身自然不可能再生了 元神公鸡 到底是谁 俯虎罗汉气得浑身颤抖啊 这难道从此之后就要当没有脸的罗汉吗 正好在这时降龙罗汉来了 俯虎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降龙罗汉见老搭档全身是水 脸上金是鲜血 也是一脸懵逼啊 我擦 难道这么快就有人来抢葫芦 而且和俯虎打起来了 俯虎罗汉这才把事情一说 降龙罗汉脸色就是一变 居然是元神公鸡 还好是打骗了 不 不对 不是意外打骗 而是故意打骗 这是一次警告 俯虎罗汉一想 顿时也是浑身冰凉啊 这能无声无息打伤自己 而且直接就攻击元神的大佬 怎么可能打骗呢 那必然就是故意的 看来那葫芦定是先天葫芦 而且就是保护金蝉子 那个大能者种下的 他是在用这样的方式 来警告我们 此事 得要立刻汇报给我佛 福虎 我们快快回灵山去 而蝉房之中的唐三 完全不知道自己事件的一击 达成了怎样的成就 更不知道降龙福虎两位 已经脑补到什么程度了 他只是很满意 掩日剑的表现 然后继续开始修炼 寻仙巅峰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实力 但是在真正大佬面前 依然是一盘菜 闭关修炼才是正途 其他的都是邪道 天庭 玉帝看着终于完工的 灵霄宝殿和南天门 满意的点点头 嗯 终于又修好了 朕不用在偏殿处理事物了 哎呀 玉帝都快哭了 只是一想到对之前的事情 一点调查结果都没有 他的脸色就又黑了下来 再想到答应佛门逼了金蝉子出关的事情 也没个结果 他的脸色就更黑了 一干文臣武将看到玉帝坐在玉座上 脸色却是越来越难看 都不敢吱声 只能低着头 玉帝一见这个情况 脸色就更难看了 等到朝会散去 玉帝让太白金蝉留下 群臣讨论了许久 最后想出一个新的点子来 让李天王和哪吒去 玉帝一般不会派这父子二人去办什么事情 因为他很清楚 这两个人就是佛门放在天庭的耳目 平时回避这二人都来不及 又岂会让二人办事 但是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了 穿高尚神霄 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上殿 李静自然是不想接这个苦差事 但明面上他是天庭元帅 那总不能直接拒绝吧 于是领了命之后 就和哪吒化形为一对商人父子 来到金山寺进行调查 父亲 孩儿关内缠房位置特殊 四方八面皆有戏 八卦方位自来运 应是一伏地 回到空中 哪吒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李静身着金甲 手托一小塔 点头道 这金山寺内以灵之脉涌动 其实是以伏地 听闻那金蝉子一直闭关 是为了修行 想必是建了这地灵之脉的灵雨运 我们只要把这地灵之脉搬到别处 那么金蝉子就闭关不下去了 哎 李静双眼一亮 确实是个办法 但金蝉子 若闭关 非是为了修行呢 更何况 那蝉房 显然是有高人必有 就算没了地灵之脉 也不一定逼得出来金蝉子 哪吒自信一笑 哼 孩儿此计 非是直接逼迫金蝉子 而是金山寺里的和尚 以及那些乡客 地灵之脉消失 金山寺的香火自然会减少 那时候金山寺无以为记忆 他们当时如何 他说着 指向金山寺不远处的另一个山头 说在那里起一座寺庙 李静一听 哈哈大笑 不愧是我孩儿 此计甚妙 就这么办了 当下李静就叫来金山寺附近的土地 山神 河神 等一杆小神 要把整个地脉完全转移 其影响巨大 就是李静也没有这个权力 但若只更改一下汇聚点 那李静这样的兵马大元帅 就有权下令了 土地山神听大元帅的命令 立刻就行动起来 检测到李静 试图移走金山寺地脉之灵 以减少金山寺香火的方式逼宿主出关 你有以下选择 一 无视李静的行动 以小千世纪的灵气 维持金山寺香火 但会被发现破绽 可获得兵系法则卡 二 阻止李静行动 并且不暴露自己 可获得时间法则卡 唐三的眉头一皱 把神念往金山寺下的山头一扫 立刻就发现了土地山神的动作 这招莫斯以前观音用过 李静这是换汤不换药啊 唐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种 露出破绽什么的还是不要了 心念一动 唐三拿起放在一旁的翠光两仪灯 以元神祭起送入到地下 那土地和山神呢 正在满头大汉的搬运地脉之灵呢 地脉之灵一旦运转起来 就是整个大地的重量 哪怕土地可以控制大地的力量 哪怕山神可以搬动山岳 想要搬动地脉之灵也是个苦差事 就在此时 一点翠绿色的光芒出现在山神和土地的面前 哎 两位小神一晃神 立刻迷迷糊糊 再不知所以 翠光两仪灯一照 就将土地和山神给炼化了 然后就这么消失了 无声无息地来 无声无息地离开 第三十四章 玄心 打死你个臭老鼠 李静看到整个金山寺的灵脉正在动荡 知道是土地山神已经开始行动了 他很满意地笑了起来 哪知道才过不久 那本来已经开始移动的地脉之灵又安静下来 金山寺那动荡的灵气场再一次稳定了 怎么回事 去看看 李静眉头一皱对哪吒道 哪吒立刻来到金山寺下 却发现地脉之灵附近早就不见了土地山神的影子 连一点气息都没有留下 哪吒回去给李静把情况说了 父亲查一下名录 正当如此 李静立刻让心腹回去找人查名录 这一查却发现金山寺地界的土地山神没了 本应该有名字的地方只有两行空白 这意味着要么土地山神叛逃了 要么就是死了 而且是瞬间元神被炼化 连一点残留都没有留下 土地山神这样的小神根本没有能力 更没有胆子叛逃天庭 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被谁秒了 李静的心腹回来把事情一说 李静和哪吒都是大吃一惊啊 看来此事不可为 我们应该再想个办法 李静眉头紧紧皱起 片刻之后他冷笑一声 点一万天兵天将前来 哪吒心头一惊 父王此事大为不妥 那保护金蝉子的大能 最继影响到凡人 孩儿的计策对于凡人的影响如此之小 依然被大能出手阻止 受天兵天将前来 舍怒了那大能兴当如何 李静自信地道 附下天庭四方旗便是 天庭四方旗的效果 和佛门的佛国是一样的 天庭需要做什么事情 而又不想影响到凡人的时候 就会这样做 只是天庭四方旗 没有佛国那诸般变化 不能时间加速 只是一方空间而已 哪吒还是觉得有些不妥 但又找不到反驳之言 于是只能回到天庭 点来一万天兵天将 然后又让四名天将 去布置四方旗 然而这去布置四方旗的天将 很快回来了 回大帅 四方旗无法布置 李静眉毛一粒 什么意思 那四方旗插上去就立刻烧起来 我们全力用法力保护住四方旗 都没法阻止 一名天将道 另一个红脸的天将 犹豫了一下后说道 墨将在那火焰之中 感受到太阳真火的气息 李静 李静当时就抽了一口凉气 太阳真火 这世间能掌握太阳真火的也就只剩下一位 但那位怎么会对自己的人出手呢 李静目光闪动 最后一咬牙 先收兵 他得弄明白 那太阳真火是怎么回事才行 托塔李天王信心满满的出发 点了一万天兵天将要搞大事 最后却是个虎头蛇尾的回来了 这在天庭之中立刻就议论开了 李静本来就急好面子 听到那些议论更是脸黑的不行啊 毁了自己宫殿也是全成黑脸 正好啊 这一天李静的义女前来请安 这位李天王的义女称为帝永夫人 本是一只金鼻白毛老鼠精 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竹 被如来令李静和哪吒父子拿住 但李静帮着求情 于是如来饶了他不死 基此恩念 帝永夫人趁机拜李天王为父 拜哪吒为兄 帝永夫人上来请安 却被在火头上的李静 给骂了个莫名其妙 从哪吒那里知道了前因后果之后 这位李天王的义女就动了心思 帝永夫人当即拜别了李静 来到了金山寺 此时已经是晚上 金山寺里的香客已经散去 除了寻夜的和尚 其他人也都休息了 唐三刚刚把得到的时间法则卡布置好 正要继续修炼 就听到陈房外面传来悠悠的一声 盛僧 盛僧 奴家求见 唐三神念一扫 就发现外面站着一个极为漂亮的女子 身着青纱一态万千 当真有国色天香之字 只是全身妖气冲天 眉眼之间便有一股阴煞之气 再仔细一看 却发现对方居然是个老鼠精 哦 老鼠精 是西游里面有名的老鼠精 帝永夫人吗 那个李静自己跑了 把自己义女派来了 唐三知道这个帝永夫人是个专门引诱和尚 然后将对方吃掉的货 也是八十一难中的疑难 既然你自己送上门 那贫僧就不客气了 唐三举出翠光两仪灯 灯光隔着尘房的门窗透出一点 往那帝永夫人的眼中一晃 帝永夫人顿时就觉得一阵眩晕 但仔细看看 似乎又没有什么问题 圣僧 圣僧 你快出来呀 觉得自己没事的帝永夫人 继续开始引诱唐三 一番言辞无效之后 他就开始在尘房前 骚自弄手卖弄风情 唐三却是看也不看 一道神念把玄心给引了过来 玄心呢正好就是今夜的首夜 本来他一向不去巡视唐三缠房的 但这一夜却冥冥之中心有所感 就往唐三的缠房来了 来到尘房一看 呃 玄心当时就惊呆了 眼珠子瞪得几乎要凸出来 卧槽 这么大一只老鼠啊 帝永夫人没想到会有个小和尚跑来 心念一转 觉得勾引不到唐三 先拿这个小和尚试试也不错 看这和尚也生得高大英俊 眉眼不错 想来要是吃掉的话 也能补些道行 心头这么想着 帝永夫人就娇嘀嘀地喊了一声 大师 哎呀 这一声喊 那叫一个千娇百媚 那叫一个白转会尝啊 而玄心突然听到逆味人的吱吱声 当时就是一哆嗦呀 然后猛地跳起来 抓起一旁放着的扫把就打了过来 哪里来的大老鼠 长得又肥又大 竟是偷吃了皮色的肚子 还在这里给我扯肚皮 却原来玄心被唐三使了个小法术 让玄心看到的是帝永夫人的本体 于是在玄心眼中 唐三缠房前 一只半米长的巨大白毛老鼠 在那里是又翻肚皮 又是吱吱叫 玄心几天前 才因为弄丢了一袋豆子 被法民给教训一通 此时一看到这么大的老鼠 当时就怒了 哇呀呀一声吼 举起扫帚就打了过来 而帝永夫人却不知根源 见玄心打来 眼中杀机一闪 就要先杀了这个和尚 哪知道一举手才发现 自己体内的法力如死水一般 连本身的力气也消失个干净 一个愣神 玄心的扫帚已经打了下来 飞老鼠 让你看看 贫生的金刚扫帚 第三十五章 李静 我叫你一声 你敢答应吗 帝永夫人哪会想到有这样的事情啊 她可是国色天香的帝永夫人 哪怕是当年李天王见了自己 也觉得甚为可怜 这才帮她求情 怎么到了这和尚这里完全起不了作用了 她哪里知道 自己在玄心的眼里 根本就是一只肥瘦的老鼠而已 玄心这一通好打呀 打的帝永夫人是古断金蛇 头破血流 六腑伤了五腑 五脏坏了四脏啊 要不是玄心最后终于想起来 自己是个出家人不该杀生 怕是这帝永夫人会被活活打 打死 玄心一把抓起帝永夫人的脖子 就这么提到寺庙外面 丢了出去 好一个臭老鼠 出家人有好生之德 但你再来闹事啊 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玄心一顿手中扫帚 当真跟个怒目金刚一般呢 帝永夫人吐血三声 掩面而逃 再说禅房这边 玄心刚把帝永夫人给丢出金山寺 唐三的眼前就跳出几行字来 检测到宿主 成功利用湿地阻止帝永夫人 让其羞愧 决定闭关百年不出 成功破坏西行八十一难之一 可获得混沌员出路 唐三眼前多出一滴泛着微光的滴液 露珠大小 看上去平平无奇 但当唐三将其拖在手中之时 海量的信息就出现在他脑海之中 混沌员出路 是混沌之中第一滴露水 拥有瞬间将一切先天灵根催熟的作用 并且还有一定几率提升先天灵根的品质 哎呀唐三大喜呀 把那一滴混沌员出路 给递在蝉房外的葫芦藤中 煞时见那葫芦藤开始疯涨 所有的叶片都扭动起来 就见那葫芦藤一阵疯涨之后停了下来 那长着七个葫芦的藤蔓 却像是活过来一般 扭动着长进了蝉房 七个本来只有拇指大小的葫芦 此时已经有成年人拳头大小 随着不断的成长 七个葫芦开始不停地摇动起来 发出如同音乐一般的响动 在混沌出路的催化下 本来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成熟的先天葫芦 只过了一夜就成熟下来 啪啪啪啪 随着清脆的断裂声 挂着七个葫芦的藤蔓飞落到唐三的面前 啊 还好 我还以为真会跳出七个叫我爷爷的小屁孩呢 唐三扎摸了一下嘴 上前摘下第一个葫芦 一股气息流入他的脑海之中 摘下七个葫芦就有七段信息流入 这七个葫芦每一个都是先天灵宝 每一个都有极为神奇的妙用 红葫芦先天灵宝可轻可重 轻若红毛重若周山 橙葫芦先天灵宝叫出对方的名字 只要答应就会开始口吐真言 黄葫芦先天灵宝可以防御万物不伤 水火不清非圣人不可伤 绿葫芦先天灵宝可吸入冰刃 也可将吸入的冰刃释放出来攻击 青葫芦先天灵宝装有甘露 可以救活任何有生之灵 蓝葫芦先天灵宝 可以变形成任何想象中的东西 紫葫芦先天灵宝 可以复制任何先天灵宝及以下物品 法宝可以复制一次 凡物可无限复制 唐三眨了眨眼 看着摆在眼前的七个葫芦 哎呀 总觉得你们的功能相当的微妙啊 嗯 相当的微妙 他把七个葫芦收入元神之中 以元神温养 正要收拾的时候 发现那葫芦藤似乎也非凡物 拿起来一看 顿时就是一惊啊 藤蔓鞭先天灵宝 通过攻击可以降低目标法宝的灵性 多次命中之后会将目标法宝摧毁 嘿嘿 唐三于是高高兴兴地把藤蔓鞭也收了起来 就这样过了半个月 李静又来了 李天王之前偷偷与佛门联系 询问太阳真火的消息 但是他不过就是佛门的一颗棋子而已 又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有用的情报啊 被一通忽悠之后 李静也知道自己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于是他干脆就来了个担刀会 这一日脱塔里天王化身为一名富家翁 只身前来 等到周围相客见少时 他才开口 既然不能威逼 那就试试利诱啊 想来天庭加上佛门两家一起 家大业大 还能满足不了金蝉子吗 更何况了 这样做还可以试探一下 到底是谁在保护金蝉子啊 哎 李天王觉得自己这一招实在是妙啊 禅房里面的唐三一见李静又来了 很干脆地拿出刚刚到手的橙葫芦 李静李天王 哎 李静一听唐三叫自己名字 还以为对方这是要和自己谈条件呢 当时就是大喜啊 应了一声 正是在下 一股怪异的感觉涌上心头 让李静感觉到一阵不自然的头晕 但这感觉一闪而过 李天王也不曾放在心上 阿师 只要你答应出关西行取经 不但有莫大的功德 更是造福天下万民 如此好事 又有什么估计呢 李静使劲地想要说服唐三 唐三诞然道 李天王 你觉得嫦娥仙子怎么样啊 哎 李静一头雾水啊 不明白唐三为什么要问起这个问题 心头念头闪过 就准备义正言辞地回答一句 哎 仙子之事 本将军岂会胡乱评论呢 哎 然而啊 他听到自己说出口的话 却是 每个是天庭第一美人 人人都想得手 可是人人都没办法得手 乌曹 什么情况 我怎么把心里话说出去了 呵呵 李天王 你还真是性情中人呢 李天王 听说玉帝也想得到嫦娥仙子 但姚池王母管得紧 所以才没得手 哎 李静闭嘴不说 这是绝对不能说的 然而 他却无法控制住自己 嘴一张 就把不能说的全都说出去了 确实如此 玉帝曾经也找我帮过忙 想要拿下嫦娥 我怎么会让她得手 她要得手了 我还有什么机会 所以 我偷偷卖了消息 给姚池王母 结果那回 玉帝被姚池王母 打得三天不上朝 哈哈哈哈 痛快啊 战房里的唐三也喷了 哦 李天王 你好威武啊 就是不知道回天庭之后 你还能威武不 呵呵呵呵 第三十六章 唐三三气隆极 仙子又哭了 李静今日虽然是只身前来 但金山寺这里早已经是各方势力盯着的地方 这里说的话肯定很快就会传出去 李静心中大吉呀 哦呀 这些话要是传到玉帝耳朵里 他还能讨得好吗 当即是集中生智 大喝一声 净缠子 你敢赢我 唐三淡然一笑 呵呵 贫僧这里还有几个问题 不知李天王可否为贫僧解惑呀 卧槽 还在 李静大静 扭头就走啊 当真是不敢有片刻停留啊 果不其然 仅仅两日 别说是天停了 就是整个神仙圈子 都传遍了唐三与李静的这一段对话了 你别说李静现在不敢出门见人 就是哪吒都没脸见人了 玉帝是气得蹊跷伤烟呢 却又一时不知对谁发火 憋得一张脸紫红紫红的 过了几日 深夜 唐三的尘房 又迎来了三位客人 三位仙子 其中两位是熟人 一个是最近的天停风波的主角之一 天停第一美人 嫦娥仙子 一个是之前说死在外面 也不会再来的龙脊公主 还有一个却是第一次来的感应随氏仙姑中的老二 也就是封神时鼎鼎有名的三肖仙子中的老二 碧露仙子 相比于闲静的大姐云霄仙子 内向的老三穷霄仙子 这碧仙霄子却是个火辣的性子 这位当年是连原始和老子两位圣人都敢骂的主 这一次嫦娥莫名其妙就被卷到天停风波的漩涡之中 哎呀气得想哭啊 龙脊想要给好姐妹出气 但一想到那可恶的金蝉子又没个底气 于是就请来了碧霄仙子 大和尚 你出来 碧霄仙子落在尘房之外 一招手把周围给隔离起来 插着腰就叫道 贫僧不出来 贫僧不出来 唐三这一次回答得很快 碧霄仙子一听得意地笑了 怎么了 怕了 是的 贫僧很怕 唐三回答更干脆了 三位仙子杀气腾腾地跑来 怕不是要把贫僧给生吞活泼呀 贫僧自然是怕的 碧霄仙子哼了一声 大和尚 算你失去 既然怕了就 他话还没说完 不曾想唐三后面还有话 万一贫僧出来 把三位仙子打哭了 该当如何是好啊 贫僧一个出家人 怎么安慰三位仙子啊 所以贫僧还是不要出来了 呼 三位仙子无语啊 龙脊咬牙切齿地道 毕小姐姐 你也听到了 这个大和尚可气人了 唐三的声音悠悠传来 这位仙子的声音听起来很是熟悉 贫僧记得仙子上次说 就算是从天庭跳下来 死在外面 也不来贫僧这里吧 呃 龙脊气得直跺脚 却是答不上话来 毕小仙子却接过话 对呀 死外面当然就不来这里了 但没死的话 肯定就来了 对对 毕小姐姐说的对 唐三无语啊 毕小仙子也不管其他 清了清嗓子后说道 大和尚 我且问你 为何你与那理静变答 却要拉上我家嫦娥妹子 害得嫦娥妹子 现在到哪里都被人指指点点 你一个出家人怎么如此恶毒 唐三沉默了几秒 这才慢慢回答 这位仙子 嫦娥仙子身为天庭第一美人 难道是她的错吗 当然不是 毕小仙子回答的斩钉截铁 那嫦娥仙子被天庭诸仙暗中看上 也是她的错吗 当然不是 毕小仙子倒是想听听唐三能说出什么诡辩之词 唐三第三问 仙子身负生化万物之职 当可知晓 这世间万物生化各有条件 有喜阳者就有喜阴者 若有一日 有喜阴者指着太阳星痛骂 说太阳星妨碍了它的生长 此可对啊 这个问题问得更加莫名其妙 但毕小仙子还是摇头道 这与太阳星系有何关系 那嫦娥仙子身为天庭第一美人 与天庭诸仙有何干呢 一群站在阳光下 却内心阴暗的家伙 整日对着太阳星上的月宫流口水 这与嫦娥仙子又有何干系呢 哎 三位仙子有点懵啊 还可以这样想的 可是 可是 哎呀 毕小仙子觉得自己的脑子有点乱 可是什么 可是那些人对嫦娥仙子指指点点 让嫦娥仙子心神不宁 对对 毕小仙子和龙吉一起点头 唐三吃笑一声 哼 心神不宁就表示觉得自己做错了 嫦娥仙子要是觉得自己错了 那为何要来找贫僧呢 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龙吉小声道 毕小仙子瞪眼看他 喂 你到底是哪一边的 龙吉这才神色一正 对对 反正都是大和尚你的错 你得想办法 你说怎么办 那就当那些指指点点的家伙是傻子 对于傻子 要多加关爱 让他们指点就好了 让他们永远看得到 得不到 岂不是更好啊 唐三一本正经的道 龙吉实在是没忍住 笑了起来 毕小使劲地掐着自己的手臂 不然他也要笑出来了 嫦娥美眸之中 此时已经有一亿灰光 他向陈房迎迎一礼 多谢大师解惑 嫦娥感激不尽 说完 他就将遗物放在地上 此乃是月桂树的一段树心 嫦娥可没有忘记来这里的规矩 三位仙子转身就走 但是嫦娥和毕小仙子都走出去之后 龙吉却发现自己没法出去 大和尚 你干什么 龙吉的心头生起一丝不好的念头 贫僧上次说过 仙子再来是要加倍的 唐三的声音此刻透着一百二十分的见性 龙吉怒视尘房 大和尚 你 你又欺负我 哎 仙子想多了 贫僧收费是很公平的 上次居然给我一个发簪嘲讽我 不收拾你就不知道贫僧的厉害 龙吉气呼呼地想要离开 但怎么走也出不去 最后气得拿出白帆 就准备硬在咫尺鸿门开个门了 这白帆也是个空间系的宝贝 可以在任何地方开一道方便之门 容龙吉躲避和转移 但是白帆这一次也没用了 龙吉把白帆都要摇破了 却什么也开不出来 哎呀 龙吉是越想越委屈 把白帆狠狠地砸向禅房 臭和尚 每次都欺负我 恨死你了 白帆落在禅房前 下一秒 龙吉离开了咫尺鸿门的控制 龙吉小嘴一撇 哇的又哭出来了 第三十七章 天王 你炸塔了 检测到宿主第三次气窟龙吉 成功得到嫦娥和龙吉信任 可获得先性十颗 唐三手中多了十颗黄澄澄的先性 这先性也是先天十大灵根之一 生长于中南山玉柱洞 当年雷亭子就吃了两颗 立刻就得了风雷二吃 把龙吉气窟都能得到奖励 不错呀 不过得到信任是什么鬼呀 唐三一边把手里的先性吃了 一边邪恶的想到 十颗先性吃完 唐三就把杏盒给丢到了炼妖壶之中 然后开始炼化先性的力量 十颗先性的力量化为肝醇进入体内 流转了三圈之后 却不入丹田 反而进入了元神之中 然后与那雀邪剑融合在一起 哄 唐三元神之中突然轰然一声响 雀邪剑蕴含的强大法力瞬间融化 冲入到唐三元神之中 唐三心头一震 立刻开始运转九转天宫 一周天 两周天 也不知运转了几个周天 只知现实时间一去就是三个月 终于 陈房之中 唐三睁开双眼 一道金光射出 化为无形剑翼横扫陈房 一把雷光环绕的利剑从他的眉心之中冒出 然后又迅速的隐去 雀邪剑炼化成功 唐三站起身来 全身骨节发出琵琶之声 似龙吟虎啸又似风雷轰鸣 好 九转天宫终于到了第二转 现在的肉身强度已经可以和后天灵宝比肩了 等闲伤害可以完全无事了 心念一转就见三花聚顶武器朝圆 呼吸之间有气韵流转 再伸手掌心处献一团仙气 仙气之中可见屡屡金光闪现 唐三露出一抹微笑 呵呵 金仙出街 然后他又摇头苦笑起来 嘿嘿 一把昆吾剑让我从真仙巅峰跳到了玄仙巅峰 但第二把剑却只是让我从玄仙巅峰到了金仙出街 这里面还有十枚仙性的能量 果然修行到了后面 一步一登天呢 话虽如此 但唐三很快还是高兴起来 啊 实力提升了就是好事儿吗 在唐三终于把实力提升到金仙出街的时候 天庭那里憋了三个月之后 终于有了变化 说李静将金仙子请出官进行西行 过程之中不得伤害凡人 即刻执行不得有误 太白金星把玉帝的圣旨放在李静的面前 叹了口气 唉 李天王 小臣无话可说 还请天王照办吧 另外 天王可调动的只有本步兵吗 李静知道这是玉帝的报复 但他能怎么办呢 他也很绝望啊 更绝望的是在这一道圣旨下达之前 哪吒被另一道圣旨给调走了 再加上这一次只能调动本步兵马 李静手头可以说是要将没将要兵没兵啊 然而玉帝这明摆着的报复 李静却只能接 李静向太白金星一拱手 什么也没说 当天李静点了本步兵马三万 又点了聚灵神等几个老部下 这就浩浩荡荡的来到了金山寺 因为玉帝有令不得影响凡人 于是李静就用了大手笔 直接在千里之外布置了四方旗 把这一大片区域都给拉进特殊空间中 同时还要把在这一范围的凡人全都过滤掉 这一下李静就要让一万天兵去维持四方旗 本来就捉襟箭肘的兵力就更加不够用了 等到四方旗布置好 李静就迫不及待的来到禅房前 只见李天王身穿乌金千丝甲头戴金翅乌宝冠 右手持云翅三叉戟 腰间有金风宝剑 警禅子 既然你敢违堪天命 拒绝西游取经 那就不要怪本帅对你不客气了 李静指着禅房力声道 禅房之中当然是什么回应都没有的 检测到李静带天兵天将逼迫宿主出关西游 你有以下选择 一出关西游与李静结交可获得龙虎如意 二打退李静并且不被观战者发现破绽 可获得先天灵根苦竹 唐三的神念扫过千里范围 发现只有自己一间陈房 啊 不被观战者发现破绽 也就是很多人都看着了 那我应该怎么打退李静呢 唐三念头转过 然后露出一丝坏笑 李静见禅房里没有任何动静 于是冷哼一声 手中三叉戟向前一挥 就见五百惊雷鼓手 敲起战鼓 五百风啸号手 号吹阵号 煞时间狂风大作是雷电交明啊 天亭雷步并不是只有雷公电母才能行雷步电 普通的雷步天兵也会 只是远不如雷公和电母的实力罢了 不过天兵行雷步电并不是为了直接的攻击 而是为了加入到阵法中 南明朱雀镇 喜 一名天将大喝一声就见一万天兵布阵在陈房上 震起一大片九天玄火就向陈房傻了过来 天火之中更有万千惊雷狂电扫雷 然而所有的攻击却打不透那咫尺鸿蒙 天将一见这个情况立刻到 继续攻击 再厉害的神通也是要有消耗的 就不信这数万天兵天将夹在一起 还拼不过一个金蝉子 那很显然 要是佛门将当初发生过的一切告诉天庭 那天庭的天兵天将就不会这样了 李静宁木看着下方的变化 发现天兵天将的攻击无效 不满的皱了一下眉头 心念一动就把自己的七宝玲珑塔给丢了出去 这七宝玲珑塔是燃灯给李静的 当初他就是用这东西挡住了要杀他的哪吒 更是仗着这宝贝得了一个拖塔天王的神位 这宝贝可大可小 可见人吸入用火焚烧 也可以投掷出去打人脑门 李静此时将宝塔给放大 罩住了那一尘房 天兵天将一见 立刻将南明离火加持在宝塔之上 以增加宝塔的火力 唐三一见 呦大乐呀 哈哈 李天王 你的套路果然就这么两手啊 趁着禅房被罩住 唐三立刻祭出藤曼鞭 对着七宝玲珑塔就是一顿猛抽啊 这藤曼鞭呢不打人不打神不打仙不打鬼 专打法宝 每打一下就会降低法宝的灵性 攻击的多了那法宝就会被直接摧毁 这七宝玲珑塔把禅房罩住自然躲不开来自内部的攻击啊 哎呀 唐三这一顿鞭子抽的那叫一个痛快啊 一刻钟后 啪 七宝玲珑塔发出一声脆响 哼哼 整个塔炸了 第三十八章 我是天兵 我看到天王被扒光了 这这怎么可能 李静整个人都懵逼了 数万天兵天将也懵逼了 七宝玲珑塔可是人灯古佛在封神时期给李静的宝贝 虽然是后天灵宝 但是在后天灵宝之中也是数一数二的级别啊 拖塔天王李静的名声就是用这宝贝打出来的 哎 当然了这都不是让所有人都懵逼的主要原因 真正让所有人都懵逼的无法做出反应的 是根本没看到任何的攻击 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攻击来自内部 但七宝玲珑塔真正防御最高的地方其实就是内部 任何一种可以把人套住的法宝最强的防御都在内部 再加上有上万天兵天将加持法宝 九天玄火和南明李火加在一起焚烧 等闲灵宝都会被烧毁 这是如何在内部发动攻击的呢 天火渐渐散去 留下的是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的陈房 之所以说是几乎是因为陈房外面的藤蔓 从原本的翠绿变成了赤红 但依然生机勃勃 显然是吸收了火焰的力量 元 元善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聚灵神小心翼翼的来到李静身边 嘶 李静像是被聚灵神这一声问给惊醒一般 就听他一声喝 想到之前唐三问他的话 再想起自己刚刚炸掉的宝贝 李静双眼气得赤红啊 手中云翅三叉几一举 按下云头就冲了下来 天王一怒万里惊雷乍响 云翅三叉几化作山峰一般大小 向着陈房是轰隆轰隆的降了下来 就见陈房外面的葫芦藤上的叶子 全都瞬间立了起来 一个巨大的黄色葫芦出现在陈房之外 挡在三叉几前 操 云翅三叉几撞在那黄葫芦上 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这轰隆隆的炸响声一起 数万天兵天将同时喷出了一口鲜血 那镇守四方旗的天兵天将 只觉得是一阵头晕眼花站立不住啊 四方旗空间剧烈地闪动了两下 几乎要破碎 还好正在观战的几名天庭大佬瞬间出手 把四方旗空间重新镇压了下去 否则只是泄露出去的这点冲击 就能把整个长安城毁掉 而离禅房进的数千天兵更是原神巨阵 这数千天兵身体里的生机瞬间就消失了 身体刹那之间变得如同石像一样灰白 然后寸寸开裂化为了粉末 数千天兵仅仅是这对撞石发出的余波就被杀死了 然而李天王这全力一击 却根本没在那黄葫芦上留下半点痕迹 仙天葫芦 竟然是仙天葫芦 正在观战的观音双眼之中射出一道利芒 这是何物如此厉害 同样盯着战场的御地也豁然起身 黄葫芦摇动了一下 将云翅三叉截远远的弹飞出去 然后咻的一声不见踪影 嗡 尘封外面的葫芦藤突然燃烧起来 速度之快不过是呼吸之间已经烧成一地白灰 蝉房的墙面上出现了大量的裂缝 裂缝之中隐隐可以看到淡绿色的光芒 光芒之中又可以看到两个人影 一个高大鼻挺一头乱发飞舞飘动 一个盘腿而坐身披袈裟 但这一切只是一审而过 所有的异象都随之消失 尘房还是那个尘房 只是没了葫芦藤叶 李靖手一招收回自己的云翅三叉戟 只见上面裂纹密布却是已经毁了根基了 刚才那一撞直接将这一件法宝也给撞碎了 就在此时就见一条鞭形之物从尘房之中飞出 向着李靖抽来 但这东西到底是何物却完全看不清观不明 别说李靖和在场的天兵天将了 就是拿着浩天镜的玉帝守在金山寺的观音 还有在灵山大雷音寺关注这里的如来 无数双眼睛却没有一个看清那边形之物到底是什么 被指齿鸿蒙罩住的藤蔓边就是圣人也看不透 李靖见到藤蔓边抽来下意识地举起三叉戟就挡 但本来就受创严重的三叉戟 又岂能挡住藤蔓边这种专门破坏法宝的武器攻击 只是一下那三叉戟就直接炸开 哎 李靖愣了一下反手抽出自己的宝剑刷刷刷刷三剑刺去 同时又寄起一件飞行法宝打了过去 周围的天兵天将又岂会看着自己的元帅被打呀 全都冲了上来准备帮忙 就见藤蔓边如同一条灵活的飞蛇又似一条狡猾的蛟龙 左扭右拐的把所有的攻击都给闪过 然后啪的一下抽在李靖脸上 禅房之中的唐三抽了抽嘴角啊 又死了呀 李天王谁叫你乱动的 我只想打你的头盔呀 李靖当着数万天兵天将的面被抽了一耳光 他当时就愣了一下 然后就彻底的爆发了 李靖全身燃烧起如同火焰一般的金光 手中宝剑寄起 划开藤蔓边化为一道苍龙 虚发怒章吞日吐月 李靖全身法力燃烧起来 控制着宝剑向禅房扑去 藤蔓边飞起来瞬间抽出一百八十边 全都打在那苍龙身上 李靖根本不知道这藤蔓边的根脚 否则绝对不会让自己的法宝与其硬拼 结果呀还不等那头苍龙落在禅房之前 就被抽成了碎片 哗啦啦散落了一地 哎 李靖这下是真的呆住了 虽然是天庭元帅 但因为都知道他父子二人是佛门放在天庭的一枚棋子 所以李靖身上的法宝其实并不多 一塔一挤一宝剑 剩下的都不过是一些可有可无的小件而已 现在随身的三件法宝一下子都没了 这让李靖一时之间无法接受啊 就趁着他这一愣神的功夫 藤蔓边是刷的就冲了过来 噼里啪啦的在李靖身上抽了百八十遍呢 就见李靖那一身威风凛凛的铠甲被抽的是寸寸开裂 片片见落呀 就那么一个恍惚间堂堂天庭元帅李靖李天王 被扒的只剩下一层礼衣了 李靖悲愤的一大口血喷出来 金蝉子我李靖举你事不良力 李天王是大吼一声啊 再也不管什么不能伤了金蝉子的规定了 直接就赤膊上阵冲向蝉房 第三十九章 我错李靖疯了 悲愤欲死的李靖冲向了蝉房 那此时他才不管什么伤不伤得到金蝉子呢 然而李靖奋起全力也无法靠近蝉房一仗之内 他已经将所有的法力都燃烧了起来 随后却只能像是一个傻子 一个疯子一样 哈哈哈哈 那就死吧 死吧 都死吧 李靖突然神经质一样的大笑起来 他猛的一拍自己的胸口 恐怖的力量在他体内迅速的凝聚起来 我错 这家伙气迷心了 要自爆啊 唐三大吃一惊啊 没想到李靖居然玩这一手 虽然就算李靖自爆了也破不开咫尺鸿蒙 但真要让这家伙死在这里怕是会有些麻烦呢 尤其是在这种数万天兵天将看着的情况下呀 唐三当即举起红葫芦 缩小到拳头大小 直接就轰了出去 这红葫芦可大可小可轻可重 轻时若红毛浮水 重时有若不舟山 唐三将那红葫芦的重量控制到亿万万斤 轰的一下打出 就听得一声骇人的骨碎声响起 李靖胸骨瞬间被击得粉碎 哇的吐出一大口鲜血 直接就被轰飞出去 人在半空中就已经彻底的昏死过去 自然也就不能再自爆了 天兵天将一见这个情况 只能是灰溜溜的抬起李靖回了天庭 哎呀又一次行动虎头蛇尾的结束 一时间佛门和天庭都很是五味陈杂呀 观音在云头看了个全程 沉吟片刻之后他说道 慧安去天庭看看李天王吧 穆渣本来就心系父亲安危 听到观音的话立刻就去了天庭 观音则是看了禅房一眼 随手一招将一物收入手中 然后第一时间回了灵山 佛祖 这就是当时那葫芦藤剩下的部分 观音把收来内物带回到灵山交给了如来 那只是一段只有小纸粗细的藤蔓残渣 上面有被烧焦的部分 如来看了一眼 嗯 确实是先天灵根 如来只看了一眼 立刻很肯定的道 观音的神色严肃起来 如今还能培育出先天灵根的唯有圣人 弟子在之前葫芦藤烧掉之前 看到那禅房之中有一人 官知很像是上青圣人 上青圣人通天教主 封神沙结时结教大拜 通天教主最终被盗祖红军带走 再也不曾出现在三界之中 如来再一次听到通天教主的明慧 一时之间有些沉默 他与通天教主的关系何等复杂 只是他现在已是释迦摩尼如来佛祖 所做的一切只能为佛门 莫要乱说 如果真的是上青圣人 又怎么会露出破绽 如来瞬间就收拾起了心情 观音立刻道 佛祖说的是 但能做到这一切的唯有圣人 只是现在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位圣人了 如来沉思片刻却是微笑起来 不急 圣人没有让李静死在禅房前 就说明一切都有的商量 这是一场耐心的比拼 更何况现在急的是天庭 而不是我们 观音会议的一笑 但一想到其他的一些事情 他又沉下脸来 佛祖 那金笔白毛老鼠经跑去招惹金蝉子 被打成重伤 损失大量道行 怕是不能胜任八十一难之责 如来不以为然的道 既然他与佛门功德无缘 那就换一个吧 那语气就像是翻一页书本罢了 如来稍稍思考了一下 然后一指自己坐前的那一盏灯 既然是代替那金笔白毛老鼠经 就让他们去吧 那灯中的灯芯 微微地摇动了一下 观音点点头 从灯中取出灯芯 然后转身离去 一直来到某处 观音才将那灯芯投下 自侠 清侠 佛祖给你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若是能完成这场功德 至后你们自有机缘 观音面前 两个一模一样的女子 盈盈拜扶于地 金山寺 唐三的手中多出了一根翠绿玉滴鲜活无比的竹子 这正是先天十大灵根之一的苦竹 准题得到过一根 将之炼化为六根清净竹 可封人六十五感 可振五行变化 极为厉害 和之前得到的葫芦藤还需要成长不同 这苦竹是直接可以用的 唐三的念头转得飞快 然后拿出炼妖弧 把苦竹放了进去 炼妖弧可以炼化制造万物 唐三已经想好如何炼制这根苦竹了 他不着急 反正有的是时间 重新把炼妖弧给收起来之后 他又开始在禅房中布置起来 之前他使用七十二变变了个假身 然后又让分身站在一旁 故意弄出一个破绽颇多的假象 更是故意把已经没有用的那些藤蔓给烧掉 来了个不留线索 这就叫做真真假假难分辨 虚虚实实变不明 唐三重新布置好禅房中的一切 再一次开始修炼 时间法则卡形成了一个十倍加速区 再加上本来的重重加速 唐三现在已经享受了上千倍的修炼速度 也就是他现在由小千世界提供灵气 鸿蒙巨灵阵提纯灵气质量 否则他早就暴体而亡了 又是两个月过去 新的一年到来了 唐三从修行之中睁开双眼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金芒 心念一动火系水系雷系三种法则 于胸前汇聚 然后又化于无形 呼 终于是金仙高界了 第三把空无剑也要炼化的样子 千倍修炼就是爽啊 唐三吐出一口浊气 哎 天庭有两个月没动静呢 看样子是上次被打疼了 谁都不想来丢面子了 嘿嘿 继续保持啊 你们不来打扰我才是最好的 然而啊 唐三想的太美好了 事实上啊 他在这个时候下意识的结束修行 本身就是心有感应 果不其然 下午的时候杨俭来了 贤葬大师在下杨俭 唐三没有开口 想听听对方想要说什么 杨俭也不在意唐三是否回答 而是开口道 李静疯了 你与哪吒三兄弟的仇结胜了 一切小心 说完这句 杨俭转身就走 其实杨俭已经想到数种 可以逼出唐三的办法 但是他却谁也没说 不管金蝉子是不是记得他 他依然当金蝉子是老友 所以杨俭只是静静的看天庭的热闹罢了 杨俭走后 唐三半天没反应过来 我从李静疯了 真的疯了 欢迎收听由悠然有声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西游求求你出关取经吧 第四十章 唐三我好慌 我又弄疯一个 唐三觉得杨俭可能是在开玩笑 也有可能是故意用夸张的情报来吓唬自己 但是第二天哪吒就来了 金蝉子 你把我父亲大人给害疯了 现在父亲大人还在老君内里治疗 我现在不会对你出手 等你完成西游成佛之后 我再来找你报仇 唐三一张脸都要抽成包子了 不错 你们自己来惹贫僧 现在出了问题就算到贫僧头上啊 师储 贫僧请你们来了吗 唐三的声音转冷 哪吒哼了一声 哼 你想说我父亲大人是咎由自己 难道不是吗 你说的对 等等 三太子殿下 你刚才说什么 哪吒见唐三沉默 于是很认真的道 你说的对 父亲大人是自己找上门来 虽然是圣旨难为 但确实是他自找的 所以你就算是打杀了他 也与你无关 但我身为父亲大人的孩儿 为父报仇 又与你何干 这唐三无语啊 啊 很好 很强大呀 哪吒施主 那你的意思 等你完成西游成佛之后 我再来为父报仇 到时候 哪怕是佛祖也不能拦着我 啊 佛祖是不会拦着你 因为佛祖会一巴掌呸死你 哪吒就像是听到了唐三想什么一样 到时我也许就不是你的对手了 但至少我要完成复仇 这与其他就与我无关了 唐三一愣 然后瞄懂了哪吒的意思 这熊孩子根本就没有为李静报仇的意思 之所以跑到这里来 其实就是表明一个态度 神念一扫 唐三就看到哪吒脸上哪有半分伤心愤怒的样子 他明明在笑都没停过 不错 这家伙怕不是先在家里笑够了才来的吧 唐三没兴趣过问李静和哪吒之间的那点负责恩怨 他不再说什么 只是闭眼再一次修炼起来 不过他这一次注定是没办法安心修炼了 哪吒走了之后没多久 又有一个人来到了金山寺 这是一个唇红齿白的公子 生的眉清目秀 举手投足之间带有一股烟之气 这也就是一庙的和尚没怎么见过 换成任何一个常人 只需瞧一眼就会知道 这是一个做了男装的哪家小姐 周围的乡客虽然见了 但却都默默的不挑破 自金山寺出了第灵之脉 可以治疗疑难杂症之后 很多官家小姐附加千金都会伪装而来 所谓的就是求个平安康泰 整个金山寺的和尚也就只有见过世面的法明 才看出端倪 其他和尚却是一个不知 不过法明和尚本着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的觉悟 从来都不戳破那些女扮男装的姑娘 这做了男装的姑娘来到禅房前 左右打量上下观桥 好奇心十足 这姑娘看了足有一个时辰 这才离开 但等到晚上四中无人之时 她又来了 喂 大和尚 你不出关 是不是因为不想吸油啊 不都说乘服好吗 你吸油了就可以乘服 为什么不去呢 姑娘大大咧咧的盘腿坐在禅房之前 身下有一片紫云之气当她的坐垫 见唐三没有回答 那姑娘又嬉嬉笑道 我叫紫霞 这一次是来谢谢你的 要不是你把可恶的老鼠精打伤了 还轮不到我出来呢 唐三在禅房之中睁开双眼 紫霞 紫霞 紫霞仙子的那个紫霞 施主 你在找拔出你宝剑的命中人吗 笑叶如花的紫霞仙子瞬间愣住了 你 你怎么知道 这个秘密 这个秘密现在只有她和那个冤家一样的姐姐知道 怎么这个大和尚也知道了 唐三一听对方这略带惊慌的态度 就知道对方果然就是那个紫霞仙子 施主 看来你是相信命运了 紫霞不知道唐三是怎么知道自己的秘密的 不过他也不在乎 是啊 我本是天地间第一紫霞所生 与我那冤家一样的姐姐从出生就开始打 后来佛祖见我们两个打得太厉害 就把我们做成了灯心 结果那可恶的老鼠精偷吃香花宝竹时啃伤了我们两个 佛祖见我们两个没办法独立生存 就把我们撵在一起了 但我还是和姐姐天天打 不过跟着佛祖这么久了 我也窥见了一丝天机 我的意中人正是可以拔出我的紫霞宝剑的人 紫霞仙子的脸上带着甜静的笑 单纯的就像是一个孩子 如果施主相信命运 又为何要和你姐姐斗啊 你们相伴而生纠缠不休 就说明你们的命运是成为不可分开的姐妹 即为姐妹为何要相斗啊 如果要相斗那就表示你不相信命运 如果不相信命运 为何又相信可以拔出你佩剑的就是你的意中人呢 诶 紫霞仙子整个人都懵逼了 等等 大和尚 你等等 我有点头晕 他伸手做了个暂停的手势 然后脸上的表情瞬间一变 从天真烂漫变成冷凹 谁说姐妹叫相亲相爱 我与那个白痴的命运就是相伴相斗一生一世 唐三立刻就知道这是青霞仙子出来了 施主要是这样说的话 那么你也相信命运 就是相信拔剑之人是你妹妹的意中人 青霞仙子犹豫了一下还是点头 是的 唐三的脸上立刻露出愉快的表情来 那么问题来了 有一天紫霞仙子找到意中人之后 他们要是成亲了 你怎么办呢 你们共用一个身体啊 青霞仙子沉默了片刻 然后啊 那张脸瞬间就烧得通红 有 有有 有那么一天的话我就杀了他们两个 可是你刚才说你要和你妹妹相斗一生一世 你杀了她争斗就结束了 命运就被打破了 这不就是说你不相信命运了吗 嘿嘿 唐三的语气之中有快要憋不住的笑意 哎 青霞仙子也懵逼了 游异一会儿之后她转身就走 不过她走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就跟翻书一样的不停变 我的意中人我要杀了她 不能杀 杀了你就不相信命运了 命运 不 没有命运 我不信命运 不 我相信命运 我是谁 我在哪里 我在干什么 唐三无语啊 我操 贫僧又弄疯一个 哎 不要啊 本集播讲完毕 订阅加关注 下集更精彩 第四十一章 唐王绝笔 嘻 可是 你骗我 天庭 灵霄宝殿 玉帝的脸色阴沉的可怕 就在半个时辰之前 观音来到天庭 说是想到一个办法 可以把唐三给逼出关 玉帝不相信佛门有这么好心 但是她还是低估了佛门的无耻 金蝉子不出关 是因为现在大唐国泰民安 让她没有危机感 而暗中保护金蝉子的高人 不允许直接对平民下手 那么我们可以另行办法 让大唐神州颠沛设计动荡 民生下落 自然就会有人让金蝉子出关了 喂 玉帝听了观音这无耻的要求 整个人都是呆的 这一番话翻译过来就是 如果金蝉子不出关 那就让大唐的百姓付出代价 可谓是冷血到令人发指啊 玉帝其实也不关心凡人的生死 但是凡人的江山设计出问题 天庭的气韵就会更差 所以天庭是不愿意看到人间动荡的 大唐刚刚让天下太平起来 天庭刚刚可以从中得到气韵 佛门就要下手了 玉帝沉下脸来 大事 如此这般做 与人间不利 大唐气韵 大唐气韵早有定数 观音一脸的淡然 大唐气韵不会结束 相反 会大有延长 只是现在需要动荡一下 大天尊 金蝉子不出关 对佛门 对天庭都没有任何好处 玉帝还是摇头 不行 金蝉子不出关 你们换一个取经人便是 大唐气韵 不可动 天庭现在就守着 这点气韵过日子 佛门还想再挖走一部分 玉帝不是傻子 他很清楚 一旦这样做了 西游的影响将会比原本计划之中的扩大数倍 甚至会完全的把道门传承给打压消失 到时候大唐境内接佛门 天庭就算可以从佛门借来一点气韵 也将会大不如前 然而啊 拒绝是不可能的 观音脸上的表情平淡如水 大天尊 取经之人不可替换 尽快让金蝉子出关才是关键 另外 大天尊莫要忘记了 天庭欠佛门的因果 拖得越久 还得越多 玉帝神色猛的一变 显出一股颓然之色 朕 会考虑的 观音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神色 转身而去 事后天庭有小道消息传出 玉帝在当天砸了七百多件东西 最后是因为砸坏了 摇齿王母一个心爱的花瓶 被王母追打 这才停下来 因为佛门的毒计 大唐命数开始出现动荡 本应该一帆风顺的国运 最终起了巨大的波澜 然而这一切 此时此刻的凡人 并不知道 自从唐三把紫霞青霞 两位仙子给说的差点封掉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 都再也没有人来了 唐三很是意外 但是乐得清净修炼 第一年的时候 唐三在千倍修行效果下 把境界提升到了金仙巅峰 到了第二年 唐三练画第三把昆吾剑转破 境界达到最后临门一脚 第四个年头 唐三练画苦竹 打造出符合他心意的一件宝贝 这家伙堂而皇之的 给这宝贝上面刻下了 打狗棒三个四 第七个年头 唐三一口气炼画第四把昆吾剑玄俭 和第五把昆吾剑断水 终于成功进入太乙金仙境 第八年 正当唐三以为自己 还可以继续修炼下去的时候 唐皇来了 此刻正好是贞观二十三年 大师啊 我就是来问问 当初你说你闭关十年就会出关 现在十年之期已经到了 你怎么还不出关啊 诶 唐三有点乌语啊 不错 我以为这皇帝已经把这事给忘记了 怎么还记得呢 陛下 贫僧闭关 与大唐无碍吧 唐皇叹了口气 唉 大师既然这样说 那寡人就不再催促了 寡人这一次来 是想问大师一件事 最近寡人每日做梦 都梦到有一个人对寡人说 寡人的阳寿尽尽了 这事不是寡人快死了 唐三知道 判官把堂皇阳寿修改之事 理论上还应该有十年寿源才行 陛下放心 你还有十年阳寿 当可安心治国 呀 唐皇听了很是高兴啊 大师 你能不能给佛祖商量一下 再给寡人多几年阳寿 再来个十年 喂 唐三无语啊 我去 你以为这是抽饮料 开盖再来一瓶吗 没有 唐皇走的时候很不高兴 在唐皇从金山寺离开之后 的第三天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唐皇驾崩于寒丰殿 大唐神器交于唐高宗李治 大校三月之后 唐高宗来到金山寺 宣赠大师 先皇驾崩之前 有一尺盐流于大师 把那卷流盐放下之后 唐高宗转身而去 唐三把流盐拿进来一看 哇 居然是用手指沾着写写下的写书 上面就五个字 大师你骗我 唐三无语啊 这皇帝啊 这可真不能怪我呀 有人改了你的命数啊 第二天 唐高宗宣布任何人不得前往金山寺 给出的理由是高僧闭关不得打扰 但唐三很清楚 这小子是在报复 而且是受到了佛门的暗中指示 师兄啊 现在香客都没有了 怎么办呢 玄心一脸苦馅的坐到陈房外面 你这个闭关还要闭多久 玄心啊 你现在已经是金山寺方丈了 要学会稳重了 没有香客那就给清修吗 寺里以前那么多收入都存了起来 养活着疑似的和尚百年都不是问题 大家自己种粮种菜 日子一样过吗 四年前老法师法明突然说要云游天下 把方丈的位置传给了玄心 然后就一去不回 这四年里玄心明着是方丈 但是其实遇到任何事情都来请教唐三 玄心叹了口气 师兄啊 你说的都对 那四里的和尚 已经有好多都跑去别家了呀 诶 这不是更好吗 剩下的钱财粮食 可以让剩下的人活得更久啊 玄心犹豫了片刻 还是把实话说了出来 可是师兄 他们走的时候 把四里值钱的东西全都给带走了 我 现在四里除了你我 就只有几个走不动的老法师了 至于钱财粮食 不过三日之期而已 唐三无语啊 不错 需要这么狠吗 第四十二章 这位仙子 你智商不高的样子 唐三很清楚 唐高宗之所以敢这么对金山寺 多半就是佛门默许的结果 甚至有可能就是佛门干的 不过呀 唐三其实也不怎么在意就是了 金山寺是不是兴旺 其实对唐三一点影响都没有 只是玄心和庙里的几个老的走不动的老法师 还是得关心一下的 玄心啊 要不然师兄我教你修行如何呀 玄心眨眨眼 师兄 我就是在修行啊 诶 非也非也 师兄我要教你的是真正的修行 会成佛的那种 诶 玄心一下子睁大了双眼 是师兄你这样的 对呀 是玄心哗哗的流口水啊 我可以学吗 师父当年就说我笨 说我不可能成功的 师父那是在考验你 其实当初师父云游之前就给师兄我说过 待到时机合适时就教你真正的修行 现在就是最合适的时机了 诶呀 玄心点头点的脑袋都快掉下来了 我愿意学我愿意学 但说到一半他又苦下脸来 可是师兄啊 如果我跟你修行 哪里还有时间去画园 庙里的老法师们怕不是要饿死啊 这就是玄心一直被唐三看好的原因了 这些年来玄心因为经常被唐三拿去挡枪 各种法会都主持过 在长安城也是名气相当的大法师了 又当了几年的方丈 但玄心的心性却从来没有变过 此时第一个想到的还是那些老的走不动的老法师的生计 没关系 师兄我自有办法 唐三很自信的一笑 然后从禅房里送出一瓶丹药 这丹药你每日子午两时各服一枚 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所有丹药吃完 师兄我就开始教你正式的修行 玄心接过丹药 乐呵呵的去了 唐三用指尺鸿蒙把整个金山寺都给笼罩起来 设下进制让佛门的人看不到寺里的变化 跟着神念一转来到金山寺的后山 这里本是寺里种粮种菜的地方 结果那些望风而逃的和尚走的时候 居然连这些都给破坏了 唐三心念一动 就将一大片地给平整出来 然后把寺里最后那点粮给种下 再使个枯木逢春的神通开始催熟 枯木逢春神通是当年木之祖乌俱芒的神通 可以让万物逢春再生 用在催熟粮食上当然是无比浪费了 但唐三反正无所谓 一夜过去数百斤粮食摆在尘房之外 不要看得来汇报情况的玄心大呼小叫啊 就这样被封闭的金山寺里敲人发生着变化 今期四十九天之后 玄心一身玄灵之气的来到唐三的尘房外面 一脸的欢喜 师兄啊 我把蛋药吃完了 现在可以叫我修行了吧 唐三的声音传出 好 你来这里坐下 我教你 你听着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师兄啊 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呢 我们是和尚啊 你这是经文吗 我听着像是道士的东西 修行之法分什么和尚道士 只要能修行那就是好的 唐三是一本正经的给玄心灌输歪理 玄心想了想 师兄说的好有道理的样子 春去秋来一年过去了 玄心成功的晋升人仙境 其实他在金山寺这么多年 日日夜夜吸收地脉之灵 身体里早就充满了灵气了 只是没有正确的说道 依然是烦人罢了 吃了唐三的药 再修炼弱化版的九转天宫 自然很快就达到了人仙境了 师兄啊 我觉得我现在变得超级厉害了 玄心在禅房外面比划着肌肉 唐三露出和蔼的微笑 玄心啊 现在你可以去把那些 抢走了金山寺东西的家伙 教训一顿了 让他们把拿走的东西 全都还回来 师兄 你是让我去抢回来 这么说也可以 师兄 师兄 这样不好吧 人家事后会打上门来的 哎 你蒙面 到时候一句话不要说 不就可以了吗 师兄说的好有道理 那我这就去了 好好的一个和尚 就这么彻底的被唐三给带歪了 等玄心一走 一个好听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你也不是什么高僧吗 坏人一个 你师弟那么好的人 全都被你教坏了 而且你明明是个和尚 竟然教你师弟 玄门正宗的修炼之法 你到底想干什么 紫霞仙子在一片紫色的光辉中 慢慢的显露身形 唐三审然道 师主 你已经在一旁偷看了一年 贫僧没有赶你走 我已经是给足了你面子 现在你却来对贫僧指手画脚 不好吧 紫霞仙子插着腰 我可是听说 你被那个唐王欺负 所以来看望你的 没想到你一点事都没有 而且还偷偷地教你师弟修道 大和尚 你快点给我风口费 不然我就去佛祖那里告发你 唐三不以为然地道 告发我之前 你要不要先给佛祖解释一下 你跑到金山寺的原因呢 要不是我这金山寺可以屏蔽天机 你早被抓回灵山了 观音现在找你都快找疯了好吗 紫霞仙子哼了一声 直接转移话题 哼 大和尚 你上次说我命运有问题 我现在把我的剑带来了 你来告诉我 怎么有问题了 紫霞仙子举起剑 气势十足地看着陈房 唐三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位仙子 两久之后才叹了口气 唉 这位施主 你智商确实不怎么高的样子 看来你完全没有听懂我之前的话呀 听懂了 紫霞仙子固执地说道 但我还是相信 我的天命就是这把紫青宝剑 唐三心念一动 藤蔓鞭瞬间抽打出来 就听得噼里啪啦的声音连成一片 然后啊 那紫青宝剑哗啦一声散了一地 唐三很是淡然 你的天命碎了 现在可以走了 这下看你这个傻妞还能说什么 哼 紫霞仙子目瞪口呆的 看着碎了一地的紫青宝剑 脸上的表情极为呆滞 但就在唐三以为这家伙要和自己拼命的时候 紫霞仙子却是突然眼中羞涩一闪 说道 大和尚 原来你就是我的天命 咱们今日成亲吧 唐三一口老血喷出啊 这位仙子 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贫僧是和尚 第四十三章 仙子全炸了 五毛特效 唐三觉得呀 紫霞仙子的脑子有坑啊 但这位脑子有坑的仙子却是阵阵有词 我的天命在我的剑上 你现在把我的剑给打碎了 那你就要负责 所以我更定你了 就这样 紫霞仙子就这样住下来了 更诡异的是 清霞仙子居然没有反对 于是当玄心回来的时候 发现禅房前面有一个唇红齿白 很是精神的年轻小哥 紫霞仙子道 我叫紫霞 是他的弟子 从今天开始就在这里修炼了 你好 玄心师叔 玄心眨了眨眼 看向禅房 师兄啊 你什么时候说的弟子都不告诉我一声 太让我伤心了 唐三在禅房里差点抽过去 确定不再搭理外面两个逗逼了 但紫霞仙子就真的住在金山寺了 每日与玄心一起听唐三传道修行 白天修行打理田地 晚上就去行侠仗义 哎呀 唐三觉得咬咬牙就能过去了 就当自己养了两个孙猴子请来的逗逼 然而 在紫霞仙子住进金山寺的第二个月 嫦娥 龙吉 碧霄一起来了 而且是白天来的 化身为三位年轻的公子 来到禅房门口就齐声开口 弟子拜见师傅 谁玄心在一旁一脸懵逼啊 师兄又受弟子了 龙吉使劲点头 对 我叫吉 他叫长 他叫肖 我们都是师父的俗家弟子 见过玄心师说 玄心一拍巴掌 师兄啊 你的弟子越来越多了 我好羡慕啊 嘿嘿 唐三在禅房里真的抽过去了 把玄心忽悠走之后 唐三是一脸无奈啊 几位仙子 你们又是为何啊 碧霄得意的一笑 紫霞青霞与我大姐有缘 与我也交好 她说拜了个厉害的师父 所以我就来看看 龙吉对着禅房做了个鬼脸 什么也没说 嫦娥最为温柔 但态度也很坚决 多谢大师当初解惑 嫦娥心生感激 只是这些日子有太多不解之处 还望大师解惑 三位仙子 你们在天庭都没事可做的吗 天庭都不管你们的吗 对呀 反正没事做 把你这里玩咯 嘿嘿 这碧霄仙子回答的 就跟那啥似的 天府内部势力混杂 尤其是当前局势之下 玉帝有意放任 所以除了各部正神正司之外 其他神仙的监管都很轻松 尤其是像嫦娥龙吉三肖仙子这样 要么有历史遗留问题 要么有身份问题的情况 更是处于没人管的地步 反正只要不干出私下人间 与人私会这样的事情 天庭都懒得管 玉帝是故意用这样的方式 以方便暗中操作 但这正好方便嫦娥他们了 一天一人交出一件法宝 你们想待多久都可以 唐三拿出杀手锏 龙吉道 反正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就不走 你能拿我怎么样 这位仙子自从被唐三 气哭三次之后啊 貌似已经觉醒了什么了不得的属性了 嫦娥道 月宫唯一可拿出之物 只有月桂之 但此物大师已经拥有 再拿出来也只是徒尊笑料罢了 他说着拿出一个玉瓶 此乃月之精华 每万年方可有一滴 此瓶之中有二十滴 不知大师可否让我姐妹二人 在寺里留下些日子 嫦娥仙子 你是要躲什么人吗 嫦娥苦笑一声 大师果然什么都知道 玉帝突然将我 支配给险生二郎真君 我自是不愿 二郎真君倒也是真君子 他暗中让我来到大师这里 以求暂时庇护 啊 唐三立刻就明白了这里面的套路了 这怕不是又是天庭想出来的 逼自己出关的计策吧 若自己不收留嫦娥 一旦出了什么事 那就会影响到自己的道心 若是收留了 天庭就可以到处造游 到时候还是会影响到自己的道心 杨检也好 嫦娥也罢 怕都不过是不自觉当的棋子罢了 既然如此 那不如这样 唐三传音给嫦娥三位仙子 必消当时双眼就是一亮 很有趣的样子 隆吉却是有些担心 真的可以吗 不会被看出破绽来吗 嫦娥思量片刻点头道 一切就依大师所言 于是三位仙子就这么暂时住下了 过了七日 金山寺突然就被四方旗给围了 然后就见杨检带着十万天兵天将 从天而降 只见惊奇招展 行军如雷鸣 铠亮若闪电呢 大师 还请你把嫦娥 龙吉 必消三位仙子交出来 杨检站在云端 神木如电声若滚雷 他这是把气势给做足了 反正啊这禅房谁来都没办法 只要嫦娥三个不出来 他在这里闹得再凶也没问题 把样子做足了就是了 哪知道他才一开口 就见玄心拿着一把戒刀 压着三位仙子出来了 好 交给你们 嗯 杨检一愣啊 四方旗阵已经把凡人给过滤掉了 这个玄心怎么还在呀 玄目一打 这才发现 玄心居然已经是人仙了 虽然对杨检来说依然是个战武渣 但是已经并非凡人了 三个仙子像是被葫芦藤一样的藤蔓绑住 动弹不得 龙吉一脸悲愤的看了杨检一眼 杨二郎 你这个坏人 我死也不跟你回去 呼 龙吉仙子就这么炸了 就这么炸了 这么炸了 炸了 碧霄仙子一见龙吉仙子炸了 也一声高呼 杨二郎 你害死了龙吉 你是个坏人 轰 他也跟着炸了 嫦娥仙子总觉得有哪里不对 但事到如此也只能叹了口气 也跟着炸了 眨眼之间三个仙子就这么当着十万天兵天将的面 没了 哎 杨姐蒙了 天兵天将蒙了 唐三也蒙了 啵嗦 这龙吉和碧霄貌似也不太聪明的样子 哎呀 唐三很绝望啊 他给三位仙子准备的台词是一句没用上啊 嘶 那龙吉怎么就直接炸了呢 而且你这只有五毛的特效是要闹哪样啊 但是戏还是要演下去啊 阿弥陀佛 杨简施主 三位仙子已经以死明智 你还要继续吗 嘿嘿嘿 杨简觉得自己的第三只神木都在抽筋啊 哼 知道你们在演戏 但好歹演的真实一点啊 你们这样这我很难办 第四十四章 菩萨傻了 杨简死了 哎呀 杨简很想把唐三给抓出来打一顿呢 不是为了逼这家伙出关 单纯就是为了出口气 虽然我知道你是在演 哪怕是满天神佛都知道你在演 但是你好歹也给我演的香一点啊 啊 那就就就刚才啊 那假的 凡人都不一定自信的自爆是几个意思啊 杨简的第三只眼都气歪了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玄奘 今日你我必有一战 杨简最后一咬牙 勉强挤出一个悲愤的模样 定是你教唆了长额仙子 否则定不会如此 诶 唐三还真怕杨简不配合演下去 但是很显然 天庭从一开始就希望这场戏演下去的 不管天庭到底想干什么 至少他们不会真的想和唐三结成死仇 所以当嫦娥三位仙子来到金山寺的那一刻 天庭就必须配合唐三的所有表演 杨简一声喝 不知 就见十万天兵天将之中走出一百零八名战将 雷波战将三十六位 直电勇将三十六位 星宿猛将三十六位 一百零八将是直兵拿谢神威不凡 仙气配身 齐齐来到杨简身边 齐声一鹤 领命 于是有天兵吹响号角 有天兵挥动大旗 有天兵敲动雷鼓 煞尸件事 风云万万里 雷动电勇 狂风大作 小声连连 杨简站在那阵中指向尘房 寻葬 看招 手中三尖两人枪一举 在重重落下 就见一道惊鸿披下 那惊鸿撕开万里究竟 留下一道万里长的巨大伤口 伤口之中是电闪雷动害人之极 杨简乃是二师准圣 天庭有数的高手 这一披之下带着一百零八位金仙战将的加持 那威力又岂可小觑啊 哪怕是大罗金仙在此挡上一击 也要去掉半条性命 杨简的第一击故意打歪了一些 以免禅房真的挡不住 但是啊 一见那攻击落到禅房仪仗之外 就不见了踪影 啊 杨简当即就安下心来 手中三尖两刃枪是连续挥动 同时发出大鹤 金仙子 我与你施不两立 这次来的天兵天将之中啊 有一部分正是当初被李静带来的那一部分 他们总觉得这场面似曾相识 这话也有些耳熟 只是当初李天王那是真的悲愤欲死 最后连自爆都用出来了 但是现在这险胜二郎君却是完全一副淡然的模样 他这嘴角还挂着笑 一时间天兵天将们面面相聚啊 也不知道该摆出个什么表情才好了 但元帅在前面拼命 他们在后面什么也不做 这实在是不妙啊 于是也不知是谁带了个头 这十万天兵天将开始齐声呼喝 有喊威武的 有喊天威招招的 有喊显胜二郎君名号的 还有数数的 数羊二郎劈了多少刀的 哎呀唐三在禅房里都傻眼了 不错我本来挺严肃的一个计划 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 这天庭全体都逗逼了吗 杨姐也发现这样实在是不好啊 毕竟佛门就在一旁看着呢 你这样真的演的太假了 之后也不好交代啊 于是啊他把声音收束起来 送了一句话过去 然后一举手中的三尖两刃刀 直接就冲向了禅房 下一秒杨姐直接消失在 十万天兵天将的视线之中 喂天兵天将都蒙了 不错显射二郎真君不会也疯了吧 怎么办 一名雷将看向身边的百味同胞 星宿将角木娇道 真的打 真的打 万一 一名直电将有些犹豫 打出来了是功 打不出来是劳 不打就是过 还是角木娇看得真切 仲将一听觉得有理 于是不再演戏而是全力而出 煞时间真正的天威降临 四方齐阵中的能量冲击不断的传到现实之中 就听得长安城万里范围内 惊雷四起流光炸现 一时间人心惶惶不安啊 唐高宗更是不安的在大殿里走来走去 他隐隐可以感觉到一切根源都在金山寺的方向 而他更是很清楚自己是怎么做上皇帝之位 又是为何要打压金山寺的 而在九天之上 观音普贤文书三位菩萨正冷眼看着金山寺中的变化 那些天兵天将可是认真了 文书道 普贤脸上只有冷漠 认真又有何用 观音道 天庭以为这样就可以糊弄我们 实在是无 他的话才说到一半 突然就看到杨检满身是血的冲了出来 然后尘房之中射出一道火焰 太阳真火 只是刹那杨检就被太阳真火吞噬了 一点灰都没剩下 与此同时 那天庭灵霄宝殿之上一声巨响 就见一块天神之牌啪的一声碎裂 那正是险胜二郎真君的身份牌 只有二郎神真的死掉的时候才会裂开 这天神之牌一裂 在场的所有神仙都心有所感 本来一个个脸上都还挂着的一丝细虐表情 全都变成了恶然和惊悚 不对 杨检真的死了 观音脸上也出现了一丝呆滞 天机不鲜 天机不鲜 看不出真假 文书掐指一算 却是什么也算不到 普贤低头与谁沟通了一番 在抬头时 脸色阴沉 天庭中留下眼线说 杨检的天神之牌碎了 观音和文书的脸上同时露出了惊悚 杨检真的死了 这和之前李靖被逼疯可就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了 李靖本身就是佛门的人 佛门不计算天庭才不会在意呢 但杨检可是天庭有数的高手 甚至可以说是称场面的高手 这真要是死在金蝉子手中 这就是和天庭结上了死仇了 会不会是假的 文书还是不敢相信 之前嫦娥三人之死是假的 观音的眉心拧成了一个疙瘩 天神之牌都碎了 怕是真的 就在三位菩萨弄不明白的时候 就见天庭指殿总将领王陵官踏云而来 满身的煞气 余帝之意 灭杀金蝉子 圣旨简单至极 但越是这样 越是表明这圣旨是真的 观音大惊啊 不好 杨检怕是真的死了 天庭 这是要动真阁了 文书一时还没反应过来 反正他们打不破那圣人部下的咫尺之术 难道金蝉子永远不出来 难道金蝉子背着蝉房去取经吗 观音大声道 诶 文书和普贤同时脸色一变 终于明白出了什么大问题了 不错 真的玩大了 第四十五章 潘桃 还不被我放在眼里 你们玩的可真大呀 唐三的声音从蝉房里传来 不过你答应贫僧的好处什么时候拿来呀 蝉房外面 杨检好声声的站着 他苦笑一声 老友 你真的是金蝉子 杨检没有想到 他在外面看到的蝉房 并不是真的蝉房 外面那个只是一个投影 不过在咫尺鸿蒙的保护下 所有人都以为那就是真的蝉房 真的蝉房被海量的灵气冲刷更有无数灵宝至于其间 早已化为一个灵宝 整个蝉房如同玉制 葫芦藤纠缠其上活灵活现 唐三道 贫僧是谁有什么关系 刚才贫僧答应了与你们合作 如此而已 玉帝啊 这一次是真的投了大价了 目的也只有一个 那就是止损 当玉帝发现自己没办法逼唐三出关 而唐三一直不出关 佛门就会借机更加得寸进尺的时候 玉帝发狠了 来了一招自断一臂式的止损 让杨俭假死 允其脱离天庭管制 条件就是杨俭要隐藏起来 一旦被发现要后果自负 杨俭早就想脱离天庭了 于是就答应了 而杨俭的死可以被玉帝大作文章 由此来挡住佛门越来越大的胃口 当然了 这其中还有很多层博弈 却不是唐三会去关心的了 他答应杨俭的理由很简单 系统任务 检测到杨俭带着玉帝的合作条件前来 因为宿主一直不出关 偏偏被佛门押得喘不过气来 于是打算装饰断腕 你有以下选择 一答应玉帝合作要求 得到玉帝承诺的十枚盘桃 以及领宝三剑 可获得他画自在诸天生神通 二不答应玉帝的要求 彻底与天庭关系僵化 可获得圣人之血十滴 玉帝给的十枚盘桃和三剑领宝 并不被唐三放在眼里 他看重的是他画自在诸天生神通 于是他很干脆的就答应了杨检 虽然这会留下一些麻烦 不过那麻烦是之后的事情了 在那之前把实力提升就是了 刚才外面死的那个杨检 只不过是杨检 以七十二遍配合分身制造的假象 套上直尺鸿蒙 让人看不出真假 然后在第一时间用太阳真火烧掉 来个死无对证 这其中的关键就是 哪怕找不到杨检真的死掉的证据 也不能让人找到杨检没死的证据 乃至于之后 以杨检的本事 在没有了天神之牌的束缚之后 想要暂时躲在人间并不是难事 所有东西之后我会让笑天犬送了 杨检表示不会耍赖 既然如此 那么二郎真君就请吧 杨检点点头抱拳一礼走了 这是玉帝被逼无奈之下的一次豪赌 也是杨检的一次豪赌 至于最后谁会得利 那就不是唐三会去关心的了 等杨检一走 唐三就感觉到一股神秘的力量 在体内绽放开来 然后他的脑海之中 就多出了许多知识来 他画自在诸天生神通 是化身神通的一种 常言说的化身千万 一气化三清都是化身神通的一种 只是圣人的化身也只是化身而已 而他画自在诸天神通 却可以化身为其他人 只要是出现在唐三面前的 都可以成为化身的目标 而且唐三对其越了解 化身越是通透 其实力也就越高 当然了 如此强大的法力也并非没有弱点 首先是化身存在的时间有限 正常的化身神通 往往都是一直存在到本体收回 所消耗的也就是本体的精神力而已 但他画自在诸天神通所画的化身 却是有时间限制的 而且这个时间限制 会随着化身行动方式的改变 而加剧缩短 如果发生战斗 这个时间甚至会只有几个时辰 但不管怎么说 这也是唐三得到的 除了支持鸿蒙以外 可以用于战斗的最强神通了 此时禅房外面 王林官还请助手 观音不得不出场了 这王林官乃是玉帝的心腹爱将 生得赤面燃须 身披金甲红袍三目怒势 左持风火轮右举钢鞭 形象极其威武勇猛 当年孙猴子大闹天宫的时候 就是王林官挡住了 从八卦炉里冲出来的猴子 这才给了玉帝做后续安排的时间 王林官刻板守旧 忠诚无比 除了玉帝以外 谁的面子都不给 听到观音的话 王林官只是淡然道 见过大事 此事乃是天庭内事 与佛门无关 大事为何要阻止本天官 王林官 经缠子之事 又如何会与佛门无关 你先住手 待本尊见过大天尊后 再与你计较 王林官却是不理他 大事要见陛下 本天官自为阻拦 但大事想要阻碍本天官 可是佛门要过问天庭内务 饶是佛门嚣张惯了 表面上的功夫也依然要保持 观音哪怕是心里不以为人 却也不好真的直说 佛门就是可以管天庭的内务 于是只能是不理王林官 直接上了南天门 来到灵霄宝殿 观音扫眼一看 就见灵霄宝殿上的群臣 也全都是各种懵逼啊 惊恶者有之 愤怒者有之 不解者亦有之 玉帝这个计划是直接和杨检商量的 连瑶池王母和太白金星都不知道 群臣就更是不清楚了 他们是真的以为杨检死了 此时一个个的表情当然全都是真的 观音还没开口呢 玉帝已经把杨检那碎成七块的天神牌 让人奉上 观音仔细分辨一番 却发现果然不假 再看玉帝 那双眼烧得通红 一张脸憋得发紫 糟糕 杨检怕是真的死了 观音的心中暗道不好啊 大士 但是 如果你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朕就要继续发兵了 玉帝声音低沉 压着无边的怒意 观音此时也有些懵逼啊 事态的发展实在是超过了他的预计了 但是到如今他难道放任不管吗 就算天庭打不过陈房 难道金蝉子不出来了 大天尊还请暂息怒火 此时本尊会禀报给我佛如来 待佛祖定夺 定会给大天尊一个交代 玉帝冷哼一声 那朕就等着这个交代吧 他也不说收兵之事 只是冷冷看着观音 观音还从来没在天庭受过这样的气呢 但是一时又不好发火 只好立刻动身回灵山去聊 第四十六章 这小屁孩 你这个也配叫火 如来听完了观音的汇报 也是一脸的懵逼啊 事情发生在金山寺 哪怕是他也算不出半点天机 只能从表象来看 哎呀 左思右想 如来无奈 只能再一次找到接引准提两位圣人 两位圣人听过之后一番盘算 最后也没个结果 杨浅的天机已经不存在了 若他是假死 除非是一直躲在金山寺 否则早晚会露出破绽 准提算了半色 最后只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来 然而呢 杨浅身上有一件玉帝给的遮蔽天机的宝贝 这东西还是当年盗祖红军给玉帝的 而玉帝还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他有这东西 现在正好拿出来用 玉帝昊天能从红军身边一个道童最终当上了天庭玉帝 若是这点本事都没有那早就给人彻底架空了 老师 那么我们当如何安抚天庭 揭隐缓缓睁开双眼 此事简单 只需把西游的气运再让出一点便是 西游乃是大忌 如来你要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 只要西游最终的结果是佛门占了大头 带得人间佛门大兴之时 就算一时之间天庭占了些便宜 最终佛门还是会胜利的 如来点头表示明白 于是回了灵山把事情给观音交代了一番 接着观音又前往灵霄宝殿和玉帝进行谈判了 最终自然是谈下来了 但是这些都不是唐三会去关心的事情 唐三熟悉了一番自己新的化身神通之后 化身出一只金蝉飞出了蝉房 金蝉子其实就是一只洪荒六翼金蝉 所以唐三化身成金蝉很容易 金蝉使个土顿树一顿万里 很快就来到了一处 正是那浩山 这浩山有六百里 有三十名山神三十名土地 然而此地却是妖怪横行 天庭法度缺失 而启烟呢是那浩山枯松剑火云洞里的西游头号熊孩子 红孩儿 佛门安排的八十一难里面 有些是刻意安排的 有些则是佛门惯用的那一套算计 这其中牛魔王一家子正是被佛门算计的典型 唐三来到浩山很容易就寻到了那火云洞 直尺鸿蒙盖住身形 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进了山洞 小的们来快活啊 火啊 刚一进洞 唐三差点没被一股声浪给再吹出来 就见那洞中数千小妖闹得那叫一个肺反迎天哪 那叫一个腰声鼎肺啊 唐三飞进洞里这才看到红孩儿 一群身形高大的小妖群中 那看似像个三岁娃娃的红孩儿极为扎眼 只见这位穿着一身火红肚兜衣 身披红袍光着双脚下半身不穿 很是神气满面红光皮肤红润白嫩 红色中白里透红个子虽小道行却深 太乙金仙出街实力非常 五斗肉搏不是孙猴子的对手 但是加上他的三妹真火猴子也就打不过了 唐三撤下了身上的直尺鸿蒙伪装 放出金光 一下子就吸引了红孩儿的注意 红孩儿一指金缠大声道 一群小妖立刻就腰五鹤六地冲了上来 但唐三撤去的只是直尺鸿蒙的伪装而不是防护 就是站在那里让这些小妖累死也甭想碰到他分毫 于是一群小妖撞了个鼻青脸肿头破血流 却是碰不到唐三半分 红孩儿见了哇哈哈的笑了起来 有剑有剑 让开让本大王亲自出手 说着红孩儿一抖身上的红袍一冲而起就向金缠抓去 结果当然就是抓了个寂寞了 连着抓了七八次却总是碰不到金缠 这红孩儿的脸色眼看着就不对劲起来了 红孩儿的性子本来就是暴虐之极 被这么一击当场就爆发起来 双眼一瞪在自己鼻子上打了三下 张口就喷出一大团火来 快跑快跑快跑 一杆小妖一见红孩儿放出三妹真火 顿时是哭爹喊娘的就要跑 然而三妹真火一旦放出 眨眼之间就烧透了百里山脉 迅速向外扩散出去 除了一些在红孩儿出手之时 就知机逃远的其他的小妖哪里跑得掉啊 眨眼之间上千小妖是灰飞烟灭 整个火云洞是火气蒸腾浓烟滚滚 发出如同咆哮一般的风啸 声传千里 那六百里浩山的三十山神三十土地 一个个是缩头缩脑 抱头鼠窜瑟瑟发抖啊 山前山后但凡能动的能跑的能飞的能游的 全都是疯了一样的逃出去 声音大王又怒了快点跑啊 一只小妖歇斯底里的大叫 然而跑出三步就被后面的三昧真火给追上 化为了飞灰 哈哈哈哈小小一个金蝉也敢让本大王难堪 红孩儿满脸的暴虐 双眼红光闪烁 鼻喷烟口喷火煞气冲天 微风无敌 唐三带着几分无聊的抖了抖金蝉翅膀 然后飞到了红孩儿的脸上 翅膀一抖就把红孩儿给抽飞了出去 小屁孩儿你这也叫火呀 你这个也配叫火吗 妖物红孩儿被打得晕了头啊 不敢置信的看着眼前的金蝉 你 你你你你会说话 这是真的被打懵逼了震惊的点儿都不对了 唐三嘿嘿一笑 嘿嘿 听说你在火焰山修炼三百年 炼出三昧真火 我还以为有多厉害呢 就这样 红孩儿这时才反应过来自己被打了 脸上的震惊又换成了暴虐 你居然敢打本大王 还小看了本大王的火 红孩儿一招手一把通体赤火的长枪飞到他的手上 正是先天灵宝集的火箭枪 火箭枪一出 洞中火焰再生一筹 这一下连山洞本身也燃烧了起来 这三昧真火 这三昧真火正是水中火 石中火 石中火 空中火 这红孩儿确实是空火的行家 全力之下 山洞随之燃烧 空气也冒出熊熊的火焰 红孩儿双手持枪 全身皮肤都变成了火焰形态 金蝉 这才是本大王真正的实力 砍枪 尖枪刺来 火焰瞬间收束成线 就听得尖笑如雷鸣 声传千里震人魂 仅仅是这一声尖笑 就又不知这浩山死了多少妖 亡了多少怪啊 那六百里浩山完全的燃烧起来 然而如此煞气 如此威风 如此震道的圣鹰大王 全力一枪之下 却是什么也没命中 唐三张开双翅 再一次毫不客气的抽在 红孩儿的脸上 就这 这也叫火 第四十七章 红孩儿 今天起你就是我祖师爷了 红孩儿被唐三用金蝉打得晕头转向 烟也不喷了火也不吐了 这熊孩子面对金蝉的攻击 当然也是奋起反抗啊 然而他所有的攻击都碰不到金蝉 反而总是用错力 次次都把自己弄得狼狈无比 然而金蝉的攻击 哪怕是小小的煽动一下翅膀 都可以让红孩儿腾入骨髓 更诡异的是 每当金蝉攻击 红孩儿就发现自己不但全身法力运转不得 连体内的火焰似乎都变得不再是自己的了 然后金蝉一翅膀拍下来就是一股冰寒透骨而来 哎呀像是千虫式万蛇咬 蹬得他哇哇大叫 唐三心头冷笑 火系法则封印你的三昧真火 再用水系法则凝练起来的攻击 你这个纯火体也能挡得住吗 我错了我错了 哎 红孩儿被打得满头包之后 终于是忍不住求饶起来了 唐三后退几步看着这个熊孩子 果然这熊孩子喘了几口气 然后立刻化为一道火光向洞外冲去 啊打不过先认怂 然后扭头就跑 这小屁孩儿是相当熟悉这一套啊 可惜唐三比他更熟悉 反正整个火云洞已经被咫尺鸿蒙给罩住了 看这个熊孩子能跑到哪里去 果然 红孩儿在火云洞里窜了半天 却发现呢 这个他本应该熟悉到每一块石头的洞斧 变得再也不认识了 转了九次 却每一次都要转回到唐三的面前 第十次的时候 红孩儿终于是跑不动了 趴在唐三面前是大口 喘气 爷 你用了什么腰法 唐三翻了个白眼 哎 逃够了 那让你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火 一个巴掌大小的金色轮子被唐三寄出 眨眼之间放大到一米左右 正是太阳神轮 那太阳神轮一出 就见一点纯金色的火焰在上面出现 一个呼吸间火云洞被染成了金色 远比三妹真火更加恐怖更加暴虐 温度更加超出想象的火焰 一片在那外纹 那太阳神轮熊熊 温alay vad 夜红孩儿自己就是玩火的专家呀 自然是一眼就认了出来 天 太阳真火 这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 红孩儿吓得目瞪口呆 假的 一定是假的 这太阳真火乃是后天第一火 红孩儿当初修炼三昧真火的时候 就幻想过自己有朝一日可以炼出太阳真火来 然而这世间除了已经化为大光明佛的路鸭 再无人可以掌控太阳真火 此时见到太阳真火 红孩儿心头的震惊反而化为了一股暴虐 我不信 他猛地跳起来 全身上下再一次燃烧熊熊烈焰 你的火一定是假的 三昧真火化为一条千丈火龙 向着太阳神轮扑过去 火云洞现在已经被咫尺鸿蒙完全罩住 所以唐三也不担心暴露什么 冷哼一声 太阳神轮瞬间就化为了万丈之巨 就如同一轮新生之日 红孩儿的火龙在太阳神轮面前就像一条小虫子一般 没见过世面的小屁孩儿 你以为你那点小火苗就可以叫火吗 可笑 随着唐三的话音落下就听得轰隆一声巨响 太阳神轮上的太阳真火化出了万千手臂抓向火龙 躲在火龙头部的红孩儿一见 哇的一声大叫 下意识地转身就想跑 可哪里跑得掉啊 这成千上万的手臂每一个都有千米大万米长 挥舞之间锁天风地 若不是只齿鸿蒙护住 仅一条手臂就可以拍碎整个号山 飞溅出去的任何一朵小火苗 都可以点燃一座新的火焰山 千万手臂抓住火龙 毫不留情地将其完全撕碎 哎呀 红孩儿这一次是真的完全露出震惊恐怖的表情来了 不要杀我 所有的火焰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咫尺鸿蒙所画出来的空间 也重新变回为火云洞中的景象 小屁孩儿现在知道什么叫 他话音刚落 那红孩儿突然扑过来 一把抓住金蝉 张嘴就咬了下去 我要杀了你 哎呀 这红孩儿果然不愧是奸诈之典型 亿万熊孩子之楷模呀 红孩儿一口咬下去 啊 结果差点把自己的牙给震碎了 唐三慢悠悠地飞起来 看来你是真的欠收拾啊 太阳真火再一次燃起 这一次却是化为999条火边 如同暴雨一般地抽在了红孩儿身上 红孩儿是想跑不能跑 想躲躲不过 想要抵抗更是不可能 唐三这一次 连他的法力都没有封禁 让其随意地挣扎抵抗 然而太阳真火 根本不是红孩儿可以抵挡的 999道鞭子抽下去 红孩儿被抽得是奄奄一息呀 全身提开肉绽 只留下一双恐惧无比的眼睛 看着唐三满脸的祈求 唐三祭出青葫芦 给了对方两地甘露 又用枯木逢春神通 瞬间将其治好 小屁孩儿老实了 红孩儿掘了掘嘴 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唐三有点懵啊 不错 这熊孩子前后切换的 有点夸张啊 其实这红孩儿虽然暴虐狡诈 但确实就是个孩子性格 现在已经被彻底地打服气了 这孩子气的一面呢 就暴露出来了 我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我什么都听你的 红孩儿看到金蝉飞劲 打了个哆嗦 不过呀 他的引珠子 还在低溜溜地转 也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 唐三并不介意对方想什么 还敢反抗 那接着揍就是了 唐三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收服这个熊孩子 然后以这个熊孩子为跳板 再把牛魔王一家 拉到自己这边 然而他刚要准备说话 却见那红孩儿再一次扑了上来 唐三眼中恒光一闪 呀 这熊孩子看来还是打得不够啊 居然还敢反抗 正想再教训一下 这个不知好歹的熊孩子 却不料这家伙扑过来 却是扑通一下 跪在唐三面前 大哥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大哥了 你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只要你叫我玩火就行 我去 唐三无语 他翅膀一抽 啪 直接就把红孩儿抽飞出去 滚啊 你爹牛魔王在我面前也屁都不是 你还想和我结拜 我当你祖师爷还差不多 红孩儿咕噜一下翻身起来 两眼放光 再一次扑上来 好啊好啊 我要扮你当祖师爷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祖师爷了 祖师爷在上 守红孩儿一拜 我去 唐三都懵了 第四十八章 祖师爷 你快开门啊 红孩儿一脸兴奋地 在唐三面前使劲磕头 祖师爷 你就收了我吧 然后他大喊大叫起来 快来人 给我把洞府收拾出来 我要把祖师爷供起来 唐三差点没被这个熊孩子 气得吊在地上 小屁孩儿 祖师爷是要大鱼大肉款待的 不是供起来上香的 而且你看看你这洞府 你还有小妖吗 红孩儿一愣 这才看向四周 哪里还有什么洞府啊 之前他全力而为 把整个火云洞都给烧化了 这后面要不是唐三用指尺鸿蒙 罩住整个火云洞啊 怕是浩山现在都没了 再把神念往外移送 却是发现五百里方圆 早就烧成了一片白地了 是山石开裂土地烧龙啊 红孩儿眨眨眼 然后一拍脑袋 祖师爷你说得对 我立刻就给你准备大鱼大肉 那些小妖没了没关系 我去把那些山神土地抓来 让他们马上送来 红孩儿连声道 祖师爷 你有什么吩咐 要不要给你打仗 要不要给你找几个人类来吃 对了 我去我父亲那里偷些酒来 来孝敬祖师爷 这熊孩子现在满脸的谄媚 却是完全学的 平时那些小妖讨好的表情与语句 这唐三有点无语啊 不错 我是不是不小心打了这个熊孩子某个不得了的开关了 算了 过段时间再来对付这个熊孩子 唐三直接收了化身 消失不见 红孩儿一见金蝉消失 愣家当场好一会儿都反应不过来 然后哇的一声大叫 山神 土地 全都给本大王过来 快 否则我杀了你们 三十山神三十个土地都来了 他们完全不知道这熊孩子发了什么疯了 一个个是战战兢兢啊 红孩儿大吼一声 冲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把这些山神土地打个半死之后 这才怒道 说 我祖师爷去哪里了 哎 这山神土地都是满脸的懵逼啊 说 不说就杀了你们 红孩儿是凶相毕露啊 三昧真火又在身上烧了起来 大王 大王在上 小神不知道什么祖师爷啊 大王你且息怒 把事情说了 一个土地壮着胆子道 哎 红孩儿想了想 觉得自己好像是没解释清楚 敢说本大王不对 但他还是把那个土地又打了一顿 然后才把事情经过说了 但他自然不会说自己的狼狈经过 只是说呀 有那么一只金蝉 如何如何漂亮 如何如何的威风 快点说 不说我就把你们全都烧死 红孩儿把三昧真火一圈 把所有的山神土地都给圈起来 啊 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当真就会烧死啊 哎呀 山神土地吓得瑟瑟发抖 却完全找不到头绪 眼看着这火圈越来越近 一个山神把心一横 圣鹰大王 小神有一个线索 什么线索 红孩儿一瞪眼道 在那东土大堂有一个金蝉寺 那里有一个玄奘大士 小神听闻他是金蝉子转世 说不得就知道那个金蝉是谁 这个山神呢 其实就是完全胡说的 然而啊 谁能想到他就真的说对了呢 红孩儿一听 嗯 觉得有几分道理 于是当天就上路前往了大堂 说堂三哪里会想到自己千算万算 最后悟在一个胡说的山神嘴里 在收回金蝉化身后 他就继续修炼起来 结果就这么过了七天的功夫 他突然从修炼的状态中清醒过来 心头涌起一股不妙的感觉来 哎 感觉今天要坑啊 怎么回事 正想着 玄心跑来是一阵大呼小叫啊 师兄 四里来了个小孩子 叔叔来找你的 唐三心头顿时涌起了一种大事不妙的感觉 果不其然 根本不等唐三回应玄心呢 这一团火光就直接冲到了陈房之前 一个炸着呼呼的声音响起 祖师爷 我来找你了 祖师爷 你在哪里啊 嘿 不是红孩儿又能是谁呀 只见这熊孩子穿着他那一身形头 扛着火箭枪一脸的精神 祖师爷 你开门呀 你快出来呀 红孩儿冲上来就扑到陈房大门上 发现根本无法靠近之后 反而更加兴奋起来了 啊 就是这个感觉 啊 之前想靠近师祖的时候 就是这种无法靠近的感觉 哎呀 这就是师祖啊 红孩儿立刻趴在陈房前干嚎起来 祖师爷 你快点出来教我玩火呀 我觉 唐三都傻眼了 他之前虽然用的是金尘化身 但是说话是完全没变的 对红孩儿这个熊孩子的实力来说 唐三的声音现在在做任何伪装 都骗不过对方的 哎呀 大意了 哎 这个熊孩子怎么会知道我的呀 唐三是左思右想 最后开口道 红孩儿 你怎么来这里的 哎呀 红孩儿一下子就听出了唐三的声音 脸上表情就跟花儿一样的绽放开来 啊 祖师爷 果然是祖师爷 我来找你教我玩火呀 唐三额头是青筋跳起呀 我是问你 我是问你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红孩儿得意的插起腰 我那里的山神说你是祖师爷 你是金蝉子转世 所以我就来了 不过中间我走错了地方 所以耽误了几天 祖师爷 你不要生气啊 红孩儿说着把手头的火金枪一丢 坐在城房外面瞪大眼睛一脸的期待 这唐三抽了抽嘴角 最后道 贫僧是不会出来的 不过你既然来了 就在这里修行吧 什么时候贫僧觉得你合格了 再说教你玩火之事 哎 还是先把这个熊孩子给稳住 不然闹大了之后 让人知道他可以化身离开禅房 那以后很多操作就不方便了 好 祖师爷 我听你的 红孩儿居然一脸老实地答应下来 玄心哪 你安排一下红孩儿的住处 嘿 唐三很是无奈地吩咐道 就这样 红孩儿就在金山寺住下来了 唐三一开始还想为难一下这个熊孩子 让这家伙知难而退 所以他给红孩儿安排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任务 而且还不准红孩儿跟着玄心 一起听着 但奇怪的是 红孩儿居然全都坐下来了 一点抱怨都没有 反而每天都笑呵呵的 我错 我是不是真的把这熊孩子的什么不得了的开关打开了 这熊孩子这画风不对呀 唐三呢 其实是大意忽略了 他之前用火系法则和太阳真火 驯服红孩儿 本身就是从未接上的压制 所以红孩儿被驯服之后 也就成了他的狂热追随者 第四十九章 娘亲莫要阻碍我跟随大师修行 祖师爷 你讲得到 我怎么听起来像有些以前给我讲到的老头 他说的和你说的有些相似 难道那个老头也是和尚 可是他有头发 红孩儿听了这些日子唐三的讲到 产生了很强烈的即逝感 他自然不知道唐三教他的是九转天宫的基础篇 唐三淡叹一笑 呵呵 大道三千最终殊途同归而已 听谁讲道不重要 听了多少道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找到你自己的道 虽然唐三自己也没找到自己的道 不过不影响他在这里强行吹牛 祖师爷果然厉害 哎呀 红孩儿是满脸的崇拜呀 当初在火焰山给你讲道的那个老头是谁呀 他说他叫什么老君 一个神神叨叨的老头 烦都烦死了 红孩儿哼了一声 显然对当初给他讲道的老头相当不满意 那你就好好修炼 等到以后比那个老头更厉害的时候再收拾他 唐三开始教坏小朋友了 啊 太上老君呢 你布局一个红孩儿反正早晚被佛门抢那不如现在交给我吧 你呀还是继续当个烧火炼丹的老头算了 红孩儿在金山寺住下也确实是老实下来了 一点也看不出来之前那暴虐的熊孩子模样 就这么过了几日一个风风火火的女子突然来到金山寺 金山寺 你给我滚出来 女子杀到金山寺就是一声鹤 这声音穿透金山寺 直接就把前院期间已经多年没修缮过的房子也给震塌了 谁 谁啊 玄心是大呼小叫的提着棍子就冲了出来 谁在这里大呼小叫的啊 成何体动啊 还把庙里的房子给弄塌了 知道啊 这有多么费力吗 玄心冲出一层烟雾 抬眼一看 当时就是一愣啊 只见一个身披红衣 模样极美的女子做妇人打扮 站在金山寺门前 手持一把金刚宝剑 眉眼之间带有煞气 原来是个女施主 女施主 你在这里做什么 玄心立刻把僧袍抖了一下 打了个佛礼 这极美的妇人一见玄心立刻娇斥一声 好哥和尚 快叫玄葬出来受死 玄心是个愣性子 听到这极美妇人骂唐三 立刻眉头一皱 这位女施主 我的师兄又几时得罪过你 你却要来这山寺之中喊打喊杀 我们是出家人 物与任何结怨 女施主怕不是找错人了吧 性子虽然冷 但玄心是个十足的善心 这美妇人都打上门来了 她却还和对方说道理呢 那极美妇人却是个火爆脾气 手中宝剑一指 不知好歹的和尚 不知好歹的和尚 你敢挡在我的面前 陈房 唐三的眼前跳出一行提示 检测到铁上公主罗煞女 以为你绑架了红孩儿 杀到金山寺来 你有以下选择 一 向铁上公主做出解释 得到她的认可 可获得血海之精华一百滴 二 亲自出手打败铁上公主 可获得风雷芭蕉扇 三 让红孩儿打败铁上公主 可获得夜火红莲 不错 夜火红莲 当初盘古开天辟地 孕育盘古的混沌青莲 承受不住开天阻力 一枚成熟的莲子 化为三十六品造化青莲 其他三枚不成熟的莲子 化为十二品公德金莲 十二品夜火红莲 十二品蔑视黑莲 这可是极品先天灵宝 明和老祖的最强法宝 唐三眼珠子一转 红孩儿 现在是考验你的时候了 你母亲杀上门来 带我出关 还是要把你带走 你去把他劝回去吧 娘亲 没问题 祖师爷你就等着消息吧 红孩儿提起火箭枪 就往外面走 为了跟着祖师爷 为了玩火 为了救大道 母亲大人 对不起了 铁扬公主在院前 把孩儿把你打下山去了 来者正是红孩儿 哎 祖师爷让我打的 啊 完全没毛病 孩儿 你 你 你被这和尚施了什么法 铁扬公主 铁扬公主先是一愣 然后大怒啊 灰剑就要劈了金山寺 住手 红孩儿小嘴一嘟 手提着火箭枪 化为一道赤光 就冲杀了来 娘亲 休要阻我休息大道 火箭枪一斩 顿时火光四起 与此同时 整个山寺发生了变化 周围的空间 就像是无限扩展一般 变得无比巨大 而山寺之中的那些房屋 却是一点变化没有 只是再也不受火焰影响 看我的三妹真火 红孩儿一剑 就知是唐三出手 心中大赞祖师爷威武的同时 下手就更加的肆无忌惮起来 火光一起百千里 一挺枪就刺 铁扬公主顿时就懵逼了 孩儿 你疯了不成 红孩儿枪出如龙 身法如风 真火一举 是百里烧透啊 娘亲 我说过 敢来阻我修习大盗 管你是谁 赵达 那熊孩子是 哇呀呀一声叫 火光冲起千丈 化为怒涛 是倒卷而下 向铁扇公主冲去 铁扇公主一见此时 心头大惊 怒道 孩儿 你果然被那金铲子迷了心 那该死的和尚 你莫怕 待娘亲杀那和尚 你就清醒了 他不说还好 你说红孩儿更怒了 平日你们不管我 我好不容易让祖师爷答应 教我大道 带我修行 你居然想杀了祖师爷 娘亲 砍枪 红孩儿在自己鼻子上 垂了三下 全身火焰瞬间再翻一倍 就见一个巨大的火焰形态的 红孩儿是拔地而起 手中火箭枪更是撑天脚地 轰隆隆地就向铁扇公主 砸了过来 铁扇公主舍不得对自己儿子下手 见到此状只好祭出芭蕉扇 念个口诀 把那扇子变得百丈大 风起 这芭蕉扇乃是先天灵根芭蕉树上的 两片叶子之一 当年被明和老祖得到了 风雷芭蕉扇赐给了罗刹女 此扇乃是太阴之精液 山出的阴风能灭火 更能让人飘出八万四千里 方能止住 铁扇公主想用扇子把红孩儿的火给吹灭 同时把红孩儿扇出金山寺 然后再想办法救治 这头狂风一起 顿时是万里风啸四惊雷 三昧珍火摇曳摆动 确实是挡不住这太阴之精液的狂风 孩儿 速速醒来 且善公主大叫道 欢迎收听由悠然有声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西游求求你出关去京吧 第五十章 牛魔王 儿子 好样呢 眼看着火焰熄灭 铁扇公主眼中寒芒一闪 就要过去把唐三杀了 再去把儿子给救回来 哪只眼前人影一闪 红孩儿却诡异地出现在铁扇公主面前 非但没有被阴风吹出四万八千里 甚至完全不受阴风的影响一般 这个熊孩子整个人就像是一个箭头一样 捶手捶脚的就砸了过来 铁扇公主哪敢对自己的宝贝儿子动手啊 更料不到自己儿子居然没有被风吹走 此时再想变招防御 要么是来不及 要么就是会伤到儿子 于是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红孩儿 砸在自己胸口 咚 红孩儿这一下直接把铁扇公主给撞飞了出去 咕噜噜地就滚出了金山寺 铁扇公主倒飞出万米 这才停下来又急又气啊 顾不得内脏震伤又来到金山寺前 就见红孩儿提着火箭枪 站在寺门口 娘亲你看 这就是祖师爷教我的本事 你快快离去吧 我要跟着祖师爷修行呢 铁扇公主盯着红孩儿片刻 最后银牙一咬 转身而去 她发现呢 自己一个人不可能带回儿子 必须要回去把家里那头浑牛叫来才行 亲尘子 你敢如此对我儿 我与你势不量力 铁扇公主坚信是唐三给儿子洗了脑 心头暗恨呢 就这么一路畸形 很快就回到了芭蕉洞中 此时的牛魔王啊 还没有和玉面狐狸勾搭上呢 依然住在芭蕉洞里 一见自己的夫人煞气冲天地回来 不解地问道 夫人为何如此大伙计 你不是去看我们的孩儿了吗 铁扇公主本来就是一肚子火没处撒 被牛魔王这么一提醒 当时就炸了 提拳冲着牛魔王就打呀 你还好意思提红孩儿啊 就是你要让红孩儿在外面自己历练 现在好了 被人抓起洗了脑 娘亲都不认了 铁扇公主一声大哭 冲上来就打 哎 牛魔王懵了 牛魔王号称平天大圣 西方大力王 大罗金仙实力 当年也是个叱咤风云的妖王 但自通天闭关之后 老牛没了靠山 打不过明河 收拾不了这老婆的娘家人 所以啊 唠了个怕老婆的毛病 这也就是为什么 后来遇到个千娇百妹 小鸟依人的玉面糊时 这老牛立刻就巴巴的跑过去了 这家有汉妻 实在是得罪不起啊 这牛魔王抱着脑袋 蹲在地上 夫人 你轻点 哎哟 你轻点 你且好好把话说个明白 铁扇公主在牛魔王身上练了一套修罗拳 这才发泄了几分火气 把事情给说了 说到红孩儿 说到红孩儿居然连他都不认 连他也要打时 又是哭骂起来 都是你这个混牛 要不是你 红孩儿也不会如此 不要 牛魔王是目瞪口呆啊 红孩儿打你了 卧槽 我这个当老子的 都不敢打这婆娘 我这儿子帮我出了这口恶气 儿子 给力啊 好样的 当然了 心中虽然狂喜 牛魔王的脸上 却是要摆出气愤悲痛的样子 好啊 那金蝉子不把我夫妻二人放在眼里 当真是可恶 夫人 你在这里等着 老牛我这就去金山寺 把那可恶的金蝉子给抓出来 生吞活泼了 牛魔王说着 拿起自己的混铁棍 就要去金山寺 你这个混牛站住 若是那金蝉子 又让红孩儿来打头战 你当如何 难道把儿子一起打死了 铁山公主扯住牛魔王的耳朵 瞪着眼看着他 这牛魔王摇摇头 赔了个笑 夫人说当如何 我和你一起去 正在研究刚刚得到的夜火红莲呢 哎呀 这可是极品的先天灵宝 明和老祖手头最强的法宝 有系统帮助 夜火红莲自然一开始就被彻底的炼化了 如必指使 唐僧看着指尖踏动的夜火 琢磨着怎么才能将其的威能发挥到最大 就在这个时候 系统又再一次跳出新的提示 哎呀 牛魔王和铁山公主是好人呐 这是又来给自己送宝贝了 山河设计图 内有天地 滋养天人 可化生万物 内里自有大千环宇 山川和月 光怪陆离 日月星辰 花草树木 飞禽走兽 山川地脉呀 将山河设计图与小千世界融合 那就可得大千世界 从此之后不但灵气无尽 更是可以让鸿蒙巨灵阵发挥出巨大的效用来 唐三心念一转 他化清风飘出禅房 牛魔王和铁山公主正好来到金山寺落下云头 金禅子 你敢害我孩儿 我定不饶你 牛魔王落在寺前 立刻一声大吼 红孩儿听到动静 立刻出来 眉头皱起 父亲大人 娘间 你们怎么又来了 我都说了 我要跟着祖师爷修行 你们为什么非得来打扰我求证大道呢 以前也没见你们管我呀 怎么现在反而全都来了 哎呀 铁山公主急到 孩儿 孩儿 你是被金山寺骗了 快快跟娘亲回家 红孩儿连连摇头 不行 我好不容易才让祖师爷答应为我讲道 怎么能离开 快快离去 不然我真的要动手了 牛魔王喷出一口白气 我的儿 看来是真的被那金蝉子给迷惑了 你可是我牛家孩子 怎么能跟和尚修行 快快跟为父回家 莫要让你娘亲难过 哎呀 你娘亲难过了 就来打你老子我 你这怎么受得了啊 说红孩儿那脾气 哪里会一直好好说话呀 当时就不耐烦了 火筋枪在地面一顿 顿时是火光在起 父亲大人 娘亲 既然好说歹说你们不听 非要来这里打扰孩儿修大道 那就不要怪孩儿不客气了 本集播讲完毕 订阅加关注 下集更精彩 第五十一章 金蝉子 看你能奈我何 我来挡住红孩儿 你快快去把那金蝉子抓出来 铁扇公主一见眉的劝了 再一次祭出自己的风雷芭蕉扇 狂风一起 就把红孩儿给锁在风眼之中 牛魔王应了一声 举起棍铁棍 向着金山寺内部冲去 而红孩儿见了 却是一点都不急 祖师爷的本事 又岂是等闲呢 父亲大人杀到后面 怕是只有吃亏的份 我呀 还是专心与娘亲交手的好 祖师爷交了我些时日 若是一点进步都没有 那是会被骂的 当下 红孩儿收住身上的火焰 凝而不发 聚而不武 生生地扛住 那阴风的吹袭 这是要借风炼火 做出突破呀 铁扇公主只想困住红孩儿 哪里会想到自己的儿子 会借着自己的芭蕉扇 在那里炼功啊 再说牛魔王直接杀到金山寺后头 来到了陈房之前 对 金蝉子 快把我儿子还来 话音刚落 就感觉到一阵危机 袭上心头 下意识就是一低头 就见一道无形剑气扫过 擦着牛魔王的头顶飞过 一展千里 在天穹之上 展出了一道可怕的裂缝 是久久不曾散去 正在空中监视金山寺的一名罗汉 见到金山寺里 突然飞出一道剑气 割裂空间经久不散 吓得差点尿裤子 他刚刚就站在那里 只不过因为发现金山寺 突然被什么给罩了起来 什么都看不到 于是打算换个位置再看一翻 这才刚刚一动 剑气就扫过呀 这罗汉摸了摸自己的脖子 只觉得是全身冰凉啊 牛魔王也被这无形的剑气 吓了一跳啊 瞪着牛眼大叫 好你个金蝉子 你敢偷袭 唐三的声音悠悠传来 施主 贫僧并没有对红孩儿施法 他是自愿留在这里跟我修行 你信吗 不信 没 牛魔王是使劲摇头啊 既然不信 既然不信 那还有何可说呀 直接动手便是 牛魔王 牛魔王摸了摸鼻子 嗯 你说的好有道理 跟着他使劲一甩头 管你有理没理 今日就要打了你 再把我儿带走 说着 举起手中的浑铁棍就砸下去 这牛魔王号称西方大力王 这力气绝非寻常啊 一棍下去就听得是风雷声声啊 棍风过处却是无数的裂缝出现 轰 一声乍响 那陈房前的地面被轰了个粉碎 整个山峰都震了三阵 然而陈房却安然无事 牛魔王这一棍 却是什么都没打到 有些手段 牛魔王一看 发出一声吼 那就砸了你整个山头 凭了你这千里之地 再一棍砸下 却是棍不见影 风不听声 无声无息间 一个漆黑的破洞 从那棍间爆发开来 却是一棍撕碎了周围整个空间 这牛魔王啊 面粗心细 第一棍下去就知道 这陈房外面套着一层 直尺神通 一般来说呀 直尺神通都依附于空间之上 只要把这空间积个粉碎 直尺神通自然就破了 然而这第二棍下去 却是软绵绵不受力 空落落不见笑 直尺鸿蒙 是最高级的直尺神通 又岂是那些需要衣服 才能发挥作用的低等神通啊 直尺鸿蒙 自带一片鸿蒙天地 圣人也不可逾越 哎呦我去 牛魔王一棒用错力 这胸口就是一闷啊 牛施主 这就是你的手段吗 真是让贫僧失望啊 就见一把薄如禅意的长剑 浮现在牛魔王的面前 剑身轻轻摆动 就见一道又一道剑气 在周围出现 每一道剑气都久久不散 化为锋利锐痕 昆吾八剑断水 剑气纵横 久而不散 宁而有形 这也抽刀断水 水不合之意 牛魔王一剑着断水剑 立刻就警惕起来 那剑锋上面的剑气 让他感觉到了一丝危险 哪怕是他的金刚之躯 怕也挡不住 这剑气的几次伤害 牛魔王举起 魂铁棍是一声低喝 那魂铁棍放出了一片黑气 护得身体周全 下一秒 断水剑动了 剑锋一转 万道剑气如暴雨袭来 又似群兽奔腾 那剑气打着呼啸 急迟而来是煞气冲天 牛魔王手中浑铁棍 捂的是滴水 将那万千剑气给挡在身前三尺 然而剑气却是越来越多 一万 十万 百万 不过是片刻功夫 那剑气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百万之数 铺开来 占据千里方圆是锁天封地 无缝无息 牛魔王这是挡得了身前 顾不得身后 防住了头顶 却又拦不住身侧 我得斑法 牛魔王一声大鹤 亮出了法相金身 有万丈高 头如泰山 眼如日月 口似血池 牙似门扇 这是打算硬挡剑气 先拆金山了 牛魔王 牛魔王举起棍子就砸 却不打陈房 先打山峰 把这山峰碎了 看您能如何 然而这一棍下去和之前一样 不管怎么用力 却是怎么也靠近不了山头 就像是一棍子捅进了那无底的深渊一般 无处着力 无处安放 牛魔王这头力道用错了 那头剑气已经再翻了数倍 眨眼之间突破了千万 铺开五千里 化为怒掏袭来 这些剑气是又密又紧呢 风锐不说 还久久不散 枕在身上 若是不被牛魔王用法力冲碎 要留得三克之久 这么长时间 牛魔王法相金身也是抵挡不住啊 只能是不断用法力中和掉这些剑气 逗了半傻 却是累了个气喘如雷响啊 牛魔王打到一半 再也坚持不住了 那法相金身硬生生的被断水剑气给磨碎了 手中混铁棍被砍的是铁蟹四起火花四剑啊 我的办法只能是一声鹤收了法相金身 却是换了个本体之下 就见一头巨牛出现 头如俊领 眼若闪光 两只牛角似两座铁塔 高达百丈 牙牌利刃 咬碎雾风 连头至尾 有万余丈长短 自体至背 有千八百丈高下 摇头晃脑 大声咆哮 锦蝉子 看你能耐我喝 这本相一漏 历时金刚不坏 那断水剑气 再也伤不到他分毫 牛魔王是得意无比 低下头就像整个金山撞来 要把金山撞倒磨碎 唐三黑黑一笑 太阳神轮迹起 化为一个圈 直接套在牛魔王的牛角之上 太阳真火一吐 牛魔王只要露出本体 连自己儿子的三妹真火都不怕 但却也是挡不住这太阳真火 当即被烧的是张狂笑吼 疼的是乌蛙连呼啊 第五十二章 牛魔王断脚 被熊孩子坑惨了 其实牛魔王要是完全放开手脚 没有限制 最后就算是输了 也不会败得如此快 但偏偏他要来到金山寺 这里的一切都在唐三的掌控之中 连那禅房都已经被炼制成了一件灵宝 牛魔王在这里可以说是束手束脚 就更加不是唐三的对手了 我认输 我认输 牛魔王被太阳真火烧得实在是没的办法了 痛得体型收缩 变成了原本魁牛的模样 痛得在地上倒抽凉气 铁山公主现在也不和自己的儿子打了 连忙和红孩儿一起来到后院 一见牛魔王那样子 齐齐吓了一跳啊 祖师爷息怒 还请饶了我父亲大人 红孩儿连忙道 虽然性子暴虐不服管教 但红孩儿身为人子 见到父亲受难 也是立刻帮忙恳求 铁山公主也是彻底的傻眼了 自己相公可是大罗金仙实力 她是千想万算都想不到 自己丈夫来了这后院 不过多时 法相金身都用了 本体之相亮了 结果还是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啊 圣僧饶命 圣僧饶命 我夫妻二人 再也不敢来圣僧寺中作乱 还请圣僧饶了妾身相公吧 唐三哼了一声 就见那太阳神轮一收一斩 就将牛魔王的右脚给斩下 扰乱贫僧清静 看在红孩儿的份上 饶你们一命 娶你一脚 以示惩戒 若再无礼闹事 定不轻柔 牛魔王和铁山公主连声称事 却是不敢有任何不满 红孩儿这熊孩子也是心大 见到父亲没事 立刻就笑了起来 看嘛 我就说祖师爷厉害 我跟着祖师爷修行 哪里不好 不如父亲大人和娘亲 一起留下修行如何 反正你们在那芭蕉洞里 整日没事做 跟着祖师爷修行 以正大道 不是好事 哎 牛魔王和铁山公主都懵逼了 我错 你这坑爹又坑娘的熊孩子 自己巴巴的跟在别人后面 叫祖师爷也就罢了 还要让自己爹妈一起来啊 哎 大孝子啊你 哎呀 夫妻二人同时看向红孩儿 这却是气不打一处来啊 他们在芭蕉洞也是逍遥自在 为何要跑到这里来当人随从啊 牛魔王本是通天教主坐下的魁牛 铁山公主则是明和老祖在血池之中 创造出来的第一位罗刹 是阿修罗族的公主 两位性子都是极傲 哪怕是被唐三打败 心中也不会愿意来追随唐三的 现在自家熊孩子提起 这若是不答应 那岂不是惹怒了唐三呢 哎呀牛魔王和铁山公主这一时之间呢 你看这点头不是 这不点头也不是 还好 唐三并没有打算 现在就收了牛魔王和铁山公主 毕竟啊 他还没有正式出关 若是太过明显的破坏八十一难 佛门就可以提前应对了 先和牛魔王一家结个善缘 之后再突然出手 让佛门来不及反应 这才能破坏佛门气韵呢 红孩儿 山寺之中也不便留下太多的人 你父母自有生活 不须留在这里 哎呀 唐三一句话 差点没让牛魔王感动的哭出来呀 圣僧说的是啊 我这顽皮的孩儿就交给圣僧了 若是不听话 就好好打一顿 说到最后几句 牛魔王都咬牙切齿起来了 你这个坑爹的熊孩子啊 让你爹我舍了牛角不说 你还想让你爹我留在这里 给个和尚伺候前后吗 你这个不孝子 哎 红孩儿撇了撇嘴 也是 父亲大人和娘亲挺忙的 那就快走吧 铁扇公主扶起牛魔王 风一般的走了 这和尚庙太过凶险 还是离得远远的好 夫妻二人这回回了芭蕉洞之后 铁扇公主又心有不甘起来 不行 不能这样 万一日子久了 红孩儿连你我都不认了 如何是好 牛魔王翻了个白眼 心道 那不孝子 现在和不认你我 又有何区别 但嘴上还是说 老牛我倒是觉得没什么问题 那金蝉子也是个大人物 红孩儿跟了他 也没吃亏 铁扇公主没好气的 看了牛魔王一眼 不满得道 都是你这个混牛 一点用都没有 嫁给你有何用 我去求老祖也 说着就离开芭蕉洞去聊 哎呀 牛魔王憋了许久啊 一拳把面前的石砖给砸了个粉碎 贼婆娘 好生不讲理 牛魔王和铁扇公主一走 唐三手中就多了一张宝图 宽约三尺长则一丈 卷在手中拿着 既可轻若无物 又可重若山岳 摊开来 就见山河秀丽尽献 无边灵气孕育亿万生灵 又尽在生灭之间是应有尽有啊 山河设计图 极品先天灵宝 唐三立刻将炼妖湖中的小千世界提出 再将其与山河设计图给融合在一起 煞时之间 那山河设计图灵性更胜了八分 图中的山河流水似乎是要破图而出啊 那云雾光照早已经流泄于外 唐三将鸿蒙巨灵阵印在山河设计图上 顿时就感觉到灵气 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 都提升了十倍不止啊 而且这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 可谓是妙不可言呢 本来在小千世界中的众仙子 只觉得周围环境剧烈变化 灵气更加充盈 实在是奇妙无穷啊 一时之间众仙子也是瞠目结舌 不知发生了何事 但唐三不出来解释 他们也无从得知 反正啊 这变化对他们只有好处 于是不再多问 继续勤心修炼 唐三满意地呼吸着那充盈无比的灵气 心念一动 他化身出一个自己 然后配合金蝉脱窍的分身 将这两位置于鸿蒙巨灵阵的阵眼之处 然后布置下时间加速卡 化身自身 修炼吸纳灵气 炼化神通 沟通分体与本体 金蝉脱窍的分身 则炼化昆吾剑的最后三把 精泥灭魂真刚 本体则在禅房之中 修炼九转天宫 唐三要三步齐出 一举炼化昆吾剑 把九转天宫推到第三转 同时晋升到大罗金仙境 咫尺鸿蒙把整个金山寺照了个密不透风 再无半点消息出去 结果正好听了明和老祖命令 前来探查的几个修罗 却是一头扎到了一片空白之中 找了整整三年 却是什么也没找到 反而是在那金山附近转得太久 被天庭给抓住破绽 当场就给斩了 这可把明和老祖弃个半死 但是当初他与天庭的约定就是这样 阿修罗不能撕到人间 若是被天庭抓住了 那死了也是白死 好个金蝉子 这笔账老祖记下了 修行无岁月 唐三从修行之中醒来 掐指一算 发现居然过去了三十五年 要知他可是在时间法则卡的加速立场之中修行 否则的话他这次修行就不是三十五年 三百五十年甚至更长都是有可能的 哎呀 已经到了最后一步了 但却没办法避死关来突破了 唐三感觉到自己就差临门一脚 但仅仅是避死关的话 效率实在是太低了 所以才停止闭关 重新散开了陈房前的封禁 祖师爷 你闭关结束了 红孩儿第一个感觉到陈房的变化 立刻上前问道 唐三深吸一口气 红孩儿最近可有事情发生啊 红孩儿抓了抓头 没什么事情发生啊 我都觉得有些没意思了 呵呵没意思 那就来点有意思的 唐三痴然一笑 哼 红孩儿你的课业做得如何了 我来考笑你一下 这红孩儿打了个哆嗦呀 祖师爷 我还没学会太阳真火 但三倍真火已经练到更高层了 而且之前祖师爷教我的练体功法 我也已经练到第二层了 哦 不错不错 唐三笑得很和蔼 那就来试试吧 咫尺鸿蒙一滑 就滑出一片战斗空间来 铺天盖地的太阳真火 就像红孩儿烧了过去 哦呀 红孩儿是哇的一声怪叫 抱头就跑啊 边跑边试图用三昧真火 中和太阳真火 呵呵 看来你确实太久没被考笑了 脑子已经不清醒了 唐三哼了一声 太阳真火化为长鞭 向红孩儿抽去 用三昧真火 中和太阳真火 百倍法力还有可能 但想中和唐三的太阳真火 这简直就是笑话 哎呦 红孩儿这一次是真的被抽得爆头鼠窜了 阻止言 我做了 我以后再也不偷懒了 灵山大雷阴寺 观音刚刚回到灵山就带来了不太好的消息 佛祖 二十一难到二十三难的宝像国有变 如来睁开双眼 我已经知晓 你处理得很好 哎呀 那双眼之中啊 隐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无奈 说金蝉子不出关 西游也无法进行 偏偏那金山寺还被圣人护着 佛门不敢用墙 只能是干着急呀 好不容易把天庭给忽悠住 让其帮佛门卖力气 却不料一不小心玩大了 把阳俭给玩死了 这下啊 佛门也不好再逼迫天庭了 于是啊 这逼金蝉子出关的事情 就暂时的停滞了下来 但这一等啊 那本来已经准备好的八十一难 很多的开始出现问题了 这宝相国的二十一到二十三难呢 乃是天庭兴宿奎姆郎 与披香殿玉女之举 这一等啊 几十年 化身为黄袍怪的奎姆郎啊 都已经抱上虫孙子了 这要是再等下去 还不生出个家族来啊 观音只好配合天庭的前去 把奎姆郎的记忆清洗掉 又让披香殿的玉女再转世一次 之后处理掉他们的儿孙 让他们觉得一切才刚刚开始 观音道 佛祖 两位圣人还不曾找出 那护着金蝉子的圣人 找不出那与佛门作对的圣人 西游就没办法开始 时间拖得越久 八十一难各处的变数也就越大 卢来刚要开口 眉头却一下子紧皱起来 观音不解的道 佛祖 可是出了事 卢来的脸色阴沉下来 孙悟空那里出了问题 你快去 观音心头一惊啊 西游队伍里面 两个最关键的人物 一个是身为金蝉子的取经人 一个就是孙悟空 观音行了一礼 立刻来到那五行山 抬眼一看 眉头就锁了起来 观音 你骗了老孙 你骗了老孙 孙悟空就跟吃错了药一样 在五行山下大呼小叫 是摇头晃脑 疯疯癫癫的 整个五行山 在孙悟空这样的折腾下 也是地动山摇 观音降下云头 来到孙悟空面前 你这个泼猴 在这里发什么疯 孙悟空一听到观音的声音 似乎清醒了一些 抬头看着观音 双眼之中是血丝密布啊 观音 你骗了老孙 本尊几时骗过你 观音冷哼一声 孙悟空大叫道 你说过 俺老孙 在这五行山下 观足五百年 就可等到 那细形的取经人 他就会就俺老孙出去 这可是你说的 自然是本尊说的 孙悟空催了一口 好你个观音 张口白话 俺老孙 可是数着呢 自备 观在这山下 已经快到七百个年头了 说好的五百年呐 观音有点懵啊 不错 这猴子一向不学无术 怎么突然算术如此好了 这不对 不对 观音也是被这猴子 给带歪了节奏 五百年不过就是个虚数 这猴子自己也是知道的 这关押之时肯定是五百年往上的 怎么现在却来胡搅蛮缠了 刚要开口 不料那猴子还有话说 好 按老孙就当你当初不会数数 罢了 但八十年前 你可是亲口给按老孙说话 不出三年 去经人必到 现在已经过去八十载了 那去经人在哪 观音 你还说你不是骗按老孙 观音无语啊 当初观音前往长安城给唐三送西账的时候 就路过五行山 告诉孙悟空 三年之内 取经人必到 让其安心等待 可哪知道后面发生这么多事情啊 结果啊 这足足八十年过去了 唐僧就是不出门啊 你能怎么办呢 观音不可能更不屑于给孙悟空解释 只能是一张脸黑起来 孙悟空一见观音无话可说了 更加愤怒破口大骂起来 这本来就是个泼猴 混过市井当过妖王 那张破嘴一张啊 哪能有什么好听的呀 哎呀 这观音被这破嘴猴子气得是 一佛升天 二佛出窍啊 破猴 今日不教训你一下 你是不知好歹了 观音说着就念动那五行山上 如来留下的法印咒语 五行山疏得一松 然后再重够压紧 轰隆 孙悟空背着一下轰得吐血三声 一下子闭上了嘴 观音冷笑一声 婆侯 你犯了天条 能被佛祖拯救 已经是不易 本尊劝你不要自悟 却不料孙悟空脸上 露出了一抹 不正常的颜色 表情变得 猙獰扭曲 一张脸 胀得紫红 猴毛是 根根炸起 不错 这猴子想要干什么 第五十四章 佛门至宝 七宝妙书 观音本以为 教训一下孙悟空 就可以让这泼猴冷静下来 哪知道这泼猴 一言不合就要自报啊 观音是大惊十色呀 法力照着孙悟空 同时叫道 六丁六甲 五方接地 呼叫齐兰 速速帮忙 真要让孙悟空自报了 那这西游 还怎么玩下去啊 那一直监视 五行山的各路神仙 已经现身降下云头 配合观音 以大法力 压制孙悟空的自报 虽然孙悟空 只是太乙金仙 在观音这个准圣面前 什么也不是 但一个太乙金仙 真要拼命自报的话 就算是观音 也要一阵手忙脚乱啊 不得已之下 观音献出菩萨今身 佛光笼罩亿万里 佛音连连 金花乱坠 那五方接地 六丁六甲 互叫齐兰 也是一个个拿出真本事 锁天封地 故本陪缘 压制孙悟空的自报 不仅要压制住 还要保证孙悟空 不会因为这一次自报 而废了修为 孙悟空却是壮弱 癫狂 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观音 你骗了 老孙 与你骗了 哈哈哈哈 观音双手核实 亿万里佛光化为一对剧长 盖住孙悟空 封锁其原神 一丝丝的孙悟空的法力 暂时抽空出来 疏离狂暴的法力 这样才能把孙悟空的自报 给压制下来 这一僵持就是十日十夜 最终观音还是成功的 把孙悟空的自报 给压制下来 却也是累得满头大汗啊 那五方皆地 六丁六甲 护叫前蓝 更是个个汗如雨下 气喘如牛啊 哎呀 佛祖在上 这个泼猴是真的疯了 那是铁了心的要自报 一点犹豫都不带啊 如此这般 哪怕有观音 这么一个准圣主持 这一场压制 也是几乎要把各路神仙 累个半死啊 观音脸色阴沉地 看着已经昏迷过去的孙悟空 在之前十日十夜的压制中 观音终于明白 孙悟空为什么发疯了 五行山上 如来留下的佛印 会自动监视孙悟空的状态 后者一旦动了 不该有的念头 那就会开始镇压 若当初观音不来给孙悟空说 三年内必有取经人之事 倒也罢了 被压了几百年 孙悟空早就不期望出去 心灰意冷的被压着便是了 但是观音给孙悟空说了之后啊 孙悟空的心态就发生了变化 越是期待越是着急 越是着急越想出去 越是想出去 法印压制的力量也就越大 就这样 孙悟空被内心的期待和法印的压制 活活的逼疯了 观音此时是满肚子的抱怨 找不到地方发泄 他总不能说是如来的法印有错吧 那难道他承认是自己当年给孙悟空透底有错吗 想来想去啊 那也就只有怪金产子了 哼了一声 观音对那金头接地道 日日诵经 夜夜梳理 最快速度让这泼侯恢复过来 是 金头接地立刻行了个佛礼 观音安排好后续就回灵山向如来禀报去了 如来一听这事 哎呀也是一阵头大呀 只好先改了那五行山上的法印 又加派了三十三名罗汉前往五行山看着 不能再等了 这一次一定要让金产子出关 哎 如来佛祖这是下定了决心了 那再等下去 谁知道会出什么幺蛾子 观音道 佛祖 那金山寺依然在圣人的庇护之中 我们当是如何 无妨 如来这一次信心十足的样子 本尊已向老师求得此物 当可破了那圣人庇护 说话间就见如来手中多出一株小树 那树枝金刚之色 树冠之上却是镶嵌有金银 琉璃 波 车渠 玛瑙 赤珠 七宝 哎呀 观音一下子睁大双眼 七宝妙术 如来自信一笑 正是准提圣人赐下此物 有此物 还怕金山寺的庇护不破 这七宝庇护可是准提用自身本体的一部分 加上七宝炼制而成 是准提圣人的正道之物 无物不刷 要破区区一个庇护更不用说了 这西游之计原则 这西游之计原定已久 圣人不便出手 但圣人可以把自己的宝贝暂时借出来 如来道 观音 你立刻就去安排 观音此时也露出舒心的表情来 有了这七宝妙术 想来是没有问题了 当下领命离去 检测到佛门将再一次逼你出关 并且将动用圣人法宝 你有以下选择 一 出关正式开启西游 可获得极品先天灵宝 七宝妙术 二 挡住佛门的又一次逼迫 坚决不出关 可获得和图洛书 唐三从修炼状态清醒过来 佛门终于要再次出手了 圣人法宝 不会就是七宝妙术吧 沉吟了一下 唐三把直尺鸿蒙扩大了一圈 这一次把整个金山山峰都给笼罩了 就这么过了几日 观音 文书 普贤三位菩萨 信心满满的来到了金山寺 然后 哎 琪琪傻眼了 哎 别说金山寺了 就是那渭水边上整个金山都没了 不错 那么大一座金山去哪里了 这好好的一座山怎么说没就没了 文书菩萨认为金山只是被隐形了 但他飞过去之后却发现根本碰不到东西 普贤菩萨用佛法神通来回刷了七遍 却依然是什么也没发现 观音手捧七宝妙树 目光来回扫尸 有心举出圣人法宝 却又迟迟不敢出手 这毕竟是圣人的法宝 观音根本不可能完全控制 所以看不到目标的话 他根本就无从下手啊 这下该如何是好 普贤菩萨黑着脸回来了 他甚至在那金山圆址种了颗佛草 以佛法催化 那佛草长得是生机勃勃呀 这意味着那里确实什么也没有 而不是有什么却看不到 不如不管这些 直接用圣人法宝刷过去 当可破旨 文书菩萨坚信 金山不可能凭空消失 只是他们看不到摸不着罢了 但他们不能 圣人法宝可以呀 七宝妙树乃是准提圣人正道的法宝 无物不刷 管它是什么 刷过去就是了 观音却只能摇头 除非是圣人直接出手 否则和我三者之力 也不可能把这圣人法宝控制到精妙之处 这一刷下去 若是有任何变数 我们停不住 七宝妙树会把这里十万里方圆全都刷掉 诶 文书和普贤二位菩萨脸色一黑 这真要是那样 他们惹上的因果就可怕了 第五十五章 菩萨 继续 不要停 文书和普贤两位菩萨都看向观音 这个时候啊 也就这位佛门最有能力的外势能将 可以想到办法了 作为佛门传道 理事对外外交一把手的观音 他的实力不是佛门中最强的 但说到应变能力 事物处理能力方面 他绝对是最强的 沉吟片刻之后 观音微微一笑 两位不用担心 我相信那金山依然在那里 金山寺也依然在原本的位置 他一直那空荡荡的地方 两位可想过 如果金山寺消失了 搬走了 那为什么不止搬走金山寺 因为他并不是消失和搬走了 只是我们看不到摸不到罢了 但若是金山寺消失 我们可以针对的目标范围就很小 我甚至可以直接用七宝妙术 对着金山刷过去 那样金山寺是不是消失都无用 正因为这个原因 那位庇护者才会把整个金山抹去 只是为了不让我们瞄准而已 文书和普贤一听 顿时觉得相当有道理 本尊明白了 既然金山就在那里 那么我们只需要把整个金山一片区域 拉入佛国 然后再使用圣人法宝就可以了 文书菩萨已经明白了观音的意思 观音微微一笑 点头承认了 三位菩萨这就回到灵山 然后直接调来了五百罗汉 由如来佛神的十八罗汉带队 五百罗汉布下一个巨大的罗汉阵 佛号一起 五百罗汉身上佛光顿胜 在罗汉大阵的加持放大之下 那佛光顿时被放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整个大阵瞬间被光滑完全的照亮 还没有彻底的闭合的大阵 泄露出去一部分佛光 仅仅是泄露出去的这一部分佛光 就照耀了整个南善布州 整个大洲在佛光的洗涤之下 荡漾起一股神圣的光明之感 然而就在整个南善布州的凡人 要被这瞬间乍卸出来的佛光 洗脑成佛徒傀儡的时候 大阵终于彻底的闭合 佛光戛然而止 南善布州恢复了宁静 天庭南天门前 千里眼捂着双眼 被顺风儿给扶下了观天台 他的双眼被佛光烧成重伤 也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恢复过来了 快去把消息告诉陛下 佛没有大动作 千里眼全身颤抖的道 金山 罗汉大阵被关闭的煞石 五百罗汉同时寄出了自己的法宝 法宝一出化为佛国 加上五百罗汉本身所画佛国 正是一千佛国 这正是五百罗汉真正的威力 一杀一世界 一宝一佛国 佛国神通 佛门中只要是罗汉以上级别都会 区别在于有多么精通 又可以画出多个佛国 五百罗汉联合在一起 配合他们的法宝 可以画出一千佛国 而如来一个就有三千佛国 不过在观音看来 一千佛国已经够了 这只是用来承受圣人法宝攻击 而不外泄之用而已 在这佛光的无尽佛光之中 金山再现 倒不是咫尺鸿蒙被迫了 单纯就是那佛光透不过咫尺鸿蒙 照不出真相 于是就在那一片区域 露出一个空白而已 观音微微一笑 果然如我们推测的那般 这下看金蝉子还有什么办法 开始吧 观音宣了一声佛号 举出七宝妙术 刷 七宝妙术上光芒闪动 七宝熠熠生辉 就有一道光滑 从那七宝妙术上刷出 重重刷在金山之上 七宝妙术的攻击擦过金山 却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这攻击失败 观音眉头微微皱起 将更多的法力灌入其中 要是刷的一声 一道亿万里的匹炼 从宝树上刷出 化为一道金氏之鞭 重重的抽在金山之上 一声乍响 这罗汉大阵一千佛国 都轻轻颤抖了一下 然而金山却窥然不动 什么动静也没有 观音眯起了双眼 略作沉吟 对文书和普贤两位菩萨道 看来只凭本尊的能力 是不可能完美控制住 圣人法宝的 文书和普贤会议 同时伸出手 我等住你 三位菩萨将自己的法力 源源不断地灌入七宝妙术 刷刷刷 连续的冲击抽在金山上 却是怎么也无法撼动金山分毫 那轰鸣声不断响起 阵的大阵动摇 佛光闪烁 长边一般的妙光抽动亿万里 然而却抽不动一座小小的山头 观音三位菩萨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中 看出一丝惊骇 这难道护住的不是圣人的神通 而是一件圣人的法宝吗 但仅仅只是圣人法宝 又如何挡住他们三人 同时使用的另一件圣人法宝啊 观音想起了之前的一幕 那在禅房之中 一闪而过的高大身影 难道圣人根本就在那金山四周 这怎么可能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哪怕圣人可以遮蔽天机 挡住其他圣人的窥视 然而圣人一旦离开自身的道场 并且出了手 那必然会被其他圣人感应到 定是有别的原因 观音一咬牙 继续 文书和朴贤点点头 继续催动法力 禅房之中 唐僧看着外面 如同狂雷四起 金蛇乱舞的七宝妙刷光 嘴角慢慢地勾了起来 没想到 山河设计图 可以将这七宝妙刷光给吸纳 然后再转化成最为纯粹的灵光 嘿 果然不愧是连圣人都可以困起来的宝贝 哎呀 三位菩萨 你们简直是太好了 我正好需要这灵光来淬炼肉身 然后一举突破呢 唐三把山河设计图给展到最大 照住整个金山寺 最大程度地吸收那些七宝妙刷光 而他自己则进入山河设计图之中 让那被转化之后的灵光 不断地轰在自己身上 九转天宫第二转与第三转之间的屏蔽 正在一点点被消磨掉 唐三咧嘴一笑 嘿嘿嘿 菩萨继续加油 不要停 观音三位菩萨是拼了命地刷动七宝妙术 也不知这刷了几千几万 累得三位菩萨都是额头见汗呢 但却依然什么效果都没有 他们呢 现在已经不知道 是应该怀疑自己的法力不够 无法发挥七宝妙术的威力呢 还是应该怀疑圣人的法宝也利有不殆了 哎呀不行啊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啊 菩萨擦了擦汗 眼角暴跳不已 第五十六章 各位罗汉睡个好觉 菩萨 伏虎有话说 就在有些僵持不下的时候 伏虎罗汉突然开口了 伏虎罗汉 若有办法请说 伏虎罗汉点点头 伏虎罗汉的表情冰冷的像是石头一般 没有任何变化 方才我观察着金山上的变化 却是觉得和周围的空间有关 也许我等将罗汉大阵转为攻击 联合圣人法宝 当是可以攻破的 这伏虎罗汉表情冰冷啊 却不是他要拿高姿态 而是他面瘫了 自从上次意外被斩日剑斩出的无形太阳真火 毁去半张脸后 伏虎罗汉就一直没办法恢复 元神被烧掉了脸 那肉身自然是长不出来呀 但伏虎罗汉和降龙罗汉一样 是如来身边十八罗汉之首 这顶着半张烂脸自然是要不得的 最后无奈 如来亲自出手 这才治好了 当然这就闹了个面瘫的毛病 表情硬得跟石头一样 三位菩萨对视一眼 稍作思索 就同意了伏虎罗汉的办法 之前不管是弥勒还是路鸦出手 其实都是以度化为主 攻击为辅 就是怕伤到里面的唐三 但现在这个情况看来 不全力攻击怕是不行了 既然已经出手了 那就一定要把人给打出来 当下五百罗汉大阵发生变化 那一千佛国放出万丈佛光 凝聚在一起 化为五宗巨大的佛陀 暴涨的佛光更是将三位菩萨的法力 给完全补充回来 三位菩萨深吸一口气 同时发力将七宝庙数寄起 就见那七宝庙数飞起落在金山寺山头石杖之处 眨眼之间变得比那五尊佛陀还大上数倍 那五尊佛陀来到七宝庙数之下 口诵妙经传妙音施妙法 五尊佛陀威闭的双眼慢慢张开 亿万佛光化为洪流 冲击在金山之上 七宝庙数却像是一把巨伞 将亿万里的空间完全照住 无尽的妙刷之光流泻而出 如同千波道玄又似天河漏底 哗啦啦的波涛声中 无穷无尽的妙刷之光 混合着佛光冲击在金山上 整个金山都剧烈的摇晃起来 九死下一刻要崩溃一般 禅房之上 山河设计图已经变成了一片浮空的大陆 撑在金山之前 吸收那些被咫尺鸿蒙 故意放进来的妙刷之光 妙刷之光被山河设计图转换为灵光 灵光在被唐三吸入体内 成为突破九转天宫第三转的推力 哎呀真是没想到啊 准提的七宝妙术居然有这个功能 可以辅助我修炼九转天宫 哎呀要是早点知道 怕不是我早就三转了 唐三此时觉得 全身就像是泡着桑拿一样啊 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感 终于他的九转天宫 终于到了最后的临界点 随着吸那的灵光越来越多 最后唐三终于将九转天宫 给晋升到了第三转 在那一刹那 唐三感觉自己的元神轰的一声炸响 似乎有一个无尽的宝库被打开 他双眼睁开 就有无尽光芒泄出 冲入到山河设计图内 图内山河巨阵 轰隆隆的就听雷鸣不断 是电闪不休啊 一吸气山河变色 一呼气星辰流转 强大的法力形成云雾 纠缠在唐三身边 一层又一层形成一片祥云锐气 九转天宫第三转 大罗金仙境终于到了 检测的宿主达到大罗金仙境 可获得额外奖励 火系法则晋升为初节 水系法则晋升为初节 雷系法则晋升为初节 丁 检测的宿主九转天宫 达到第三转 成功达成第一阶段修行 可获得额外奖励 是神枪枪奸 丁 检测的宿主 成功炼化所有昆雾八剑 可获得瞌睡果一枚 哎呀 唐三听到前面的奖励 笑得是没眼没牙的 但听到最后一个就浪住了 这瞌睡果是什么呀 急忙把那瞌睡果拿出来 神念探入其中 这才明白过来 这瞌睡果是世间第一株 永棉花灵根所结的果实 其实效果就是让目标强行睡眠 就唐三手里这颗果实 对个体目标使用 那么准圣以下 必定是强制睡眠百日 不睡足百日任何办法都弄不行 也可以粉碎之后 对一大片目标使用 这强制睡眠的时间 会随着目标越多而减少 但最少也不会低于十日 唐三拿着瞌睡果 抬眼看向外面 那正在拼命刷金山的菩萨和罗汉 哎呀 这么辛苦哈 那就让你们好好睡一觉吧 唐三随手一捏 将瞌睡果捏成粉末 然后吹出金山 此时金山之外 佛光亿万里 浓郁的已经有如石质一般 那七宝妙术 更是在佛光的滋养之下 变得更加的珠光宝气 宝光十足 观音见整个佛国内的佛光 已经积累到了一个极限 只要越过这个临界点 那么七宝妙术的攻击 就可以再提升一个层次 金蝉子 这一次就不信你还可以挡得住 除非真的有圣人在那金山之中 否则就算你手中也有圣人法宝 也抵抗不住 观音心中暗道 在他看来 哪怕唐三真的有圣人法宝 本身也没有圣人实力 又怎么可能挡得住自己这边的合力 眼看着那临界点终于到了 就在将过未过之际 观音的心头突然涌起一丝不祥的预感 下一秒预感成真 五百罗汉全都莫名其妙地昏睡过去 一个个的像是石头一样啊 往地面砸去 正在关键时刻的大阵瞬间失控 那无尽的佛光 无尽的妙刷光 瞬间变得无比的狂暴 不好 快躲进去 观音是大惊失色啊 大鹤一声冲到七宝庙树底下 同时他伸手一抓 接下一百多罗汉 文书和普贤这个时候也反应过来 同样冲入七宝庙树底下 又失了一个神通 接下一百多罗汉 但还有一部分罗汉 这实在是来不及了 这其中啊 就有面瘫的伏虎罗汉 这也不知是不是被如来佛祖亲自救治 所以多了一丝抵抗力 这伏虎罗汉中了瞌睡鬼啊 并没有瞬间睡过去 而是半梦半醒的保持一点意识 然而就是这一点意识害了他 那狂暴的佛光和妙刷光 被他的意识所吸引 是铺天盖地地涌了过去 只是刹那 伏虎罗汉就消失得 无影无踪 没有爆炸 没有轰鸣 亿万佛光无尽妙刷 换来的就是光脏 第五十七章 弥勒佛祖驾临 哎呀 三位菩萨是万万想不到啊 这罗汉阵到关键的时刻 会突然出这么一个乱子 这下不但功亏一篑 还损失了几十个罗汉 这其中还有俯虎罗汉 这这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现在当时如何是好啊 文书菩萨只觉得一阵头皮发麻呀 观音看了一眼那渐渐散去身形的金山 长叹一口气 啊 我们又失败了 而且七宝妙术也受到冲击 唯有回灵山令伐 文书和普贤两位菩萨也是面沉如水 什么也不好说 三位菩萨把睡死过去的罗汉收拢了一下 再把七宝妙术一收 速速回灵山去了 这一退就意味着佛门又一次失败 唐三吐出一口气 手中一片光滑闪过 何图洛书出现在他的手中 何图洛书可引先天之树测天机 我也来试试 唐三把神念沉入其中开始推演 灵山 弥勒佛突然睁开双眼 身上有万道佛光爆发出来 凝聚到实质之后 甚至有几分变黑的迹象 本来笑容可具的脸上 已经是一片铁青 是谁杀了本尊三师之一的俯虎罗汉 这三师每一个都是正道的关键 弥勒佛为了得到那一丝正道的机会 不惜把自己的恶师化为俯虎罗汉 在如来手下听差 为的就是那一丝机会 现在西游亮节将起 虽然遇到一些波折 但只要是耐心等待 总是会有结果的 但现在结果没来 反而是自己的恶师没了 这还挣个屁的道啊 弥勒佛气得都要原地自爆了 这时 观音三位带着一干昏睡的罗汉回来了 弥勒佛怒视观音 这态度可以说是相当恶劣了 但是观音却也没动气 而是把前因后果给细细说了 而正在圣怒之下的弥勒佛当时就懵逼了 提议用罗汉阵攻击的就是俯虎罗汉 所有其他罗汉都瞬间沉睡之时 唯一清醒的也是俯虎罗汉 你这要说俯虎罗汉没有问题 弥勒佛自己都带三分怀疑啊 偏偏这是在金山发生的事情 天机混混顿顿 根本算不清楚啊 观音拿出七宝妙术 捧于如来面前 佛祖 圣人法宝当时记录了当时的一切 如来点头接过七宝妙术 佛力一推 之前发生的一切就了然于凶 看来还是那个庇护金蝉子的圣人出手了 俯虎罗汉也只是天命如此罢了 弥勒佛心疼的脸都是铁青的 但他也只能是承认如来的说法 你不承认那就是俯虎罗汉有问题 那不是问题更大吗 哎 如来叹口气道 弥勒佛能怎么办啊 他也很绝望啊 最终只能是咬牙刃了 如来这才捧着七宝妙术去见了接引准题 希望两位圣人可以通过七宝妙术记录下来的一切 看出到底是哪一个圣人在出手干预 佛门等了足足二十日 等到那些昏睡的罗汉清醒过来 才可能从中研究出什么来 但最后研究来研究去 接引准题却是什么也研究不出来 不是说没有怀疑的目标 而是每一个圣人都有可能 如来从两位圣人那里回来 说道 圣人吩咐 此事当以利魄利 不动凡人 不可动凡人 其余皆云 这是两位圣人的分析 众佛陀 菩萨 罗汉 心头是一番盘算的 确实 之前只要不是针对凡人的行动 引起的后果其实都不算严重 哪怕是之前损失了几十个罗汉 其实也是攻击失控而已 若是能计划更周密 以更强的力量碾压过去 想来那庇护金山寺的圣人 也说不得什么了 毕竟西游是大势所趋 就算是圣人也不好强行阻拦 只能是偷偷的行事 一旦金山寺那个咫尺神通被迫 就是圣人也只能收手了 当时谁去 观音问道 如来还没有说什么 一旁的弥勒佛就开口了 管尊去 哦 大家心道一声 果然呢 弥勒佛第一次去度化金铲子 就落了面皮 之后又在金山折了恶尸 这位要是还能坐得住 那才叫奇怪呢 如来看了弥勒佛一眼 最后缓缓点头 弥勒佛点点头 然后就出去了 度化归度化 出手归出手 说之前呢 弥勒佛确实是失败了 但度化时他真正展露出来的实力 不到本身实力的一成 而现在呢 他有的是时间和出手的机会 低要想那金铲子 从金山寺逼出来 弥勒佛呀 其实心中还有一个野心 说若是那庇护着金山寺的 真的是一个圣人法宝 他能打破庇护 说不得那圣人法宝就是自己的了 到时候这圣人之位 就真的可以争上一争了 禅房里 唐三通过和图洛书 第一次算出一丝天机 只有一丝 不过就是一缕不久之后的事件而已 弥勒佛要来金山寺动手了 真的动手 不是之前度化那么简单了 就在唐三算出这一条消息的瞬间 系统又有了新的提示 检测到宿主第一次亏得一丝天机 可获得意外奖励 瞒天过海神通 瞒天过海神通 可以掩埋真相 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连圣人也无法看破 但无法掩埋活物的真相 有效时间十二个时辰 或者假象被摧毁时 哎呀 瞒天过海吗 不可对活物生效 那么就是死物了 死物的话 嘿嘿嘿 有了 唐三立刻运起法力 做出一番安排 然后静静地等着弥勒佛前来 很快 弥勒佛踩着祥云来到了金山寺 站在云端向那金山打亮一番 发现那圆址上的似乎并不是金山 这让他有些疑惑呀 奇怪 这山似乎不是金山 弥勒佛 弥勒佛睦开佛眼 小心打亮一番 发现那确实不是金山 也不知是哪里来的山脉 正好就坐落在那金山的圆址之上 弥勒佛冷哼一声 记起那后天人种呆 化作千万丈大 风口一张 就将整个山脉 以及周围给罩住 弥勒祭出自己的后天人 人种呆 无尽的狂风从人种呆之中 汹涌而出 打着卷冲击这千里之地 然后又猛地向回收去 吹出来的狂风 变成吞噬大地的风口 就听得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那不知名的山脉就被吞了下去 奇怪的是 那不到百里之外的长安城 却是安然无事 甚至紧紧挨着那山脉的花草树林 也不过就是清风吹过 悄然无声 却原来这就是弥勒佛真正用于攻击的 掌中佛国的样子 每一个会掌中佛国神通的佛门大能 都有其特有的掌中佛国 弥勒将自己用于攻击的掌中佛国 与后天人种带结合了 就算你伪装成他物又如何 管尊只要把你装进去 看你往哪里逃 弥勒佛说着把后天人种带一收 法力开始催吐 就要把那山脉在后天人种带里生生磨碎 弥勒佛的人种带虽然只是后天至宝 但被弥勒佛祭练这么多年 也绝对是后天至宝中顶尖的存在 一旦被收入带中 那是教天天不应教地地不灵 任由弥勒佛操持 更何况弥勒佛还将自己用于攻击的掌中佛国 融入其中 其内部更是可以变化万千呢 此时人种带之中放出亿万佛光 每一道佛光都如同一颗陨星一般 砸在那山脉上 密集的轰鸣声连成一片 就像是一道久久不息的钟声 静缠子 我倒要看看 你那圣人赐下的法宝能挡住多久 他人种带之中时间都有本尊操控 千年万年本尊都耗得齐 弥勒佛得意地看着掌中的人种带 你这山一定会碎 人种带中那百里山脉碎了一地 哎 弥勒佛懵了 卧槽 真的碎了 真是碎一地啊 警察死了 不会被我弄死了吧 我这玩笑可以大了好不好 弥勒佛的神念进入后天人种带之中 细细搜索起来 然后这脸色是越来越黑呀 哦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地普普通通的山石 那被弥勒佛装到后天人种带之中的 就是一个最普普通通的山脉 呸 被耍了 弥勒佛是脸色铁青啊 身后的佛光都抖个不停啊 强大门横的神念直接压向那金山原址 细细分辨 细细寻找 终于是找到了一点线索 果然 真正的金山依然在原址上 之前的山脉其实是一个相当简单的障眼法 但却不是弥勒佛一开始想的那么简单 这山脉其实是唐三在山河设计图之中 搬出来的一座小小的百里山脉 然后用瞒天过海神通 将其放在已经被咫尺鸿蒙 完全笼罩的金山原址上 这样一来 这座无名的小小山脉就替换掉了原本的金山 而且在瞒天过海神通失效之前 弥勒佛就绝对不可能发现问题 弥勒佛的双眼是寒光闪烁呀 法力一起将那人种袋之中的山石磨成了鸡粉 然后人种袋再次一张 这一次看你又往哪里跑 后天人种袋犀利大涨 同时变得遮天蔽日一般大小 向整个金山区域笼罩下来 突然 一座山脉飞入人种袋之中 弥勒佛这次学了个乖 神念立刻探入人种袋之中 仔细检查 得又是普通的山脉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挡住本尊 本尊倒要看看 你准备了多少山石 够本尊消磨 弥勒佛发起狠来了 人种袋再袭 嘿 就不信那真正的金山寺 可以一直挡住 那保护金山寺的直尺神通 已经经过多次的试探证明 虽然防御力极为强大 但没有任何的攻击力 而且范围也有限 只要将其保护的东西 连同周围一大片区域 一起笼罩进去 那么要装到佛国很容易 必须要装到佛国之中 只有装入到佛国之中 任何行动才不会对凡人产生影响 又是三声怪响 又是三座山峰 进入到那人种袋之中 然而依然不是金山 弥勒佛也不停手 法力源源不断地 灌入到人种袋之中 吸力是越来越大 那金山寺的原址中 被吸出来的山峰 也越来越多 就像是源源不断一般 很快这个数量达到了一千之数 而且还在增长 这个金蝉子从哪里搬来的这么多山峰 兰山布州 不可能 一两座也就罢了 一次搬这么多 天津不可能不管 犀牛鹤州 更不可能 那就是北居鲁州 东圣神州 弥勒佛眼中的不耐烦越来越胜了 但他吸来的山峰越来越多 渐渐的他也不曾去检查人种袋里到底吸的是什么了 不管是什么 吸进去再说 弥勒佛肯定无法猜到 这些山峰山脉全都是唐三从山河设计图之中拿出来的 山河设计图里面有万山万水万谷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而且只要灵气充足 这些山峰全都会再生的 就在弥勒佛越来越抓狂的时候 人种袋再也吸不到任何东西了 不管吸力有多大 就是什么也吸不到了 哎 弥勒佛疑惑地仔细搜索了一圈 惊喜地发现金山已经被吸进去了 这一次再也不是什么假象了 肯定 一定 确定 弥勒佛再一次把神念探入人种袋之中 这才发现里面居然有三千多座山峰啊 哎呀 这一时之间也有些头皮发麻呀 说要是别的事 他一个神念扫过去 别说是三千了 就是三万山峰 也会瞬间完全知晓 但偏偏这些山峰全都被掩盖了天机 若不仔细探索 根本发现不了任何东西 弥勒佛是深吸一口气 最后啊只能是一座座山峰检查下去 那三千多座而已嘛 总能查出来的 因为被掩盖了天机 所以哪怕这些山峰全都被装在人种袋之中 装在弥勒佛的佛国之中 要全部检查出来啊都需要极长的时间 为了提高效率 每检查好一座山峰 弥勒佛就把这山峰彻底的磨碎 然而啊等到弥勒佛磨碎最后一座山峰的时候 哎 依然没有发现金山 怎么回事 弥勒佛立刻收回神面 打开一看 就见金山好好的在原地呢 就像是从来没有消失过一样 就像是之前发生的一切 不过是泡影而已 满天过海神通掩盖真相 连圣人都不可看破 当唐三对金山使用这个神通之后 配合咫尺鸿蒙神通 那弥勒看到的一切还有真相吗 那好好存在的金山 就像是无声的嘲讽 啪啪的打着弥勒的脸呢 哎呀 弥勒只觉得一阵气血上涌啊 身后的佛光啪的一声裂开 一口金色的佛血喷洒而出 第五十九章 孙悟空 如来你骗俺老孙 检测的宿主成功把弥勒佛气吐血 可获得额外奖励 祖龙金血三滴 禅房之中 唐三看着外面几遇作狂的弥勒佛撇了撇嘴 去 弥勒 你慢慢折腾啊 我先去修炼了 他将刚刚得到的三滴祖龙金血给吞入肚中 那祖龙金血下肚就已经被九转天宫的法力控制住 转而老老实实的强化唐三的肉身 金山外天穷之上 弥勒佛气出一口血 这一时间是脸如金纸 佛光颤抖啊 他很清楚 佛门和天庭有无数双眼睛盯着这里 而他堂堂弥勒佛祖 却是被一个障眼法给骗了 这已经不是丢脸那么简单了 弥勒佛一双佛目微微眯起 寒光流泄出来 好 很好 金蝉子你的确有些本事 本尊已是大意招了你的道 不过 你以为 真的可以永远躲在这金山之中 弥勒佛怒急返笑 后天人种带一收 弥勒佛今身显现 那亿万丈金身显现 四大步骤都可以看得真切 佛光亿万万里 形成一圈又一圈的佛法光轮 无以计数的佛经佛言 在那佛轮之中展现 连接天地时空 弥勒佛向金山投去一撇 就见金山剧烈震荡起来 大地开裂 摇摇晃晃 抖个不停 佛力狂涌而出 投到那玄之又玄的 时空长河之中 灵山如来眼中 佛光大圣 不好 弥勒想要干什么 快快阻止 来不及了 弥勒佛狂怒之下 再也顾不得其他 佛光绽放 一生佛好奇 就见亿万里是天花乱坠 地永金莲 时空长河轰隆作响 无形浪涛 惊奇百丈 竟是被狂怒之下的 弥勒佛推动着向前 一时间是斗转星移 日月如梭 如来佛祖再也顾不得其他了 一个闪身就来到金山之前 然而此刻 弥勒佛已经推动时空长河 浩浩荡荡地 勤行了整整三百年 弥勒助手 如来一声抱贺 佛光下泻 佛音如红中大驴一般响起 震荡九天 轰鸣九幽 整个三界都听到那一声贺 狂怒的弥勒佛 一下子就清醒过来 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干了什么 一时间这脸色也是无比的难看呢 推动时空长河 那要沾上多少因果呀 但此时 弥勒又岂可认错啊 收了金身 战于云端一言不发 如来叹口气 弥勒 你执念太深了 你这一下惹上多少因果 还不 快快回灵山 弥勒哼了一声 你先看那金山 本尊已经消磨了他的防御 只要再推一把 那金铲子必定出来 就算惹上因果 只要西游两节开始 我佛门大兴 这些因果 又算得了什么 如来沉默下来 弥勒说的也有些道理 若是成功了 那也说得过去呀 两位佛祖于是打眼看去 却见那金山上的防御 支离破碎 摇曳不定 似乎随时都会崩溃一般 弥勒得意的一笑 之前 一直将这金山放在佛国之中 不受时空长河影响 反而动不了的 现在 就在这现世之中 推动时空长河而行 许去三百年 就已经如此之般 若再推三百年 不攻也破了 但话是这样说 但真要让弥勒现在 再推动一次时空长河 他也是不干的 反正金山的防御 已经变成这一般了 随便出手就破了 弥勒说吧 抬手就是一击 就听得砰的一声 那金山上的防御 应声而破 化为无数光点 飘飘扬扬地飞升上天 弥勒佛是仰天大笑 金蝉子 这一次 本尊看你往哪里躲 小霸 弥勒佛定眼 往那金山上一瞧 哎 立刻就呆住了 那根本不是什么金山 就见一座山脉 前五百里 后五百里 高千丈 后千丈 形如五指称天 壮似佛掌天成 这山 怎么看着这么眼熟 再仔细一看 却见那山脚之下 有一个不知道是啥的毛球 在那里不停地蠕动 那毛球是又脏又旧 几乎像是一个石头 时不时地抽动一下 若不是两位佛祖 目利惊人 怕是根本看不出这东西 原本是个毛球 或是感觉到了周围的变化 那毛球的抖动加剧起来 过了一会儿 从那厚厚的毛发之下 传出一个几不可闻的声音来 那声音像是用两块干木片刮擦一般 沙哑难听之极 完全无法分辨 如来和弥勒有点无语啊 这这是个啥呀 两位佛祖此时也有点懵逼啊 这个金山地界整个都笼罩在一片天机不显之下 两位佛祖愣是没第一时间认出这毛球来 弥勒佛手一挥 佛光向那毛球捡去 那也不知常有几何的毛发纷纷落地 慢慢地露出一个骷髅脑袋来 仔细一看 这却并非是骷髅 而是已经饿得完全脱了相了 只剩下一张皮 紧紧贴着脑袋而已 那脑袋之上唯一清晰可见的 就是一双幽幽的双眼 像是两团摇曳不休 却又行将熄灭的烛火 在那脑袋边上 还有半个露出来的手掌 那五指之上的指甲长得已经快化为根须了 形状可不 这 这是 孙悟空 如来终于把这个骷髅头一样的怪物给认出来了 这心中一惊啊 一点佛光送入到那骷髅怪中 为其续了一线生机 果不其然 那骷髅怪立刻恢复了几分元气 声音变得清晰起来 如来 弥勒 你们佛门 骗了俺老孙 说好的五百年 现在已经一千年了 取经人呢 取经人到底在哪 你们要杀就杀 要寡就寡 这样一次次的 骗俺老孙 是要作甚 这 如来弥勒都懵逼了 我凑 还真是孙悟空啊 这五行山怎么来到这里了 之前孙悟空因为被压得失了痣 一气之下要自爆 观音是费了大力气 才将其救回来 为了不让孙悟空再一次发狂 就暂时封闭了其法力 反正有土地照顾 倒也无妨 哪知啊 这五行山突然就来到了金山地界 那照顾孙悟空的土地 自然是找不到了 又恰好弥勒佛一怒之下 推动时空长河滚滚向前三百年 这猴子被封了法力 又无人照料 于是毛发长的将其自身都裹住了 指甲长得化为了根须 那更是机无石可无瘾 生生恶脱了馅 成了这副模样 哎呀 孙悟空的牙都咬碎了 你们佛门到底如何这么安老孙 快快给个痛快 欢迎收听 由悠然有声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西游求求你出关取经吧 第六十章 观音 你想杀我 我与你拼了 哎 弥勒不得不承认 他又被耍了 然而此刻 他反而冷静了下来 哎 如来就在这里 在孙悟空露出来之前 不也没看破吗 既然如此啊 弥勒就不挤了 如来 看来我们之前所想的 有些错误 弥勒用神念传音道 我们要会灵山 从长挤了 如来面沉如水 沉默片刻后点点头 两位佛祖卷起五行山 重新将其放回原本的地方 然后恢复了孙悟空的法力 又让观音用一滴干露 把孙悟空治好了 哎 孙悟空整个过程是一言不发 但心里已经快把佛门恨死了 只是 如来和弥勒两位佛祖 没有那个心情去关注了 两位佛祖回到了灵山 再一次召开大会 讨论对策 与此同时 禅房之中 唐三再一次睁开双眼 头顶三花慢慢浮现 不过最右边那个 还是一个花孤对 另外两朵却已经绽放盛开 大罗金仙高阶吗 龙祖精血不但提升了 我的肉身强度 把九转天宫的境界 推到了第三转的一半 还让我三百年前提升到了大罗金仙高阶 唐三看向外面 此时早已经是风平浪静 检测的宿主挡住弥勒佛三百年时空长和碾压 成功打消佛门用墙的念头 重挫了佛门锐气 可获得额外奖励 三藏真经 检测的宿主提升的大罗金仙高阶 可获得额外奖励 混沌灵气之种 唐三一愣 然后嘴角翘了起来 混沌灵气可是只有当年三千紫霄宫中客 才有机缘得到的东西 吸纳混沌灵气修炼出来的法力精纯度 可是吸纳普通灵气的一倍以上 唐三将混沌灵气之种 放入到山河设计图之中 让两者融合 一旦融合成功 那么他就有源源不断的混沌灵气了 至于三藏真经就更有意思了 貌似如来想让我去西天取的 就是这三藏真经吧 下次他来的时候给他看看 不知道如来会是个什么表情啊 一想到这儿 唐三反而期待起佛门再来了 不过呀 佛门最近注定是没空了 弥勒佛一怒之下 推动时空长河三百年 那八十一难全都惹出来乱子了 这要是不处理好了 那就算取经人出关了 这西游也开始不了啊 佛祖 那卷连大将已经吃了九百九十九个取经人了 本身的天将元神快被妖性消磨干净了 再下去他就彻底的妖魔化 就算到时候金蝉子出关 这卷连大将也是没用了 天庭派出亡灵关前来 希望我们协助他们让卷连大将恢复正常 降龙罗汉带回来了新的消息 如来心里叹了口气啊 看向观音 观音 你与那王灵关去一趟流沙河吧 观音菩萨点头硬了 去和王灵关等天将会合 然后赶往流沙河 但谁都想不到 观音他们赶到之前 唐三就先一步到了流沙河 唐三先是化为清风 神不知鬼不觉的来到了流沙河 然后又化为观音的模样 卷连大将 佛祖让你在这里等待取经人 你却吃了999个取经人 流沙河上头骨多到 可以起一道浮桥 你该当何罪 此时唐三的实力 已经是大罗金仙高阶 沙僧又因为吃了太多取经人 而妖气缠身神志不明 还真以为是观音到了 就见一个仗许高的大妖 浮出流沙河 一头火焰一般的乱发 披于脑后 一直拖到了脚回 双发赤红 杀气森森 是阴气凛凛 那一张脸 不黑不青 蓝淡色 一对獠牙探出嘴外 四刀右四闸 看上去极为可怕 脖子上挂了九个骷髅 腰间缠了九个骷髅 脚下更是踩着九十九个骷髅组成的浮台 一开口就是如雷如鼓的老龙声 轰隆隆透着可怕 这沙僧当年也是得了观音提醒 以为西行取经将要开始 于是安心等候 哪知这一等就是几百年呢 沙僧觉得自己被观音骗了 于是干脆就放飞自我 这几百年下来 愣是给他吃了九百九十九个取经人 如此一来 元神受到侵蚀 已经快要成为真正的妖怪了 此时再见观音 当即就想起被骗之势了 手中的降妖杖捂起一团妖风 就向唐三打去 我去 这是真的快疯了 看到观音都直接动手的 唐三心头吐槽一句 抬手就是一手 寂灭雷佛轰了过去 沙僧的实力 哪里挡得住 此时唐三的攻击 直接被打退了百里 再一抬头 当时就见到千万佛雷轰来 沙僧是怪叫一声 就打算水盾逃走 但唐三此时却踩在流沙河上 初揭水系法则沟通流沙河 顿时将八百里流沙河 完全掌控于神念之下 神念一起 那流沙河水变得比金刚还要硬 沙僧是一个猛子 直接扎在硬化的水面上 顿时撞了个满头金星啊 跟着那千万佛雷 就轰在沙僧身上 不要打 不要打 我忍输了 沙僧惨叫起来 但唐三却是不停 继续狂轰 此时他用的早就不是寂灭佛雷了 而是普通的雷霆 而且故意减弱了威力 砸在沙僧身上是止疼不伤 沙僧本来就已经快要妖化了 一开始被打疼了 下意识地求饶 但现在被打得凄惨 那妖性中的暴虐一面就彻底的爆发起来 观音 你想杀我 那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一声歇斯底里的怒吼爆发开来 直接就震碎了百里范围所有山脉 那流沙河惊起了千层巨浪 狂怒的沙僧完全没有发现 唐三所化的观音早就不见了 狂暴的赤红色妖气涌入流沙河之中 八百里流沙河轰隆隆的疯狂卷动 千丈巨浪 一浪胜过一浪 全都疯狂地朝沙僧涌来 然后融入到沙僧的体内 呼吸间沙僧凝聚起一个万丈高的真水之身 这正是沙僧妖化之后的能力 类似于法相金身 却只是弱了许多 不过八百里流沙河的加持 也已经达到了金仙巅峰的水准了 与此同时呢 观音刚好和王林宝等天将来到流沙河 他刚才就感觉到那流沙河方向 有一股熟悉的气息 但一时之间又想不起 那气息到底是谁 深恐有变 于是立刻加速前往 然而刚到流沙河 就看到沙僧变出了万丈水身 仰天发出狂怒的咆哮 观音 你是个什么鬼菩萨 你不但骗我 现在还想来杀我 我与你拼了 啥 我要杀了卷帘大将 本集播讲完毕 订阅加关注 下集更精彩 第六十一章 本老猪好好的就被弥勒佛杀了啊 沙僧抬眼就看到观音 立刻狂吼一声冲了上来 但他的实力连唐三那个假观音都打不过 更不要说真的观音了 更何况一旁还有亡灵官这些天将了 刚一冲过来 观音就轻轻挥手一弹 瞬间就把沙僧的真水 腰身打了个粉碎 然后把手中的杨柳汁一抛 就把沙僧给捆了个结实 眷帘大将 你为何要出手攻击本尊 本尊点话于你 在这流沙盒之中等待成玄葬 你不但作恶吃掉九百九十九个取经人 还敢攻击本尊 观音沉声看着沙僧 沙僧被杨柳汁一捆 就清醒过来 但却是冷笑 观音 你少在这里假仁假义 刚才可是你要杀我的 观音莫名其妙啊 本尊刚刚和王灵官他们过来 何时要杀你了 沙僧确实不信 就在刚才 你用寂灭佛雷想要杀我 要不是这样 我为何要与你拼命 王灵官此时开口道 卷连 你应是误会了 本将前往灵山请来观音大事 刚到时 就见你已经妖化 大事并没有离开本将视线 更没有提前来到这流沙何处 又如何要杀你 哎 沙僧直接就懵逼了 不是你 不对 刚刚明明就是你 就算我看错了人 那寄灭佛雷总不会是假的吧 观音摇摇头 非是本尊 你定是被骗了 沙僧又看了一眼王灵官 发现对方点头 他也就只能信了 王灵官是绝对不会说谎的 观音道 此事先放下 本尊来是驱除你体内妖气的 但你吃了999个取经人 当要受到惩罚 其实按佛门的意思 直接把沙僧给替换掉便是了 反正啊 取经四人之中 最重要的就是金蝉子和孙悟空 其他两个都是可以随便换的 但之前杨俭之死时 佛门欠了天庭一个大因果 所以现在玉帝坚决不换人 佛门也就只能费心费力的来治疗沙僧了 于是沙僧被带回天庭 在观音的帮助之下 将体内的妖气给驱除消磨掉 然后又送回了流沙盒 但该有的惩罚不会少 天庭派了一个天将 那天天的守在流沙盒 每日要让沙僧受一次冰冻之行 沙僧表面是屈服了 但是心里却把佛门和天庭都恨上了 就在沙僧被带回天庭治疗的时候 高老庄 朱刚烈自从占了高老庄 取经人又没按时来收走他 结果他就把高老庄完全的霸占了 三百多年过去 哪怕成了腰身之后生育极为困难 朱刚烈也已经是四世同堂了 儿孙一百多号 重重孙都已经学会走路 快要可以满地跑了 每日过得不是打家劫舍 就是大吃大喝的生活 偶尔去抢一两个美娇娘来传宗接代 岂不美哉啊 唐三把沙僧给忽悠去和观音打之后 就立刻来到了这里 检测到孙悠空已经暗恨佛门 可获得额外奖励 五行顿数 检测到沙和尚也暗恨佛门和天庭 可获得额外奖励 翩翩起舞卡 诶 唐三一愣 啊 五行顿数知道是什么 这翩翩起舞卡是个什么东西啊 心念一转 这才明白 这翩翩起舞卡其实是另一项大神通 精口欲言 一丝力量投影 其实效果也很简单 只要对方不是圣人 中了此卡 就会不受控制的跳舞 如果不取消 对方就会跳到死 唐三来到高老庄的时候 正好朱刚烈又抓了个美娇娘 准备好好的享用一番 然而刚刚准备入洞房 就见眼前佛光万丈 哎呀 朱刚烈双眼无法睁开呀 只能用神念探出 但那佛光实在是太过强烈了 只能隐隐探之道 有一个大肚子的和尚 站在自己的面前 笑容满面 一脸和气的样子 呀 朱刚烈被佛光晃得是头昏眼花呀 还以为眼前的是有名的弥勒佛呢 毕竟满身佛光的胖和尚也就那么一个嘛 哦 原来是弥勒佛 弥勒佛光光晃不知 话还没说完 朱刚烈就觉得自己的视线突然天旋地转 然后他震惊地发现 自己可以看到自己的身体 一具无头的身体 一具无头的身体 喷起十丈鲜血 把周围一片染成红色 而那个佛光万丈的胖和尚发出一阵大笑 然后消失不见 下一夕 朱刚烈发现自己来到了幽明地府 观音处理完了沙僧的事 终于是松了口气 对玉帝道 那么大天尊 平三去了 此事多谢大势相助 日后当有众谢 玉帝皮笑肉不笑地道 观音自然不信对方所谓的众谢 打了个几礼 转身就要走 哪知这才刚转身 就见顺风尔快步地来到灵霄宝殿 顾不得规矩大声道 陛下 那天鹏大闹地府 和十殿阎王打得不可开交 玉帝当时眼睛都是直的 天鹏大闹地府作甚 他疯了 属下不知 不过天鹏现在已经十殿阎王降助 正送来天庭 把那个混蛋给朕带上来 片刻之后 十殿阎王压着一个鬼魂 一起来到了灵霄宝殿 陛下 陛下 你要给阿老猪做主啊 当年阿老猪被观音点化 一直老老实实地在高老庄等着取经人 这过了三百多年 也不曾离开一步 觉悟啊 今天俺老猪好好的 突然间就被弥勒佛杀了 玉帝和观音都是满脸的问号啊 天鹏 话可不能乱说 弥勒佛一直在灵山 与如来佛祖在一起 怎么会跑出去杀你 观音道 朱刚烈一见观音当时就急了 催了一口 哼 观音 你们佛门好生可恶 骗了阿老猪三百年 还让那个胖和尚来杀阿老猪 你们佛门里面 能找出一个比阿老猪这身段还胖的和尚吗 阿老猪可是看得真切 那胖和尚 竟是弥勒 玉帝看向观音 大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观音也是一脸懵逼啊 我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再说了 弥勒吃撑了去杀朱刚烈 天鹏 杀你的定不是米勒佛 你是被骗了 朱刚烈是个浑人性子 当场就撒泼打混起来 嘿 你休想要骗阿老猪 你们佛门的胖子 有几个 定是那米勒 第六十二章 三藏真经 我多的拿来烧火 哎呀 观音是好说歹说 又拉来亡灵官解释 把沙僧的经历也说了出来当佐证 这才让朱刚烈勉强相信 动手的不是弥勒佛 当然心里是不是这样想的 那就只有朱刚烈自己知道了 检测到猪八戒已暗恨佛门 可获得额外奖励 黄中里九颗 刚刚回到禅房的唐三 微微一笑 拿出那一颗黄中里 直接吃了 顿时强大的法力涌入体内 化为千丝万缕 流到了肉身之中 啊 祖龙精血强化了我的肉身 再以黄中里增强法力 等到山河设计图里的灵气 全都转换为混沌灵气之后 我的九转天宫 也就可以推到第四转了 又是几十日过去 佛门还是没研究出来 怎么把唐三给逼出来 唯一知道的是金山寺 似乎又恢复了以往的模样 除了禅房不能靠近以外 金山和金山寺都已经恢复了 但是这发现对佛门来说 啥用也没有啊 这一日深夜 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和尚来到禅房之前 阿弥陀佛 贫僧见过大师 唐三神念扫去 就发现这和尚相当不一般 哎呀 怕不又是佛门哪个大佬伪装来的吧 唐三心中黑黑一笑 回了一句 阿弥陀佛 贫僧见过老法师 不知老法师来我这破庙有何事啊 这么多年过去 金山寺早就破败不堪了 独有那禅房 依然是最初那模样而已 贫僧觉悟 听闻金山寺有高僧 特来拜访 还不曾问大师法号 唐三清了一下嗓子 贫僧玄奘 玄奘法师 可是三百年前 观音菩萨 钦点前往西天取经的那位 为何大师还在此处 哦哟 觉悟和尚一脸惊恶呀 唐三沉默片刻道 贫僧被困在这里出不去 如何去西天取经啊 觉悟和尚眼底闪过一丝异色 可是贫僧却听闻 是大师一直不想出关 说要领悟佛法 不是贫僧想要领悟佛法 而是有人让贫僧 在这里领悟佛法 那人还说 灵山有的他都有 去不去灵山都一样 哎呀 觉悟和尚眼中一道金光亮起 那人是谁 不知道 那人从来都是突然出现 又突然离开 哎 把贫僧困在这里 好生让人灼脑啊 唐三一副发愁的语气 觉悟和尚皮笑肉不笑的道 那玄奘大师还真是受苦了 哪不知玄奘大师这几百年又在这小小的禅房之中领悟些什么佛法 此时一阵寒风吹过 刮起一阵奸笑 哎呀 没想到今日会如此寒冷 贫僧为老法师点一堆火吧 我们慢慢聊 说着就见一团火从禅房里飞出来 落在觉悟和尚的面前 觉悟和尚一件火堆里面烧的居然是本书 不由得一笑 玄奘大师真是奢侈 以书举火 啊 只是这屋中唯有这些罢了 而且太多了 我就只能拿来烧火了 觉悟和尚呵呵两声也不说话 只是看着那正在燃烧的书本 这一看就发现不对劲了 那本书好像是佛经啊 嗯 确实是佛经 而且看起来有些眼熟 哎呀 觉悟和尚心头一惊 伸手直接从火堆里抓起一本烧了一半的佛经 仔细一看 顿时目瞪口呆呀 三藏真经 三藏真经 这怎么可能是三藏真经 玄奘大师 你 你 你烧的可是佛经 嗯 正是佛经 可是三藏真经 对呀 正是三藏真经 绝物和尚一口血吐出来 一对眼珠子瞪得几乎要吐出来 你 你 你怎么可以烧三藏真经 这可是如来佛祖 与灵山诸佛 呕心立血的才写出来 可度诗人的修真之经啊 唐三却是一脸不以为然 诶 淡定 淡定 老法师 你激动什么呀 刚才贫僧就给你说了 这东西在贫僧这里 多得挤满整个屋子 诶 怎么 老法师 你喜欢 那我就送你一套啊 说着 就见一大堆书卷飘出禅房 咚的一声 落在觉悟和尚的面前 正是三十五部 共计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的 三藏真经 哦呀 觉悟和尚铺在那三藏真经上面 仔细翻看 发现确实是三藏真经 他是一脸见鬼的表情 看着禅房啊 你为何会有三藏真经 唐三语气里透着一股子 语重心肠 哎呀 老法师 看来你年纪是真的大了 怎么如此健忘啊 贫僧刚才就说了 是有人给贫僧的 那人说了 灵山有的 他有 灵山没有的 他也有 然后就把这三藏真经 全都塞在贫僧屋子里了 语 觉悟和尚有点无语啊 玄藏大师 那你可知那人模样 不知道 每次来都不一样 那玄藏大师可知 那人什么时候放你出来 呵呵 贫僧比老法师 你更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觉悟和尚把那三藏真经一收 向禅房点点头 玄藏大师 莫有心急 事情总有解决办法的 说着扬长而去 唐三在禅房里 嘖嘖地摇头 哟 没想到来的是菩提老祖啊 准提圣人的善师分身呢 觉悟正是菩提之意 那菩提老祖最后也基本上没隐瞒身份了 唐三哪怕是个傻子 也该知道对方的身份了 哎呀 真是很想看看 佛门大佬们看到三藏真经的反应 是什么呀 嘿嘿嘿 灵山 这是何意 这似乎是三藏真经 老祖提前将三藏真经取出 是何意 弥勒在一旁拍着肚子 菩提老祖 莫不是要让我们把三藏真经 直接给金蝉子送过去 这怕是乱了西游亮节的规矩吧 菩提老祖指着地上的三藏真经 这是金蝉子给我的 说要是不够 还可以再给我两套 如来直接就喷了 弥勒拍着肚子的手 一下子用力过猛 差点把自己打叉气 如来一下子跳了起来 眼睛瞪得老大 菩提老祖 莫要开玩笑了 那三藏真经 还在佛塔之中 整理工作都还没完 那金蝉子哪里会有 这 话说到一半 如来见菩提老祖那黑的可以滴出水来的表情 后面的话 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这真是在金蝉子那里得到的 第六十三章 金蝉子 你按常理出过牌吗 金山寺 菩提老祖离开之后没几日 观音菩萨来了 这一次直接以观音本相而来 那佛光是万里普照啊 整个长安城的人都看到了 所有人都看到观音菩萨落到那城外百里金山之上 终于在这一日 长安城的百姓这才终于想起了那三百年前的金山寺 第二十四任唐王也终于想起了 皇室之中那关于金山寺的传说 唐王大声吩咐 长安城中有这样想法的百姓也是无数 有数千百姓自发的组织起来向着金山寺而去 观音他怀疑沙僧和朱刚烈的事情 肯定是与那庇护金蝉子的圣人有关 于是就来了 检测到观音打算以长安百姓之事逼你出关 你有以下选择 一出关取金 开始西游亮节 可获得盘古心脏 二继续闭关 拒绝西游 可获得神秘大礼包 哎呀 唐三无语啊 盘古心脏 这系统也开始逼我出关了 神秘大礼包是个什么鬼 万一最后随便给我个垃圾 那我不是要亏到吐血了 唐三第一次在选择面前犹豫起来了 眼看着观音越来越近 马上就要落到尘封之前了 唐三的选择时间不多了 系统 这一次我选择出关 唐三终于决定 啊 还是出关吧 毕竟他已经是大罗金蝉高界了 再往上提升肯定非常的缓慢 哪怕有千倍修行速度也一样 更重要的是 想要突破到准圣 那可不是必死关就可以成功的 而出关的话 可以得到盘古心脏 那说不得可以把肉身 给强化到什么程度呢 既然如此 那当然还是出关吧 观音菩萨落在禅房之间 坐慈悲下 身后佛光照耀亿万里 金蝉子 你也闹够了吧 西游亮节乃是大势所趋 你一直躲在这禅房之中 又有何意义 金蝉子 西游取经可度化世人 可定世间安享太平 你一直拖下去 就忍心看这世间极苦吗 金蝉子 你 观音义正言辞的话 还没说完 那禅房嘎吱一声 就打开了 打开了 开了 哎 观音一脸懵逼啊 本尊不是眼花呢 这金蝉子出来了 不对呀 这金蝉子怎么就出来了 你你你 观音指着唐三 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 唐三笑的一脸阳光 还是当年那副帅和尚的模样 一颗强壮有力的心脏 正在他的胸口搏动 带着来自混沌的强大力量 每一次搏动就改变一次他的肉身 强大蛮横的力量正在改造他的每一寸肉身 让他在每一次呼吸 每一次心脏跳动中 都不断地强化下去 观音看着唐三 一时之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感觉眼前这个金蝉子陌生的 就不像是自己所知道的那个金蝉子一般 唐三笑容更胜了几分 观音菩萨你说的对 贫僧是应该出关 为万民谋福祉了 就在这个时候 唐王带着一干侍卫 后面跟着一群百姓来到了山前 但他们被咫尺鸿蒙给挡住 怎么也无法上得山上去 但奇怪的是 虽然他们上不了山 看不到山上 却可以听到发生的一切 观音与唐三的对话 就像是在耳边细语一般 清晰地流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 而那些话语就像是画笔一样 把身上发生的一切 都在他们的心中勾勒出来 在佛光万丈普照 亿万里的菩萨大事面前 玄奥法师面带微笑 慈悲满面 贫僧当为万民谋福 以度化世人为己任 此次西行十万八千里 经去不知是几年 但贫僧一定不怕牺牲 不怕流血 不怕艰难险阻 一定要取得真经 度化世人 山下的唐王和百姓 那一个个是热泪盈眶 玄奘法师 真是上人 咦 观音无语呀 不错 本尊打算用民心来逼你 结果你直接利用本尊 刷了一波民心呢 观音觉得自从这陈玄奘 莫名恢复了金产子的记忆之后 自己干什么事都没有顺心过 观音菩萨 那你就快点把西杖和袈裟给贫僧吧 贫僧也好立刻出发取经 观音是满脑袋问号啊 我去 本尊根本就没带来好吗 本尊哪知道你会这个时候出关 金产子 你暗场里出过银子牌吗 而此时此刻的灵山 正在对着一地三藏真经的诸佛们 正在发愁 这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金产子已经有了三藏真经了 那要是那家伙出关了 来西天取什么呀 这可是关系到佛门的大气韵呢 金产子已经有了三藏真经的情况下 再给对方这个 那可是得不到气韵的 如今只有再写一部真经出来 菩提老祖叹了口气 现在反而要庆幸 那位与我们作对的圣人 把金产子关起来 我们有足够的 话还没说完 菩提老祖突然脸色一变 低头掐指算起来 如来慢了一步 反应过来也开始掐算 于是啊 他们就看到了金山寺发生的一切 金产子出关了 金产子要西行取经了 这金产子早不出关晚不出关 偏偏这个时候出关 你这个时候前来取经 我们哪里来的经书给你啊 这经书必须是在金产子 正式踏上西行路之前准备好啊 必须是要在金产子 离开长安地界之前准备好啊 金产子这要是现在出发 那怎么可能来得及啊 如来当时就喷了 鼓着眼睛大叫道 这金产子怎么突然就要出关了呢 怎么能现在就出关呢 菩提老祖也是满脸懵逼啊 快快 如来快组织人手 务必在金产子离开长安之前 把新的真经准备好 必须 贫僧这就去阻止金产子 能拖一天是一天 菩提老祖化为一道金光 直奔东土去聊 如来看着那满地的经书是欲哭无泪啊 三藏真经和他灵山诸佛准备了几年啊 上千年啊 现在要在几天之内准备一套新的真经 你这怎么可能来得及嘛 但是来不及也得来得及啊 所有人立刻开始 如来一声鹤身手把灵山一照 哎 这灵山的十万罗汉三千菩萨啊 一个也别想跑 都必须来写新的真经 第六十五章 我要出关 不行 你不能出关 菩提老祖是火烧火燎的赶到了金山呢 正好看到了唐王带着上万长安城百姓 在金山下面啊 那就跟朝圣一样的圣赞唐三呢 这情况啊 要是其他时候看到 菩提老祖都可以笑出来 但此时他却完全笑不出来了 暗线云头 菩提老祖一步来到禅房之前 哦 原来是觉悟老法师 你回来了 唐三对菩提老祖行了一礼 菩提老祖看了唐三一眼 这总觉得唐三有哪里不对 但此时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金山子 你不是说你被人困在禅房里出不来吗 哦 是啊 不过说来也奇怪 老法师你走了之后 那人就来了 说是贫僧随时可以出去了 嘿嘿 正好 今日观音菩萨来劝贫僧出关 贫僧就出来了 嘿嘿 唐三笑得就像无害宝宝一样 哎嘿 菩提老祖忧愿地 看了一旁的观音一眼 你为何今日要来找金山子 呦 观音是满脑袋问号啊 他一直在外面跑着 处理八十一难的问题 根本不知道三藏真经的事 见菩提老祖带着几分怨气地 看着自己完全就是莫名其妙啊 菩提老祖于是用神念 把事情告诉了观音 我学来观音当时就懵逼了 我去 本尊为啥今天要来叫金山子出关 这坏大事了 金山子 本尊还要为你的九环西账 还有锦兰袈裟做准备 你先等上粤鱼 呃不 等上一年吧 反正不急于一时 观音硬着头皮道 唐三当然知道佛门现在反过来 想把自己拖住的原因是什么 呦哪能这么容易如对方的意呀 轻轻一笑 贫僧已经在陈坊里面关了多年 现在迫不及待的要西游取经了 菩萨 你看山下那么多的百姓都看着呢 贫僧总不能就这么又回去吧 万一那个怪人又回来 把贫僧再观几百年怎么办呢 嗯 观音有点懵啊 金山子说的好有道理 本尊反驳不了怎么办 菩提老祖道 金山子 观音要准备西游和袈裟 需要时间 你还是等上几日吧 金山子翻手拿出一根碧绿通透的手杖 这手杖看起来就像一根通体碧绿如玉的青竹打磨出来 朴实无华 但又透着一股圣洁之感 这手杖一出就见一道绿光直透三十三重天外 那正在九天之上关注这里的千里眼 当时就捂着眼睛倒下去了 我的眼睛又瞎了呀 西正贫僧不用也罢 有这个已经足够了 官音一脸懵逼的看着那竹杖 本尊怎么觉得这东西这么眼熟 菩提老祖则是瞪大了双眼 苦竹 这这这这怎么可能 菩提就是准提 准提当年得到一根苦竹 将其炼制成六根青竹竹 这可是准提圣人手中一个独一份的大杀器 疯人六十五感极为厉害 这怎么现在又出现一根苦竹啊 啊 那个怪人宋贫僧的 唐三回答的理直气壮 其实贫僧是不想要的 但既然观音菩萨没有把西藏带来 那贫僧就先用这个吧 观音现在也认出苦竹来了 毕竟啊 他紫竹山的紫竹 就是用苦竹的残渣培育出来的 这么大一根苦竹 你居然说马马虎虎 你不喜欢 本尊用那一山的紫竹和你换如何 哎呀 观音差点把心里想得说出来 但好玄给憋回去了 菩提老祖正想问问 那个圣人到底还给了唐三多少东西 却见唐三向前走去 这才反应过来 你现在可不是关注苦竹的时候了 这金蝉子现在不能离开长安呢 菩提老祖立刻一把拉住唐三 你想干什么 西行取经啊 唐三回答得理直气壮 菩提老祖急到 不行 你现在不能去 啊 为什么 唐三一脸懵懂无知 就跟真不知道一样 因为 因为 菩提老祖自然是说不出来真经没有准备好这样丢整个佛门脸的事情啊 但还好 集中生智 他想到一个不错的借口 你看那身下 还有上万姓名来与告别 你总要和他们好好告别一番吧 观音这个时候也反应过来了 是的 应该做一场水陆法会 号召所有的长安姓名前来参与这一场盛会 哎呀 菩提老祖心中大乐呀 感觉观音的反应啊 还不错啊 一场水陆法会下来就是七日 到时候再找些理由拖几日 拖个十日 想来灵山那里应该准备好了吧 哎呀 正在和诸佛菩萨写经的如来和众佛菩萨是齐齐一个冷战呢 这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唐三眨了眨眼 嗯 水陆法会 嗯 也可以 但水陆法会很累人的 这么多姓名一起参加 肯定会有一些体质虚弱的姓名 嗯 不如这样 拿些盘桃来给姓名吧 天庭有盘桃会 我们也弄一场水陆盘桃会 大半十日十夜 让整个大堂的姓名都来 这不是庙灾呀 哎呦我全 菩萨观音都蒙了 整个大堂的姓名 还开盘桃会 你当那盘桃是山里的野桃子 一抓就是几百万的吗 不行 不行 哪里来的这么多盘桃 菩提连忙摇头拒绝 盘桃天庭才有呢 找天庭拿这么多盘桃 那要欠下多少因果呀 而且要是真的 整个大堂姓名都吃了盘桃 集体成仙了 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哦 没有盘桃 那还是不办水陆法会了 贫僧这就出发 唐三说着 抬腿就要出发 菩提老祖再一次抓住他 这一次是说什么也不放手了 不不不 水陆法会一定办 这盘桃 盘桃嘛 也可以商量 不过这人数 就与那山下的姓名如何 不用太多 不用太多 嗯 可以商量 哦 那行吧 贫僧在这里等一下 老法师 你拿来盘桃 贫僧就主持水陆法会可好啊 嗯 毕竟啊 只有吃了盘桃之后 姓名才有精神参加水陆法会嘛 这人数嘛 老法师说的对 还是不要太让姓名们费事了 至少我金山寺 人人一科呀 唐三笑得很和蔼 这菩提老祖现在恨不得一巴掌拍死唐三呢 但还是只能一咬牙 好 哎呀 观音那一张脸都是绿的 神念传音道 菩提老祖 天庭哪来这么多盘桃 难道 哎 菩提老祖咬着后曹牙 用三光神水催生 你快快去天庭 告诉玉帝 此事就是砸了 天庭也没得一分好处 这盘桃 他们必须处 湾音抽了抽嘴角 然后到天庭去了 第六十五章 这灵山怎么了 天庭灵霄宝殿 一万攀头 大师 你这是来消遣朕的吗 玉帝是拼命摇头 说什么也不肯拿一万盘桃 你再说了 这盘桃还没熟呢 你就算想拿 这也没有啊 佛门会用三光神水 帮天庭催化 只要一万枚前院的盘桃 愚者全是天庭的 哎呀 观音说这话的时候 心口抽得疼啊 那可是当年 他还在铲教的时候 原始天尊给他的 所剩下的也不多了 这一次 怕是有一半 都用在这上面了 哦 成交 玉帝一听三光神水 立刻就答应了 无他 三光神水催化 不会损伤盘桃灵根 而且催化的时候 肯定不止催化 前院的盘桃 天庭有的赚呢 观音很快 带着一万盘桃回来了 全都是前院的盘桃 人吃了 成仙得道 身见体清 哎呀 观音一想到 这会有一万个仙人出现 那就是一战头疼啊 唐三见观音拿了盘桃回来 交给唐三的时候 这手都在哆嗦呀 金蝉子 你应该不会再有什么要求了吧 唐三双手合十 哎 观音菩萨 贫僧几时有过要求啊 哎 这 观音深吸了一口气啊 决定忍一时 风平浪静 一旁的菩提老祖 也勉强露出一个微笑 那不管怎么说 把金蝉子暂时留下来就行啊 哪知这义母微笑还没有消去 就听到唐三吐气开声 声传金山山下 诸位信民来金山寺相送贫僧 实在辛苦 贫僧确定在金山寺办一场水陆法会 以示感谢 为了让诸位信民有体力参加水陆法会 贫僧特意向玉皇大帝 借来盘桃 诸位信民时候 当是身见体清 无病无灾 哎呀 山下的唐王和百姓一听 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是齐齐欢呼起来 哎呀 圣僧就是圣僧啊 居然有本事向玉皇大帝借盘桃 而且还是借来给我们吃 人人有份啊 哎呀 圣僧就是圣僧啊 哎呀 菩提老祖和观音都是满脑的问号啊 这等等 哎 这金蝉子怎么一句不提佛门呢 这一万盘桃可是佛门花了巨大代价 才找天庭要来的 你这金蝉子怎么一句不提啊 啊 观音一想到自己的三光神水 就心疼得喘不过气了呀 金蝉子 你 菩提老祖按住观音 其人人 日后金蝉子归位 他的名声 与姓名 也就是佛门的 观音抽了抽嘴角啊 菩提老祖 感情那三光神水不是你的 所以不心疼啊 唐三放开金山的咫尺鸿蒙尽致 唐王和一万姓民上的山来 开始举办盘桃会和水陆法会 菩提老祖和观音 只能隐身在一旁看着 心里那个憋屈就不提了 而此时此刻 灵山 如来正和十万罗汉三千菩萨呢 拼了命的在感知新的真经啊 这可不是随便乱写就可以的 要得到天道承认才行 不然没有气韵拿的 更加让如来他们抓狂的是 不能放到佛国这种 可以加速时间的地方写 不然呢 也没气韵拿 哎呀 这每一个菩萨和罗汉 已经赶得吐血了 只能是不停的用 新的真经可以给自己增加 功德气韵来安慰自己啊 包括如来在内 每一个佛陀 每一个菩萨 每一个罗汉 都要一直把法力全力推动啊 一毫一刻 都不能有半点的松懈 终于在第十天的时候 如来给菩提老祖发去消息 菩提老祖 新的真经 已经出事了 哎呀 菩提老祖 终于露出了 舒心的笑容 啊 就这么十天 他又被唐三敲诈去 十粒金丹呢 每一粒都可以增加 千年功力的那种 那心疼的 他一抽一抽的 金蝉子 水路法会已经结束 你可以上路了 菩提老祖满脸笑容的对唐三道 唐三也是微微一笑 啊 贫僧知晓 老法师 临走之前 你不再送贫僧几件送行礼吗 那菩提老祖二话不说 转身就走啊 至于观音呢 七天前 他就被叫回灵山 帮忙赶真经去了 三百年前的圣僧 玄奘 终于要前往西天取经了 这消息一经传出 立刻是满长安城轰动起来 尤其是唐三刚才举行了盘桃会 这可把满城百姓刺激的不轻啊 那些没能去参加的人 现在毁得肠子都轻了 于是 唐三出发这天 长安城前 那三万禁军把城门附近 围了个水泄不通啊 十万余人在城外面 是挤破头的看热闹 圣丧 今日来是你西行之人 寡人毕竟焚香告慰太宗 这个天大的好消息 寡人也无神宝贝相送 就给圣僧一匹宝马吧 唐三翻身上马 陛下请回吧 贫僧这就去了 说着打马就走 见唐僧走出了长安城 哎呀 高天之上的菩提老祖可谓是热泪盈眶啊 三百年了 三百年了 这金蝉子终于出关去取经了 哎呀 菩提老祖心满意足地回到了灵山大雷音寺 刚一到菩提老祖就震惊了 无许 这这这这这怎么回事啊 往日这灵山大雷音寺的圣景当如何呀 啊 佛陀当中坐 三千菩萨力两旁 十万罗汉 奇畅诺 佛光异议万里 妙音无穷 天花乱坠是地永金莲呢 而此时呢 这灵山上下就跟杀人现场一样啊 佛陀全都倒了 三千菩萨一个个是脸色煞白呀 就跟随时要先去似的 那十万罗汉 那吐血的有三万三 修克的有三万三 捂着眼睛说快要瞎了的 还有三万三 不错 让灵山怎么了 菩提老祖都惊悚了 难不成是那个庇护 并囚禁金蝉子的圣人 杀到灵山来了 但这灵山不见半点打斗的痕迹啊 这这这灵山发生了何事 菩提老祖一个闪身来到如来面前 如来出了何事 有敌人打来了 哎呀 如来是脸如金纸啊 开口都带着一股极度的虚弱 回菩提老祖 没 没有敌人打来 我们 我们是累的 菩提老祖 菩提老祖突然明白过来了 为了真经 如来是虚弱 如来是虚弱无比 正是为了真经 一旁的弥勒 脸都是绿的 瘦人 我们苦啊 三藏真经写了多少年 一千年 现在新的真经却要十日写完 这工作量可想而知有多么恐怖啊 菩提老祖安慰道 你们辛苦了 日后佛门的功德气韵 你们都是功臣的 佛门不会忘记你们的 弥勒一想到未来的功德气韵 终于是脸色好了点 多谢声 他这一激动啊 没控制住 直接喷了菩提老祖一脸 哎呀 菩提老祖无语啊 老祖我苦啊 第六十六章 怎么证明你是太白金星 唐三这出了长安城 正式开始西游了 啊 灵山上的诸佛菩萨们 虽然累得几乎先去 但一想到西游亮节终于开始 再苦再累也就忍了 哪知道啊 唐三这出了长安城 那却是逢村必住 过城必速啊 这走了整整一年了 才离开长安城千里范围 你这按照这个速度 唐三要到大雷音寺 怕不是要再走个三百年呢 如今地仙界 虽然远没有上古洪荒广大 但是分为四个州 对于凡人的角力而已 也是极大了 所谓长安到大雷音寺 共十万八千里 只是一个极数 只是代表很远之间 而不是说仅仅只有 十万八千里而已 就在如来有些忍不住 想要派观音去催一下的时候 唐三又突然加快了速度 用了一个月就来到了双叉岭 呀 如来一见此 立刻安心下来 想来金蝉子 是有些眷恋故土吧 毕竟这一世 他是大唐之民啊 如来如此安慰自己 不过 为什么本尊觉得忽略了什么 如来眉头紧皱 掐算了半天 却发现什么也算不出来 和金蝉子有关的事情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结果 因此啊 如来并不知道 唐三之前之所以速度一直很慢 其实啊 是化身清风去了一趟北距卢州 在那里唐三把山河设计图里的那几位仙子 给丢出去了 让已经成长为长女的白素贞牵头 在那里大搞建设 双叉岭 一头老虎精 一头雄骑精 一头野牛精 正在满身煞气的 远远的关注着远处的和尚 这三头妖精啊 本身是佛门故意放在这里 以当成第五难的 本来只有天仙初阶的修为 然而唐三一直不出关 这三百多年过去啊 这头妖精愣是给熬成了真仙 那没什么智力的妖精 实力膨胀了 野心也就膨胀了 本来佛门只让他们做做样子 吓唬一下唐三 然后呢 配合着天庭来的仙观演绎出戏就好了 但是啊 现在他们有了另的想法 老大 吃了唐三肉 就可以长生不老 到时候 那佛门也拿我们没办法了 哈哈哈哈 野牛精黑黑冷笑 老虎惊道 正是如此 那唐僧本来三百年前就该来 但却拖到现在 然而你们看那和尚 依然是细皮嫩肉的 可见他的确实事不凡 熊奇精一挥手 兄弟们 上 这三个妖精立刻化为一道恶风 向那林中的和尚扑去 三秒之后 这三个妖怪被打得是鼻青脸肿的 趴在地上 这 这怎么可能 一个凡人和尚 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熊奇精看着手持碧绿杖的唐三 满脸的不可思议啊 唐三平淡地看着三个妖精 三位施主看来不服气 啊 没关系 贫僧一向以德服人 你们可以继续 呸 三个妖精同时摸了一下 肿得老高的脸 你这他妈也叫以德服人吗 两位弟弟 我要和这个丑和尚废话了 那出真本事 事后能不能长生不老 逍遥三进 就看这笔买卖了 熊奇精一生吼 化为一头山一般高的巨熊 两只眼睛如同幽火 一张大嘴恰似生坑 老虎精和野牛精 也是跟着露出了本相 一个顶山踏林牛角四高塔 一个孝风阵岭虎口四血盆 这三个妖精聚起千里阴云 是千丈煞风 恶兮滚滚啊 就见树木凋壁花草凋零 天空中翻着乌云 把整个双叉陵给盖住 那这三个真仙境的小妖 发起威来 也是有几分气势的 唐三叹了口气摇摇头 哎 看来三位施主 是要自寻死路了 也罢就让贫僧 来超度了你们 就在这时天边飘来了 一朵祥云 圣僧不要害怕 我来救你了 一个声音穿透乌云传来 跟着就是一片白光洒下 顿时照着数千里方圆 阴风随之被搅 煞气瞬间被净化 一个白须白眉的仙人 带着几分得意之色 暗下云头 圣僧 你莫要 我凑 这白须仙人正是天庭的太白金星 这西游路上的八十一难 每一个难都是一个功德 那自然每一难都是一场算计了 虽然西游拖了三百年 很多事情都有所变化 但是一些早就商量好的事情 却是不会变化的 这太白金星作为玉帝身边有名的能臣 那是口若悬河舌战金莲呢 正好合适来拿这个西行开始时的第一难 功德虽然不多 但是事情也简单呢 虽然三个妖精经历三百年 已经成真仙了 但是对于太白金星来说 这并不算什么 然而当太白金星按下云头的时候 却看到堂三脚下躺着一头死牛 一头死虎 还有一个鼻青脸肿 不成熊形 只差一口气的熊骑 这是什么情况 说好的文弱和尚等着我救呢 这怎么和计划的剧本不一样呢 哎呀 太白金星是一脸懵逼啊 但是正准备开口说点什么呢 却见堂三突然举起了手中的 闭律逐杖 向他打了过来 阿弥陀佛 贫僧刚刚超度了三个妖精 这又来了一个妖精 也罢 超度三个是超度 超度一个也是超度 你呀 吃贫僧一杖 这 太白金星满脑袋问号啊 这这这这 这太白金星实在是太过震惊了 以至于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堂三一仗打落云头 然后就是一通暴打呀 救救命啊 住手住手 要死神仙了 哎呀我去 正在云端等着太白金星 拿了功德就回来的王灵关 当时脚就是一歪啊 差点直接从云端掉下来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 快到王灵关都没有反应过来 看到太白金星被暴打 王灵关终于明白过来 立刻按下云头 急声高呼 沈泽 住手 沈泽 快快住手 唐三停下手上的动作 抬眼看向王灵关 哦 原来是王天将 不知天将所来何事啊 难道是帮贫僧超度妖精的 那就不用王天将劳心了 这点小事贫僧还是可以做到的 那唐三说的是一脸诚恳呢 王灵关稍等 贫僧这就完事 行 王灵关懵了 沈泽快快住手 你打的不是妖精 那是太白金星 哦 太白金星 不可能 我真的是太白金星 我真的是太白金星 哼 你说你是你就是 你怎么证明你是太白金星啊 好个妖精 居然敢骗贫僧 还敢骗王天将 今日定要把你超度了 嘿嘿 太白金星想哭啊 我这辈子就没有想过 还有要证明我自己是我自己的时候啊 第六十七章 如来 你又骗俺老孙一次 太白金星最终还是被救下来 王灵宝以自己的神级做担保 这才让唐三相信 太白金星就是太白金星 唐三终于收了那凶残之极的主杖 阿弥陀佛 太白金星 你也真是的 你早点说清楚你的身份吗 害得贫僧误会 去太白金星无语啊 太白金星现在特别想找个地方 静静 王灵宝扶起太白金星 既然此间无事 本官就将太白金星送回去了 不打扰圣僧继续西行啊 唐三双手核实 那么再见 王灵宝架起太白金星 一溜烟的跑了 刚升上云端 王灵宝就发现 有一丝功德进入自己体内 这王灵宝和太白金星 都有点懵啊 所以御灵官救了我 所以他就得到了西游的功德了 这是什么道理啊 老到我出去被金蝉子 那个家伙暴打一顿 结果什么都没得到 我 太白金星一口血吐出来 直接晕过去了 灵山 大灵寺的诸佛菩萨听完一段如来的讲经 都露出满足的样子 啊 西游终于开始了 妙啊 再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怎么让唐三出关了 真经也已经写好了 啊 这才叫日子 这才叫西游啊 如来 微微笑道 诸位 现在西游 已经开始 八十一难经历 三百年的有些变化 还望诸位 多加补漏 诸佛菩萨纷纷点头 那西游开始才是最重要的 不过是八十一难吗 小问题 因为之前欠了天庭一些因果 我们要多让住一些八十一难的功德来 但诸位也不用失望 真正的功德是天庭拿不走的 我们 诸位 我 雾草 如来面带微笑地说到一半 突然开口失言 凌山诸菩萨一脸懵逼啊 如来佛祖这是怎么了 于是有能力地全都跟着如来一起向唐三所在的地方看去 正好看到太白金星半死不活地被王陵官抬走 结果功德落入到了王陵官的身上 这到底是谁的八十一难呢 糟糕 欢音一拍额头 之前全力感知真经 我们一时疏忽 忘记金蝉子已经恢复了记忆 现在实力最少是太乙 如来也是面皮抽动啊 当初以他凡人之去设计的八十一难 这就完全没用了 快快 诸位 速速去重新布局八十一难啊 文书为难的道 佛祖 不漏尚可 但若全都重来 只是和天平扯皮 那就来不及啊 维京之计 只有直接提升八十一难各方的实力 啊 如来叹了口气 嗯 那就照做吧 大唐多了一万仙人 再多八十一难的大妖也不是什么问题 反正最后都要收到佛门来 于是观音等佛门干将 又开始东奔西跑的去捕漏了 唐三超度了双叉岭的三个妖精 再往前走了几里 却是没看到本应该在的恶虎 想想也正常啊 那恶虎可能直接就在之前 唐三超度三个妖精的时候 吓死了 这就算是一次过去了两难了 唐三也不管其他 于是来到了五行山下 唐三刚到五行山下就听到了孙悟空的声音 唐三寻声找去 就看那山脚之下一个猴头正在给他打招呼 师父 你终于来了 快点收拦吧 你们俺是谁 俺就是那一千年大闹天宫的祭殿大圣 中间发生了一些事吧 然后俺就在这儿等你了 等了整整一千年啊 所以呢 俺就 俺就跟你去西天取经了 求个正果 求个正果 师父 你就把俺放出去呗 唐三一句话没说呢 孙悟空就啰里巴缩的把一大段话说完了 很显然 自从经历了自暴未遂 三百年光阴一闪而过 差点饿死事件之后 孙悟空此时表面看似完全的恢复过来 但整个猴子已经变得有点奇怪了 唐三看着孙悟空 哦 收你为徒 有什么好处啊 好处 好处就是 俺老孙可以保护你去西天取经啊 废话 没有好处 贫僧为什么要收你为徒啊 你看你现在 被关在这里 这是什么呀 这是在狱的犯人呐 贫僧救你出去 就是劫狱呀 贫僧一个出家人 做出如此过分的事情 若是没有一点好处 你觉得合适吗 不合适 所以好处呢 唐三向孙悟空一伸手 哎 孙悟空有点无语啊 这个和尚 你怎么不按掏着出牌呢 按老孙能降妖 贫僧也会 按老孙会气齿而变 贫僧不稀罕这个 按老孙 有金箍霸 好 那就是贫僧的了 孙悟空再次无语啊 刚才 我说了什么呀 不管了 先出去再说 按老孙 按老孙 你快 快要别疯了 唐三终于松口了 好吧 贫僧收你为徒了 不过贫僧该如何放你出来 你把上面那个佛印 接下来就可以了 接下来 接下来 唐三抬头 看了看那高有千丈的五行山 不去 太高了 这么远 贫僧才不上去呢 上去 要加钱 师父 你就不要再耍按老孙了 快快 把老孙放出去吧 臭和尚 你等着 等按老孙出去之后 唐三突然抬手 一拳轰在五行山上 这么小一座山 一拳就打没了 为什么贫僧还要爬山呢 孙悟空是使劲翻了个白眼啊 师父 这个是如来老儿封印的山 老孙都挣不开 怎么可能被一 哄 哄哄哄 五行山是天摇地动 山崩地裂 那千丈风是左摇右晃 大块大块的石头崩落下来 整个大山就像是被大水冲过的沙堆一样 开始剧烈地崩溃了 哄哄哄哄 这 这怎么可能啊 哄哄哄 其实他不知道 之前如来为了不让他出什么严重的问题 减弱了佛印的效果 孙悟空完全就是被压太久 已经不会去反抗了 更不知道这五行山上的封印 只要是个金仙境的就可以破了 唐三现在是大罗金仙高阶 拥有盘古心脏祖龙精血 五爪金龙的强悍肉身 这一拳下去 打爆五行山还不就是等闲呢 随着唐三的全进 五行山整个崩塌了 哎呀 徒儿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 这山早就没有封印了 你为啥就不动弹两下呢 唐三语重心长的道 哎呀 孙悟空悟无语啊 哼哼 如来老儿 你又偏俺老孙 哼哼 第六十八章 徒儿 你就这么一根破棒子 孙悟空这一招脱困是放声大笑 且看孙大圣翻身直上九重天 是金光乍现 万里长孝 真的千里山岗是轰隆作响 questo 这又按下云头 手中金箍棒是寒光硕硕 和尚 今日就让你知道 暗老孙的厉害 放心 暗老孙不会打死你 但也让让你 这和尚不好过 心头对佛门的心仇旧恨 是一起涌来 就算你这和尚 既暗老孙御灵雨 若不打上一棒子 又岂能小暗老孙心头怒火 孙悟空大喝一声 手起棒落 就听得轰的一声巨响 顿时整个山岗 都在剧烈的震动 孙悟空上半身插在地里 两条毛腿在外面抽抽 好一会儿 孙悟空呸的一声 把自己从地里拔出来 满脸的懵逼 我是谁啊 我在哪儿啊 刚才发生了什么呀 唐三眯起双眼 徒儿 你刚才说什么 让为师知道你的厉害 那你快来让为师知道知道啊 说着唐三撸起长袖 是抬手就打 好你个和尚 不知好歹 看老孙 动 孙悟空再一次被打进地里 他拔出脑袋 捂着脸 怎么这么疼啊 疼 疼 疼啊 孙悟空一身铜皮铁骨 金刚不坏 但被唐三打在身上 却是疼得直抽气 和尚 安老师 警告你 你再过一步 安老师 就不客气了 咚 再一次被打进地里 呸 孙悟空再一次把自己拔出来 看向唐三的眼神 已经开始变了 你想干什么 你再过来 老孙 老孙就要喊了 咚 咚 咚 孙悟空就觉得自己跟萝卜一样 一个萝卜一个坑 也不知道被打进地里多少次 孙悟空整个脑袋都胖了一圈 他这才连声叫道 师父 阿老师 错了 错了 唐三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嗯 阿弥陀佛 徒儿 你可感受到了为师的温暖 这孙悟空嘴角抽了抽啊 温暖没用 拳头有 这和尚 大人真疼啊 师父 感受到了 感受到了 孙悟空连声道 那你敢动不敢动啊 不敢动 不不 敢动 敢动 这孙悟空把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一样啊 此时 唐三打入他体内的法力 也渐渐散去 孙悟空自身法力一涌 就把模样给恢复过来 唐三伸手道 说好的 为师放你出来 收你为徒 你要把金箍棒给为师 嗯 孙悟空有点无语啊 你还记得呀 看了一眼唐三的拳头 孙悟空只能是欲哭无泪的 把自己的金箍棒给交出去 哎 九文金箍棒大名 本以为是什么宝贝 却没想到只是这么一根破铁棒 唐三一脸比拳一脸比试地看着手里的金箍棒 哎呀 就没有从天庭那里强点好宝贝下来吗 你这个齐天大圣是怎么当的呀 唐三把金箍棒丢在地上 以后不要拿着破棍子出来 拿出来用的时候 千万不要说是贫僧的弟子 丢不起这个人 连孙悟空梗着脖子不服气 嗯 嘿嘿 老孙这金箍棒 可是个好宝贝 嘿嘿 嘿嘿 这棒是九转兵铁链 老君亲手陆中断 欲望求得好神针 四海八河为定鉴 嗯 中间星斗暗铺陈 两套钱果黄金片 花纹密布深贵精 上刀龙纹御风转 嗯 明号领阳棒一条 深藏海藏任难见 成形变化要飞腾 嗯 飘窜五色下光线 嘿嘿 孙悟空说到得意之处 一手持棒一手插腰 啊 昂首挺胸 毫不威风啊 然后他就看到唐三拿出那根竹杖 嘶嘶 孙悟空吓得棒子直接就砸脚面上了 十大灵根的苦竹吗 准提圣人那根三界内都赫赫有威名的六根清净竹的铜根之物吗 少徒弟 为时给你一次机会 你再组织组织语言 哎呀 孙悟空觉得脸红的跟自己屁股似的 低头扫得说不出话来了 这金箍棒再厉害 也就是后天之物啊 但这苦竹可是先天灵根 你这怎么比啊 有这么一根竹杖 看不起金箍棒 那不是理所当然吗 孙悟空也是痛快 直接向唐三磕了三个响头 师父在上 徒儿心服口服 日后就一直跟着你了 哼隆隆 就听得汉帝一声雷 那三十三重天上落下一道无形之结 落在了唐三和孙悟空身上 这是天道承认了这二人的师徒名分 真正的成为了共同体了 唐三道 徒儿 上路吧 孙悟空老老实实地从地上爬起来 跟上唐三 就这么走了几日 过了两界山 就来到了达达边界 正在休息的时候 唐三突然问起 徒儿啊 你说你与东海龙王有疚 孙悟空笑道 正是 老孙遇到东海老龙王 可是就像是 那你去找龙王要些东西 应该无碍吧 孙悟空一时没弄明白 有什么东西 哎呀 这出门在外 一时住行 样样需要打理 为师见你这衣服也破了 屁股都露出来了 你不换一事啊 这每日就是干粮清水 你没吃腻 为师都腻了 你去找龙王要几千斤美酒 几千斤好肉 我们师徒好吃个痛快啊 对了 再要一点点金银珠宝 这出门在外 怎么能囊中无银钱呢 哎 孙悟空满脸问号啊 师父 你不是在开玩笑 你是和尚啊 你要吃酒肉 唐三一脸严肃 阿弥陀佛 出家人不打狂语 怎么会开玩笑 正所谓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中留 这才是境界 你懂不懂啊 你快去快回 为师在这里等你 孙悟空眨眨眼 师父 你这让阿老孙走了 你不怕阿老孙 一去不回 唐三微微一笑 手中竹杖一顿 顿时是千里地动 河坡弹响啊 轰隆隆的 就像是大地之下 响起了一阵闷雷一般啊 徒儿 为师知道 花果山怎么走 孙悟空的冷汗 当时就流到脚面了 师父 你放心 阿老孙 只是开开玩笑 徒儿 怎么会离你而去呢 师父 你且在这里等待 阿老孙 去去就来 去去就来 说着 孙大圣一个筋斗 就往东海去了 第六十九章 菩萨 灵山的审美观 要抓紧提升啊 灵山 如来佛祖掐指一算 发现唐三已经到了 达达边界 当时第八难开始了 观音 第八难开始 你且去看看 另外 直接把小白龙送到那边 提前完成第九难 以免有变 现在的灵山 其他佛菩萨 还在忙着捕漏这八十一难呢 观音是刚从四十三难那边回来 一听到如来的话 观音心里叹口气 唉 菩萨也是老路命啊 说着就往达达边界去了 远远的看着唐三坐在路边 孙悟空不知去了何地 观音就露出微笑来 哎 这样剧本才对吗 当即 观音化为一个妇人 提着篮子向唐三走去 啊 原来是观音菩萨来了 你来是要给我送什么好东西的吗 唐三一抬头 看到观音所化的老妇人 当即就是一笑 哎 观音无语啊 我去 本尊总是要忘记 这金蝉子是恢复记忆和法力的 这一般的变化 可是骗不过对方了 观音不得已恢复本相 金蝉子 那孙悟空呢 走了 唐三一摊手 说是要去东海 说完 他直勾勾地看着观音 观音被唐三这眼神看得浑身不自在啊 堂堂准圣大能的菩萨居然背挤一阵冷汗呢 哎呀 还是早点把东西给了 快点走吧 观音于是拿出一个金灿灿的菩子 这是锦菩 本尊在传你个咒 等那猴子回来 你给他戴上 之后只要猴子不听话 你就念咒 当可管教 唐三接过锦菩 收了起来 然后摇摇头 哎呀 不好看哪 观音菩萨 还有别的款式吗 观音有点懵啊 你觉得难看你收起来干嘛 唐三看着观音 观音菩萨 刚才那个菩实在是太丑了 戴在贫僧徒儿头上 那不是丢贫僧的脸吗 而且那位老法师在贫僧离开金山前 可是说了 说是佛祖有金锦晋三个菩 会让菩萨你带给贫僧的 唐三一脸的循循善诱 哎呀 菩萨 出家人不打狂语 菩萨你不会是打算 把本来给贫僧的东西 黑吃黑了吧 你 观音差点没一口血喷出来 菩提老祖说的 老祖你怎么这么多话呢 抽了抽嘴角 观音只好又掏出两个菩子给了唐三 并且把相应的咒给说了 唐三接过菩子 仔细看了看 瘦了起来 又摇摇头 哎呀 还是太丑啊 菩萨 灵山的审美观 一定要抓紧提升啊 这样实在是有失佛门体面呢 日后别人提起佛门 只说是一群神美有问题的秃头 这如何是好啊 观音无语啊 本尊想一巴掌拍死这金蝉子 怎么破 唐三这还没说完 哎 菩萨 要不这样 贫僧认识长安城一个上好的金匠 手艺好 做工更是精美 深受大家好评 贫僧介绍你去 你让佛祖再打三个菩子送来 可好啊 咻咻咻 观音有点懵啊 你已经把三个菩都拿去了 还觉得不够 观音正想着 怎么不失体面地转换话题 却见孙悟空回来了 师父 师父 安老孙回来了 孙悟空暗现云头 就把怀里的一大堆东西往地上倒 一边还不停地碎碎念 就见一堆金银珠宝 一堆美食佳肴 一堆金银盔甲 说到一半 孙悟空才看到观音在一旁 顿时脸就黑了下来 原来是菩萨当面 阿老孙你有理了 这猴子可是还记得 自己被观音忽悠的事情呢 看到对方哪能有好脸色呀 观音此时却是已经傻眼了 他指着那一地的东西 悟空 你拿这些是要做什么 孙悟空理直气壮的道 师父 让俺老孙去东海去的 又有问题 金铲子 你怎么 我去 你怎么喝酒吃肉 诶 淡定 菩萨 你一定要淡定 正所谓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中留 贫僧喝酒吃肉 正是修行 此去西天十万八千里 途中千难万足 若贫僧连喝酒吃肉这般 都抵抗不了 又哪里有资格取得真经啊 诶 观音有点无语啊 我去 金铲子说的好有道理 本尊居然无言以对这么破 观音知道自己说不过唐三 于是干脆来个眼不见心不烦 准备把小白龙的事情说了 赶快离开 却不料唐三这个时候 把锦箍咒拿出来给孙悟空 徒儿啊 这是菩萨让为师送给你的 但为师觉得太丑 就暂时不给你了 你可不要说为师小气啊 观音当时就又是背脊一寒 觉得大事不妙啊 刚要开口 唐三已经把锦箍咒的事情给说了 孙悟空一开始还在迷惑 这观音怎么会让唐三给自己东西 这一听了唐三的话 当时就怒了 他狠狠地看了观音一眼 皮笑肉不笑的道 多谢菩萨侯爱 万老孙记得了 然后他又恭敬地对唐三道 多谢师父提醒 这骨子是丑了点 等师父改得好看了 按老孙再带不识 观音一看猴子那眼神 心中就叫一声糟糕啊 这猴子怕是把佛门恨到死了 这金蝉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哎呀有心发火 但这个时候再发火 却是更加难以处置了 于是目着脸道 金蝉子 此去西天路途遥远 本尊为你找了一个座旗 你且随本尊来 说着就把唐三和孙悟空带到了舌盘山鹰酬剑 法力一涌就把小白龙给叫出来 这小白龙是龙族这些年来最杰出的天才 年轻轻的就挣了金仙道果 天庭担心这小白龙不好控制 于是就准备找个借口除掉 结果佛门抓住机会 要到西游取经队伍里 这时占了便宜又得了实惠 小白龙却是个老实孩子 完全不知道这其中的门道 真以为是自己的问题 被观音救下之后 就一直老老实实的在应酬剑等着取经人 这时听到观音招呼 自然就是立刻出来了 哪知道这才刚出来 就听得唐三一声喊 哦呀呀 好大的妖气啊 徒儿这里有妖怪 你不快快保护为师 孙悟空二话不说 拿起铁棒就冲了上去 妖怪 这老子一道 第七十章 悟空快点 这龙血不能浪费了 其说呢 小白龙自被观音点化 一直安安心心的在应酬剑中等待 虽然一等就是三百多年 但小白龙单纯的狠 认为自己一条命就是观音给的 所以死心塌地的 这日终于听到观音招呼 兴冲冲的连人形都来不及化出 就一飞而起 胡萨终于来了 取经人也终于来了 我小白龙带嘴立功 飞狂疼达的时候就要到了 啊 那边那个冲上来的 难道就是我的师兄吗 好一个毛脸雷公嘴 威风凛凛的孙大盛啊 看那个棒子 闪闪发光 那就是传说中的金箍棒嘛 那这那个和尚 就是我的师父嘛 师父啊 我可是等了你三百多年呀 徒儿这就前来 卧槽 师兄啊 你这是要干什么 你要冷 孙悟空腾云驾雾一飞而起 手中金箍棒直直的落在小白龙身上 当时就把小白龙打得两头翘啊 一头砸回那溅水之中 一观音都懵逼了 这猴子打小白龙干什么呀 师兄 你 你打我做什么 小白龙一脸懵逼 浮上水面 一边吐血 一边欲哭无泪的问道 孙悟空一棒下去 就准备再起一棒 观音终于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 连忙出手挡住孙悟空 你这猴子想要做什么 这是本尊给金蝉子找的做棋 你把他打伤了 如何是好 孙悟空一脸无辜啊 汉老师是听师父的 唐三此时上的前来 阿弥陀佛 菩萨是说 这条小白龙就是贫僧的坐骑 自然 唐三一拍大腿 哎呀 菩萨你早说呀 你看看你 不早说 让我误会了小白龙 这下如何是好啊 哎呀 菩萨以后不能这样了哦 话说不清楚 会死人的 就算不死人也会死龙的 哎呀 小白龙啊 你可还好啊 还能当做棋吗 你观音和小白龙都无语啊 小白龙浮在水面上 大口大口大口的吐血 是 师父啊 弟子怕是暂时不行了 菩萨 救命啊 你再不动手 我就是永远不行了呀 唐三看着那染红的溅水 也不知从哪里摸出一个 有腰粗的大水缸来 哎呀 悟空啊 快去把那些龙血装上 这可是真龙之血呀 多宝贵的东西啊 千万不要浪费了 哎 观音和小白龙都是满脸的懵逼啊 孙悟空接过水缸也是一脸懵逼啊 师父 这样 不好吧 唐三想了想 嗯 确实不太好 哎 小白龙啊 你先别吐血了 把脑袋抬起来 对 对着水缸吐血 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 小白龙是全身喷血 直接就沉剑底去了 观音都懵了 我去 本尊怎么觉得整个世界都不正常了呢 观音连忙把小白龙给救起 然后又用羊指玉境瓶里的甘露 给小白龙治好伤势 小白龙这才化为龙马 来到唐三面前 小白龙看着唐三身边那一大水缸的龙血 使劲的抽了抽脸呢 唐三满意的看着小白龙一脸的感叹 哎呀 小白龙啊 你要是早点来就好了 为师等你等的苦啊 哎呀 小白龙一听唐三如此重视自己 不由得也感动起来 师父如此看重我 那一点血 流了也就流了 你要是早点来 贫僧就不用让悟空跑到东海那么远 去要前吟了 哎呀 那多丢脸呢 为师这张脸现在就是佛门的脸面呢 日后为师没了路费 直接找你放血便是了 那些凡人国王都喜欢龙血呢 嘻 小白龙是双眼一翻 直接就晕死过去了 观音在一旁看得直牙疼啊 但此时他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把脸一板 金蝉子 本尊此间事了 就此别过吧 本尊短时间之内是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观音说完直接飞身而去 唐三在后面挥手告别 哦 菩萨呀 别忘记贫僧的话 快让佛祖去长安找那个金匠 打三个新的姑子来啊 哎呀 观音脚下一滑 差点从云端掉下来 唐三在后面嘖嘖有声 哟 菩萨就是菩萨 走都走得那么好看 孙悟空就跟见鬼似的看着唐三 最后抽了抽嘴角 哦 师父 我们上路吧 啊 就这样 唐三带着孙悟空和白龙马上路了 白龙马确实非凡马可比 踏山跑坡踏浪过河皆是如履平地 行得是又快又稳 就这样 转眼又是两个多月过去了 这一日 唐三见到前方庙宇出现 于是叫孙悟空前去探路 悟空啊 你去前面看看 这是哪里了 孙悟空去了没多久就回来道 师父 前面有座 欢迎禅院 我们今晚可以在那里结束 好 唐三露出神秘的微笑来 嗯 很好 师徒二人继续向前 很快就来到了那禅院之前 叫开院门 报了来历 那迎客僧一听唐三的身份 不敢怠慢 立刻就去通报 不一会儿就见数十个僧众 从庙里面出来 马排了两排 排场弄了个十足 然后啊 才看见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和尚 穿着一套相当华丽的袈裟 走了出来 那额头上居然绑了个 鹅蛋大的红宝石 这不像是个和尚 倒像个傅家屋 孙悟空低声咕弄了一句 阿弥陀佛 不知是贵客远来 老那有失远迎 老和尚一脸慈悲 但扫过唐三一行之后 眼底却露出了一丝轻视之意 无他 唐三一行穿得太过朴素了些 毕竟出门在外 穿得太过累赘不是很方便 两位 且随老那近了 老和尚心中起了轻视之意 言语之间已经没有了一开始那么客气了 师徒二人跟着老和尚来到禅房之中 老和尚自己做了华丽的主位 却连位置都没给唐三师徒二人留一个 两位 两位还请在寺中休息一日 大师从东土而来 前往西天取经 想来路途很远 老那也就不耽误大师的时间了 老和尚说的貌似客气 但其实就是在赶客 孙大圣几时受过这样的气 他去龙宫去天庭 也没见谁敢这样给脸色给他看的 当场大圣就要发火 却见唐三微微一笑 方丈说的对 贫僧确实不应该在路上耽误时间 贫僧就住一夜 明日就走 说着叫住孙悟空就去休息了 本集播讲完毕 订阅加关注 下集更精彩 第七十一章 这禅院是贫僧的了 第二天是个好天气 早早的就已经是艳阳高照了 老和尚金池起得比平时早一点 因为他要去快点把那两个穷酸的大唐和尚给赶走 以免在这禅院里沾了晦气 本以为是大唐来的高僧 没想到只是个穷酸和尚 金池和尚一步三摇的来到秦院 突然就见一片光滑从眼前炸开 只见唐三穿着一件华丽非常耀眼非常的袈裟 从那最次的厢房之中走出 那袈裟是金丝边银丝线 蚕丝染色扑个面 尚有七宝耀人眼 光一一宝灵灵 一分一毫见佛明 这金池和尚是个得到的寿翁 活了二百七十岁 收集了几百件各式的袈裟 自以为是什么样的都见过穿过 然而凡俗的袈裟 又怎么可以和佛门精心炼制的后天灵宝相比 那锦兰袈裟上相有佛门七宝水火不侵 穿之可防身驱碎免堕轮回 而且上面散发着真灵禅意 但凡佛信者只是看上一眼就会有受到洗礼的感觉 那金池和尚虽然心瘫 但既然得到长寿 那自然也是心向佛法的 于是这一看就再也挪不开眼了 这 这 这是何谋 唐三神色平静 啊 方丈问这个吗 这个是锦兰袈裟 昨日怎么没见圣僧穿上这宝贝 昨天下了雨 穿上不方便 那为何今日有穿伤 太阳好 穿出来可以闪亮闪亮 哎 方丈 你看 贫僧这样好看吗 哎 金池有点无语 哦 圣僧说的相当有礼 贫僧佩服 金池看着锦兰袈裟 眼中的狂热毫不掩饰 圣僧啊 可否将此宝贝与贫僧观赏一观 唐三满脸笑容 哈哈哈哈 不可 哎 金池有点懵啊 圣僧啊 您这怎么不按常理抽牌呢 圣僧 圣僧 金池见到唐三要走 立刻叫道 圣僧 爱情多住几日 一定要多住几日啊 哎 昨日金池方丈说的对 贫僧是要去西天取经的 怎么能在路上耽搁呢 这休息了一晚 贫僧已是心生愧疚 万万不敢再耽搁了 哎呀 金池现在特别想抽自己嘴巴子 你昨天怎么不多问一下 你怎么就不多问一下呢 圣僧 圣僧 金池把心一横 直接就跪了下来 圣僧啊 昨日是贫僧有眼无珠 不知圣僧高洁 不知好歹 还请圣僧给贫僧一次机会 让贫僧补救补救 唐三看着金池和尚笑了 呵呵呵 既然如此 那贫僧再住一晚 一定要住 一定要住啊 金池是一咕噜爬起来 扯着嗓子对里面吼 快快 带圣僧前往最好的厢房 奉上最好的香茶 去 孙悟空和小白龙在一旁一起翻白眼 又重新来到禅房之中 这一次却是上座好茶接奉上 几个和尚站在一旁小心伺候 陪着笑脸 金池和尚那浑浊的双眼 就没有离开锦兰袈裟 一直到唐三一杯茶饮进 金池和尚才抹眼泪哭了起来 圣僧啊 贫僧这两百年算是熄活了呀 金池长老莫要悲伤 出家人慈悲为怀 既然方丈觉得虚度白活 那贫僧就超度了你吧 唐三一脸的温和 而且特别热心地准备帮忙 诶 金池脸上的表情就跟卡死了一样 这抽也不是 不抽也不是 圣僧啊 您这样下去 贫僧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接呀 沉默片刻 金池又重新系上心头 圣僧啊 贫僧这活了两百七十年 一心向佛 别无他号 唯有收集这袈裟一事 贫僧愿意用这四中所有 还圣僧这件金兰袈裟 他眼巴巴地看着唐三 唐三笑得特别地以和为贵 哦 哈哈哈哈 金池方丈 你说愿用这四中所有 换贫僧这件锦兰袈裟 金池点点头 唐三爷点点头 嗯 好啊 金池一下子还没反应过来 张口道 圣僧啊 你再考虑考虑 贫僧愿意用这两百件袈裟 还有这四中所有 哦 圣僧 你刚才说换了 出家人有成人之美 金池方丈既然如此喜欢这件锦兰袈裟 贫僧换你就是 悟空 来呀 清点四中财物 把这禅院搬走 以后都是贫僧的了 孙悟空嬉戏一笑 嘿嘿嘿 徒儿明白 半个时辰之后 金池和尚捧着锦兰袈裟 站在光秃秃的山岗上 一脸的懵逼啊 我是谁 我在哪儿 为何贫僧的产院没了 他身边站了一圈同样一脸懵逼的和尚 就在刚才 金池成功地用自己整个观音产院里的 所有财产换到了锦兰袈裟 所有啊 除了活人以外 唐三直接使了个戒子神通 手一抓就把整个观音产院给抓走了 方丈 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对 哎 金池抱着锦兰袈裟也觉得有哪里不对 但看看怀里的锦兰袈裟他又笑了起来 一边温柔无比地抚摸着手里的锦兰袈裟 一边发出让人觉得恶心的声音 嗯 没什么不对的 完全没毛病 有了这锦兰袈裟 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 轰隆 就听得一声惊雷乍响 那金头接地直接出现在一干和尚面前 好个胆大包天的金池 居然无那锦兰袈裟 你可知这袈裟 乃是如来佛祖让观音菩萨转手 交于那圣僧 一座西天取经之信物 金池拜了一辈子的佛 自然一眼就认出眼前这金光闪闪 佛光千里的金头接地 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圣僧啊 不带你这么坑人的啊 你这锦兰袈裟是菩萨给的宝贝 你怎么不早说呀 你要是早说 贫僧哪里还敢要啊 金头接地看着金池 谋中神怒火中烧啊 金池 限你三日之内 将这袈裟送到圣僧手中 否则 金头接地向一旁一甩手 就听得平地是一声惊雷 朕的百里寿散鸟飞绝 远处整整一个山头被炸平了 金池看了看那炸平的山 又看了看怀里的锦兰袈裟 仔细思索 冷静分析 然后两眼一翻就晕了过去 金头接地看着金池 冷笑一声 晕了 晕也是要算时间的 哦呀 金池翻身而起 向着唐三离开的方向奔去 圣僧啊 你快回来 快回来啊 这一刻 二百七十岁的老和尚 跑出了七十脉的自由速度 第七十二章 路上的东西千万不能乱捡 金池和尚被自己的弟子们抬着 在山路上是一路狂奔呢 这跑出二十里 天色已晚 就发现前面有一座禅院 方长 你看前面的禅院 和我们观音禅院一模一样 一个和尚一脸惊奇的道 金池已经二百七十岁了 哪怕被徒弟抬着跑 这三十里路跑下来 也把他累得够呛 他一巴掌拍在那弟子头上 笨 那就是我们的观音禅院 被圣僧要放了出来 像是天黑了 圣僧要休息了 快快 去把锦兰袈裟还给圣僧 和尚们抬着金池奔到禅院前面 然后刚想进去 却发现怎么也不能靠近那禅院 圣僧啊 贫僧错了 这就把袈裟还给你啊 圣僧啊 您就发发慈悲吧 这袈裟 贫僧不敢受我 圣僧啊 金池带着一干和尚 在禅院外面 毫了大半夜 却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方长 我们应该怎么办 和尚们都懂了 还是矜持淡定 也足够心狠手辣 他想了想 说道 放火 把纯院烧起了 圣僧就不得不出来了 不要 众和尚大吃一惊啊 但一想到金头接地给自己的任务 再看看这根本进不去的禅房 于是把心一横 转身去寻找干柴去了 禅院之中 师父 那些和尚想要放火 把禅院给烧了 孙悟空在外面看到情况 进来给唐三汇报 唐三一脸淡然 让他们烧吧 天气已经开始转冷了 烧一点火 也可以暖和一下 师父 我怎么觉得 我们这不是往西走的 这边是难啊 孙悟空这个问题 憋了一天了 此时实在是忍不住问出来 唐三黑然一笑 贫僧听闻那金池方丈 有个好友 就住在这附近 是个黑熊精 孙悟空一脸懵逼啊 然后呢 我带金池长老来看看 他的老友 有何不妥 孙悟空是满脸问号啊 此时 外面的火被点了起来 金池等和尚手里没油 时来的木柴 大都是半干半湿 按理说呀 这要是完全点成大火 需要很长时间才行 哪知才刚起了个火苗 瞬间就腾起熊熊大火 那火光冲起了数百丈啊 不过呼吸之间 就已经把半座山点燃起来 金池这时才发现 这里居然是黑风山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金池大惊啊 好你个金池 枉我把你当成老友 你却来凤火烧我的黑风山 突然间就听得一声爆喝 一头雄骑精架着黑风袭来 却原来这里就在黑风洞附近 那黑雄精本来在山洞里面休息 突然心有所感 于是出洞一看 我去啊 这一看 却发现老友金池的观音禅院就在不远处 顿时有些傻眼呢 老友的禅院怎么跑到黑风山来了 这一事怎么回事 还没等黑雄精弄明白怎么回事 就看到一群和尚开始对蝉房放火 而煞时间那火就反烧出来 把黑风山给烧了个通透啊 黑雄精一看 这还了得 当即大怒驾风而来 就要讨个说法 金池本来就老 一路跑来辛苦万分 气儿也喘不过 心也跳不及 见到黑风山烧了起来 本来就心惊肉跳 一见到黑雄精杀气腾腾的冲来 当时这一口气儿倒不过来 脸一红腿一蹬 哎 倒地死了 黑雄精都懵了 卧槽 老黑我就是想来问个清楚 讲个明白 摆个架势 来个鲜声夺人 你怎么就死了 你这和尚 怕是不知道自己要死 所以跑来诬赖我老黑吧 哎呀 罢了罢了 惹不起你这和尚 我老黑还夺不起吗 黑雄精这就准备再次化为黑风 去找自己的二弟三弟去 哪知刚要走 却见金池身上一阵宝光闪烁 仔细一看 却是一件宝贝袈裟 是明晃晃要人眼目 宝灵灵让人心欢啊 好宝贝啊 黑雄精直接把锦兰袈裟给抓在手中化为黑风去了 正好当做这和尚烧我洞府的赔偿了 黑雄精这样想着 这一通大火那叫一个好烧啊 第二日就见整个黑风山烧成了一片白地 那黑灰卷起百里方圆热浪滚滚烫得人心惶惶啊 一干和尚呆若目击地站在禅院之外 身前摆着的是金池老和尚的尸体 和尚们看着唐三师徒二人出了禅院 却是不知该如何反应 师父 那金池和尚死了 哦 这不是正和金池方丈的意愿了吗 他之前可是说过 两百年光阴虚火 想来是不想再虚度 于是就死了 合理合理 师父 你怎么不收了这禅院 贫僧想了想 出家人身无产物 还是不要再带着这么大的房子的好 里面的粮食珠宝带上 够了 孙悟空抽了抽嘴角 又看了看那一地的和尚 最后摇摇头 得罪谁不好 偏偏又得罪俺师父 师父 这次我们应该往昔了吧 不往昔 又往哪里呢 你这猴子 真是喜欢说笑 这孙悟空心里叹了口气 师父 你如此不要恋 真的没问题吗 此时 距离黑风山百里之外 一处风景秀丽的山剑之中 黑雄精 正给自己的二地白蛇精 三地苍狼精 说着自己的经历 并且把锦兰 袈裟给摆出来 哎呀 那袈裟之精美之华丽 让白蛇精和 苍狼精艳羡不已 直言 就算是把自己的山头烧了 若是能换这么一件宝贝 那也值得了 这话才说完 就突然见到 观音杀了进来 既然你们想要烧了自己的山头 本尊就如你们的意 每一难都有一处功德 那可是有好处的 这第十难直接过了也就罢了 这第十一难本应该是观音的好处 结果现在倒好 这袈裟确实是到了黑熊精的手里 但唐三根本就没打算要回去啊 这下让观音菩萨去哪里要好处啊 好好的功德就这么没了 这让观音菩萨如何不怒啊 刚刚追着袈裟的气息找来 就正好听到三个妖精在那里大吹特吹 这可把观音给气坏了 给本尊把袈裟还回去 否则 准圣大能一怒 整个山剑顿时是灰飞烟灭 倒霉的白蛇精和苍狼精 当场被打回了原形 几百年的道行毁于一周 黑熊精扑通一声跪下 泪流满面 路上的东西千万不能乱捡啊 第七十三章 贫僧是来闹洞房的 唐三师徒二人加一匹小白龙 离开了黑风山 一路向西走了七八日 这就来到了乌斯藏的地界 要走了一日 眼前一片开阔 却是到了一处庄地村子 这村子看起来还算附属 占地也有几十里地 刚刚来到村头 就看到一个麻布衣上的人 从那庄子里冲出来 像是一阵风一样冲到唐三面前 一把抓着白龙马的缰上 哈哈哈哈哈哈 是你就是你 一定就是你 孙悟空把火眼金睛这么一看 发现这个人居然是个半妖 当时将对方推开一声喝 好你个妖怪 居然敢在你孙爷面前造刺 你怕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唐三叫住孙悟空 诶 悟空 莫要激动 淡定 你可是齐天大圣 怎么能如此毛躁呢 乖 去那边树下数蚂蚁 数清楚了 再回来告诉卫师 孙悟空有点懵啊 师父 你认真的 唐三比划了一下拳头 贫僧超认真的 于是孙大圣就去数蚂蚁去了 唐三这才看向那个半妖 这位施主 你如此激动 是要找贫僧何事啊 在下高才 和尚 你可是从那东途大堂而来 前往西天取经的圣僧 正是贫僧 那就是了 我没有认错 圣僧快跟我来吧 我们家大王就等着你呢 啊 你家大王 等着贫僧 是等着吃吗 哪半要使劲摇头 圣僧哪里的话 我家大王就是那千蓬 元帅转世 扶灵山云战洞 竹刚烈事也 我家大王受观音菩萨点化 一心一意想要跟着圣僧前往西天取经 现在终于等到圣僧你了 你快来吧 孙悟空这个时候走过来 师父 半妖 半妖小妖妖怪 丑妖老妖当真是群妖惠粹 这也正常啊 当初的高老庄被朱刚烈占据之后 人就越来越少了 后来人死光了 那不就只剩下妖怪了吗 那高才一边带路一边高声大喊 当初来的取经圣僧来了 哎呀 听到消息的妖怪们纷纷喜极而泣 有抱头痛哭的 有马上给唐三磕头的 还有烧香祷告的 这把唐三都弄得有点莫名其妙起来了 哎呀 当初为了搞事 把猪八戒给弄死一次 难道那次之后这家伙疯了 所以祸祸起高老庄里的妖怪了 来到高老庄正庄门口 这消息已经传来 顿时是满庄欢喜 群腰沸腾 圣僧 你终于来了 你终于来了呀 一个老太隆中的 有着狐狸脑袋的妖怪 看到唐三就是一阵热泪落下 圣僧啊 你快救救我们家大王吧 孙悟空这时候也赶来了 不过这一次他学聪明了 也不会报蚂蚁之事 而是乖乖的站在唐三身后 不知声 那这也要是上去讨个没趣 万一师父让自己去问问 那十万八千只蚂蚁的名字 那还了得 唐三道 老师主 你们家大王朱刚烈在哪里 为何需要贫僧去救啊 那老狐狸精立刻一指后院 我家大王就在那后院之中 被高家小姐关在那里 不得出来 那高家小姐 法力高强 把我家大王关在屋中 夜夜前来凌辱 而且还经常来我们这里收租 我们苦啊 唐三摸着下巴 嗯 贫僧怎么觉得 这剧情有点不对呢 老师主莫及 带贫僧去问问 夜幕降临 高老庄后院 噓 噓 一道黑风席卷而来 落到后院的房间中 化为一个体态婀娜 风姿卓月 眉清目秀的漂亮姑娘 这位正是高小姐 三百年前被朱刚烈抢抢那位 现在啊 是她把朱刚烈关起来 成为了抢抢壮男的女妖精 这里面的故事 总结起来就是三句话 朱刚烈以法力帮高小姐续命三百年 佛门为了捕漏八十一难 给了朱刚烈一枚丹药 可以让其提升到大罗金仙境 然而这丹药啊 被高小姐吃了 高小姐是实力大涨啊 朱刚烈打不过她 高小姐是旧恨上心头啊 把当年朱刚烈对她做的事情 还师比身了 相公 妾身来了 高小姐嘀嘀一笑 来到床头 这高小姐每次来啊 都会吸走朱刚烈一部分法力 这样长久下去 朱刚烈非死不可 所以朱刚烈是千呼万叛的 等着唐三的出现呢 高小姐掀开床障 定睛一看 床上的不只有朱刚烈 还有一个和尚 一个猴子 和一匹马 这他妈居然还有一匹马 小白龙是一脸的无辜啊 他此时内心也是崩溃的 但师父说的 他敢不听吗 万一师父又让自己卖鞋 怎么办呢 高小姐是目瞪口呆的 看着床上的三个人 和一匹马 你这么一个床 这是怎么挤下这么多人的 你 你们是怎么挤下去的 高小姐震惊的 都抓不住重点了 唐三微微一笑 手一挥 咫尺鸿蒙随之展开 就见到床上走下来三个猪精 四个羊精 五个牛精 六个狐狸精 七个白狼精 八个猿猴精 九个黑马精 十个半腰 整个屋子是挤得满满当当的 腰挨着腰 头碰着头啊 高小姐直接就傻了 你们这是 唐三道 阿弥陀佛 施主 听说你每日都与诸施主是新婚 贫僧特地前来闹洞房 恭贺你们新婚的 你看贫僧把全村的人都带来了 他再一挥手 就见这房间扭曲了一下 然后像是无限的扩大一般 全村的妖怪都出来了 你 高小姐是彻底的懵了 我 我刚睡醒 腰还没有刷 就不打扰你们了 我就先走了 高小姐飘飘忽忽地扭头就走 哎 女施主 且先慢 你帮贫僧拿个东西 唐三说着 丢给高小姐一个红色的葫芦 巴掌大小 晶莹可爱 温润如玉 高小姐下意识地接住 哄 高小姐直接被那个红葫芦给压到了楼下 直直地砸进地里 一百多米 留意 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来越过 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好